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三期 不仅高大爷这么猜 纪剑云也是有所猜测的 他可不是一直都待在乡下闭门造居的 外边的世界他也时常都会去了解 所以眼光比其他人可深远多了 他知道现在出现了不少鸡饲料 可以代替粮食喂鸡的 不仅有鸡饲料 其他猪饲料、羊饲料这些全都有 不过纪剑云都是不打算用的 他名下的铺面全都要卖纯正的农家出品 要是大势所趋之下 那他的东西自然是要涨价的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上了第四果园就遇到了继父 继父跟高大爷是认识的 早年纪剑云买下高大爷那个铺面的时候 继父当时是一块去的 不仅继父 老张还有继仁、继晓东 还有燕儿跟琪琪、圆圆 全都在呢 因为第四果园上除了樱桃 就是红枣树了 如今第四果园正是盛产的时候 需要他们过来帮忙打枣 纪剑云就给他们介绍了一遍 老高也跟他们打了招呼 然后就都继续忙了 你家这枣长得真丰手啊 一个个枣子都快要把枝头给压弯了 肥料下的族年年都这样 山上的水果都是盛产的 每一年都是这样 诶 想想呢 跟人跑去玩了 他们都在干活呢 但想想那小子就仗着自己是最小的 直接抓了一把枣子 然后就跑了 光吃不干活 哎哟 真养了这么多马呀 老高看到跑过来吃枣子的小红马王 顿时眼睛开始发亮 不仅有小红 在他身后还跟来了其他大大小小的马 长得比较健壮 都是之前买回来的 那些小的是今年年初买回来的 如今在这里都长得极好 一匹匹的全都是毛色发亮 腿脚健壮 实在是好马呀 除了小红 其他的你可以摸摸 小红是个桀骜的性子 不认识的人根本就别想摸他一下 不然被他一提字下去 那就得趴下了 小红仿佛能听懂季剑云的话一般 高傲地朝着老高打了个响鼻 然后就低头 开始吃地上掉落的枣子了 小红你今天可是吃了不少啊 你不许再吃了 琪琪说他 小红还愣了一下 然后朝着琪琪看过去 赶紧的 带其他马往别处去 不然待会儿都不够你们吃的了 小红又低头吃了两个 然后才甩着尾巴走了 他一走 其他的马儿也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以他为首的 他去哪儿 别的就跟着去哪儿 他还能听得懂你的话呀 那是当然了 小红是很聪明的 不过我爸说的对 你可不要去摸他 不然他肯定要踢你 他可凶着呢 其他马儿都听他的话 肯定听啊 小红可是马王 正宗的 山上的马全都听他的 不仅马 那些羊也归小红馆 只有那两头驴 跟那两头牛 小红没法指挥 还有驴跟牛啊 当然有了 就在那边呢 你要看的话 我带你去看看 琪琪一指前边 小小 咱去看看 琪琪看向他老爸 季剑云摆摆手 琪琪就高兴地 领着老高过去了 琪琪肯定是想偷懒 他被小东哥 打下来的枣子砸怕了 男子汉大丈夫 那点疼算啥疼 其实挺疼的 打吧 先打下来再见 今晚上去家里吃 这是对季晓东说的 这个暑假 他外出不在家 季晓东可是天天 过来帮忙的 不过 极少去家里吃 都是回他自己家 明显伙食一般 一个暑假 才多久没见 瘦了一圈了 吃的比他在学校 还差一些 在学校里 都是季剑云 给他学费 跟生活费的 而且一个星期 还会过去老张那边 吃两顿 所以长得很不错 如今这样瘦的 都跟竹竿差不多了 好 季晓东笑了笑 就硬下了 老高不多时 跟琪琪回来了 看了驴 看了羊跟牛 琪琪还带他 去摸了别的马 老高还想骑马来着 不过被琪琪给拒绝了 当然不能骑了 我们自己都舍不得骑呢 最多给你摸一摸 于是老高 于是老高就只是摸了一摸 高爷爷 你觉得 要是我们这里 发展成旅游地 能有人乐意来吗 琪琪开始跟老高聊天 你还懂旅游地呀 当然懂了 我去年才跟我干爷爷 去旅过游呢 我们可走了不少地方 而且老北京那边 我也去过 哟 还去老北京啊 你小看人了不是 今年要不是我爸妈 带着我弟出去了 我跟我大哥 还能跟我干爷爷出去 我觉得吧 你家这些马养在山上 不太合适 要是另外建个马场 那就更好了 而且可以让人骑马 当然可以收费 骑马的话 当然是要收费了 还能给白骑骂 不过马场的话 我爸也在想这个问题 除了这些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看的了 有啊 还有我光宗叔的和堂 那边的荷花可漂亮了 要是想钓鱼 也可以去我家的水库啊 那边风景特别好 有鸭子 还有果园 猪也有 鸡也有 那边啥都有 不去钓鱼 还可以去那边烧烤啊 他就很喜欢过去烧烤 不过他妈不让他吃烧烤 说不卫生 他就只能偶尔跟他爸过去 他爸就会给他烤虾烤鱼吃 那味道相极了 不过不常有就是了 水库在哪呢 老高果然有兴趣了 水库有点远 给我爸开车过去 走过去的话 那得要好久 可费劲了 高爷爷 也可以叫我爸带你去 不过今天来不及了 明天吧 行 看了驴 老高跟琪琪就来了 吃饭了 妈说叫你们回去吃饭 他们俩过来的时候 想想刚好上山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四集 这是我家老三 叫季祥 小名叫祥祥 琪琪给老高介绍 这是高爷爷吧 妈说了 叫我上来 请高爷爷下去吃饭 祥祥看向老高 老高笑了笑 麻烦你妈了 不劳烦 祥祥摆摆手 收拾一下 回家吃饭了 然后就是收尾工作了 左右也是打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其他货物 明天就可以出车了 季父没一块过来吃 他还是去第一果园吃了 橘子负责做饭 季唐伯跟来弟爹 都过来这边吃 橘子也是吃完了 再收拾完碗筷 才下山去的 而且现在 橘子手艺也是好的很 就没有一块回家吃了 今天家里也是格外的热闹 苏丹红准备了很多菜 全是硬菜 一只烧鸡 两条大鱼 一条得有两斤左右吧 一大盘蒜蓉蒸虾 还有一盘糖醋排骨 炒青菜跟凉拌木耳 也少不了的 再加上一盘猪油炒姜豆 还有一大锅黑豆炖猪尾汤 整整地放了一大桌子呀 要是老高这样城里来的 那也是被苏丹红 这一手给震住了 这也烧太多菜了呀 您可别说多 这么多能吃得在 再多几盘也得叫他们吃下去了 纪剑云暗暗地 给他媳妇一个感激的眼神 今儿老高大老远地跑过来 他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他的 他媳妇竟然这么给力 上回的茅台你放哪了 任任去拿 任任拿了酒 纪剑云跟老高就喝上了 老张也喝了点 纪晓冬就没喝 他专心地吃饭吃肉呢 他三婶婶的手艺太好了 做啥啥好吃 雁儿他们也是饿了 在山上忙活了好久 现在遇上这样的菜色 都是吃得很欢的 苏丹红外出了一下 很快就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瓶饮料 也全当是给这些小子们 高兴高兴了 果然一群小孩全都乐得没边了 喝着饮料 吃着可口的饭菜 可是太高兴了吧 你也是好本事啊 能生这么多个 他所指的自然是 任任 琪切 还有详详这三个 其他的他知道 都是剑云兄弟的 因为虽然长得 不跟纪仑他们三兄弟那么像 但眉眼之间也是有几分 血缘关系的审韵 皮得很 没个消停的时候 男孩子就得养皮式了才好啊 我看着都挺好 挺机灵的 您老可甭夸他们 不然一个个的 尾巴都要翘天上了 还有剑云媳妇 你教得好啊 虽然来的时间不长 就这么两个钟头 但是剑云家里的气氛 他一看就知道 而且一个家怎么样 那就得看家里的女人怎么样 不用说也知道 剑云身后有这个媳妇 那肯定是能成功的 是要发达的 苏丹红笑了笑 招待他吃菜 今晚上就在家里睡吧 不了 剑云不是新起了宿舍楼吗 我去那边住住看 去那边住这也行 环境也挺不错的 一顿饭吃到最后 就剩下老张跟纪剑云 还有老高 以及纪晓东四个了 其他的都吃饱退席了 苏丹红则进厨房里煮醒酒汤 待会儿等外边那几个吹牛吹完了 一人一碗喝下去就差不多了 老高主要就是在说 这边办旅游区 马场必须要建一个 可以收费 但是要办好了 想来的人那是大把的 还有水库那边 钓鱼竿之类的也得准备好了 可以租给客人用 其他的烧烤架子调料啥的 那全都得备着 剩下的那就交给旅游客们 去选择了 从六点半一直聊到了八点 苏丹红都让琪琪 燕尔把碗筷收拾干净了 他们还没说完呢 小冬啊 你今天晚上 也去苏丑龙那边睡 不过纪剑云也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 好 纪小冬点点头 我先回去洗澡 纪剑云就让他先回去洗了 老高则在家里洗 洗完再过去宿舍楼那边睡 宿舍楼那边 苏丹红也是在四个花圃园子里 交叉的种了不少屈蚊草 效果好着呢 而且还有蚊帐 真用蚊子也咬不到 老高洗了澡 纪剑云就先带他过去了 顺带也给他带了个水壶 因为坐车回来之后也没休息 又喝了酒 自然也就早点睡了 纪剑云叫纪小冬也去那边睡 有啥事就过来说一声 就睡到老高的隔壁 老高睡眠质量是极好的 刚过去没多久就睡下了 纪剑云把钥匙也给了纪小冬 这边大门出入都是需要钥匙的 回家里的时候 老张就去山上睡了 烟儿跟圆圆一个房间 都在一楼睡 至于那兄弟三个 一人一个房间 除非不得已 不然他们绝对要霸占一个房间 不洗今晚上怕是甭想上床睡觉了 洗了澡回来 苏丹红这才打发他去睡觉 小冬就要开学了 你到时候送他去学校 给他把学费和生活费都拿上 今年纪小冬考上大学了 而且还是一本的分数线 成绩极为不错 虽然就只是超过几分而已 但是也考上了大学成的一本大学了 大学生的学费跟生活费那可不便宜 冯芳芳那边并没拿钱出来 纪剑云应了一声 又补上了一句 等小冬大学毕业出来赚钱了 到时候得还呢 苏丹红没忍住笑了出来 掐了他一把 还特地说给我听 你还当真我是看中了那几千块钱呢 去年听说大学学费 一年是九百多块钱 但是今年的大学学费 一年是两千 这种恐怖的增长 不知道下退了多少家庭了 家里有工作单位的 要拿出这笔钱来 那都不是容易的事 更别说那些靠地里刨神的农民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五期 而且这两千块钱 还只是单单的学费 还有生活费呢 照着现在大学那边的生活 一个月要给两百块钱左右 省着点的话 那也需要一百五十块钱 不过像季晓东这样的男孩子 那饭量正是大的时候 一个月两百块钱才差不多 一个月两百块钱 一个学期四个多月快五个月 那生活费就是一千 所以这一趟去大学读书 那就要带走三千多 将近四千块钱 哪怕如今各家的情况都好了许多 可是要供养一个大学生 那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季建云咧嘴笑了笑 媳妇那给多少啊 你过去帮他把学费给了 然后给他一千块钱生活费 也就差不多了 至于明年的生活费 那就再另给 这些年来物价上涨得极快 眼下一个月二百块钱 绝对是够花的了 但是要是明年 大概就得另说了 其他车费的也给点吧 给三百块钱车费 凑个四千给他吧 也好记账 苏丹红白了自己男人一眼 三百块钱还特地跟我提 要给就给呗 我还能那么不讲情面吗 三千多都给了 还差这三百啊 季建云笑了笑 家里的蚕丝子母贝 也让他带过去一条 子母贝是有几套成套的 剩下的就是单独的下贝了 这一次去扬州那边 苏丹红也是舍得 给买回来了不少 蚕丝贝很好放 多放一些年头根本就不是事 而且家里也用得刚刚好 如今下贝也都换上蚕丝贝了 以后老张跟仁仁他们冬天来回县城 也不用再特地带贝子回来 县城那边贝子可以用到以后 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带走 给了季晓东一套子母贝 他家里还剩下三套呢 放着也不占地 左右家里宽敞着呢 季健云这天晚上也是不嫌热 就硬是抱着他媳妇睡觉了 对于季晓东这个大侄子 季健云还是很疼的 也很看重 一直以来都是跟对亲儿子差不多 该教育教育 该引导引导 从不含糊 如今他大嫂那种态度 也是叫孩子心良 他这个当三叔的 要是没能力 那也是想帮帮不上的 可是有能力 他也做不到视而不见 但话说回来 这也得是他媳妇 能支持他 答应他才行 要不然家庭 很容易出矛盾的 好在 他娶了个贤惠大度的媳妇 这叫他很感恩 也很感激他 苏丹红则是有些受不了 大热天这么抱着多热呀 但是他就是不撒手 所以啊 他也就只能游着他了 第二天一大早 纪剑云就起床了 过来宿舍楼这边 纪晓冬也已经起来了 正在给后院的花浇水呢 至于老高 那还在睡呢 他睡眠质量很好 也超级能睡 小冬 你几号开选啊 九月一号开选 八月三十 我得去学校报告 到时候三叔带你去 三叔 纪晓冬咪咪嘴 他知道他三叔 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毕业出去工作了 是要还回来的 纪晓冬笑了笑 啊 我肯定得还 洗脸没有 洗了就过去家里准备吃饭了 山上还少不了你忙的 说完他就进来喊老高了 老高有些没好气 你就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啊 这才几点呢 他拿过手表一看 这还不到六点呢 哎呀 你们这个年纪段的 一般不都是早早就起了吗 到六点了你还睡呢 什么叫我们这个年纪段的 别拿其他老头来跟我比 他们没法跟我比 我能睡着呢 事实上 以前他睡眠质量也是一般的很 晚上虽然比较早睡 但是半夜总要起来两三回 早上也是早早的就起了 这觉根本就没那么多呀 可是后来就好了 基本上都是一觉到大天亮 半夜都不起床的 他老人家也是格外重视 睡觉这件事 尽量都是睡到自然醒 不然都是继续睡的 事实证明 他果然是正确的 我这边住宿条件怎么样啊 这里给人住很不错 比宾馆都不差的 那就行了 起吧 我大儿子都出去外面 跑好几圈回来了 待会还得过去睡库 得早点 不然太热的受不了 老高就只能起来了 然后出来洗漱 这才看到 前院有两个花圃园子 昨晚上喝了酒 天也比较黑 虽然有灯 不过也没注意看呢 哟 还有花圆子呢 后院还有两个呢 前院种的菊花跟月季 后院种的是梅花跟兰花 菊花跟月季 都能叫人眼前一亮 兰花跟梅花树 那就是越看越耐看型的 除此之外 还有桂花树 五月份种下的 如今枝叶长得都很茂盛 明年大概就能开花了 老高洗了脸 就过来后院了 果然还有两个 这住宿条件好 宾馆都避不上这样的 楼上的宿舍你没去看过 我丈母娘说了 我这边的洗手间 起得不行 应该一个房间 设一个洗手间的 也没那么多讲究 这是乡下 又不是真的宾馆 放心吧 而且四层楼有四个呢 够用的了 我打算今年再建两个 公用的厕所 还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浴室 那也可以 到时候你这边 肯定是要住满的 四层楼二十多个房间 真要住满了 还真有点挤 多增两个公用厕所 跟一个洗澡的浴室 还真不错 季剑云就带他上楼 参观了一下其他房间 每个房间的摆设家具 都是一样的 就是挂在墙上的字画 不一样而已 但是很明显 这样的住宿条件 也是极为不错的了 你的马场又是建好了 你大概是要发财了呀 到时候 光是这四层楼的房租 就够你赚的了 我投进去的也不少 那点投资算个啥呀 往后这里人满了 二十多个房间 一个房间 你收个二三十块钱 二十多个房间 就是四百往上了 一天四百 一个月就得一万二 你就使劲吹吧 要是能天天住满呢 我啥生意都不用做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六期 过来家里 季仁已经把莲子瘦肉粥给煮好了 他家的早饭都比较简单 粥 一个青菜 一盘子荷包蛋 或者是咸鸭蛋 或者咸鸡蛋 然后就没有了 今天人多 季仁就炒了两个青菜 琪琪他们已经起床了 因为吃了早饭 他们还要赶紧去打枣子呢 要不然待会儿可是热得不行 早打了早好 苏丹红也起来了 一大家子就围在一块吃饭了 吃完了 季晓东带着他们上山打枣子去了 季剑云则带着老高 过来水库这边 除了水库 还有季光宗的荷花糖 季剑云是过来找季光宗说过的 要是有人来旅游 可能会过来他的荷花糖参观 季光宗也欣然答应了 他家也有两层楼呢 自家住一层就够了 要是他们这一块地方 能发展成旅游区 那二楼也是可以当成住宿 给人住的 可以说 要是他们这边能发展起来 那整个村都会跟着受益 他也没什么好拒绝的 毕竟就是看看 摘的话 那可是要要钱的了 毕竟荷花不摘的话 成熟了还有莲子呢 季剑云家里的莲子 就是羊大鸭拿过来的 今天老高就跟着季剑云逛了 逛了不少地方 昨天看了山上 今天看了水库 季剑云还带他去镇上走了走 还去看了各个场子 这些看下来 距离县城也不远了 就带着老高过来县城这边 逛了一圈 走了这一圈下来 老高就说道 你去把山脚下那几块地买下来建成马场 明年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 会不会来一次就不来了呀 这就要看你的经营了 最先开始的时候 就算有收费 你也压低下去 各项都压低 当人多了 人气上去了之后 你再慢慢的往上提 而且就目前来说 你这边的环境也极好 尤其是水库那边 会有不少人乐意去钓鱼的 过来这一趟 总体来说 老高是十分满意的 第二天回去的时候 季剑云给他拎了两瓶枣蜜 还有一袋子鲜枣回去 也是做了季剑业的车回的大学城 季剑云就开始忙活山上的枣子了 忙活了几天 终于在季晓东开学前 把这些枣子给打了下来 这天季剑云送了季晓东 过来大学城了 叔侄两个都是挺拔英俊的 进了大学 也是引来了不少目光 季剑云带着季晓东 缴了学费 又给了他一千三的生活费 让他好好学习 又看了一圈之后 这才留下季晓东 自己回去了 这是你爸呀 哇 你爸可真年轻呀 一个大学舍友 在季剑云走后就跟他说道 不怪这舍友会这么说 季晓东跟他三叔 长得是有点像的 是我三叔 季晓东说完就开始铺床了 床单备照都是新的 床备也是新的 而且还是他三婶婶 在阳州那边买回来的蚕丝被 身上的衣服也是新的 也是他三婶婶给买的 一共有三套 季剑云从大学出来 没有直接回去 而是过来铺面这边 季晓东的大学 距离当年他跟真苗红 过来买的那两套房子 是比较近的 走路的话 也就半个小时而已 如今已经都租出去了 不过季剑云一年也会过来两次 今年就过来看看了 检查了一下没问题 这才离开 至于住在这里的 那可都是高收入 素质都不低的 季剑云在他们入住前 就已经说好了 因为他的房租 比别人家的低了三分之一左右 但要求就比较多了 家里不能弄得乱七八糟的 尤其是墙面 不能乱图乱画 也不能随意打孔这些 卫生必须要给他弄好 之前他都是收不低的押金的 只要是按他的要求 那到时候押金就会全部退还 两户人家都叫他比较满意 所以继续都让他们住着了 不涨房租 要知道 现在外边房租涨得可是很厉害的 他这边就没涨 不过继续给他弄好卫生 跟遵守其他的要求就行了 季剑云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交代完了住宿的租客之后 他就过来铺面这边了 铺面距离季晓东大学那边路途就不近了 坐车的话得一个多钟头 两个钟 比较慢 不过既然来了 季剑云就顺带过来看看 两个铺面生意都是很好的 季剑云过来的时候就遇上了一些老客户 看到他是都很高兴 不过随后就都抱怨了起来 你家这恶交高的生意好 但是也做得太少了点 一天也就那么时间 我还没到就被别人买光了 而且一个人还只能买一件 想多买点跟我女儿寄过去 就买不到了 那过几天 我叫人多送一些过来 以后可以多买点 今天他特意叫季剑云等他的 所以哪怕现在都下午三点了 季剑云还在 还没回去呢 在铺面里看了一圈之后 季剑云也就回来了 到家都六点多 快七点了 苏丹红带着孩子们都已经吃完了 就另外给季剑云下了一碗鸡肉面吃 媳妇 大学城那边恶交高 许多人都喊着不够买 要不咱们多做点送过去吧 每天时间也是不少了 咱那两个铺面生意火着呢 十斤哪够啊 一个人一斤也就卖十个人 徐姐那边现在能腾出手来的 那让他每天熬三十斤送过去 苏丹红点点头 让他吃着 然后就过来村主任家里找徐姐了 跟徐姐把事说了一遍 徐姐也是高兴得很 我呀 现在都不去村委那边了 基本上也没什么事 孩子们都长大了 该上学的上学不用我费劲 这三十斤也不多 我今天就泡下去 明天这个时候就可以熬了 恶交高这么好卖 他也肯定高兴啊 因为好卖 那就意味着赚钱也多 如今不管是冰糖还是恶交 还有黄酒这些 他都是过去苏丹红那边拿货 他就负责一个加工 熬出恶交高就行了 扣去成本之后 便是以批发价再给苏丹红 那他也还是赚不少呢 恶交不剩下多少了 我明天叫他们去多拿点回来 家里的恶交用的是很快的 每个月都要去拿一次货 也是因为每次拿货都拿得不少 所以才没有涨价 毕竟这样的也算是大客户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七期 第二天下午 季建业回来的时候 就带回来了许多盒恶交 那边说要涨价了 下次过去拿 一盒要涨五块钱 所以这一次 我就给多买了一些回来 将单子给了苏丹红 原本苏丹红是叫他 一个月去买一次的 每次就买了一个月的用量 每个月用量都要不少 做了送去大学城的 还有老北京那边的 一个月差不多 要用两百盒恶交 这个数量可是不少了 这一次季建业 买回来了三百盒恶交 已经是极为不错的了 不过苏丹红 还是有点嫌少了 既然要涨价了 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 干脆就多买一些回来 今天去买的话 还会不会涨价呀 要涨价了 就我这一次不涨 季建业也是 有点不好意思 他明白这是买少了 不过苏丹红也没怪 他的意思 能多买一百盒回来 已经是不错的了 不过季建业做事 还是不够周全 要是换了苏珠毛 跟许和珊两个 那这一次 必然会先打个电话回来 问问要不要拿多一些 然后再让他自己决定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他这一次少说 也得拿个一千盒 回来家里放着 恶交都是不怕放的 二伯明天你去县城 跟江水市那边送货 然后叫许和珊跟苏珠毛 过去大学城那边 我再让他们 多去搬一些回来 这些也够用一阵了吗 我是觉得以后还会再涨 这恶交也放不坏 我想多买一些回来 恶交哪里是放不坏 是越来越好的 只要保存得当 正宗的恶交放多久都没事 纪剑也点点头就硬下了 他也去通知了苏珠毛 跟许和珊两个换班的事情 晚上纪剑云回来的时候 苏丹红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我估摸着照这个行情 往后恶交肯定还要再涨 我打算多买些回来 放咱的储物室里存着 一楼就有储物室 那是堆放杂物的房间 他打算收拾出来 然后用来囤恶交 涨交了咱恶交高 跟着涨价就行 不用这么辛苦 这算什么辛苦啊 而且一盒恶交高 就涨了五块钱 那一百盒就是五百 囤个一千盒 那可就是五千块钱了 这钱上哪赚去啊 恶交现在涨价了 那恶交高肯定也要涨价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要是不涨价 没准都该以为 他家用的恶交 是冒牌的了呢 纪剑云被他这么一说 也觉得对 不过现在都涨价了 就是现在涨价了才要买 不然往后再涨了再买 那可就亏了 而且他都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物价飞速上涨 恶交这样的好东西 必然也是如此 所以不用说 必须要囤恶交高的 纪剑云笑了笑 那明天就叫他们两个 去买一千盒回来 一千盒太少了 叫河山猪毛两个 明天给我进三千盒恶交回来 以后并且以后十天 去进一次恶交回来 要是发现又涨价了 就给我多买点回来 纪剑云都愣住了 这也太多了点吧 三千盒恶交啊 三千盒恶交也不算多 记得叫猪毛他们讲价 毕竟买这么多 即便是每盒涨五块钱 那也得给我涨少点 纪剑云就只有 我硬一下的份了 他媳妇想干啥 他肯定是不敢拦着的 因为他媳妇都是对的 听他媳妇的准没错 苏丹红这天晚上 就带着琪琪他们 开始收拾储物室了 储物室不大 也就十平方左右 不过收拾出来放恶交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能放不少呢 燕儿今天就跟纪剑叶 去浇水市了 至于纪仁琪琪他们 今天也跟老张 去了县城那边 因为明天要开学了 今天过去报名啥的 家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傍晚时候 三千多盒恶交就买回来了 没有算便宜 因为定价是照着 上边统一定的批发价 但是这一次的定量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厂家那边 给额外赠送了 二十盒的恶交 当然 许和山苏猪毛 也是功不可没的 于是苏丹红 给了他们俩一人一盒 让他们俩拿回去 给他们媳妇补补身子 昨天寄件夜 苏丹红也给了一盒 这三千多盒恶交 叫他们两个搬进储物室里 储物室还有很多空荡荡的地方 还可以继续囤呢 不过这三千盒恶交 可是花了一笔钱出去啊 所以后边要囤也得缓缓了 不着急 但孩子们都读书去了 他自己在家里也没啥事干 就捣鼓起恶交糕来了 他家并不是只卖恶交糕 城河的恶交也是有的卖的 不过大学城那边没有出售 在老北京那边倒是有的卖 生意也还可以 但是比不上恶交糕受欢迎 苏丹红几天时间 就捣鼓出来了不少恶交糕 虽然是有点累 但是成品还是很喜人的 留下一些准备自家吃 剩下他就打包起来 然后明天一早送过火车站那边去 这几天也是收上来了不少干货 苏丹红自己留下了一些 剩下的就跟五谷杂粮一起 还有这些打包好 装在盒子里的鳄胶跟鳄胶糕 都一块运过去 北京的林大维那边 就接到了纪剑云的电话 如今也是掐准了时间的 就喊了大货车过去载货 满满当当的一整车货物 其中也是有不少恶交跟恶交糕 只是价钱都上调了 北京这边的林大维夫妇俩 早几年生了个小姑娘 如今小姑娘都上幼儿园了 只是费用很贵 再加上还要还房贷 日子过得也是挺紧巴的 不过不得不说 对于这样的生活 他们是十分满意的 这些年来 老北京的房价涨得实在是太恐怖了 早些年他们夫妻俩 在纪剑云的帮助下买了一套房子 不大 但是绝对够他们一家三口住的了 也就是当初纪剑云这个老板人好 助了他们夫妻一臂之力 要不然要是照着他们攒够钱 再买的想法 恐怕一直到现在都别想买到自己的房子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如今一套像他们那样不大的房子 没有个六万块钱 那是想都别想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恐怖 别说这边了 大学城那边现在一套房子 也得三四万块钱了 如今纪剑云给他们的工资是 每人三百八 夫妻俩就是七百多块钱的收入啊 抛去生活费等费用 一个月存个四百多块钱 那不是问题 但是要还房贷 每个月要还三百的房贷 所以每个月能存的 也就那么一百来块钱了 但即便是这样 林大为夫妻俩也是很满意的 因为如今他们都算是北京人了 户口都移过去了 至于欠下的房贷 那明年也就能还清了 到时候可就轻松了呀 不过还得为女儿攒钱买房当嫁妆 总不能让人小瞧了去 但女儿的房可以慢慢攒着 现在女儿还小呢 不着急 这一次运送过来的鳄焦糕比较多 鳄焦也有不少 其他的干货等等运过去就都摆上去了 鳄焦糕的生意一直都是最好的 足足有三箱子用油纸打包好的鳄焦糕 不到两天就全部卖光了 哪怕涨价也挡不住他们购买的热情 反正这东西谁吃谁知道 都说效果好 哪怕林大为的媳妇都自己花钱买了吃了 早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 身子也留下了一些隐患 有些时候月筋就不是很准 也很疼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盖着被子手脚都不暖和 冷冰冰的 自从听说这鳄焦糕好 一天也就买了两块吃 鳄焦跟鳄焦糕都是不便宜的 但是凭他们夫妻两个每个月的工资 一天买两片鳄焦糕吃 那还是不成问题的 如今整个人的气色都好了不少 所以连带着林大为也会跟着吃一些 这批鳄焦糕运来之后 他们夫妻俩就自己先留下了一斤 留着慢慢吃了 鳄焦糕很快卖完了 鳄焦还剩下一些 不过也很快了 老北京这边的人都特别的敢吃 不得不说呀 也都是有钱的紧 只要东西好 他们都不会嫌贵的 鳄焦糕好卖 苏丹红这阵子也有空 所以就多做了一点 基本上天天都能存下一箱子的鳄焦糕 鳄焦糕是很好放的 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了 放酒点都没事 攒个几天 就跟其他的货物一块运过去了 这一次运过去老北京的 是那些咸鱼干 除了咸鱼干还有虾干 一块就都运送过去老北京了 虽说苏丹红囤了三千盒的鳄焦 但他消耗量也大呀 如今徐姐每天都要做三十斤 有些时候做四十斤给送过去老北京那边 需要的鳄焦都是不少的 消耗自然也就快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月月底 季建云在算账结账的时候 可是比以往要高出了一笔钱 单看鳄焦糕的利润收入 就已经将月初买回来的三千多盒 鳄焦的钱给赚回来了 但是现在储物室里还剩下不少鳄焦呢 消耗的不多 足以见得鳄焦糕的利润了 不过家里的芝麻 核桃 红枣枸杞 消耗的是极快的就是了 苏丹红自己有个账本 是寄了徐姐的 扣除成本之后 他就给徐姐拿了五百块钱过来 本来是四百九十三块钱 他就给凑了个整 这个月可是赚了不少 徐姐你拿着 这是你的 这个单子是咱每天的交易量 我全写着了 你看看 苏丹红把单子递给徐姐 这还看啥呀 挣这些钱我都没想过 他就是在家里做做鳄焦糕 这是很闲暇的一份工作了 而且家里的事情也顾及得到 最关键的就是 九月份这个月虽然是忙了点 但是这五百块钱 他拿着也是欣慰极了呀 这比别人工资都要高出不少了 徐姐做的鳄焦糕 苏丹红过来拿批发架 那也是赚了钱的 而且也赚了不少 不吃亏的 而且他自己还专门做了一些 发到老北京和大学城那边 没办法 老北京那边的需求量太大了 也就是前阵子为了囤厄焦 花了不少钱 不然苏丹红都不会那么努力了 天天都要熬厄焦 手臂都倒粗壮了 他家建云万一嫌弃了 可怎么办呀 所以九月他拼了一个月 十月就松散了 正好十月国庆节 孩子们放七天长假 他就干脆闲下来了 不过要说闲呢 也是不能完全闲下来的 因为要弄红枣枸杞这类的 而且芝麻那些也要弄 总之天天事都不少 至于林大为那边打电话过来 催要阿娇糕 苏丹红就打发季建云去熬了 他负责指挥就行 妈 国庆节 咱要不要出去玩啊 十一这天吃午饭的时候 想想就问道 今年这小子跟圆圆都在县城那边上小学了 而且因为之前都上过幼儿园嘛 所以对于一年级有了极好的适应能力 一点都不需要操心 不过好像跟人打架了 还把人打得不轻 家长都去找了 老张去应付的 不过最后也是对方先给道歉了 想想这才道歉的 因为是那个熊孩子先扯圆圆辫子的 圆圆辫子可是苏丹红给他留的 这么多年来都可长了 特别可爱 以前想想也喜欢揪 不过被苏丹红给教训了 他就不敢了 而且他一直以圆圆是他妹的身份自居 他都不敢揪圆圆的头发了 岂能容其他的同学揪啊 于是就是一顿胖揍 这事季建云是后来才知道的 老张觉得也不是啥事就没说 还是琪琪回来说的 不过想想跟那个打架的熊孩子 如今好像玩得还不错 跟着想想一块儿保护圆圆了 都不许别人欺负圆圆 有次想想还邀请了他过去家里吃饭 苏丹红听完也是不知道该说啥了 不过小孩子之间的事情 他也没有过多的干涉 老张在这种教育问题上边 比他跟建云都内行多了 玩啥玩呢 咱家这么忙 而且今年暑假不是才玩过呀 让你玩了一个月了 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去玩了 摇头叹息道 早知道我就留在县城 跟干爷爷一块了 干爷爷都带大哥去大学城了 你干爷爷那是带你大哥 去买学习资料 不是去玩 你要如果也想买的话 明天可以叫你二伯带你去啊 那还是算了 我出去玩啦 想想摆摆手 就赶紧跑出去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九集 苏丹红想把这小子 抓回来干活 现在都可以帮不少忙了 比如捡个早片什么的 他都会干了 不过这小子跑得快 一眨眼就出门了 三镜子 我来帮忙 我也会 圆圆笑眯眯地说道 还是我家圆圆乖 不像你弟那臭小子 苏丹红把剪刀递给他 小心点知道吗 慢慢来啊 我知道的 圆圆说完就开始剪枣子了 剪得很细心 也慢悠悠的 不担心会被伤到 苏丹红也就由着他了 他对自己的这些侄子侄女 外甥女啥的 那都是要干活的 这可不是磕代 这么大的孩子了 他觉得叫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 那是没多大问题的 比如嫣儿 暑假过来 给他洗了一暑假的碗 基本上都是 他跟琪琪两个去收拾的 他不觉得这算啥累活啊 要是啥都不让干 当祖宗一样的供起来 那才是害了这些孩子 苏丹红就去厨房做点心了 今天要做点南瓜饼吃 芝麻水配着南瓜饼 那是很好吃的点心 做了芝麻饼 他就拿出来 跟圆圆一块吃了 来 吃完了再干活 琪琪还没吃 圆圆去洗了手 然后拿了一块吃 不用管他 自己饿了就会回来吃的 火不其然 出去玩了一个小时 快到四点的时候 想想就跑回来找吃的来了 厨房有南瓜饼 想想跑进去拿了两块 就又出去了 苏丹红都想揍他 臭小子连手都没洗呢 这个月已经开始闲下来了 因为山上也没剩啥了 还剩下了一些苹果 挂在树上的干枣 以及柿子 其他的就没啥了 倒是地理的庄家 现在都忙着收上来呢 季剑云也过去帮忙了 也不知道饿不饿 中午虽然吃饱了 不过这活是不少的呀 想想跑出去后 不久又回来了 爸叫我给他 拿几块南瓜饼过去吃 他有点饿了 苏丹红想 他跟他家剑云 还真的是心有灵犀 就用油纸给他包了 剩下的南瓜饼 还用水壶装了芝麻水 给你爸送过去吧 小心点走路啊 别跑了 知道了 这臭小子晒得脸蛋 红乎乎的 但是特别皮实 根本就不算事 苏丹红看着都替他热得慌 他自己倒是乐得很 拎着东西就给他爸送去吃了 并且傍晚还跟他爸 一块回来了 他在那边给你帮忙呢 咱们家老三长大了 那边想想听他爸这么说 那小胸脯就挺了挺 苏丹红知道自家男人 是在鼓励自己儿子 让他多帮着干活 便也跟着夸道 哼 想想这么乖啊 今晚上可以让你点两个菜 我要吃糖醋排骨 还有吃炸虾 糖醋排骨可以满足你 不过炸虾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没弄虾回来 给你炸个虎皮蛋吃 可不可以啊 好 事实上 这两个菜都是苏丹红今天就准备了的 刚好应付这小子 琪琪后边也从山上下来了 他在山上给马儿洗澡呢 下来的时候一身的味儿 被苏丹红给赶去洗澡了 哇 今天这么多好吃的呀 琪琪洗完澡回来 看到桌上的菜色很高兴 你得多谢我 想想仰着下巴 多谢你啥呀 又不是你做的 这是我去给爸帮忙 妈让我点的菜 嗯 是想想点的 琪琪看了他妈一眼 就见苏丹红朝他眨了眨眼睛 到底是年长了两三岁 心智成熟了不少 立刻就会议了 你就帮这么一天 我可是从昨天回来 就帮忙给马儿洗澡刷身子了 而且你往后肯定也不会帮忙了吧 谁说的 我明天还要去给爸帮忙 那我等着你 今天我也干活了 所以就不跟你道谢了 昨天我干活 你没干活 你都没跟我道谢 想想愣了一下 然后瞪了他一眼 明显是不满意了 但是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所以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季剑云跟苏丹红则是吃自己的饭 都不管他们的 吃饱了 琪琪就负责收拾碗筷 现在这基本就是他的任务了 至于明天 那已经不用去晒谷场了 因为今天都忙活完了 也都收上来了 现在这个时间段 是收干货的最佳时期了 还是季大勇跟季剑盒两个负责 而且季剑云还叫了山上的长进去学车 现在是长进去学 等他学成回来 就换金子和大智去学 老北京那边的铺子 对于干货的需求量很大 他打算再买一辆货车 叫他们去更远的地方收上来 所以家里的司机肯定是少不了的 至于用不了这么多司机也没事 左右学来就可以了 要用到也随时能用到不是 如今学车都是比较快的 因为都是全天制的学 不用回来 直接住在那边就行了 不过再怎么速度 那也需要一个来月的时间呢 季剑云现在是在盘算着 要买地基的事情 他要把山脚下那几块地基 全买过来 老陈家是比较好说话的 而且那块地基也不是很好 可以拿了钱去买其他地基 但是老徐家跟老何家 那两家就不一般了 不过就算有点困难 季剑云还是过来了 这三家对于季剑云 想要买他家地基的事 也是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了 因为他们地基就连接着山头 用来建马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季剑云要建马场 那肯定得跟他们买 老陈家很痛快 一块地基三千 比其他地基贵了一千块钱 但这个价还是在 季剑云接受范围之内的 不过老何家跟老徐家 开出来的价钱 那就是完完全全地 坐地起价了 老何家两块地基 开出了九千块钱的高价 这就等于 一块地基要四千五啊 哪怕眼下物价再涨 但是地基一块两千块钱 这是很普遍的 贵点的两千五 但是四千五 那说是天价 一点都不为过了 而老徐家一块地基 那也是开了四千五的高价 并且分文不少的那种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集 这件事传开之后 村里人那也是议论纷纷 全都在说 这两家也太过分了 一块地基而已 又不是啥稀罕物 两千块钱是平价 最近已经有人喊到两千五 不过就算最贵 贵到老陈家那样 三千块钱 也就算可以了吧 可没想到 这一块地基 竟然敢要价 四千多块钱呢 要知道 距离山脚那边 那可是比较偏的了 也就是纪剑云 在那边的山头果园 起来了 如此每天才人来人往的 之前那地方 都很少有人过去 就那种地基 都不知道 会不会过去 起房子呢 也太偏了点 起了就是独门独户 谁愿意去起啊 如今纪剑云的果园 起来了 那边虽然人来人往 人气高了不少 可是也不能离谱到 地基要四千五的高价呀 为了这件事 村主任还特地过来 跟纪剑云说过 叫他换块地方 他可以直接画地给他 但就是只能用租的 没法用买的了 因为纪剑云 已经有地基了 他自己的一块 三个儿子三块 这些都是给钱 就卖了的 都比较便宜 他们这边的政策 就是这样的 有儿子的 就给一块地基名额 当然是要买的 但很便宜啊 但要是私底下 自己去交易 那肯定就会贵上很多了 如今因为村主任 老婆徐姐 跟苏丹红生意来往密切 两家关系也十分不错 所以村主任 这才特地过来说这个 不过 被纪剑云给婉拒了 并且带上钱 叫村主任跟他过来 带着老陈家 老徐家 还有老何家那三户 去过户了 老陈家就算了 老徐家 老何家那三块地基 你咋也要啊 那么贵 而且还那么偏 你要是不要的话 那往后他们都卖不出去 这是大实话 要是纪剑云不买 那他们三家的地基 肯定都是卖不出去的 不过纪剑云 还就是想买他们的地了 他要发展的旅游 要是起来了 那他们村里的地 到时候就值钱了 现在四千五是高 但以后可就不一定高了 现在要是不买的话 那以后都不一定能买到了 那几家肯定会更狡猾 于是纪剑云 就带村主任过来了 一听纪剑云愿意 四千五的高价 买下他们地基 老何家跟老徐家 都高兴得很 也就没有在代价而沽了 都赶紧在村主任的作证下 还有其他祖老的见证下 签了字 然后纪剑云就当着面 点了九千块钱给老何家 也给了四千五百块钱 给了老徐家 老陈家那边 纪剑云就问了 是否要卖四千五的价钱 要的话也一并说了 老陈家的陈老头 摇了摇头拒绝了 说三千块钱就好了 也说了 哎呀 要不是我那老儿子 要结婚 需要不少彩礼钱 那块地 两千块钱就可以拿去了 纪剑云点点头 就给他点了三千块钱 拿了四张地契 纪剑云心里也是舒服得很 也跟在场的老人道了线 然后才跟村主任离开 陈老头带着大儿子 小儿子回来之后 要结婚的小儿子就到 爸 你干嘛不跟那两家 卖一个家啊 这 这差了一千五呢 一块地基 卖三千块钱就刚刚好 四千五 你也不怕撑死了 陈老头还没说话 陈老大就喷他了 陈家老大 跟陈家妖儿 相差二十岁 陈家老大今年三十五 比纪剑云要小上一些 但陈家老妖儿 今年才二十一岁 中间有三个姐姐 她是陈老头的老来子 陈老妖儿有点 处他大哥 闻言就道 那两家都要四千五 那两家是那两家 咱家跟他们可不一样 你没听爸说吗 要不是为了你结婚 那块地基 顶多就卖两千块钱 如今卖了三千 都算亏金了 因为地方偏 而且地也瘦 种粮食都不好种 在陈老大眼里 自然不是块好地 这要了三千块钱 的确也是偏贵了 陈老头就没再说啥了 虽然是贵了点 不过也还是不过分的 也算是留了一线 财礼钱有了 找个时间 把人取进门吧 陈老妖儿是一脸的高兴 哪家这个年纪的 愣头小子 不愿意娶媳妇 那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他们这边 娶个媳妇 那可是不便宜了呀 财礼钱一系列的下来 那最少都要 三千块钱打底了 死贵死贵的 跟以前那样 几百块钱 都要遭人画饼的时候 可是不一样了 如今三千块钱 那是娶媳妇的 最低标准了 还要打金项链 金戒指 耳环这些 且不说老陈姐的这些事 纪剑云这边 拿了到手的 四块地基之后 也没闲着 直接就过来 另外两家了 这些都是姓纪的 跟纪剑云隔得很远 不过也是有些 亲戚关系的 见他前来 过问地基的事 他们也是有些意外 买老盒家 他们那几块地 是要圈马场 这很正常 因为那边的确比较适合 宽敞得很 也平坦得很 但这不都已经买了吗 怎么还要他们家的地啊 四块基地不是很够 打算建个大点的马场 所以就来打交你们了 要是想卖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声 四块地基 一块地基三百平方 四块也有一千两百平 在那了 但要是换成母树 那这还不够 两母地的面积呢 要是修成马圈的话 那就差不多够了 不过 季建云有想要弄成马场 马场跟马圈呢 是不一样的 马圈也叫马舅 就是马的宿舍那样的 但是马场 是可以让马儿跑的 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过 要弄马场的话 听以前的老汉说 至少也要弄个十亩地 才行 如今他买下的这点地 那也就够做个马舅的 所以啊 还需要继续买地基 最好是把周边的地 都给买了 连成一片 这样也可以方便他办事 季建云一共造访了 许多人家 打算买地基 有些人一看价钱很不错 就点头卖了 季建云十分痛快 当下就给钱签了地基 叫孙主任跟其他人 做了见证 不过 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卖啊 但是愿意卖的 季建云都给买下来了 林林总总地买了十块地基 那一片都叫季建云 给买得差不多了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了 这也是叫大伙 见识了一番 季建云如今的财力 且也看出了 他想要把他们这边 办成旅游地的决心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巴林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51集 去年季建云自己起了楼房 具体花了多少不知道 但肯定也是不便宜 今年他又起了四层楼 四层楼还配置了那么多的家具 这就是一笔大支出了 没想到他除了这四层楼 还出手买下了这么多的地基 整整十块地基呀 最便宜的就是老陈家那块 那都是出了三千块钱的 还有一些要了三千五 一些要了四千 不过像老徐家跟老何家那么过分 要四千五的还真是没有了 十块地基买下来 那可是一大笔钱呢 但季建云就是不在意 直接就买了 而且十块地基已经是不少了 可是他还想继续买 不过就是后边的都不是很愿意卖了 不愿意卖的季建云也不勉强 也放出了消息 让愿意卖的说一声 价钱可以商量 在忙碌地基的同时 季建云还喊了施工队 过来宿舍楼这边 新建了三个公共厕所 一个男厕 两个女厕 就三个位置 还有就是一个小早室 专门给男人用的 可以进去冲凉 装的还是比较先进的水龙头 大夏天的也不在意洗冷水 冲一冲汗味就行了 位置也不多 也就是三个 都是有门的 独立的小早室 增加了三个厕所 三个早室 再加上每层楼 本就有一个公用的 对于他们这宿舍楼来说 也就够了 以后搞好卫生就行了 不过这也是花了季建云一点钱的 但季建云根本就不在乎 他已经叫人在收拾他的地基了 而叫的就是陈家老大 如今陈家老大也是闲在家里 因为家里的粮食 基本上都收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就是最闲的了 一直会闲到明年开春 不过陈家老大身后可是有一大家子呢 这次买地基的钱 他家一分都没分到 都给陈老妖娶了媳妇了 陈家大嫂一肚子的火气 家里也是不得安生 正在闹腾呢 因为老陈家没分家 地基也就那么一块 如今卖了 凭啥他家没分啊 这一次闹腾的可不只是老陈家 老和家老徐家这两家闹腾得更过分 地基卖了 全都闹着要分钱呢 尤其是老和家 这一次两块地基收入了九千块钱 和老头两个大儿子就要求平分 要不然钱都得落到他们三地口袋里 和老头不答应 于是就闹了起来 都直接为了这钱打起来了 也是叫村里好生热闹了一番 纪剑云听说老陈家有点不愉快 于是就过来找了陈老大 问他愿不愿意干 要是愿意干 那就照着工资算 陈老大立刻就应下了 因为得了这么份工作 他媳妇也就是陈家大嫂也安生了 并且叫他好好干 以后纪剑云马场要是起来了 那肯定需要人手 他可不就能过去干这个了吗 至于家里的活 他一个人干就行了 反正也就是那么一亩三分地儿而已 去给纪剑云干活 那是要发财的呀 看看村里那些个人家 但凡是在他手底下好好干的 哪家不是过得风生水起啊 还有那些年货 简直是羡慕死个人了 现在其他节日没有送东西了 苏丹红如今一年就送一次 年底的时候一次性给个丰厚的年货礼就行了 去年给的那就不老少 王红花拎着一篮子东西回去 还叫他儿子帮忙拎了个大袋子 里边也不知道装了啥 但东西真是不少 可是羡慕死他了 陈老大叫陈建树 干活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陈建云就把平整土地的活交给他了 不过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去干 还有陈红军徐爱党也会下去帮忙 陈建云要把他的地圈围起来 也是没办法 其他人没有卖地基的意思 十块地基也就只能做十块地基的马场了 小肯定是小了点 不过要说那么小那也还不至于 这加起来差不多有五亩地 这样也是可以设置一些简单的设施了 比如跑道等等 不过在陈建云要开始围场的时候 又有两家松口了 两家有三块地基 一块地基卖给他不便宜 跟老和家老徐家一样 都是4500 陈建云眼睛不眨一下 直接就点钱买了 十块地基的确是不够办马场的 毕竟马场还要有马厩 还有休息室 员工宿舍 草料棚啥的 除了这两家 又有其他人家想卖 不过不是山脚下那边的 是其他地方的 位置还很不错呢 陈建云不是很满意 但也花了4000块钱 买了4块地基 他用这4块地基 换了4块他马场附近的4块地基 位置上全都要顺过马场那边 那些人家也是愿意换的 所以这一共弄下来 到11月份的时候 山脚下那边的地基 一共有17块 进了陈建云的名下 17块地基 这就让陈建云十分满意了 他也知道这是极限了 所以也没再出手 直接就叫人过来 修筑了两米高的围墙上去 十块地基的围墙 那需要的水泥砖石 全是不少啊 修筑这么一个围墙 最少也要几万块钱砸进去 但陈建云是真的打算 大干一场了 不仅修墙 还在那边起了宿舍楼 休息室那些设施 并且还买回来了 不少配套的马鞍 护具之类的 这天苏丹红回来 就看到自家男人在算账了 然后过来看了看 这一看也就笑了 这个月支出这么多钱啊 这个数目可能是 之前攒下来的家底 都要掏光了呀 果然 陈建云抬起脸 不大好意思地 对他媳妇道 媳妇 咱现在好像没多少存款了 不是好像没有多少存款 是基本上就没存款了 而且下个月的工资支付 都还没有着落呢 这回呀 是真的山穷水尽了呀 看看咱家有啥好卖的 赶紧卖了吧 现在天冷了 大学城那边 老北京那边 恶交高都消耗很大 咱多做一些吧 嗯 好啊 苏丹红点点头 恶交高利润很大 努力一点的话 每个月赚个17008的 基本不是大问题 于是陈建云就赶紧去 泡恶交了 然后将存下来的柿子饼 其他的板栗呀 那些个干货 都大批量地运送出去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52集 虽然眼下的确很缺钱 但是山上的猪还不能宰 这得继续养到腊月 等腊月了再杀 到时候价钱比较高 而且涨到那时候 还能再涨不少金呢 如今地里的粗粮都收上来了 在粗粮收上来之后 地里全部都种上大白菜 这些到时候 都可以用来喂猪的 现在还跟村里人收番薯的 只不过如今的番薯收上来 纪剑云都开始记账了 也不酒欠 等猪卖了就还钱了 最近这一两个月来 纪剑云的手笔是真的大 做的那些事 大伙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还不知道旅游地 能不能办起来呢 但就已经砸进去那么多钱了 纪剑云有那么多钱 这在大伙的意料之外 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毕竟他的生意 一直以来都是很不错的 攒了十多年了 恐怕如今是都砸在这上面了 现在没钱还了也正常 毕竟以前纪剑云可是没有 拖欠过他们钱款的精力 这次是第一次 而且都是一个村的 自然不计较那么多了 再说纪剑云都说了 等猪卖了就结算 其他的工作交给手底下的工人 去干就行了 眼下纪剑云就开始 专门熬制阿娇膏 照着他这个速度 一个月可以赚个两千块钱 这也是可以来应急的 苏丹红也不管他 就让他去忙了 他都说了 叫他一步一步来 左右也就是这一两年的功夫 偏他就要一蹴而就 非要在今年就把事情办妥 如今肯定是要缺钱的 之前他们家赚的钱 都置办了不动产 年后还可以收一笔房租上来 再加上卖猪 他做腊肉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收入 明年就不会有 资金短缺的现象出现了 不过纪剑云没听啊 还说今年一次性的 都要忙完了才好 要知道 现在不仅是欠了村里人的钱 材料费他也欠一笔呢 马场那边的投资大得很 一点都不便宜 不过苏丹红到底是 心疼自家男人的 还是会帮忙干活 总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不是 每天都熬制不少鳄焦糕出来 以至于老北京那边 那些买家都诧异了 现在竟然有那么多鳄焦糕卖了吗 林大为就笑说道 老母娘说现在天气冷了 鳄焦糕补身子也暖身子 所以就多做一些送过来 鳄焦糕行情很好 即便每天做那么多 但是每天卖剩下的也没多少 加上大学城那边 多少都会被吃下去 从十一月忙碌到十二月 国历的十二月 农历也是十一月了 现在天已经很冷了 地里的白菜也都收上来 运到山上去喂猪了 上个月很忙 但是成果也是喜人的 季建云算账的时候 苏丹红看他的心情 极为不错的样子 他便拿过账本看了看 笑着说道 这鳄焦糕都是咱们的大收入了 上个月光是鳄焦糕的收入 便已经达到了两千七 当然了 这是加上徐姐那边的 而且做这些鳄焦糕的鳄焦 都是苏丹红之前攒下来的 上个月没有买鳄焦的支出 基本上就算是全赚的了 还有其他各项收入 后续工资成本这些 上个月的收入也有将近一万三 一万三也可以解了燃眉之急了 因为下个月就要卖猪了 到时候就会宽松了 季建云不习惯欠别人钱 也就把之前欠村里人的 番薯钱都给结清了 也不是很多 一共也就一千多块钱 但这笔钱上个月都拿不出来啊 可以想象当时是有多窘迫了 钱还清了 但是建筑材料费用还没有 那些就等马场那边建好了 到时候再一次性的结算了吧 今年这边经济很吃紧 还好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次性给了老张六千块钱生活费 所以接下来就不用管了 等年后再继续给 至于继母那边 那就每个月都得给了 如今十一月 天也越来越冷了 继母又要照顾家里 又要时不时地资助一下外孙 所以每个月两百块钱 根本就不够花的 所以这天他就直接越过云里里 打电话回来了 叫了季建云过来接的 不过今天水库那边捞鱼 季建云一早就去水库了 是苏丹红过来接的电话 不过苏丹红今天来了月市 心情有些不好 脾气是真的不小 怎么是你啊 建云呢 建云不在家 去水库那边了 妈你有啥事啊 苏丹红一停时 他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以后每个月给我拿 三百块的生活费 两百块钱不够花 继母也不愿多跟他多言 二百块钱够你一个人花的了 而且还会有剩余 如今物价上涨是很快 但是自己买菜回来做 哪怕天天都买肉吃 一个月下来二百块钱 也是足够了的 比如季晓东去大学的生活费 一个月也就是二百块钱 他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大男孩 尚且如此 继母一个老太太还需要多少啊 而且他可不止他家建云一个儿子 我说不够 怎么了 难道连这点钱你都不给 你不是自诩孝顺吗 这就是你的孝顺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至于生活费 我家出二百已经不少了 你要是要就要 如果不要那就算了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那就等建云回来了 再让他来跟你说吧 说完苏丹洪连一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就挂了电话 还真当我是软柿子呀 可以随便他拿捏是吗 我这回倒是要看看 季建云给不给他拿三百块钱生活费 每个月他家赚不少 别说是三百 电视给他五百块钱去生活 那也不是拿不出 可是钱拿出去可以 但是也得拿得值啊 不值的话一分钱都比想他多给 这回他还就是任性了 这一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继母在那边直接就炸了 本来云丽丽是不知道的 但是云丽丽跟电话老板娘熟 中午服装店关门回来路过小卖部的时候 老板娘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菲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三集 你妈早上应该是打电话回老家了 跟老家那边要了三百块钱的生活费 那边好像没答应 你妈气得一直在骂人呢 一听这话 云丽丽就知道个大概了 不用问她也知道 肯定是她婆婆嫌钱少 打电话回去要钱 然后那边没答应了 她也赶紧打了一个过来 这时候纪剑云已经回来了 虽然是喊苏丹红过来接听的 不过苏丹红都懒得过去 她知道是云丽丽打来的 不过她懒得走 直接打发刚到家的纪剑云过去 是三伯啊 云丽丽一听 是她过来接电话 心里就有数了 丹红在做饭 就喊我过来了 也没什么事 我也是刚从服装店下班回来 就听见电话老板娘说 妈今天打电话回去了 应该是嫌弃生活费不够 肯定也是骂了三嫂了 她都还没问 直接就给灌了个骂人的名头 纪剑云心里就有数了 刚徐姐就提醒她说 今早上她妈打电话过来了 只要是她妈的电话 那肯定是没啥好事啊 二百块钱虽然不多 但也应该够她花了的 可不是嘛 而且不仅三伯你给的二百 我这边每个月也多给妈一百 让她去花 但这一个月都三百块钱了 也够花了 她还打电话回去要钱 我就想不明白了 她每个月也给了一百块钱的 虽然不多 但这绝对是不少了 也是严明了 她家不是吃三百家的 她家都是自付生活费的意思了 她是不是还在跟纪云接触啊 云丽丽显然没想到 她直接就说到纪云云身上去了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妈还是跟纪云云时常打电话的 建文也说过她了 不过她都没听 我们也就没多管 你回去告诉她 要是二百块钱闲少 那就叫她回来 也叫建文回来一趟 连带着大哥跟二哥 也好好商量 看一个月要给她多少生活费才够 三婆你放心吧 我回去问问妈 一个月这么多生活费 怎么就不够用了 她也是听明白了 她三百是真不高兴了 没有多言就挂了电话 给了电话费 她跟老板娘说 下次去她店里买衣服 给她打八折优惠之后 她就回去了 一进门就看到 继母已经收拾好东西 这模样是要回老家 去找苏丹红算账去啊 哟 您这是要走啊 看来真是我们这里妙小 容不得您这尊大佛了 云丽丽把包扔在沙发上 抱着手臂冷笑着说道 丽丽啊 你怎么说话也阴阳怪气的 我说话阴阳怪气的话 那也得您多包涵 我赚的那点钱全是辛苦钱 一个月到头来也赚不到什么 因而学费生活费资料费 全压在我身上 我这脾气有时候大了 那得真请您海寒了 继母文言也软了语气 丽丽 妈知道你不容易 您别跟我把话说得这么好听啊 当着我的面是一套 背着我又是一套 明明答应我不打回去找三伯要钱了 我也跟您说了 三伯给多少您拿多少就行 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您是怎么做的 还打电话回去要钱 您不要脸 我跟建文还要脸呢 您这么做 考虑过我跟建文的感受没有 哎呀 不是 妈没有让你跟建文难看的意思啊 还说没有 您住在我们这儿 却还要回去加生活费 您代表什么呀 这代表我跟建文亏待您 所以您才得跟家里那边伸手 就在这时候 门打开了 既建文回来了 至于燕儿 那还得等一会儿 怎么了 一进门就看到这副嚣张跋扈的模样 既建文愣住了 既母就赶紧给云莉莉眼神 但是云莉莉这回是懒得理会她的 怎么了 你得问问你妈干了什么好事 三伯给二百 我每个月还给一百 一共三百块 现在建文的工资一个月才多少钱啊 这都相当于把大部分的工资都给您花了 您还嫌不够用 还打电话回去要钱 您要是想贴补您那个好外孙 那您也不要牵扯上我跟建文 我们俩还要做人呢 一听这话 既建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脸色也是难看了下去 哎呀 妈没有贴补浩浩 妈没有啊 什么没有 我就是没说过而已 您当我真不知道 现在云大海辞职了 每个月给您三百块钱 我也知道您会去贴补 但是作为儿媳妇 我尊重您 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连建文我都没说过 就怕惹得您跟建文不和睦 可是我最后得来什么了 我得来您跑去三伯三嫂面前 给我跟建文丢脸啊 妈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不再和那父子两个来往的吗 既建文恼怒地看向他妈 都不用说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这肯定是他妈拿了一个月三百块钱的生活费 去补贴云大海父子俩了 所以钱不够用 回去找他三哥要了 继母一脸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表情 结果你看 妈这是要回去找三伯算账呢 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继建文也才看到那个包裹 脸色更难看了 不是 建文绿绿 妈 妈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现在您住在这儿 建文事业稳定 我如今生意也过得去 应该学习成绩也好 作为家里的老人您应该很满足才是 但我就是不明白您到底为什么非要找出这么多事来 一个月三百块 咱家又不是吃得龙肝凤胆 照着每天三顿来看 哪怕吃得再好 那每个月最少也能存个五六十啊 菜五毛钱两三把 猪肉一斤三块多差不多四块 鱼一条也不贵两三块钱 鸡蛋一斤两块多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奖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四期 但是一天能吃多少啊 半斤猪肉一条鱼两把菜 还有半斤鸡蛋 人多吃饭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月下来两百多块钱 肯定是够吃的了 云丽丽也是当过家的 所以算得很准 一个月继母的确能存下来五十块钱 但是这也不多啊 五十块钱购买啥的呀 她有时候拎着两三斤鸡蛋 过去给外孙吃 有时候就给淋些肉过去 而且还有卖乳精那些 一个月三百块钱 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她才没忍住 就打了电话回去 打算把生活费提到三百块钱 提到三百块钱 这还只是因为 苏丹红过去接电话 要是今早上 是寄件云过去接的 那肯定就不止这个数了 季母都打算好了 每个月三百块钱 然后两只鸡 再加上两篮子鸡蛋 以及米面若干这些物资 但是苏丹红过去接的电话 她这才只开口要了三百 确实不想 即便只要三百 苏丹红都没答应 她这才气得要收拾东西 回去找事 妈 你就非要把这个家里 闹得不安什么 半个月前 她给三哥打了电话 哥俩也偶尔会通电话的 感情不错 所以季建文也知道 他三哥经济吃紧 因为那边又是起宿舍楼 又是买地基 办马场的 他也说了 暂时不用给妈钱 他这边会给的 不过他三哥拒绝了 每个月的生活费 从来没有少拿过 说他这边 要供烟儿读书 压力也不小 对于这一点 季建文是比较感动的 而且他也知道 今年大侄子小冬上大学 学费跟生活费 也是他三哥给的 再有他自己 那么多的儿子 压力比他可大多了 但即便如此 每个月的钱 也是准时 叫猪毛他们送过来 再看他大哥二哥家 哪怕是条件一般 但是总得有个表是不是 不过却什么都没有 不过也没计较那么多 都是兄弟之间嘛 再说他妈也过得挺好的 这两家没送就没送吧 可他妈实在是不安生啊 这个周六妈 你跟我回去吧 到时候叫上大哥二哥 和三哥一块商量 看你要多少生活费 我们兄弟四人平摊 没理由什么都夹在 三哥一个人身上啊 小时候三哥可没吃毒食 云力力心想 还真是亲兄弟呀 这说的话都一样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他觉得这样也好 回去商量着来 总比较他三百家出大头 另外两家却分文不拿的好吧 建文 不用这样 哪里用得着这样啊 不这样你钱不够花 看看回去以后 每个月 每家出一百块钱 还是出两百块 到时候你要给谁都没关系 随便你花 这个周六就回去 季建文说完就回房间去了 季母跟儿子说不通 只能找云力力了 力力啊 你快去跟建文说啊 用不着这样 以后照旧 让建云拿两百块钱就行了 这我可说不了了 我之前也早跟您说过了 您偏不听我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三伯也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让建文这周六带您回去 找大伯跟二伯一起说明白了也好 季母就说不想回去 您可别闹了 要闹事的是您 现在建文要解决事了 您又不干了 您这是想干什么呀 江水市跟老家那边来回 就得耗费两天 建文难得放假都没法休息 这都是您给惹出来的事 云力力说完 也是懒得管他婆婆了 自己进了厨房去 把剩下的一点菜做好 这个周六 季建文就带着继母坐车回来了 继母签班不愿意 但是也没办法 最后只能跟季建文一块回来 季建云也在等着呢 将他大哥还有他二哥 全部都喊了过来 自然也包括冯芳芳还有继母丹了 照着季建云的意思就是 他每个月二百块钱还不少 照样是二百 但是季建国季建业两个 得跟季建文一样 每个月给继母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三叔 不是我说呀 这加起来就是四百块钱了吧 妈 四百块钱一个月 你花得完吗 冯芳芳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就扫向了继母说道 就是 我那一家子现在一个月 都用不了一百块钱呢 妈 你就一个老太太 你一个月就花四百 你咋不上天呢 季母丹也不客气 翻了个白眼 你们两家之前 可是一分钱都没给呀 是没给 但这不是知道 你在四叔那边过得好好的吗 而且我们两家也不容易呀 就算想要帮衬 那也是有心无力呀 什么有心无力呀 你跟建业每个月都有工资 有工资 那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可以让妈你拿去补贴别人的 那可都是我们的辛苦钱血汗钱 补贴别人 补贴谁了 除了她的宝贝女儿还能补贴谁呀 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你要是补贴你闺女可以 但那可不是我的闺女 我没义务养她 我说一个月都三百块钱了呢 竟然还不够花 原来是补贴替云玉了呀 胡说八道什么 云玉自己有钱的呢 哪里需要我贴补啊 你少来了 我也把话给你放在这儿了 一个月一百块钱 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顶多一个月 我给你送十几米过去 我也给十几米 建国 建业 你们两个就没什么要说的 继母气得不行了 咬牙看向自己的大儿子跟二儿子 妈 建云一个月给你二百 建文一个月给你一百 你还想要多少钱呢 我们两家也不是多富裕 是啊 一个月二十几米加上那些钱 也够你吃的了 你就不要再没事找事了 一个月十几米少了点 你们俩每家除了十几米 另外给妈五十块钱生活费 我每个月二百 建文每个月一百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五期 冯方荔枝 冯方荔枝 跟季母丹虽然都不愿意 但是季剑云开口了 他们俩也不好再说啥 冯方荔枝 直接就起身了 一个月那么多钱 也不怕撑死 说完她就直接回去了 季母丹也跟着走了 还传来她跟冯方芳的话 哼 几个儿子儿媳妇 都还不如她那一个闺女 怎么就不见去 跟她那闺女吃住 就知道回来 不许儿子儿媳妇 没见过这样的老货 两个人说的话和态度 把季母气得不行了 直接瞪向自己两个儿子 见国见义 你们两个就让这两个婆娘 对你妈这么说话吗 妈 没事的话 你就跟建文回去吧 季建国起身道 季建叶也不想多待 这个妈都变得 叫他们全然陌生了 跟以前简直是 换了个人一样 他们兄弟俩走了 就剩下季建云 跟季建文了 季建云也要回去 她媳妇已经三天没理她了 建云 你就这样回去 季母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这个一直以来 都很孝顺的三儿子 妈 您还有什么事吗 你媳妇那么对妈说话 你就不管管她 你知不知道 她现在都快要上房接瓦了 妈 你就不要挑拨了 还嫌家里不够闹是不是 建文 妈闹什么了呀 妈现在这心里就是不舒服 她苏丹红不孝顺 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我看你是看三嫂好欺负吧 刚大嫂二嫂那么对你 我可没看你怎样 季建文白手道 你呀 在家里面待着吧 我上山去看看 山上有吃的 待会儿我给你带下来 明天就坐车回去 然后她就跟她三哥出来了 把她妈一直在贴补云大海 父子俩的事情告诉了季建云 这件事没跟季建国 跟季建业说 但是必须得跟她三哥说 不然还真听了她妈的话 回去吵架了可不好 季建云听完面无表情 他爱补贴谁补贴谁 至于家里这边 以后没什么事的话 就别带她回来了 她喜欢在外面过 让她在外面过吧 总归饿不着她 说完她就自己回去了 季建文也是叹了口气 能把她三哥这样的人 气得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妈也是够有本事的 她就上山去看她罢了 季母自然不甘心 在家干坐着 就过来看了她三儿子的 四层宿舍楼 看得是满意极了 不仅是这四层宿舍楼 还特地去看了马场那边 如今马场那边都出具规模了 已经像模像样了 这个马场还是老张 亲自回来设计的 给画了设计图 给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虽然钱花了不少 但不得不说 季建云是极为满意的 季母过来看了 那就更是如此了 而这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了 许久没有见到自家老头子了 季母便也上了第一果园去 至于季建云 回家后就开始给她媳妇打下手了 苏丹红在忙着做恶娇糕呢 今天季母过来 她都懒得过去了 就做自己的事 见她回来了 也只是瞥了她一眼 跟她继续不说话 这是有史以来 跟她冷战的最长一次了 她格外溺外 季母这个婆婆 尤其是对她那 趾高气昂的语气 这种情绪 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来到这个时代这么久 她几乎都要忘记 上辈子的规矩了 以她上辈子的想法 那无论季母怎么对她 她都得逆来顺受 即便是心里不快 可是孝字大于天 一个孝字也能把她给压死 可是这一世的时代 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是说可以不孝 而是她当长辈的 要是不辞 那她也是可以拒绝孝顺的 而且这么多年下来 她自认为自己 没有亏待过她这个婆婆 她凭什么这么对待她 苏丹红越想越生气 这几天不管季剑云怎么吼 她都一句话没跟她说 每天就是干干自己的活 然后吃饭睡觉 连晚上都没跟季剑云一块睡了 她去二楼上儿子的屋里睡去了 门锁上 季剑云根本就进不去 媳妇 咱不要为了妈的事 都别扭了 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让大哥二哥家 每人也出午时 也算给她凑了四百块钱了 够她生活的了 苏丹红压根就没理会她 只是今天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疲惫 她甚至连自己 怎么睡着的都不知道 她朦胧之间就记得 她好像是在吃饭的时候 心口陡然一颤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对上的是 季剑云那双满是血丝的眼 她震愣了一下 媳妇 季剑云欣喜不已 但却不敢碰她 急忙忙地跑了出来 很快又跑了回来 苏丹红也注意到了 这里不是她的家 看她回来了 她忙说道 这是哪啊 这是医院 媳妇 你别怕啊 咱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好端端的 你送我过来医院做什么 没事就是过来检查一下身体 咱们都没怎么检查身体呢 你几天没洗澡了 身上味这么重 苏丹红嫌弃的 还有你那一脸胡子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护士走了进来 还嫌弃上你男人了呀 知道自己昏迷几天了吗 我昏迷几天了 那可不 直接在这里躺都躺了三天了 一切指标都正常 但你就是昏迷了三天 行了 主任说你醒来就没事了 可以回去了 说着就给他拔了吊针 苏丹红看向纪简云 我先带你回去 等回去了 我再洗澡 嗯 于是苏丹红就有些蒙的 被裹得跟粽子似的 跟着纪简云出院了 这才知道 这里是大学城 不是县医院 杜泽伯 你先上车待着 我去给你们俩吃的 纪简云抱着他上车之后说道 啊 好 苏丹红点了点头 的确是饿了 纪简云就赶紧去买了面包跟牛奶回来 苏丹红也真的是饿了 吃了三个面包 一瓶牛奶 这才算作罢 剩下的就叫纪简云给吃了 然后就开车回来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六集 一路上苏丹红就问了这三天的事 还有他怎么突然就不省人事了 没事了 医生说你只是伤心过度 所以才会上到心脉 我还没告诉孩子们 不过将妈过来家里住着了 事情发生的突然 他谁都没有来得及招呼 急急忙忙的就开车 载上他上医院了 只来得及把家里的钥匙 给隔壁扬大婶 叫他过去 叫苏母去家里住着 其他的他这三天都没理会 在他昏迷的期间 就是打了个电话回去而已 让你受累了 没事这算啥累啊 苏丹红便开始给自己耗脉 然后他眉头微皱 这是怎么回事啊 脉相虽然有些虚弱 但也是平稳得很 但是怎么会突然就昏迷了三天呢 而且这一次来越试 他的心情也是格外的烦躁 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以前要在对待继母的这件事情上 他会采用一些怀柔一些的手段 但是这一次他的处事 确实是过激了 而且他竟然还能跟纪剑云冷战 那么多天 分床那么多天 苏丹红揉了揉太阳穴 觉得有些没底 这些天他怎么变得好像不是他了 怎么了 人不舒服吗 没事你好好开车 纪剑云看了他一眼 确定没事之后才继续开车 到家之后 纪剑云就赶紧将他扶了下来 苏丹红身子还有些发虚 也就游着他了 可算是回来了 人怎么样了 苏母迎了出来 满脸的担心 这几天可是急死他了 但是家里也需要人照看着 他也去不了啊 妈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隔壁杨大婶听到声音 也赶紧过来了 丹红啊 怎么样了 干妈我身体好着呢 没事都不用担心我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静云啊赶紧的 抱着丹红进去歇着 纪剑云点了点头 就抱着苏丹红进去了 三天前 苏丹红就被纪剑云 带着去医院了 那么着急 而且还是大晚上的 只来得及叫杨大婶 去喊苏母过来看家 然后这一走就是三天 这可是在村里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呀 都在猜想这是怎么了 苏丹红昏倒的那天晚上 纪剑云跟继母都还在呢 听到这个消息过来之后 纪剑云已经开车 载着苏丹红离开了 具体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但是纪剑云也是从杨大婶那儿 问出了点什么来了 杨大婶就说丹红人不舒服 这才送去医院看看 但是杨大婶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这一走就是三天 再加上苏母也是大晚上赶过来的 当时就有不少流言蜚语传出来 说苏丹红是被他婆婆给气倒的 继母自然是不答应背锅的 直接就说了 这是苏丹红他在作妖 是在博取同情心 而且还骂苏丹红不孝 苏母大怒不已 直接就跟继母撕上了 是那种二话不说就开打的 半点情面都不留了 继母还真的不是苏母的对手 直接就被压在身下打 还是杨大婶等人给拉开的 但是彼此之间 也算是真的结下梁子了 纪剑云带着苏丹红 这一走就是三天 村里人也是从刚开始的看好戏 到后边是真的有些嘀咕了 三天哪 这得是多大个事啊 纪剑云带苏丹红回来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村里 便是连山上的继父 也是特地下山来看苏丹红来了 苏丹红啊 爸知道委屈你了 但是爸已经跟那老婆子说清楚了 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添麻烦 你好好养着身子 人人他们都还小呢 爸我知道 我也没啥事 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那样了 继父点点头也没再说别的 就回山上去了 冯芳芳跟继母丹 还有王红花等人全都过来了 苏丹红让他们放心 时候也不早了就让他们都回去了 丹红啊 你身体没事吧 继母丹和冯芳芳还没走 也是忍不住关心他 这可是真心的 苏丹红这个轴里他们都挺喜欢的 也是绝对够意思了 而且这才三天没见 苏丹红整个人瘦了一圈 以前下巴是圆润的 现在下巴都尖了 真没事 我说你也是的 你有啥气你就撒出来 你别在心里头做什么呀 那老婆没底线 拿咱们的钱去补贴她外孙 咱干嘛还要给她面子呀 我跟大嫂当时可就没给她好脸色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说这个干嘛呀 冯芳芳倒了她一下 没好气地跟她说道 继母贴补外孙的事 也就是昨天云莉莉打电话回来说的 纪剑文已经带继母回去了 云莉莉也得知了苏丹红 被纪剑云送去医院的消息 一天两个电话的打回来 都是冯芳芳过去接的 一直到昨天 她才终于是又愤怒又自责地 说出了继母补贴云昊的事情 冯芳芳就跟继母丹说了 两个人一块把继母喷了个体无完肤 丹红 你别多想啊 她心里没咱咱也不用管她 反正就是那点钱嘛 咱看开点也没啥不是 嗯 我知道的 苏丹红点点头 却也是明白了 继母为啥嫌钱不够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这边有剑云跟我妈呢 冯芳芳跟继母丹这才回去了 苏母在厨房忙 至于继剑云 被苏丹红给赶去洗澡了 一身的汗味 还有那胡子拉叉的 着实是沧桑得很 而且看那样子也不知道是几天没睡了 眼里全是血丝 苏母很快就煮好了瘦肉粥 给拿了进来 季建云也洗好了澡出来了 剃了胡子洗了澡 整个人看着就精神了许多了 妈 你吃了没有 妈吃过了 你们快吃吧 不热了 陪我一块吃吧 苏丹红看向季建云 季建云点点头 夫妻俩就一块吃粥了 苏丹红吃了两碗就吃不下了 剩下的都叫季建云吃了 妈 我们要先休息了 门你看着点啊 苏丹红看季建云吃了三碗粥 也算是差不多了 就对他妈说道 放心吧 你们尽管睡 别的交给妈就行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苏木出去 也顺带把门关上 媳妇 咱早点睡 苏丹红都好多年 没看到这个男人 这么温柔了 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看得他心里发酸 也发疼 这次的事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次醒来 他有种不知 今夕是何年的错觉 我都躺了这么多天了 这一时还真的是 有点睡不着 简缘 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 你去把灯关了吧 季简缘就去关了灯 然后上床来 苏丹红就睡到他怀里去了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户人家姓苏 苏家在当地 也是富庶家族 苏家一共有三位老爷 苏大老爷 苏二老爷 和苏三老爷 苏二老爷 苏三老爷暂且前不说 单说这苏大老爷家里 苏大老爷家除了正妻之外 还有三房妾室 正妻西下 有一嫡子 一嫡女 嫡子名叫苏旭东 嫡女名叫苏素素 身为嫡子嫡女 苏旭东与苏素素 从小生活过得就比苏子 庶女们自然要好上许多 因为他们兄妹二人 有一个厉害的母亲 即便他们父亲有三房妾室 但正妻之位 却是固若金汤 而且他们兄妹二人的母族 也是颇有势力的 绝非那些妾室可以相比 他们大房 也因为苏大夫人 这位当家主母 处事圆滑 秉公处理 再加上 从不可待各房妾室 且对数子数女 也是极为不错 待给的从来都不会少 所以便是连那些姨娘们 也都是各自相安无事 相比较二房三房 那边后院不宁 隐晦是尽出 大房明显是鹤立鸡群的 身为嫡出大小姐 她自小就接受了不少教导 勤其书画自然是少不了的 除此之外 还有秀义 厨艺 这些也都是必学的 她还有两个树妹 平日里关系也是颇为不错的 一直都跟她学东西 她学什么 他们两个也跟着学什么 在这点上 大夫人从来都没有偏颇 只是对她两个树妹比较宽松 对她较为严厉而已 虽说是严厉 但大夫人明显是极为疼爱自己的女儿的 她时常教导她的就是 等学完这些该学的 她便可以轻松了 她娘没哄她 在她十四岁的时候 学成了这些 之后便就轻松了 只需要跟着她娘学着管账就行 其他的她娘便没有再强迫她做了 她娘的话是这么说的 晚上两三年便要出嫁了 便让你过几年宽松些的日子 只是待日后嫁出去了 便要收敛性子了 啊 苏素素就告诉她娘 她不想嫁人 甚至于她害怕嫁人 但是女儿家的 哪有不嫁人的道理啊 自从十四岁之后 她娘便开始给她物色对象了 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可不是容易事啊 而且还要门封好 品行端正云云 两个树妹倒是没有那么多要求 不过她娘也没有亏待她们 给找的亲事都是经过她们各自遗娘亲自看过的 说好了那才定下的 虽然没有那般如意 但也是难得的好姻缘了 就只有她 一直到十六岁了 亲事还没有定下来 两个树妹不久可就要出嫁了呀 她那个年代 十五岁便出嫁的比比皆是 更早的都有呢 十六岁还没有出嫁的也有 但要说还没定亲的 那是极少见的了 她是不着急的 但她娘却着急呀 还会带她出去烧香拜佛 想要求得一门好姻缘 那年的秋天已经算是深秋了 天上下了一场大雨 她闲着没事打开窗扇赏秋雨 可是当天晚上入睡便寒气入体了 待苏苏苏再次醒过来 她却变成了苏丹红 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季剑云的男人的媳妇 季剑云抱着她的双手就是一紧 生怕她就这样又回去了 苏苏苏一直接受的教育 就是出嫁从夫 既然成为了苏丹红 成为了季剑云的妻子 那自然是要尽到妻子的义务 替她生儿育女 替她孝顺父母 替她操劳好家里的事务 让她得以在外边伸展拳脚 只是苏苏苏没想到 她会真的爱上这个叫季剑云的男人 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她生孩子 而且还觉得很幸福 媳妇儿 剑云 我不是你原来的媳妇 我是从古代来的 你的媳妇当时好像是没了 我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她的身体里 成为了苏丹红 我不管你是苏苏苏还是苏丹红 我就知道 你是我季剑云的媳妇 是我孩子们的妈 你别这么用力 我被你勒得慌 季剑云稍微松了点 但也只是一点 还是勒得慌 你赶紧地给我松松 我都快喘不过来去了 季剑云这才又松了一些 苏丹红也好过了许多 怎么 还怕我跑了呀 我现在能跑也舍不得跑了 我男人 我儿子全都在这了 我跑哪儿去啊 真不走 那看你表现了 你要是能一直待我这么好 那我就不走了 要不然我 我看你是欠收拾了 苏丹小姐 你不嫌弃我是一个古代人吗 你一个老古董如今 也算是吃上我这棵嫩草了 你还不赶紧抓牢了 你以为上哪儿都能抓到我这样的吗 都一把年纪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嫩草 我不是 季剑云将它往身上贴了上来 是是是 你还是嫩草 不过我现在可是经不住 你可别乱来啊 我虚着呢 暂时先放一马 带你养好身体 看我不收拾你 剑云 剑云 以后咱好好过我们的日子 好不好 好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五十八集 剑云跟丹红睡下了吗 父亲两个在房里说着悄悄话 外边杨大婶跟苏母说道 摔下了 念缝宽心心 丹红的身子向来极好 不会有啥问题的 我知道 但是我这心里头啊 就是没底 你说这好端端的 人怎么就突然倒下了呀 不怕平日里时常来小病 就怕毫无预兆地 一下来个大病 这才是要命的 也是因为这次剑云他妈回来了 要不然呢 也不能直接倒下了 杨大婶这明显也是把责任 怪到了继母身上去了 那个不要脸的老横货 下次再让我看到 非得撕破他那张老脸不可 他当然也是怪继母的呀 不要脸的老东西 竟然他自己的儿子贴补外孙 也不看看那个外孙是什么出路 又是他儿媳妇大哥的儿子 又是他女儿生的 这都乱成什么样了 这样的关系 不赶紧远离一点 撇清点 别被沾身都来不及 他竟然还能去贴补 还不惜闹得自己几个儿子 而媳妇怨声载道的 就没见过这样拎不清的 还得我女儿去医院 躺了这么多天 人现在看着还有些虚弱 这几天 你也别着急回去了 先留下来 给做做饭 看看情况 稳定地再说 苏母也的确是想再住一阵 哎呀 现在回去 我哪放心呢 家里也没啥事 先住着吧 等丹红情况好些了 我再回去 苏母留下来的好处是极多的 昨晚上夫妻两个在房间里 嘀嘀咕咕地到了十一点 才睡得觉 苏丹红虽然在医院里躺了这么多天 但还是睡得比较好的 季建云因为几天没睡了 再加上她媳妇情况好了不少 也放心睡下了 一觉就睡到了早上七点多才起来 也算是睡了个饱 两人睡醒之后也没有急着起床 在床上腻歪了半个多小时 这才起的 苏母已经做好早饭了 是鸡蛋瘦肉粥 配着白菜跟几个荷包蛋 也是简单又好吃的 赶紧洗脸刷牙 这都几点了 粥都放凉了 她六点就起来煮了 没想到这两个 一直睡到八点才起来 姑姑还保温着呢 也不冷 吃着刚好 妈 家里没啥事了 你要不要先回去啊 回去干啥 家里也没什么事 不都有你大嫂呢吗 赶紧吃饭啊 吃完了 叫建云带你出去走走 就回来休息了 怕女儿今早上气色好了不少 她也是微微放下心来 吃了早饭 季建云也没有外出 陪她媳妇走了几圈之后 就让她休息了 外边的事情也不少 你赶紧去看看 我这边不用你管 有妈在呢 干妈也在隔壁 真的有啥事 叫一声就过来了 那你不要干活 歇着 嗯 苏丹红点头硬下了 昨晚上跟她说了 借时还魂的恐怖事情之后 这个操汉子 不仅没有害怕跟嫌弃 反而更是把她抱得紧紧的 一晚上都容不得她挣脱 而在说出自己的来历之后 她内心深处的一种 无家可归的漂泊感 也是烟消云散了 她觉得自己总归是有些抱歉的 她冒充了她媳妇这么多年了 瞒了她这么多年 如今坦白从宽 心结也是解开了 罚什么呆呢 赶紧去洗个澡 也就是剑云不嫌弃你 你还敢嫌弃剑云一声味邋遢 也不看看你自己 不用怀疑 这是亲妈无疑了 苏丹红闻了闻身上的味道 不臭 但就是有一股医院的消毒水味道 的确是有点呛鼻 亏得昨天晚上 剑云竟然都不嫌弃地抱着她睡了一宿 还睡得喷香 苏丹红就拿了衣服进去洗澡了 洗完澡出来 皮肤红润细腻白皙 就是这几天下巴有些尖了 以往它可是圆润得很的 洗了澡还洗了头 不过洗头就被苏母给骂了 叫你洗澡你还洗头 病才好你洗什么头啊 这大冷天的 没事我头肺油了 对了 枕头套妈你帮我拆了吧 肯定都该洗了 苏丹红拿着毛巾擦着头 一边往外走去 你干啥呀 苏母本来要去拆整套的 见她往外走就拉住她 出去晒太阳啊 要不然这头发啥时候能干呀 苏母这才放她出去 就坐太阳底下知道不 知道了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苏丹红说完就出去了 拿了张凳子坐下去 然后开始擦头发 还别说洗了澡洗了头 整个人感觉都退了一层泥一样 轻松得很 冯芳芳上班去了 既牡丹不用上班就过来了 看到她坐在太阳底下擦头发 说道 我就猜着你现在应该起床了 感觉人怎么样啊 人挺好的 二嫂你吃不吃饭啊 吃过了 刚莉莉打了个电话回来 今天她还要回来一趟呢 好端端的回来干嘛呀 她那边也挺忙的 你都这样了 她还能不回来看看你呀 要不然 你以前给的东西啊 就可都喂了狗了 而且这次的事情 跟她也有关 要不是知道 你在医院躺了那么多天了 她还不一定说实话呢 这种事她也没办法 这么丢人能随便说吗 苏丹红倒是理解 云大海跟季芸芸生下的儿子 也就是继母那样的 不然谁不觉得丢人呢 这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她的来历的确是不光明 云莉莉又是云大海的亲妹 又是季芸芸的嫂子 要她张口就说出 季芸芸缺钱的原因吗 这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吧 咱又不是别人 怎么就不能说了 咱不是 但是现在村里人 都知道的差不多了吧 你都被气病了 这件事情 当然就不能再瞒着了 要不然都还以为 你是故意作妖呢 说出去 也好叫村里人评论评论 看看咱们那好婆婆 为了她那宝贝女儿 都干了啥 她对得住咱们的孝敬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惠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59集 继母丹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继母的确是 对不住他们的孝敬 我前些时候 听说你给小珍 相看了一户人家了 听到这个 继母丹注意力 就被转走了 是给相看了一家 还算不错 小珍今年十六 过了年也才十七 你着啥急啊 明年十七 后年就十八了 也差不多可以嫁了 说你啥你还不信了 小珍如今这么会赚钱 一个月三百多块钱 差不多四百了 明年就该涨到四百多了 一年到头下来 就差不多有四五千块钱 拿回家 你这么早让他嫁出去 图个啥呀 继母丹愣了一下 然后就回过味来了 还真是这样啊 多留个几年吧 都啥社会了 以前的社会 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 老陈家娶进门的 那个儿媳妇 不都是二十三了吗 比陈老妖还大了两岁呢 现在不过得都挺好的 二十二三岁嫁人 那也才合适啊 而且算算时间 这你还能拿多少钱呢 是啊 小珍现在这么会赚钱 的确不该太早嫁了 有他跟他爸 家里条件都好了许多 在咱咱二楼都可以装修了呀 至于那户人家 继续回了吧 早些时候 剑云跟我说过 配不上咱家小珍的 你要是信得过我 小珍的对象 我给你帮趁着看看 反正现在才十六啊 哎哟 丹红 你愿意跟小珍看哪 愿意啊 怎么不愿意 小珍差不多也是 我看着长大的 我当然是盼着他好 不是我说 你给小珍看的人家啊 我还真不放心 哟 你这话说的 我还不都是盼着孩子好啊 得了吧你 你还不是想多拿点彩礼啊 哦对了 你给莉莉打个电话回去 让她别回来了 我这边没事 不用特地跑回来一趟 照着她的性子啊 现在肯定收拾好东西了 而且电话也不是她家的 找人不方便 再说了 也就是你才有面子 叫她回来 换做是我跟大嫂 她没准连个电话 都不会打回来问问呢 江水市那边的车 早上有一趟是回来的 下午有一趟是回去的 当然这边早上 也有一趟是去江水市的 下午也有回老家的 云莉莉十一点多的时候 就到了 我早上听二嫂说你要回来 用不着特地回来一趟 我这能有啥事啊 这还能没啥事啊 你看你这都瘦了多少啊 云莉莉内疚不已 原本圆润的下巴这都尖了 更显得她的眼睛大了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也没查出过所以然来 反正就是昏睡了三天 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身体 没啥毛病 三嫂 这件事我得跟你道歉 我早应该跟你说的 从去年开始 妈就跟季云那边有牵扯 去年过年 本来季母一早说要回来的 不过后来又说不回来了 一个人留在江水市过年 苏丹红都从真苗红那儿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了 也猜到了事情的一些经过 自然没啥好诧异的 云莉莉这次回来 也是没啥隐瞒 将季云云第三次离婚的事情 说了一遍 这一次离婚 她带着那个 跟别的男人生的小儿子走了 那个男人有钱 至于大儿子 还扔还给了云大海 让她自己照顾抚养 她可真是没救了 可不就是没救了吗 我都跟妈说了 但妈就是不答应 还跟季云云有来往 一个月三百块钱 也不够她花的 这次还回来闹 不说她了 鸭儿学习怎么样 学习还好 小丫头也拼得很 高中学习压力大 也让她多注意休息 你也别那么忙 一个月给她抓两只鸡补补 家里还剩下虫草 你下午回去的时候带点 不用不用 三嫂你自己留着吃就行 家里还剩了不少呢 我现在还没看那四层宿舍楼呢 远远的那栋是不是就是了 我带你去看看 苏丹红便也起身了 行 云莉莉看她身子骨不错 便也点头了 虽然现在是大中午的 不过太阳也不大 轴里两个说着就出门了 苏母在家里做饭 苏丹红带云莉莉过来走了一圈 云莉莉也是赞不绝口 还有麻场这儿 如今麻场已经有点规模了 不过还是简单了些 但已经很不错了 员工宿舍楼那边还没有完全弄好 都还在装修呢 这钱花的怕是不少啊 这麻场起的 都快赶得上别人家的大庄园了 这气派的 家底都掏光了 前些时候才刚把欠的村里人的 番薯钱还清了 的确是气派 但是这也真的把钱都花没了呀 这不怕 有这么一个麻场在这儿 不怕会没人过来 到时候你们等着收钱就好 这个麻场其实不大的 但是在他们这边 这绝对就是大麻场了 云莉莉是在家里吃的午饭 吃完午饭 一点钟就去坐车了 苏丹红给拿了一些虫草 跟两盒子鳄娇叫她拿回去 推辞不了 云莉莉也就带着回去了 哎呀 也是辛苦她了 跑了一天 你这个轴里啊 可比那两个会做人多了 不过大老远特地跑回来看你 也是真有心了 季建云送了云莉莉去坐车 然后又拐过去水库那边 母女俩就说起话来了 云莉莉爆料的时候 苏母可是在旁边呢 当时没说啥 现在跟自己女儿 她也是忍不住了 老季家那个闺女 妈我这辈子活这把岁数了 都没见过这样的 这什么样的脾性能活成这样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时期 在苏母这种女人看来 这是一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寻常女人离一次婚的都没脸了 而在他们这一辈人的观念里 不管夫妻俩谁的错 只要离婚 那男的就不是好男人 女的也不是好女人 这是对离婚的看法 但是她实在想不到 竟然能有女人离三次婚 这是什么样的极品呢 苏母这辈子听说的离婚案例都不多 更别说离三次婚的 简直是前所未闻 要是换作她的女儿 离一次婚她都不答应 她的思想就是如此传统 更别说离三次 要是她女儿 她铁定能把她打死 但是继母呢 对于她那个离了三次婚的女儿 竟然还能照旧视若珍宝 苏母早就知道这些事了 也顺带地把季云云祸害了 真苗红大掰家的事情 说了一遍 苏母都愣住了 哎呦 这么怨念啊 她八戒上那个有钱人 就是苗红的大伯家 是啊 红姐也是后边才知道的 然后让孤老二出手揭穿了 所有事情的真相 于是孤老大跟季云翻脸 一拍两散 如今季云云跟了那个李老板 听说家里条件还极为不错 就搞不明白了 怎么那些个有钱人 还能有这种货色 苏丹宏笑了笑 有钱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高素质的 品性不行的也不少 所谓蛇鼠一窝 也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走到一块 想来那李家也不是什么好的 而且相信以季云云的本事 恐怕李家以后也是有得闹了 苏母在这儿还觉得没过瘾 于是就过来跟杨大婶坐了一会儿 杨大婶一听她抱这个料 简直都愣住了 苏母没说真苗红大白家的事情 只说了季云云离婚三次的事 以前看着虽然有些刁蛮 但没想到 怎么会养成这样的性子呢 还不是有那种妈呀 妈不好的 养出来的女儿跟妈一个性子 可不是啊 都说找媳妇看丈母娘 丈母娘什么样 女儿以后就是什么样 这话说的也是在理得很啊 我也就是没有生过女儿 要我生的女儿这样丢进门面 我能拿把锄头砸死她 要来何用啊 谁说不是呢 就这样的 要来何用 之前不是说 拿钱去补贴外孙吗 我也是听了个稀里糊涂的 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没成想着里头 还有这么多的弯弯倒倒 唉 见过不要脸的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竟然两个儿子 都不是那个男人的 说起来 那个男人也是可怜的 遇上了这么个祸 搞得妻离子散 何止他呀 还有他轴力的大哥呢 原本还给剑云看过铺子 听说品性还可以 但后来跟季云搞上之后 都成啥样了 闹得现在他老不跟他离婚 然后跟人跑了 那些孩子都出去打工了 哎呀 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你说说 这一个人得害了多少人呢 他害谁我都不想管 但要是敢来害我闺女 那我可不放过他 你放心吧 平时里你不在 我帮忙看着呢 这真得你帮忙看着了 丹红的丫头 以前性子颇辣得很 后来转了性子 都成了个任人欺负的 闷油瓶子了 这次就是被气出事来的 以前的性子 也是过了些 如今这样刚好 要说任人欺负 那可不至于 谁敢欺负丹红啊 而且丹红跟村里人都处得好 这放眼全世界 也就只有那老太太 能给他戏手了 以后给钱送过去就行 我就希望别回来了 这回来一次 四个儿子都得遭罪 今天的四弟妹 还特地跑回来看丹红呢 唉 大老远跑回来 也算是有心了 不过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丹红跟这些个仇里 相处得都不错 比咱们这一辈 那可好太多了 咱那时候见面不是打架 都算好的了 社会不一样了呀 以前咱那时候有啥办法 一个屋子挤多二人 一口饭也不知道分几分 打来打去的 还不都是为了那点住的吃的 现在一家各过得去了 感情自然就不一样了 我看丹红虽然瘦了一些 不过精神气很好 靳云今天都出去外边跑了 应该是没事了 我问了他了 他也说没事 但我这心里头还是有些没底 要真没事 那怎么好端端的 就在医院躺了那么多天呢 我觉得还得找个时间 去老北京那边看看 这是应该的 叫过去老北京看看 也放心 那边呀 啥都先进 苏木回来就跟女儿说了这件事情 苏丹红有些无奈 妈 真不用了 我都说我没事了 要是我有事 我自己还能不知道吗 还真当自己是神医了呀 混了这么多天 哪能说没事就没事 还是得去北京那边看看 今年没空了 等明年再说吧 下个月就要杀猪了 这个月也开始杀羊了 还有他的腊肉也要开始做了 忙得很呢 季建云回来的时候 也听他丈母娘说了这件事 他点头道 妈你放心 我二月就带丹红去一趟老北京 正月去医院不大吉利 二月去正好 那时候也不是很忙 苏母这才满意 丹红说要准备做腊肉了 妈就先留下帮忙 让丹红看着就行 就别动手了 再叫几个来帮忙的 就差不多了 今天不做腊肉了 干嘛不做呀 苏丹红文言不由道 一看季建云脸色也明白了 你没听妈说呀 她都要留下帮忙的 而且就算我自己动手 我也没啥事 你真不用把我当个瓷娃娃一样的 那就做吧 不过不要多做了 你就别瞎指挥了 要么就不沾手 要么当然得多做点啊 苏丹红白了他一眼 猪肉你给我负责运回来 别给我少了 不然这大冷天的 我得自己去一趟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巴林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61集 抛去给的工钱 收猪肉买配料的成本之外 这一个月的腊肉做出来 能赚个两千多块钱 这上哪找去啊 而且也就是忙这个月而已 这钱他当然得赚了 而且不管是大学城 还是老北京那边 都已经有客人在等着了 一年也就这一次 总不能叫他们失望不是啊 纪剑云看他态度坚决 也没办法 只对苏母道 妈 你和我二嫂过来 还有王红花鲤鱼催他们 干妈那边 也喊过来帮忙吧 干妈都是过来干白活的 不收钱 多不好意思啊 嗨 没啥 今年我给干妈 多留些咱们家的猪肉就行了 苏丹红文言 这才点点头没说啥 这么算下来 一共就有五个人了 苏丹红的确可以偷偷懒 但是他也闲不住啊 从24节期的小雪 这天开始 苏丹红就带着他们 开始腌制腊肉了 都已经是老手了 基本上都不用苏丹红插手 小雪这天 距离上次去医院 都快过去大半月了 这大半个月里 苏母一直都住着没走 苏丹红胃口什么的都很不错 每天就是做做饭啥的 没别的事情 也是养得不错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上次的原因 她一直就吃不胖了 下巴还是尖尖的 再加上冬天穿的有点多了 看着那模样 还是颇为的虚弱 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 便是连继母丹都这么绝的 上个星期老张 带着纪仁他们兄弟几个 回来的时候 纪仁他们都说他瘦了 哥几个一直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 他们妈上过医院的事呢 但是这一回来 就感觉 妈妈瘦了呀 老张是上山听了 继父的情况 这才知道的 刚开始还以为是 家里办了马场 经济吃紧 这才累瘦的 没想到是病了 所以晚上 趁着孩子们去睡觉的时候 老张就说了 让年后过去老北京那边 查一查 他的一个老友 就是医院的副院长 纪剑云也应下了 如今大伙在忙着腌腊肉 苏丹红就没插手了 其实他完全是可以干的 但是谁也不让他沾 没办法 他就只能去熬制阿胶膏了 要不然闲着也太无聊了点 这个时间段的确是比较忙的 苏丹红还是好的了 纪剑云就真的不得闲了 杀猪等等伙计 都得他主持大局呢 忙归忙 但也都不是啥技术活 所以在忙碌之余 纪剑云都还有空回来看看 今年这一次 杀猪被村里给买走了 足有五头猪 叫他们都给分了 剩下的老河那儿 要走了半膳 去年被老河带过来买肉的 老袁跟老葛 今年也各自要走了足足办膳 这的确都是没少买了 要知道 去年他们两个也才勉强地 要了那么十几斤而已 只是后边又过来买了 但都已经卖光了 这不 今年就跟老河一块来了 三人就分走了一头半 今年江水市跟县城也分了一点 但是大头还是运送到了 大学城那边 老规矩 纪剑业 纪剑盒 还有纪大勇 全都过去那边帮忙卖猪肉了 一年也就忙这么一回 忙完了就该准备回家过年了 家里家外的的确都在忙活 今年一放寒假 老张就带着他们搁几个 一块回来了 纪仁他们这一回来 家里可就热闹多了 在拉二十的这天 纪晓东也从大学城那边回来了 在上大学的这些日子里 纪晓东都没有回来过 这大半年没见 整个人也是变了个样了 如今纪晓东都一米八三左右了 是个名副其实的青年了 小冬累了吧 赶紧先进屋去喝口热茶 苏丹红看他脸颊发红 三婶婶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纪晓东看到他都愣住了 他三婶婶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圆润的 但是这一次竟然瘦得下巴都尖了 我妈前些时候生病了 然后就成了这样 什么病 现在怎么样啊 没事 现在都好了 过个年也就胖回来了 纪晓东见他精气神还好 这才点点头 进来喝了杯热水 身子也暖和了些 那套残丝被够你睡不 够睡了 我学校那边冷得很 不过我两条被子一块盖 暖和极了 他有两个摄友都被冻得不行了 两个人都挤一块睡去了才好点 其他的虽然也不错 不过都没有他暖和 得知他的被子竟然是残丝被之后 都羡慕得不行了 他也一起分了一条被出去 剩下那条母被被自己留着盖了 也是暖和极了 毕竟他这个年纪 火力正是旺盛的时候 这身衣服有些久了 你在大学城那边 怎么没去买件新的呀 就那种羽绒的 也不贵的 我这样也挺好 不冷 啥不冷啊 你这脸都冻成啥样了 而且该去买点膏膜膜 那才多少钱呢 说着他又拿了两罐子护肤膏给他 这是三婶自己做的 你给你妈带一罐回去 剩下那罐自己留着用吧 这个冬天还久着呢 好 还没回家里吧 回去看看吧 你妈也在念叨你呢 这个大学上的呀 都没打个电话回来给他 啊 我这就回去 季晓东点点头 苏丹红给他拿了点鳄胶膏 这个你们也可以吃点 就当个灵嘴吃着 也暖身子 季晓东都没拒绝 一一收下了 今年大一开学的时候 他三婶婶 也给他带了两斤恶膠膏 放在他行李里边 叫他当灵嘴吃 他有个社友家里很有钱 看到他吃就跟他要了点 他也分了其他几个一点 六个人的宿舍呢 结果就那个家里有钱的 吃了没事 其他的吃了都流鼻血 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还是那个家里有钱的 给解了祸了 说他们那是须不受补 不是恶膠膏的问题 恶膠膏可是补着呢 一天吃个两三片就得了 他们都吃多少了 当饭吃了 能不补出鼻血来吗 季晓东也才知道 他三婶婶叫他一天 吃两片就行 是个啥意思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卉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拿了恶膠膏跟护腹膏 季晓东就先回来了 不过家里没人 他放了行李 就直接上山去了 现在正是他三叔忙的时候 他自然得去帮忙了 晚饭都是在他三叔那边吃的 回来的时候 都是晚上快八点了 臭小子 给你三叔当儿子就得了 看到儿子回来 风芳芳骂了一句 季晓东也看了他爸妈一眼 没啥事 跟以前一样 于是就没有再多问了 在你三叔家里吃过了 嗯 吃过了 季晓东点头 问他妈的 我三婶婶 这回怎么瘦了这么多 听想想说是生病了 生啥病了 没见你问你爸妈的情况 一回来倒是问你三婶 去大学生这么久 也没打个电话回来 听说到是给他三叔打了两个 然后就没了 你跟爸这不是好好的吗 又从包里拿出护肤膏跟婀娇膏了 这罐护肤膏是三婶自己做的 叫拿回来给你的 这婀娇膏也是 你跟爸吃吧 见状冯芳芳才没说啥 不过也没跟儿子客气就接了过来 这婀娇膏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听说在铺面那边卖得死贵死贵的 而且因为效果好买的人还不少呢 上次苏丹红也给他拿过 他吃着也挺好的 但是要他去买 那他可是舍不得 丹红是拿给小冬补身体的 纪剑国心里还是有数的 小冬这身体好着呢 话说你三叔给你多少生活费啊 妈你吃就是了 别问这些 还没跟我说三婶婶的身体呢 那都是被你奶给气出来的 你在学校不知道 当时你三婶在大学城那边的医院里 昏迷了三天呢 回来之后就那样了 一直都吃不胖 也没以前那么圆润了 不过妈问了她的身体 她说一切都好 我奶气的 那可不 你知道你奶 哎呀 她竟然在帮着纪芸芸 跟云大海养儿子 而且还打电话回来找你三婶要钱 每个月都已经给她二百块钱了 她还嫌不够呢 也不知道说了啥难听的话 后来她又跟你四叔一块回来 商量赡养她的事 你三婶就倒下来 我奶她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哼 你那个奶干的这种事还少啊 也就是单红如今的性子 换做以前连一块鸡蛋饼都要计较那时候 看她能不能讨到好 没准一分钱都别想要了 如今有二百块钱竟然还嫌少呢 还要再来拿去补贴她那个小杂种 要知道 如今她家每个月都要出十斤米跟五十块钱呢 也不怕撑死那老货 说什么呢 怎么 我难道还说错了不成啊 那本来就是纪芸芸跟云大海生的 不是小杂种是啥啊 如今纪芸芸跟那个有钱人一拍两散了 孩子就归了云大海 她带着另一个跟别的有钱人生的儿子 跟那人走了 说起来我也算是长了见识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结几次婚离几次婚了 她咋不上天呢 纪芸芸也懒得说纪芸芸的事 反正她早就恩断义绝了 爸 我三叔还办了马场 纪晓东也不想听她那个姑的这些阿渣事 你看到了 看到了 可是大得很 以后肯定会引来不少客人的 我也觉得会引来不少客人 你三叔可是把牢底都砸进去了 纪晓东愣了一下 要那么多钱吗 当然了 你三叔可是把那些地鸡全部都买下来建麻城了 还有那些休息室宿舍什么的 哪一样不要钱呢 前个月连番薯钱都是钱存里人的 今天她上山去给她三叔帮忙 她三叔说正好从大学城那边收回来了一笔钱 就给了她一千八百块钱 让她留着明年的生活费 刚三叔还给我拿了一千八呢 纪晓东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一个学期而已 她三叔给她的钱就都用光了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节省 但是入学两个月之后物价就涨了 所以即便是比较省 可口袋里总共也剩不下五十块钱 她三叔也知道如今物价涨得很快 所以这一次给了她一千八生活费 加上坐车什么的 这也是足够了的 这么多 三叔知道我那边现在生活费贵 特地多给了的 纪晓东说着就要转身走了 熟知儿子脾气的冯芳芳连忙道 哎呦小豆你快回来 你三叔给你了就给你了 之前是缺钱不错 不过现在卖猪了不差钱了 你妈说的是 这一钱把你先留着 等以后你出来工作了 你再双倍还给你三叔 纪晓东看他爸妈这样 敏嘴道 咱家就没钱吗 咱家是有点 但是咱家现在这破门破户的 冬天一来都冷死个人了 风都能钻进来 妈跟你爸就想起个楼房 以后楼房可是要留给你的 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咱家这样挺好的 不用特地起楼房 而且要起楼房 以后我会起 爸妈 你们不用这样少 你赶紧进去 外边冷得很 冯芳芳就把他推进去 纪晓东轻轻地叹了口气 也没有把钱再退回去给他三叔 只是第二天一早 他就紧着过来帮忙了 这么个大小伙子 可是能干许多事的 有他忙前忙后的帮忙 纪建云都省事不少 嗯 小冬啊 你今天回去 就跟你爸说说 问他以后马场建起来了 他愿不愿意去帮忙 工资我给他照算 我回去就跟他说 他肯定乐意干 冯芳芳一听这件事 更是高兴得不行 三叔果然是照顾咱家的呀 建国呀 你明天去马场里帮忙 三叔性子是不准 懈怠手里的活的 你可别办杂了 不然就算你是大哥 他也照样开了你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三期 季建国当然是愿意干了 但是 可是还有两母弟要干呢 这要是去那边干活的话 家里的弟就顾不到了 这有啥的呀 给金牡丹做去呗 一年叫他给三百斤麦子就行 一亩小麦可以产将近五百斤小麦 两亩就是一千斤了 要是金牡丹去干的话 那肯定是干得下来的 毕竟寄荐业很多时候 都是比较闲的 一天就出一次车 早上出去三四点就能回来了 那都是可以去地里帮忙的 三百斤多了点 二百斤差不多 二百斤够个啥呀 都是一家人 你就不要惦记那么多了 而且到时候 我在那边忙碗 可能会上山去跟爸吃 到时候也用不了多少 二百斤也够你自己吃的了 闻言 冯芳芳才没有再多说什么 于是他就过来找 继母丹说了这件事 继母丹也应下了 两亩地给两百斤的话 的确不算过分 等冯芳芳一走 他就跟继剑叶嘀咕了 三叔也是的 怎么就没见过 给我安排一个呀 咱家里这么多地呢 你要是再去忙我谁干呢 我能这么轻松 回来给你帮忙 咱家一年到的 都吃自家的 而且还能卖给建云不少 都差不多是一个岗位了 而且丹红不是时常 就叫你过去帮忙吗 工钱都加在 每个月的工资里了吧 比如这一次帮忙做腊肉 苏丹红就会把他的工钱 跟寄件叶的一块结算了 这一起给也是一笔数目啊 而且又有卖番薯 卖其他自家吃不完的 粗粮之类的 林林总总地算下来 其他也是差不了多少的 就是忙了些 谁家不忙啊 大嫂在百货里卖煤气灶 你以为轻松啊 在那边一待就是一天 大哥去马场里干活 到时候看马场 打扫马场 那么大的马场 就他跟陈建树两个 也不轻松了 到底是自己男人 果然是了解自家媳妇的 果然这么一听 继母单心里就舒服多了 苏丹红就没理会那么多了 岗位要给谁 他家自然是有 绝对的说话权的 而且马场那边 将来要是经营起来 自然要有一个自家人 叫寄件国去也不错 其实苏丹红还想叫杨爱慕去的 杨爱慕就是他干妈杨大婶的大儿子 为人也很不错 但是过去马场那边到时候要接触钱的 所以还是叫寄件国去了 冯芳芳靠不住 但是寄件国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就是目前的打算 晚上睡觉的时候苏丹红就说道 要不你喊小珍回来帮忙吧 马场那边都有个姑娘帮忙才行 寄件国跟陈建树也是可以的 但那都是男人 有些时候也不方便 而且年纪都比较大了 今年小珍回来了 问她看看 要是愿意的话 年后就别去厂里上班了 去马场那边看过也好 我上次还跟二嫂说到小珍的婚事呢 这个着急啥 这才多大呀 我也是这么说的 我跟二嫂揽下了 说小珍的亲事我给包管了 她这才去跟那户人家断了 那一户可不是什么好的 你觉得季丰怎么样 季丰不是早就定亲了吗 季丰虽然也是姓季 祖上跟老季姐也是有亲戚关系的 但是那早就出五福了 之前定了一桩 不过那个姑娘 跟一个打工的一块跑去南方了 把她家里人气得不行 也就把片里头给退回来了 季丰受了不小打击 目前都没心情再找了 季丰今年多大来着 二十二 过了年就二十三了 那也是不小了 还不知道愿不愿意等小珍几年呢 他奶也是着急着抱玄孙呢 经理上次那么一查 他奶也没有再着急让他娶了 不过有没有缘分的 以后再看吧 也不是只有季丰一个 长进 金子 还有大志他们三个 哪一个差了 而且年纪还跟小珍差得不多 苏丹红笑了笑 长进就算了 他跟橘子看对眼了 两家最近也在定这件事 这么快啊 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而且现在都不小了 不算快 不过大志跟金子 倒是的确可以考虑 夫妻俩聊了一会儿 然后才抱着一块睡觉 季建云过了一会儿 轻声问道 媳妇儿 你睡了没 苏丹红装死 媳妇儿我知道你没睡呢 呼吸都不平稳 你想干嘛呀 苏丹红忍不住 没法装睡了 因为他把手给伸进来了 媳妇儿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季建云的手 被他媳妇儿抓住了 自从上次回来之后 他可是没碰过他媳妇儿了 天天抱着他媳妇儿睡觉 可是不好熬啊 但是他也没那么不适人 他媳妇儿可虚弱着呢 他即便是有那个意思 也得忍着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 身体早好了呀 苏丹红文言也算明白过来了 这些天他抱着自己会有反应 但是没有硬来 他还以为他是累了呢 所以才没有狼性大发 没想到是以为他身体美好 这就有些好笑了 他身体是真的没啥问题 可以来的 他也是有点想他了 季建云文言果然很高兴 然后就很温柔地来了一回 这种温柔也叫苏丹红享受极了 完事儿也跟他一块抱着心满意足地睡了 苏母已经回去了 在继承他们都回来之后 也算是彻底地确定了女儿身体没大碍之后 他就回去了 不过苏母不在 家里的早饭也不用苏丹红做了 季仁一早就起床 出去跑了几圈回来之后 也才六点四十左右 就开始做早饭了 七点半的时候 一家子这才前后起来 至于季仁已经自己先吃了早饭 在二楼听英语录音带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迹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四集 琪琪他们哥俩下来吃饭的时候 都忍不住道 大哥可真偏呢 董老师才从大学城那边 带来的英语录音带 大哥就都能背了 大哥是最厉害的 你们大哥英语现在什么水平了 能跟外国人交流不 季剑云哭笑不得 琪琪道 能不能跟外国人交流不知道 但是我听大哥的同学说 大哥英语课上 都用英语跟老师交流 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了 大哥英语全年级第一 当然其他可梦大哥也是第一 妈我悄悄告诉你啊 有两个女孩子 为了抢大哥还打架了呢 不过就是可怜大哥 都不认识他们呢 想想还不懂这些 就是吃着粥 眨不着眼睛听着 苏丹红敏嘴笑了 你大哥都还没有那方面的心思呢 大哥现在都一心在学习上 当然没有那方面的心思 我倒是有 但都没人追我 这让他很是苦恼啊 你是男孩子 你还想让女孩倒追你啊 季剑云瞥了他一眼 大哥都能让两个女同学 为他打架 我要求女孩子倒追我怎么了 这话叫他们夫妻俩都无法反驳 还是想想给旧场的 就你还跟大哥比 二哥 你别赖蛤蟆吃天鹅肉了 大哥洗地做饭 打球弹钢琴 写书法 学英语样样都行 你行吗你 这小子说话就很不客气了 季剑云跟苏丹红都低头吃粥 说的你自己就行似的 我还小 等我跟大哥那么大了 我也行 你得了吧 大哥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毛笔字写的都有模有样了 哥俩一边吵架一边吃饭 吃完饭 哥俩就一块出去玩了 季剑云跟苏丹红对这种现象 早已经是见惯不怪 别看他们上一秒还吵得很凶 下一秒就能和好了 也别看他们上一秒玩得多好 可下一秒能不能打起来 那可说不准 昨天已经做完最后一批腊肉了 今天开始就不做了 不过现在也就是腊23而已 还在杀猪阶段呢 跟去年一样 今年自家的猪也是留下了半扇 猪大肠猪头这些 苏丹红都不会处理 是季剑云弄的 家里留下了三副猪大肠 一个大猪头 其他的粉肠也有 但通通都是季剑云去弄的 苏丹红能赏脸吃两口就很不错了 不过今年季剑云还留下了两个猪肚 因为天冷 他吃起了猪肚鸡 就是用猪肚跟鸡一块炖了 撒上一点胡椒 说是以前部队里有一个厨子 就是南方那边的就这么吃 配上大白馒头 再煎几个荷包蛋 这就很美味了 而且也简单得很 这天晚上大冷天的 季剑云就给弄了火锅了 蒸了一大锅大白馒头 煎了好些个荷包蛋 然后两个切条的猪肚 跟两只鸡就一块炖了 再倒入火锅里 然后热腾腾的就可以咬上来吃了 老张跟继父还有继小冬都被喊过来了 再加上季剑云跟继人兄弟几个 一个个吃的都很满足 苏丹红也很满足啊 还别说他家剑云这么个做法还真挺不错的 新奇还省事儿 尤其是这大冷天的 过了腊月二十五 猪就杀得差不多了 剩下了一头 季剑云在这天也杀了 然后一家三斤这样分出来 放入各家拿过来的篮子里 篮子里还有其他的东西 跟往年一样 两斤鸡蛋 一斤腊肉 一条两斤大小的冻鱼 白糖 红糖 各两包 盐 酱醋 这些也都有 还有瓜子 跟镇上那边买回来的松子糖 以及大白兔奶糖 也算是给他们留着过年代课 走亲戚用的 猪肉 哪家想要啥东西 那都是可以提出来的 比如有些想要猪大肠 有些想要排骨 有些呢 想要五花肉这些的 季剑云都尽量会满足 但总的下来 大伙也都是很高兴的 这么一大篮子东西 少说也得一笔钱呢 这年头物资可不是那么紧缺了 但是上了年纪的 都是过过苦日子的 还是比较节省 能省的就省 这么些东西下来 走亲戚的也就罢了 不用走亲戚的 基本上都可以用上许久 再去新买了 一头猪三百多斤 最后也剩下了不少 季剑云就叫苏丹红 给他姐打了个电话 至于家里的亲戚 那也不需要多给啥 这种东西给是情分 不给也是理所当然 比如隔壁杨大婶那边 苏丹红就给了杨大婶 两副猪大肠 还有三斤排骨 两斤五花肉 至于其他的干兄弟 苏丹红就没给了 不过其中杨爱森 在季剑云手底下干活 那也还是分了一份的 其他两个大的就没有了 苏丹红没有拎鸡蛋 因为他干妈自己养着呢 鸡蛋也是吃不完的 就不需要多拿了 除了猪肉 还另外拿了两条冻鱼 都是不小的 苏丹红就给真苗红打了电话 上次真苗红过来 苏丹红跟他要了 打电话过去 不是真苗红接的 是一个声音低沉的男音 不过听着还很年轻 不是郭老二 哦 找我妈呀 啊 你是大红仪吗 嗯 你是 我是郭怀晨 郭家老二 是怀晨呢 可是放假了 真苗红跟郭老二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闺女 老大叫做郭怀仁 跟他家人人的小名一样 也是同音 当初真苗红 也连说是缘分 他的名字 就跟苏丹红尾字一样 老大叫郭怀仁 老二就叫郭怀晨 小的是个闺女 叫郭怀裕 如今都是各有各的事业 听真苗红说 一个个忙得 过年都没有时间回来 今天能不能有空 回家一趟来 哦 大红爷 我妈来了 说话间 电话就被真苗红接了过去 当红啊 我还打算今年 带他们一家子过去呢 你电话就来了 过年我姐夫也忙 你就比较他大老远的 跑一趟了 家里给你留了些猪肉 你这两天有空没有 有空的话就过来一趟 哎 那我待会儿就让怀晨 开车带我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奖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惠菲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五集 跟苏丹红聊了好一会儿 真苗红这才挂了电话 哎 你去跟妈那几个老排友 说一声 就说妈今天有事 不玩了 让他们再找一个啊 妈 你还真的特意去那么远 跟丹红衣拿点猪肉啊 郭怀晨哭笑不得 你懂个啥呀 你哪知道你丹红衣家里的猪肉 多香多好吃 真苗红白白手 快去说一声 妈进去换身衣服 你也得换一身 跟我一块去啊 早该带你们去拜访了的 只是你们一个个的 嫁都不回 郭怀晨哭笑不得 于是就只能去推了排局 然后被他妈逼着 却换了身衣服 就充当司机了 也是从家里 拿了许多难得的好东西 不过被他妈给拦下了 拿那些虚的干嘛 你丹红衣他们都不爱 去 你去把你爸那几瓶 进口的红酒 给我拿过来 啥 妈 那是我爸给过年留着的 我叫你去拿来就拿来 你爸代科用别的酒不行啊 郭怀晨一脸无奈 就去拿了那十分高档的红酒了 一共有三支 包装得十分华贵 看了这三支红酒 真苗红才表示稍稍满意 然后又拿了一包上好的鹿绒 这才带过来 郭怀晨也算是见识到了 这个丹红衣在他妈心里的分量了 这个时候车流量比较大 开的也就慢了些 中午两点多开车 一直到七点半才到家的 开了这么久的车了 赶紧的先进去休息 苏丹红迎出来连忙道 丹红衣这么年轻啊 一看到苏丹红 郭怀晨诧一道 你丹红衣今年才三十出头不多 你以为有多老啊 我就以为比我妈小一点呢 你什么意思啊 敢说你妈老啊 没有没有 在我心里 我妈永远是十八一只花 郭怀晨得有一米八五左右 个子十分高 今年二十三了 过年就二十四 是个大小伙子了 看模样也是个阳光热情的 也是啊 他红姐交出来的儿子 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纪剑云也从家里迎了出来 刚他在二楼呢 想想说他要给床换个位置 这不 他就上去跟他闹了一下 然后想想就觉得 床位不换也挺好的了 父子俩这就下来了 还有纪仁跟琪琪这时候都在家 老张在山上呢 他老人家这时候正在跟纪父 猫在山上的炕上下棋呢 老哥俩感情好得不得了 这是你仪仗 剑云 这是怀晨 仪仗好 郭怀晨打了个招呼 同时也是不得不服气 听他妈说了他遗仗以前的职业 看看这身板 这气质 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他一米八五都算高的了 但他这个遗仗 比他还高了不少 先在外面露度 辛苦了 先坐坐 纪剑云就把骑在他脖子上的老儿子抱下来 叫他喊人 大姨好 好 想想也好 干嘛 喝杯温水暖暖 纪仁给到了温水 二哥 你也喝一杯 也给郭怀晨倒了一杯 哎呀 仁仁今年可长高了不少啊 嗯 长了十三厘米呢 虽然今年他也才十四岁 过年十五 但是身高已经有一米七了 尤其是今年拔高了一个肚 而且他那嘴边都已经开始出现胡茬了 整个一个轻葱稚嫩的少年狼模样 这个时候正是涨身体的时候 平日里不要挑食 啥都得吃 吃得下去 个子才会拔高 五哥不挑食 啥都吃 好养活得很 而且胃口也大 我干爷爷对一只鸡 他一个人得吃掉半只 都吃不腻的 他跟二哥都有些吃腻了 毕竟他们干爷爷 一个星期都要炖上一只 他们都直接喝点汤 肉都不吃了 都被他大哥给吃了 哪有肉吃腻的呀 你就是还小 等你到你大哥这个年纪 你胃口也好 我现在胃口也挺好的 我妈还说 家里都要教我们几个小子吃穷了 那可不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等半大小子长大了 能养老子的 这喵红都被逗笑了 郭怀晨也是笑 那也是不一定的 万一将来要是娶了个 不孝顺的儿媳妇 那可如何是好啊 就比如你怀晨哥 我就挺担心他眼神不好 随便找一个的 到时候回来跟我五天一大吵 三天一小吵的 那可怎么办呀 那你就搬过来跟我们住 家里产业这么多 缺不了你一口饭的 一句话把大人们都逗得不行 听到没啊 要是以后你们哥俩不孝 我就直接搬过来这边住 哪里会不孝了 要是不孝 你把他们赶出来就得了 怀晨现在在哪上班啊 郭怀晨也就说了 现在是在一家国企上班 当了个部门的管理 工资没多少 但是事倒是不少 都跟你说了 叫你出来跟妈一块做生意 你就不愿意 在那边有啥好的 一年到头都忙得很 连回个家都要我散催四请的 哪有工作那么忙的呀 肯定是外边有女朋友了 找个借口跟女朋友过呗 琪琪这话一出 大伙都是一愣 郭怀晨一脸尴尬 你别胡说 我还是单身的 你小子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呀 啥时候交的 我看你以前也时常回家 打从二十一岁开始 就一直说外头忙 你是不是在你们企业里头 交女朋友了呀 见瞒不过去了 郭怀晨这才弱弱的 是出了一个 还真有啊 哪里人呢 家里什么条件 人怎么样 你们俩交往多久了 怎么都没带回家里头看看啊 这苗红一连串的问题 这模样看得 纪剑云父子几个目瞪口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六集 妈 你查户口呢 问这么清楚干嘛呀 而且你问那么多 我应该回答哪个呀 这可是要进我锅家大门的 我不问清楚点行吗 别给我含糊啊 一个个的都给我交得清楚 这时候苏丹红端了 两碗鸡汤面出来 上面有猪大肠 排骨 荷包蛋 以及鸡肉 上面还有枸杞跟红枣呢 先吃点点点肚子 别的以后再问 他们一家子都吃了 毕竟都这个时间点了 而且跟红姐 也不用计较这么多 对对对 先吃先吃 我肚子饿得都只想呢 先放你一马 然后便也吃起面来 这面也是真的好吃 还有那么多的料 郭怀晨很快就吃完了 然后对着纪仁道 仁仁 你带哥哥出去走走呗 我听我妈说 这边要见旅游景点了 你带我去找找 大冷 天的 丑啥丑啊 没事 多穿两件出去走走也好 就让纪仁给带出去了 琪琪懒得动 不过想想好客呀 就跟着一块出去了 苏丹红给他又添了一双手套护着 又给涂了护肤膏 这才打发出去 哼 这臭小子 肯定是怕我问他事 怀晨都这么大了 他的事情你也别掺和了 喜欢什么样的 让他自己出去呗 以后别来跟你一块住就行了 哎呀 我也不想跟未来儿媳妇一块住 但这不是也得长长眼啊 到底是我生的 虽说儿大不由娘 但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呀 苏丹红点点头 妈 你那话啥意思 啥话 就是你那句 别来跟你一块住啊 该不会以后 我们跟哥他们结婚了 你也不让我们回来住吧 这就得看你们了 要还算是孝顺的话 那就勉强可以偶尔回来住个几天 不过也自觉点 最多几天 多了不行 自己得走 别等我赶啊 妈 你还是我亲妈妈 你竟然想着要赶走儿子 丹红 你怎么跟琪琪说这个 孩子还小呢 你别吓着他了 你可别小看这小子了 装着他 什么吓着 我看他都巴不得不回来呢 这个学期一共也没回来几次啊 其他时候都在县城那边跟同学玩呢 哪会惦记家里啊 妈 你咋这么说呢 我人虽然没回来 但是我心里也挂记着你啊 我差点就信了你的话了 大姨 你看我妈就是这性子 我都还这么小呢 她一点都不考虑我幼小的心灵 你妈说的 也差不多都是大实话呀 这苗红也算是看出来 这小子皮糙肉厚 抗打击得很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找大哥他们去 琪琪说着就也出门了 把外套披上再出去 琪琪披了件外套就出去了 这几个孩子你教导得好啊 都是他们干爷爷在教 我跟剑云倒是没怎么管 不过你人来了也好 你还带那些红酒跟陆荣做啥呀 那红酒是进口的 味道十分不错 至于陆荣 那是给你跟剑云补身子的 平常炖汤的时候就可以放点 哎 不是我说呀 这回我过来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前些时候病了几天 也就瘦了点 不过也没啥大事 现在都恢复了 这苗红看她气色的确挺不错的 这才没说什么 哎呀 你也该注意身体啊 今年剑云弄了这么多产业 是不是家里头缺钱呀 要是缺钱了你就说 闷着干嘛呢 把自己累成那样就值得呀 不是 哪里是因为缺钱呢 哎呀 不说这个了 这次来我给你准备了不少东西 你过来看看 我这回过来 还真的是专门过来搬东西的 真苗红笑着说完 也就跟她一块过来了 苏丹红的确是给准备了不少东西 几十斤猪肉 季健云都给斩好了 放在袋子里 拿回去就行 剩下的还有冻鱼冻虾那些 自家的芝麻花生黄豆 这些杂粮 这些鳄焦糕是专门给你做的 十斤的量 要是你跟我姐夫吃不完 也给怀晨他们过完年 走的时候带走点 还给他带走呢 我跟郭老二自己吃都来不及 这鳄焦糕还挺壮扬的 鳄焦糕本来就有 顾本培员的功效 对你跟姐夫都好 可不是 他们小年轻的火力旺 用不上这些 肚子吃饱就行了 他自己跟他男人吃 十斤鳄焦可是很快的 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鳄焦糕很好存放 倒是不用担心会放坏了 你跟我说一声 这边要建旅游地 是不是差钱了 这两层楼 还有那四层宿舍楼 我跟怀晨开车过来的时候 远远地就看到了 可都是不便宜 建麻厂那些地基 还都是买下来的 这可全都是钱啊 之前那阵的确是有点缺的 不过如今卖了猪 而且支出也支付的都差不多了 不缺了 要是缺了就说 十几二十万的 姐我还是拿得出来 我知道 多谢姐了 谢可傻呀 不过不是我说呀 建云这次的手笔可真是不小 以后这是要发财了 发啥财呀 能运行下去就行了 哎 你别傻呀 如今建云买这些地基 一块地才多少钱啊 便宜的三千 贵的叫价四千五 四千五 这也就是现在这时候贵了 往后下去 那可一点都不贵 而且往后地基都不好买了 你姐夫那边都跟我说的这个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七集 剑云也说以后地基会涨 肯定的 以后不仅要涨 还会大涨 马场能不能起来的 这的确有点难说 但是剑云投资的这些地基 那就不会亏本到哪去 真苗红这么说着 话锋一转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以我的观点看呢 以后这边建设成旅游休闲地的话 那可是极为不错的 马场那边好好经营 还有水库那边提供锤吊 果芒的时候还能叫人去摘新鲜的果子 那论金两脉 摇蜂蜜什么的 这些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眼下即便是不错 但是生意上 应该也会比较一般 往后的话 可能到时候会好一些 眼下也不会不好 只要经营得当 你不知道城里那些老大爷老太太的多会享受呢 这边要是条件合适的 他们还是愿意过来走走看看的 要是好 回去就会跟人介绍这边 慢慢的 名气就传出去了 苏丹红点点头 出来大厅做的时候 这苏丹红就跟纪剑云说道 如今这个旅游发展 是很不错的点子呀 剑云啊 你可要好好经营 如今大家伙越来越有钱了 也越来越有休闲娱乐的意识了 这里要是能够发展起来 以后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如今准备的都差不多了 就看明年能来多少人了 这出门旅游 主要就是石住行这三项 要是这三项都能弄好 那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 就是现在晚了点 不然带你去看看 还是明天的吧 今天也有点累了 哎呀 我这一把年纪 不比怀晨那小子了 电视里播放着 喜庆过年的电视节目 苏丹红跟真苗红也是聊得高兴 纪剑云偶尔插上两句 怀晨纪扔他们八点出去 虽然现在天很冷 但是外边的月亮却难得的明亮 走出去都不用打手电筒的 八点出去到九点才回来 他们一回家 苏丹红就给他们烧了热水跟姜茶 热水是泡脚用的 姜茶是驱寒的 让他们喝下去之后 就一块去木盆里泡脚了 坐在凳子上 脚泡在热水里 也是整个人都热乎了 医生 马场那边我看了 真棒 郭怀晨给纪剑云竖了个大拇指 今天晚了 明天你要是有兴趣 可以去骑一骑 那明天我就去 任任 你们会会骑啊 会 我也会 我们当然会了 我们家可是养马的 而且我们骑的还都是小红 小红 小红就是马王 所有马里的头头 不过也就给我们自家人骑 其他人他都不认 怀晨哥 你今年刚来 你就别打他主意了 他根本就不会甩你呢 是 想想这回倒是点头了 我小冬哥时常去喂小红的 上次要摸一摸小红 他都不答应呢 这么标啊 那可不 他可是马王 但是其他马你可以骑 虽然不如小红好 但也都不差 我们家的马就没有差的 你刚不就瞅了两眼吗 是都挺遵的 想想满意的点点头 他是不允许别人说 他家马不好的 差不多了 擦脚吧 给他们一人一条擦脚的毛巾 这些都是冬天留着擦脚用的 饿了没有啊 给你们煮了点夜宵 都来吃点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 夜宵是芹菜猪肉饺子 每人不多 也就那么一碗而已 猪肉芹菜饺子可是香得很的 尤其是家里的猪肉包的饺子 那叫一个香 哪怕是刚吃完面 才一个多小时的锅怀尘 那也是又吃了两碗饺子 这个年龄段都是挺能吃的 季剑云跟苏丹红也吃了点 真苗红说不吃了 怕吃太多 毕竟之前苏丹红给他做的那一碗面 能全部干掉 那就算是他的本事了 眼下着实是吃不下去了 季仁也吃了两碗 至于琪琪跟翔翔一碗就行了 吃了饺子 打发他们去刷了牙 然后就让他们上二楼去睡觉了 眼下这都九点四十了 往常九点就差不多该睡了 红姐就安排了一楼睡 至于郭怀尘就去跟翔翔一块睡 翔翔也挺欢迎的 毕竟郭怀尘还是挺和他演员的 一大家子很快就入睡了 乡下地方也是安静得很 郭怀尘就有点不大习惯了 这么早就睡了呀 想跟翔翔聊天 这小家伙可是很健谈的 不过翔翔打着哈欠打断他 怀尘哥你快点睡觉吧 我都困了 不跟你说话了啊 说完他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 几乎是秒睡 郭怀尘哭笑不得 不过他来他丹红仪这里之后 他也是觉得心情格外放松 不怪他妈一直很喜欢往这边跑 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他丹红仪这边这么好 还有这些个弟弟们 一个个也是有趣得很 也很有见识跟见定 真不是一般乡下人家可以比的 别说乡下人家了 便是大学城那边许多人家都比不了 比如二楼里摆放的那台钢琴 还有那把古琴 那可都不是繁品呢 一楼电视机那墙上的白鸟嘲讽刺秀 以及那些书法墨宝之类的 足以看出他丹红仪家里的条件 是半点都不比他家差的 因为晚上太早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醒了 听到外边有动静 他就开门出来 想想还睡得跟小猪一样呢 一看是纪人都起床了 他很诧异 现在还早呢 瑞瑞 你这身打扮要去哪儿啊 刚看了下手表 这才六点呢 外边天还没有大亮 大冬天的 天亮的也比较晚 我去跑步 怀晨哥你要不要一块儿去啊 好啊 反正我也睡不着了 于是哥俩就开始洗漱 洗完喝了杯温水就出门了 大黑看了他们一眼 就继续趴着睡觉了 我去 你这狗养得真壮实 他叫大黑 比我还大一岁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68集 郭怀晨点点头 然后就跟着他一块儿跑步了 从道上跑着去镇上那边 又从镇上跑着回来 如此反复三遭才算完 这时候时间已经差不多六点五十了 郭怀晨也是出了一身的汗 纪仁给他一条毛巾 自己也擦了擦 然后就进厨房去做早饭了 至于郭怀晨 那都已经累得在凳子上坐下了 大概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叫纪仁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 就进来帮忙了 一边跟他聊天 我说 你每天早上都这么跑吗 啊 跑一跑身体挺舒服的 不是我说 就这大冷天的 睡个懒觉多舒服呀 啊 我从七岁开始就没有睡过懒觉 没睡懒觉的习惯 郭怀晨跟他一块儿做了早饭 事实上都不用他插手 寄扔自己就行了 用高压锅煮了莲子瘦肉粥 这是他家比较常吃的粥 尤其是冬天之后 瘦肉都是提前剁成泥的 这样的肉煮粥是最香不过的了 配上莲子那就更香了 煮粥的同时 季仁也拿出了鸡蛋 还诚哥 你要几个荷包蛋呢 两个 季仁点点头 然后就煎了四个荷包蛋 荷包蛋煎好了 莲子瘦肉粥也可以打开了 咱们先吃着呗 他们呢 等他们醒了以后再去弄 给他用大海碗舀了一碗莲子瘦肉粥 都是放了盐的 然后就是四个荷包蛋 一人两个 咬了两大海碗之后 季仁就把剩下的又给盖回去了 现在吃着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不会那么浓 待会儿吃就比较稠了 不过也没事 盖着也热乎 郭怀晨倒是没多客气 其他人都还没起呢 他们就先吃吧 这一顿早饭无疑是好吃的 也很满足 郭怀晨吃完就问季仁 接下来要去干嘛 我得学英语了 怀晨哥 你要不要练字啊 早上学英语是他养成的习惯 每天的早中晚都要独背的 行 上来二楼 季仁就开始背英语了 郭怀晨就拿了他的毛笔练字 还真别说 郭怀晨写出来的毛笔字 那也是真的很不错的 明显也是下过功夫 哎呦 你这英语的语音很标准啊 但是郭怀晨懂得不仅是书法 便是英语他也是行家 几人微微挑眉 就用英语跟他对话起来了 郭怀晨愣了一下 也是来了兴致 然后便用英语回复他 两人一来一往的极为的流畅 好小子 哎 老实说 你这英语跟谁学的 这么牛 你今年才初级啊 这英语得有四级水平了吧 哎 不对不对 这四级还没有你好呢 郭怀晨既惊讶又喜悦 还没有到四级呢 早着呢 你都这样了还没达到四级啊 他一个过八级的都觉得 他这样的水平极为厉害了 这都能够用英语跟他交流了 他的词汇量还不够 但是他会灵巧地运用 其他的词汇来表达 语言天赋极高啊 怀晨哥 你的英语是真的很厉害啊 你可别夸我了 这 我当初大学 都是专修这个的 当初他初中的时候 英语那可是差到掉渣了 都是后来刻苦补上去的 前年才考过了八级 既然见他还是专修英语的 便也不客气 将他记下了十几处不懂的 打算等明年开学 去问英语老师的问题 都问他了 他们英语老师也是极为不错的 很有水平 是从大学城那边调过来的 包括初三都是他在教 郭怀晨倒也没有藏拙 便给他分析解释了 虽然纪仁问的都不容易 但是对他这种过了八级的 那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纪仁也是受益匪浅 这钢琴是一账给你们买的 嗯 怀晨哥你可以试试的 我不会这个 郭怀晨闻言就笑了 只是摸了摸钢琴而已 既然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就继续读英语背英语了 郭怀晨就继续练字 一直到七点半左右 琪琪想想这才起床 然后都下楼去吃饭了 不多时 二楼就响起了钢琴声 纪仁正在弹钢琴呢 早上他一般都会来上一曲 在大家都起床之后 哟 这是任任弹的啊 一楼正在喝粥的 真苗红眼睛一亮 是大哥在弹琴 不过我家会弹琴的 不止我大哥 我妈也会 想想很是骄傲 你妈也会 真苗红看向苏丹红 听他说呀 我也就是会拨弄两下 可不止两下 干爷爷都说妈厉害 干爷爷可是很少夸人的 大哥干爷爷都没怎么夸过呢 不行不行 你待会儿得给我弹上一曲 先吃饭 吃完了再说 吃了早饭 真苗红就迫不及待地去二楼 看他干儿子弹钢琴了 郭怀晨也是一脸 享受地坐在沙发上倾听呢 纪仁喊了一声干妈 然后就继续弹他的琴了 真苗红也是越看越满意 等他弹完了 这才高兴的 任任 你怎么这么快 就学这么好了呀 这是给干妈这么大的惊喜啊 知道买钢琴的事 但是不知道已经能弹得这么好了 是董老师经常过来指导我 这也得是你们自己下了功夫的 俗话说得好 师父收紧门 学艺在个人 我听翔翔说 你妈也会一手 我妈的琴在那边 纪仁就朝着古琴看了过去 苏丹红已经上了二楼了 我也就会那么一曲 没想象说得那么夸张 你甭跟我说 赶紧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瞒着我藏着啥绝技 苏丹红笑了笑 待会儿要是闲难听 我可不答应啊 要是难听 那我可得赶紧走 苏丹红笑着坐了下来 不管是摆放古琴的桌子 还是这张奢华的圆凳 那都是纪剑云特地去买回来的 但不得不说 十分地有古运 他跟剑云在家的时候 闲来无事就会来上一曲 此时也是没有藏着掖着 便拨弄琴弦 开始弹起了柔美悦耳的曲子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六十九期 秦音婉转 如潺潺流水绵绵不绝 清亮而明澈 就那样流淌进人的心里 别说二楼的真苗红 郭怀尘都听得如痴如醉 便是一楼一直都在听 苏丹红秦音的 纪剑云父子几个 那也是一脸的享受 一曲落臂 真苗红跟郭怀尘 方才醒悟过来 然后郭怀尘就激动地站起来 用力地开始鼓掌了 哇 丹红爷 你这绝对是 大师级别的情谊啊 你就跟我老实说一句 你到底 是不是古代 大家闺秀的小姐 苏丹红听得一愣 再看她的神色 也是哭笑不得 知道她这是在说笑 却也是配合着道 叫你给看出来了 你这丫头 认识这么久了 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久啊 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 你连古琴都会弹啊 这一激动 连丫头都出来了 其实真苗红 比苏丹红年长了九岁 叫丫头也没什么貌似的 我也是今年才学会的 而且弹来弹去 也就这么一首曲子 可以拿得出手 我妈今年暑假 带着我跟爸去了扬州 就在那边学的 那个女先生都夸我妈天赋好 说她长在乡下 简直是埋没人才 让我妈多住一阵子 她好传授更多本事 但是我妈没留下 叫女先生很是伤情 你个小人精 话倒是说得流畅 想想点点头 大爷 你觉得 以后要是有旅客过来 我大哥跟我妈他们 要是给弹上一曲祝祝幸 会不会更受欢迎呢 那可一定会啊 要是你们愿意谈一谈 到时候 这必然是你们这里 最大最好的景点 听到这话 真苗红连忙说道 这一次过来 老季家给予真苗红和郭怀尘 母子两个的惊喜 也着实是太多了 真苗红也就罢了 但是郭怀尘却是不得不服气 我的天啊 我丹红仪这一家子 绝对是卧虎藏龙啊 人人的钢琴弹得那么好 可没想到 我丹红仪的古琴 也能弹得出神入化啊 便是他已经见过了 外边的大世界 那也是听得如痴如醉 完全被吸引了 听了那一首琴音 心境也仿佛像被洗涤过一般 叫人通体舒畅 大师级别的琴音也不过如此吧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 吃了午饭 他们母子俩就得回去了 早上的时候 苏丹红带真苗红出来 看了看宿舍楼 真苗红看完就说好 优雅别致 简单大方 关键是楼下的四个花谱园子 也极好 就像这样的天气 那后院里的三株梅花树 就开得十分的美艳 都是艳红的梅花 刚一靠近便已经是香味扑鼻 叫人忍不住欣喜 这是点缀了冬天宿舍楼的景色呀 而换作其他时候 那就其他三个花谱园子 引人观赏了 那也是极为的不错 还有马场那边 那些马每天都会带下山来 去马场里边生活 到傍晚时分了 再赶回山上 左右都是在那一块地而已 十分的方便 但这也是目前的打算 等明年了 那就直接叫人过去马场里守着了 马都不放山上 就放在马场里养着就行 郭怀晨早上听了琴之后 就被纪仁他们带去了果园子里转悠了 要不是时间上来不及 他都要去水库那边呢 不过这一逛 已经到了下午了 吃了午饭 他们母子俩也就回城了 真苗红给纪仁他们几个 包了三个大红包 苏丹红就没给郭怀晨包了 别的地方可能没结婚就会包 他们这边没结婚的 但只要是过了十八岁 那就不包了 母子俩就带着一车的东西回去了 回到家里 郭老二一张脸都是黑的 我还以为 你们母子俩要在那边住下过年了呢 这说的什么话呀 赶紧的 过来搬东西 爸 你没去真实测 你都不知道 我丹红仪那边有多好 简直叫人流连忘返啊 郭怀晨一边打开后备箱搬东西 一边说道 去之前他也觉得不会有啥特别的 但是去完回来 他就想 时间咋过得这么快啊 他都还有许多地方没去呢 叫人流连忘返 那你怎么不住下 我也想啊 这不是我妈想回来陪你过年吗 不然我真想留在那边啊 我丹红仪做的菜色实在是香得很 而且你还没见过任任他们呢 一个个的 不知道多有趣呢 任任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季仁是他媳妇的干儿子 那也就是他的干儿子 他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面呢 绝对是人才 郭怀晨竖起大拇指 今年才初二 英语已经有四级水平了 而且其他成绩也是全班第一 还会打篮球 会弹钢琴 会书法 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跑步了 我没见过这么自律的孩子 从来没见过 我们大学里根本就没有 说着 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有些引以为豪了 唉 看我这个干弟弟多厉害啊 好像就没有他不会的 连做饭什么的也全都会 这简直就是个全能型人才 玩人呢 你没骗我 顾老二也是一愣 看着自己二儿子 我哪敢骗你啊 爸 人人 简直就是你要求我跟大哥 要长成的那个样 真的 但是可惜了 他跟他大哥都不按照 他们爸妈所希望的方向掌 不准质疑我干儿子 我没质疑 要是真有那么优秀 那你可以接过来大学城这边念书啊 这边会更适合他的 他儿子有两个 其实是不缺儿子了 但没办法 大儿子二儿子全都是不走他这条路 他都没有接班人了 要是干儿子可以 那他可以培养干儿子不是吗 你还是得了吧 大学城这边可也比不上人人现在接受的教育 你知道他干爷爷什么来历吗 这苗红还能不知道自己男人的想法吗 什么来历啊 郭老二愣了一下 看向自己儿子 郭怀晨倒是不清楚 没听说 就去了一天没了解的那么多 他干爷爷啊 是北京大学退休的老教授 如今就在县城那边 照顾他们兄弟几个的生活起居呢 人人这么优秀 那都是他培养的 这能比拉大学城差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集 真苗红早前也是说过的 想接干儿子过来大学城培养 不过苏丹红跟纪剑云都没那个打算 后来也是明白了 有了北京大学教授的干爷爷在 那自然是不用特地过来大学城这么远的地方读书的 听到这话 郭老二也是诧异 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北京教授的干爷爷 不过也是可以接过来的 他们老纪家没有人从政 有一个人进部门里 以后也会更加如鱼得水 当初调查纪云的时候 自然也是把老纪家给调查了个遍了 虽然知道纪剑云也有不少人脉 但到底比不上亲儿子进部门不是 哎呀 这以后再说吧 眼下还早着呢 他也没把话说死 他觉得要是以后纪剑云那边的旅游地真的弄起来 那没准真会有心怀不轨的人寄予 会添麻烦 要是培养人人走政府部门 那也是极为不错的 所谓朝廷有人好办事 而且从政的话 对于人人来说 也是前途一片光明的 但这个话题也是到此为止了 目前来说孩子还小呢 要培养也得等他长大了 毕业再说 很快就是大年三十了 家里这边的年位很浓 许多外出打工的在这些日子里 都前前后后地回来了 一年到头也就回来这么一次 钱也是一次性的都给带了回来 有些还给家里人带回来了新衣服 吃得用的这些东西 这让那些家里没有哥哥姐姐们的孩子们 都羡慕不已 有哥哥姐姐多好啊 都能给买新衣服买好吃的 还能给压碎钱呢 如今过年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巴巴的了 日子都宽畜了不少 今年过年一大家子也是热闹得很 季建文跟云莉莉今年没带燕儿回来 夫妻两个都忙着做生意补课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要是回来了 那就得带着季母一块回 不然留她在那边 她就会叫云大海来家里住 季建文可是个影死了 所以干脆就不回来了 家里这边一如既往的客来客往 江水市这边倒是没那么热闹 不过季建文还是带了一家子出来 也是出来游逛的 大过年呢 外边还是有不少好吃的好玩的 要是能回家就好了 回家更热闹一些 比起在江水市过年 其实燕儿更喜欢在老家那边 江水市这里虽然是颇为热闹 但是都没法跟老家那边相比的 老家那边有啥好的 平板回去受气被人冤枉 本来燕儿是敲咪咪地跟她妈说的 但是没想到季母耳间被她也听到了 奶 我就是说说 你别当真 我兜里还有些钱的 那你要吃啥 我请你 你吃吧 奶不吃 季母脸色缓和 爸 妈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 我去买些东西 燕儿说完 就跑过去卖麦芽糖的摊子里 买麦芽糖了 买回来了四只 一家子一人一只 季建文跟云丽丽倒是没拒绝 季母也没有 一家子吃着麦芽糖逛了一圈 然后就回家了 毕竟这个时候外边可是冷得很的 走走看看就行了 毕竟跟往年也没啥区别 而且今年比往年还要冷上一些 季母抽了个空就下楼来打电话了 想了许久 季芸芸那边才接下来 一听是她妈 这才没好气到 妈 你干啥 年的也不让我睡个好觉 她还以为是李天盛打过来的 没想到会是她妈 语气自然就没那么好了 芸芸哪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睡觉啊 今天可是大年三十 你也该出去走走 我闲着没事 不睡觉还能干啥 妈 刚才是我语气不好 您别放在心上啊 妈知道 最近天盛是不是都没有去看你啊 女儿心情不好 她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肯定是因为李天盛没有过来看她 要不然不会这大过年的还发脾气 是没来 最近也不知道又被哪个狐狸精缠上了 也不一定是外边的女人 没准是回家去了呢 这大过年的都该回家的 回家也不带我回去 她更该骂 她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 都准时给你没有啊 这倒是有 每个月的钱都会准时地拿过来给她 但是那点钱有什么用啊 她要的也不是那点钱 她要的是跟她去李家呀 这么些日子她也算是看明白了 李家家大事大 她必须得进去 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可是李天盛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带她回去的想法 她又不好太上赶着 要不然的话就显得太掉价了吧 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再怀上一个 但是都过去这么久了 她一直都没怀上 也是烦死她 钱有爱是给你 那就说明心里是有你的 月月呀 你也放宽心血 不要胡思乱想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过得怎么样啊 妈还能过得怎么样啊 只要不回老家那边去 那就不会被气到了 上次回去你都不知道 妈差点被气死了 怎么回事 因为许久才打一次电话 自然也就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了 继母就把因为她多要了一百块钱 苏丹红故意装晕 污蔑她的事情说了一遍 也是气得很 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说是我害了她苏丹红 你都不知道 妈有多委屈 简直就是百口莫辩 所有的脏税全都往妈身上泼 妈是做错了什么呀 继母红着眼睛委屈极了 还在继续说 不就是一百块钱吗 要不是为了浩浩 我还真不稀罕去要这一百块钱 而且对你三哥来说 这一百块钱又算啥钱呢 乃是妈都亲自过去一趟了 你三哥他竟然也不给我 倒是叫你大哥二哥 每人出了五十 就那五十块钱 你大嫂二嫂他们就骂妈 说妈也不怕撑死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一集 就那五十块钱 他们就说这种话 可不是吗 之前 妈体谅他们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所以就没管他们要钱 但是妈没想到 这次回去就要了那么五十块钱 他们就能说出这种话来 关键是你大阿尔哥他们 竟然也没有管他们 他们不是一直都是薄情寡义那样 不过四哥四嫂怎么也没管管 哎 你要你四哥他们怎么管呢 都是兄长兄嫂的 四哥四嫂就给了一百 一百块也是不少啊 你不知道 燕儿现在上高中 学费得有多贵 以后上大学更甚 我听说小冬一年的消费 那都快要五千块钱了 再过个两三年 燕儿也是要上大学的 也不怪你四嫂那么省着 他压力也是大着呢 你四哥就那么点工资 养活一家子 也才刚刚好 燕儿的学费压力 全压在你四嫂身上 就这样 他还能每月给妈一百块钱 妈心里有数 纪云这才没说什么 大学几千块钱的 对他来说的确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寻常普通家庭来说 那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压力了 你四嫂今年 还给妈拿了好几件衣服回来呢 全是好的 而媳妇能做到他这个份上啊 妈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纪晓东读什么大学啊 反正以后也是个二混子 在上辈子 纪晓东好像是读了初中 就没再继续往下读了 后来就干了抢劫的勾当 听说事情还闹得不小 最后都进了局子里了 之后就再也没啥消息了 就这样的也读大学 开玩笑呢吧 哎呀 允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大哥大嫂不对是他们的事 但是跟小冬没关系啊 知道他妈什么性子 纪允月就不说别的了 她上大学的钱谁给啊 冯芳芳和纪建国那两个攻得起吗 也是你三嫂给的 哟 给纪晓东那么多钱 每个月多给您一百就不答应 这倒是好本事 哎 不说那些了 允月啊 你过来看看妈吧 妈这都好久没给你见面了 这话才说完 就听到外边有钥匙响起的声音 纪云一喜 连忙道 哎 妈 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天生来了 说完也不等他妈说什么 急匆匆地挂了电话 纪母也是有些失望的 她还没回复 她今年过不过来呢 这就把电话给挂了 昨天遇上云大海 云大海也是一直希望 她能过来看看孩子的 而这边纪云云赶紧迎着出门了 果然门一开 李天盛来了 天盛 你来了 李天盛应了一声 纪云云接过她的西装挂了起来 今年可要在我这里过年 哎呀 那没办法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今天晚上得回家里面去吃团圆饭 李天盛坐在沙发上 纪云云一脸失落 这才来了就要走啊 你知道你几天没来了吗 所以啊 这不是来看看你了吗 李天盛揉了揉她丰满的腰身 纪云云随即就靠了过来 李天盛本来是没啥兴趣的 昨晚上刚跟另一个忙活完 她从来就不会缺女人 但纪云云着实是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 这三两下的她就有念头了 于是拉着她就进了房 一番游笼细缝 那自然是少不了的 事后纪云问她 天盛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回去啊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小五了 也不知道小五还认不认识我 我家封森严 哪里能够随便带女人回去 这次要不是小五是李家长孙 我都没敢带回去 这话的意思 那就是在说 她在李家人眼里就是个随便的女人 纪云显然是听出来了 她也知道李天盛这人的性子 要是太上赶着了 那距离她跟她一拍两散也就不远了 所以她干脆倒 那便算了吧 我妈刚给我打了电话 我打算过年过去看看她 你就去找别的女人去吧 我哪有别的女人呢 不一直都只有你一个吗 刚才那模样 有气没力的 不知道被哪个狐狸精给吸干了呢 得了 我也不稀罕管你 自己潇洒去吧 我过年可就不奉陪了 纪云说着就要下床 这副高傲的模样 确实叫李天盛更加喜欢了 拉着她 刚还说想我了 现在就要走了 我过年得回去几日 到时候离不开身 趁现在多陪陪我 一边待着去 谁稀罕你似的 纪云直接把她推倒在床上 然后就开始打扮了 也是故意在李天盛 面前展露魅力 李天盛也的确是 看得眼睛都直了 但是实在是没力气了 不能再战了 家里的燕窝跟鲍鱼 我带过去给我妈吃了 你再叫人给我买回来吧 你还小的叫我买燕窝鱼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吃的那些最后便宜的 不都是你吗 行了 爱买不买 我懒得管你 纪云说着就跨起包 然后出了房门 走的时候记得把门给我关好 拎着礼物她就出门了 她直接坐车过来找她妈 不过纪母可不在楼下 而且这都快傍晚六点了 她犹豫了一下 便过来了云大海这边 对于她的到来 云大海简直是惊喜得不行了 云云 我过来看看你们父子俩 你们过得还好吗 我们过得都还好 你快进来 这一路上过来你累了吧 先进来喝杯热水 纪云便进了门 云昊正在地上玩呢 地上是铺着地毯的 倒也冷不着她 看到纪云云 云昊不明所以 明显已经是不记的人了 然后是纪云云这样的性子 看到自己这个儿子 都不认识自己了 也是心酸了一下 然后就联想到了小五 现在肯定也是不认得他了 心里就更加难过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二期 好好 这是你妈 快喊妈呀 云大海看了纪云云一眼 也看出来 她是想念儿子的 云昊愣了一下 但是也喊了一声妈 然后用好奇的眼神 看着纪云云 妈这个词 她是有些懵懂的 因为别人家的小孩 都是有妈妈的 就她没有 这就是她的妈妈吗 乖 浩浩 这是妈给你带来的 好吃的 纪云把燕窝 跟海参都留下了 明月 你自己拿回去吃就行 我们肚子能吃饱就好了 留下给浩浩 做烟窝粥吃 但是这种高堂的东西 我也不会做呀 纪云文言 便拿了一片燕窝 先去泡下 我教你一遍 以后就这样 给浩浩做了吃 她还小呢 一个星期 给她吃一次就行 顺带的也把海参 给泡了下去 只是海参要泡许久 纪云让云大海 也一个月 给浩浩做几次海参粥 云大海都一一应下了 然后才看下她 云云 这些日子 你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还不错 你不用担心我 照顾好孩子就行了 浩浩我天天照顾着 本来我是要去工作的 但浩浩没人带 我这才只能先辞掉工作 我知道 纪云对此也没说什么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总不能让孩子 自己生活吧 才这么小 先在家里 照顾好浩浩也是好的 等她可以上小学了 到时候再去工作吧 不过我妈的钱 你就不要拿她的了 她自己也不容易 为了那点钱 还得回去 看她儿子的脸色 随后她也想起来 然后她从包里 掏出一笔钱 递给她 这里是两千块钱 我也没有多少钱 但你先拿去用吧 我之前拿婶的钱 也是没办法 当时浩浩也感冒了 花费不少 所以这才 不过在那之后 我就没拿过了 你自己也不容易 这钱你留着花吧 我手里还剩下一点 给了你就拿着 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 如今这局面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过好在还有这房子 以后浩浩也可以生活 不用出去租房 这房子 她知道云大海 当初是用她的钱买的 不过她也不在意那么多 总归以后 是留给她儿子浩浩的 也算是她这个当妈的 给她一点补偿吧 怎么说这套房子 以后也得值个 小几十万呢 房子肯定是要 留给浩浩的 我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 别的儿子 一个都不认 以后我可能更加没空了 浩浩就得你照顾了 我妈那边 还是少去吧 我四哥她们都不带劲你 云云 你多来看看浩浩吧 哪怕一个月过来看浩浩 一次也好啊 云大海拉着她的手 季云云也没有拒绝她 我也忙得很 我明年开始 就要去上海那边看看了 到时候哪有空闲啊 明年就是九五年了 这一年不仅她们这边 要开通北京那边的 另外一条铁路 从这边过去北京 都只需要一天时间了 但这个跟她没有多大关系 她是要过去上海那边炒股的 本来她都没有想过这茬 但还是听了李天胜 说了几句 她这才想起来 现在这个时间段炒股 那是傻子进去 都能赚钱的时代 其实更早的时候 是九零年代初那阵 那更好赚 不过她都已经错过了 也没想起来这一茬 但现在她不能再错过了 她必须得去上海走一遭 即便是现在过去 那她肯定也会大赚的 重生过来 她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不怕起不了 她也必须要做出一番 叫李天胜刮目相看的举动来 到时候看她还不把她捧起来 李家大门 她迟早是要进去的 要去上海 云大海没想到 她竟然还要去上海 着实是叫她意外 她也知道 她的眼光跟格局是不小的 寻常女人根本就没法跟她相比 但也没想到 她竟然会想要去上海闯到 嗯 季云应了一声 也不想多说 你好好带号好吧 等我有了钱 不会叫你们父子俩日子难过的 云大海叹了口气 季云应本来是要走的 不过被云大海 以让她教她做燕窝粥为油头 给留下了 这天晚上 季云应就给她煮了燕窝粥 以让云号吃了一下 剩下的就让云大海吃了 眼下这时间也的确不早了 于是季云应就去睡了隔壁 她倒真的没往那方面想 不过云大海哄完儿子睡觉就过来了 季云应倒也没有反抗 毕竟两人都是老情人了 而且连儿子都这么大了 又有啥好矫情的 而且季云应也是希望再怀上个儿子 要是云大海能让她再怀上 那也是好的 毕竟她来之前才刚跟李天盛完事呢 很明显 这天晚上云大海是叫季云应极为满意的 以至于第二天云大海叫她留下陪他们父子俩过年 她都只是略带犹豫 然后就应下了 这让云大海极为高兴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季云应就过来看望了她妈 给了五块钱叫一个老太太上去喊她妈下来 季母下来后看到女儿 那高兴得不行了 哎呀 云月呀 你可算是来看妈了 你都不知道 妈有多想你呀 妈 你怎么老了这么多呀 妈都这把年纪了 又是成天的琐事缠身的 能不老吗 不过你不用管 妈身体好着呢 女儿能来看她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是五百块钱 妈你也不要省着 想吃什么就去买 季云从包里拿出五百块钱塞给她妈 哎呀 不用 妈手里还有不少钱呢 都没怎么花费到 而且你给妈的钱 你还不如把这钱拿过去给大海 让她养浩浩 浩浩都忘记你了 你难得过来一趟 也得去看看她知道不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三期 对继母来说 看她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浩浩 这才是她的亲儿子 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 如今还那么小呢 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 而且跟她爸走出去 看到别人都有妈妈 她没有 她也是会伤心难过的 我昨天晚上就住在那边 继母文言也是愣了一下 住那边了 嗯 那边的事 妈你也不用担心 照顾好你自己就行 也不是啊 云云 你怎么可以住在那边呢 妈就是让你过来去看看浩浩 但是没让你住下去啊 万一 万一要是被天圣知道了 那可怎么办呢 她的确是希望女儿 多去看看外孙 但是可不希望女儿 还跟云大海不清不楚的呀 云大海也没啥出息 这要不是看在浩浩的面上 她都不会跟她有啥接触 李天圣哪会知道啊 她现在正在李家呢 而且我也说了 我是过来看望妈你的 这几天她都没空 不用管她 难道就只准李天圣出去外边随便地找女人 她就跟云大海一个就不行吗 哪有这样的道理 云月 以前的事啊 就算了 以后啊 你还是好好跟天圣过日子吧 我会跟她好好过日子的 这些钱您留着吧 今天中午也别吃那么饱 过来家里 陪我跟浩浩也吃一点 算算日子 也有好多年没一块吃饭了 好 继母文言也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中午的时候继母吃了一点 就说要去跟老姐妹们话家常了 然后就出了门去 那最近新交了朋友吗 什么交新朋友啊 肯定是过去看她外孙去了 云丽丽也不在意在纪剑文面前说 果然纪剑文一听这话 脸色就有些不大好看了 剑文 你也别生气了 这种事情 堵不如书 咱平日里也有事情要做 根本就堵不住的 还是算了吧 妈年纪也不小了 只要别给家里招来什么事 其他的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纪剑文叹了口气 也没说什么 这话说的也是在理 她要上班 丽丽要看铺子 哪有空闲盯着她妈呀 只要不闹出什么事情来 她要过去看 那就让她去看看好了 继母过来这边也是很高兴的 云大海带着云昊正在等她呢 看她过来了这才开饭 姥姥 看到继母浩浩很高兴 直接就跑了过去 乖 继母一片雌心牵着外孙的小手 最近可有好好吃饭呢 有的 我爸爸说 不好好吃饭就会容易生病 我都有好好吃 而且不用我爸爸喂 这才是最乖的 妈 快过来吃饭吧 菜都要凉了 于是一家子就围在一起 吃大年初一的午饭了 菜色也是颇为丰盛的 都是新做的 也是好吃得很 云大海的手艺不错 当初一起合作做生意的时候 云大海就不仅当司机 也还管做饭 就是因为有一次 她看到了云大海光着上身 极为不错的身材 才在那天晚上看到她洗澡出来 邀请她去她自己房间谈事情的 吃完了午饭 云大海就带她们出来外边走走了 不过也没去别的地方 就是在街上逛了一逛 继母跟女儿自然是有说不尽的话了 不过大体也是悄悄劝她 让她过去李天盛那边 这边有空过来看看就行了 也别再跟云大海 藕断丝连地牵扯在一起了 继云也就是听听 该怎么做她还是怎么做 过年这些日子 她基本上一直都住在云大海这边 一直住到初期过了 她才坐了车去上海 这些天留在云大海那边 她自然也是饱受了云大海的伺候 只是很遗憾 就在昨天晚上 她越是又来了 很明显这些天白干活了 妈妈走了吗 云昊这几天都适应了 有寄云的日子 而且对于妈妈这个称呼 她也是有了一定的认知了 知道是她最亲的人 这么一走她都有些失落了 你妈就是去忙了 她以后还会回来看你的 云昊点点头也没说啥 就只是失落 其实她也想有个妈妈的 下楼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 她都能跟他们说 她妈来看她了 云大海倒是没那么多 离仇别叙 她知道继云的本事 会去上海那边 肯定也是因为有项目的 要不然不会大老远的过去 以前她就听她说过 上海以后的发展前景了 好像是什么一线城市之类的 全国都公认的那种 以寄云的手段过去那边 那肯定是不会差到哪去的 再有就是 这些天她也是排解了许多精力 为了博取她欢心 她也是卯足了劲 眼下也没那个闲心去怀念了 以后要是她一个月 能过来找她一两次的 她也就不用有时候憋得慌 趁着儿子晚上熟睡 就出去暗街里消遣了 季云此番过去上海 那是一直都没有给李天盛打电话的 等她打电话给李天盛的时候 已经是正月出头了 李天盛接了电话就开骂 季云云 你死哪儿去了 还知道要给老子打电话是不是 你到底能不能回来 哟 还冲我发脾气呢 身边那么多女人 我也庆幸这么久了 竟然没有把我忘了 赶紧回来啊 要是不回来 我就把打算给你的这个房子 给收回来 收就收吧 我跟你在一块儿 从来都不图你这些 难得给你打个电话 你也别跟我吵这些了 跟你说点正事 啥事啊 李天盛也不得不承认 他的确是拿捏不住 季云云这个女人 可是偏偏就是这样 他对她的吸引力 才是其他女人都没法相比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图她的钱 听到她不给房子了 也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他都拿她没办法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四集 我现在在上海炒股 你要不要过来 我带你一块发财 你带我发财 李天盛文言倒是笑了 你知道什么是炒股吗 你敢去上海 你不怕进去了 就连火车票 你都买不起 回不来 我来的时候 带了一千块钱过来 现在的话 你知道我赚了多少吗 我的眼光不会错的 想要赚着股票上的钱 你就必须得趁现在 其实最好的时候 是在刚成立的时候 不过当时我没想起来 现在也还能抓到一点小尾巴 你要是错过了 以后再想赚这个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得不说 纪云的这番话 的确是戳中了 李天盛的养处了 最近他两个 这方面的朋友都在说 眼下股票是最好赚的 要是这个机会再错过了 那真的不知道 啥时候才能遇上 你说怎么懂这些的 还有我不懂的吗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就叫你好好干房地产 这些年来你赚了多少 心里没个数啊 没有你叫我也会干这个 那你到底要不要来啊 要不是我本钱有限 我捞金都没你的地儿 这话一出 李天盛就笑了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好心 给我打电话呢 原来是没钱的啊 不是没钱 我也赚了不少 只是到底是本钱 还是少了一些 不然我短短这一阵子 身价就得上百万 你信不信 我信我信啊 等着 我这一阵子正好有空 就过去看看 钱多带点 有我在 保管你不会输半分钱 李天盛第二天就出发 去了上海 而接下来的时间 他就被纪云云给带飞了 上海股票的事情 这在今年真的是很有名气的 比如这次真苗红 就在跟苏丹红打电话的时候 聊到了这个话题 苏丹红不明白 股票是个啥玩意儿啊 这就是个赚钱的 也是个来钱快的路子 不过就跟赌局差不多吧 我听说早些年倒是比较好赚 如今都有些难度了 但是你知道吗 我昨天跟我大嫂通电话了 你大嫂说什么了 她说我大伯现在就在炒股 而且好像还给赚了不少呢 你大嫂原谅她了 什么原谅啊 想得美呢她 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她 但是我大伯那人 这回大概是真的知错了 现在就在她隔壁 买了套房 就死守着我大嫂呢 我大嫂的意思就是 她爱守多久守多久 那你大嫂怎么知道她赚不少啊 她说以后我大侄女结婚 她给准备了一套婚房 而且还给准备了一百万的嫁妆 留着给她私用 我大侄女就问她钱是哪来的 她就说是炒股赚来的 那玩人听起来也不大靠谱 还是不要玩了才好 赚了就赶紧收手吧 我大伯那人啊 之前在季云身上 也算是跌了一回恨的了 如今也长记性了 听说呀 那些存折房产证什么的 都被我大嫂奉进保险柜里了 就等我大侄女结婚的时候 再拿出来呢 还能这样 啊 怎么就不能啊 我大侄女是她亲生的 我大嫂不原谅她也就算了 但是我大侄女 生父亲啊 我大伯一直以来都挺疼她闺女的 以后都要照顾着 那我大嫂收了她的东西 是正常 总不能便宜的她不是 这才是她的大嫂 其他的都是虚的 把这些食物给牢握在自己手里 那才是真格的 而且不是她要 是她女儿要 这是两种概念 她照样可以不接受郭栋梁 即便郭栋梁去睡了大街 她也照样可以熟视无睹地走过去 哎 最近可有人过去那边观看 老高说过 这几天就带人过来看看 起先也不要算贵了 能给多少便宜价就给多少便宜价 那边人节地灵的 迟早能好起来的 两人聊了好一会儿 这才挂了电话 回家里了 苏丹红就开始熬药 上个月她就跟季健云去了一趟老北京那边 去找了老张介绍的那个医院副院长 不仅她的身体 便是连季健云的身体也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两人都十分健康 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不过听了她的症状之后 那位副院长还是给她开了一些调理的中药 她也看过药方了 的确是调理女人身体的 也很适合 于是就买了一些 不买不行啊 她家健云不放心 所以就只能买了 如今每天都要喝上一碗 也是有点难以下咽 喝完药了都要吃点蜜健鸭呀 不然受不了那股子苦味 这已经是最后一副了 季健云回来的时候就闻到了那股子药味 我昨天看了 好像药都没有了 可不用再喝了 你给我省省 媳妇 你打住啊 你要是再叫我喝这种药 我就不是你媳妇了 我身体都好得很 你亲眼看到的 喝这个药都是多余的 你要是再让我喝药 我可不答应了 季健云这才没说什么 以后咱们这边去老北京那边都方便了 等这一次接待了老高他们 我就带你再去复查一遍 好几年前周围告诉他的那条铁路 在今年就已经开通了 如今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老北京那边运送了 即便是现在家里正在盛产的草莓 那他也是一箱箱的都给运过去了 要去你自己去 我可不用再去了 苏丹红直接拒绝 哪怕只是一天 可是那也是很累很折腾人的 季健云看着他 苏丹红跟他对视 最后不敌 他只能道 等有空再过去看看 这总行了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75期 季健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老高带着十几个社区里的老大爷老大妈 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坐车过来了 中午的时候到这边的 十几个人呢 苏丹红直接叫他妈过来 找那个胖大姐做饭了 这么多人的饭 那肯定他是做不了的 季健云也是大手笔 这一顿直接就算是 给他们第一批客人接风了 直接免费请他们吃 上的也都是好菜色 一点都不小气 有鱼 有肉 有菜 还有汤的 这一顿是免费的 其他的像住宿啊 或者购买家里一切东西 那也都是按照半价给他们算 免费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毕竟他也是要养家糊口的 请了这么一大顿 买东西啥的也都是半价 那就很划算了 多买一些那都可以抵得上 来回的车票钱了 很值得呀 这要是多买了 拿回去也不容易啊 有一个大妈十分的心动 这有啥的呀 要是买好了 那就把你们各自的东西都装好 再在麻袋上挂个名字 到时候我就和珊他们 载过去大学城的铺子里 你们再去铺子里 领你们个人的就行了 这绝对就是好主意了呀 给打半价不说 还包送去大学城 这一趟来的果然是值啊 吃了丰盛的午饭之后 纪剑云就让他们选房间 四层宿舍楼的房间 可以随便他们选 其实也都差不多 差别的话也不是很大 都是那样的雅致 房间里除了水壶 电风扇之类的 就是墙面上的挂画跟书法了 再有就是一张床 简单得很 宿舍都是半价 全价是一晚上二十块钱 半价就是十块钱 十块钱 那就真的是很便宜了 一晚上十块钱的宾馆 现在在外边都已经找不到了 即便找到 那条件也是一般的很 像纪剑云的宿舍楼 这种条件的 外边都得二十块钱 纪剑云都是有经验的 他去老北京那边住的宾馆 一晚上都要三十了 在扬州那边的时候 条件也就一般 但也要二十块钱 大学城那边 他过年忙碌的时候 就会叫纪剑和纪大勇 他们过去帮忙 那时候就会给他们出钱 去住宾馆 要忙上好几天 也省得来回跑了 在大学城那边 二十块钱一晚上的房价 也是十分常见的 如今收十块钱 可并不过分啊 而且他也是一个房间 收十块钱 一个房间可以住两个人 平摊的话 那就是五块了 不过跟宾馆不同 纪剑云不提供洗漱用品 在老高来之前 纪剑云就跟他说了 叫他们自带 洗发水 他厕所里倒是有 不用带 但牙膏牙刷梳子什么的 那就得需要自己拿了 一楼苏母的管理室里 是有的卖的 也都是比较便宜 没有出现那种 坐地起价的规矩 就是给提供一下 让大家方便 毕竟有些人不想带 那就可以买啊 悬了房间 付了房钱 都只是先支付了一天的房钱 苏母收了钱 给了钥匙 另外还有五块钱的押金 这是钥匙的 等过来退钥匙的时候 到时候押金就还回去了 当然 也得房间里的一切都安排好才行 这些都是规矩 每个房间里都有一本册子 还有纪仁用毛笔写的入住须知 弄坏了东西都要赔偿之类的 入住之前都要先检查各项设施 要是有坏的就及时上报 这些个大爷大妈们过来 纪剑云还亲自充当起了导游 带他们去马场那边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后就是上山去看果园 去看鸡棚 看羊群这些 这个时间段是草莓的旺季 纪剑云让他们去摘了吃 不要钱的 大可以吃到肚子饱 但不可以糟蹋东西 也不能带走 能吃多少吃多少的那种 大爷大妈们都乐呵得很 吃多吃少的不在意 在意的是纪剑云的这个态度啊 那就很叫他们舒服了 毕竟大老远从大学城那边 坐车过来可是不轻松 来这边喂的不就是一个 轻松愉快吗 至于给吃不给带的 那也是应该的 还能白吃又白拿吗 四个果园这么走下来 那也是叫他们看到了 纪剑云铺子里的东西了 我听说现在市面上 出现了许多饲料机跟鸡蛋 卖的都比较便宜 我的贵 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这边吃的全都是粮食 本钱也是高 但是东西的品质 你们大家可以放心 绝对不会叫你们失望的 那些饲料鸡蛋的确比较便宜 不过也就是那么两毛钱的事 我上回就买了一些回去吃 吃着虽然以一个味 不过就是比不上 剑云铺子里的鸡蛋 鸡蛋还好点 那些鸡就明显了 是明显哈 肉柴得很 我上次就贪了那一块钱的便宜 买了一只回去 结果我孙子跟儿媳妇都不吃 没办法 叫我跟我儿子两个给吃了 跟啃木头似的 一点鸡肉的那个嫩香味都没有 没错没错 真跟啃木柴差不多 都是会过日子的 其他家的鸡也是试买过的 但味道就是不及寄贱云家的 所以啊 这些年下来就只认准寄贱云家的了 不过季大老板呢 不是我说你 你铺里面的东西 那真是死贵死贵的 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 可全给你捞了去啊 我可听老高说了 你从前年开始 就不用往医院那边跑了 以前可是每年都要往医院里跑个三五次的呢 这都让你知道了 这回给你们打半价 下次要是再来了 可就都是熟客了 我是要宰熟客的 可没有半价打了 那我可要带两只鸡回去 有两只鸡太少了 我得带四只回去 我要带五只 纪剑云这一次也是夸下了海口 不得不说 这半价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又帮忙送货的 所以都是使了劲的买 五六只鸡拎着就走的那都有的是 毕竟给几个孩子分一分 一人也就是那么一只 一点都不多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六期 而且这半价出售 那也差不多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了 全都是现买 都是现抓的 再新鲜不过了 所以等第二天 这群大爷大妈走的时候 跟他们一块走的 就是那些送货回来 要加班一趟的许和山 跟苏猪毛了 两人又开了一趟车 专门带着他们的东西 一块去大学城 因为东西太多 所以还准备给他们送去各家里 要知道 这一趟过来 他们口袋可是被掏光了呀 每个人都花了三四百块钱的 什么东西都搬 草莓一箱箱的买 还有鸡蛋跟其他的杂粮存货 还有那些鸭子 以及最新熬制的鳄椒糕 东西着实是不少 虽然是半价出售 但因为买的多 所以其实季健云也是不亏的 算是薄利多销了吧 但最主要的 还是这些个大爷大妈 一个个的那都是高兴的很 上午去看马场果园 下午季健云还带他们过去水库那边看了看 成群结队的鸭子 山上的果树 那些散养的鸡 还有猪等等 水库那边季健云也放了鱼杆子 就是因为时间太赶了 没计划来多久 要不然都可以多住几天 也去钓钓鱼 季健云可是说了 租鱼杆子也不要钱 就拿点押金钱就行 还回去了 押金也就退了 但钓上来的鱼 那就是他们的了 甭管钓上来啥鱼 要带走 还是要拿过去宿舍楼那边做了吃 都是随便他们自己的 这着实是极好的福利啊 大妈们都有点兴趣 更别说那些过来的大爷们了 但是没办法 他们包了车的 也约定好了 明天就要回去 所以也就只能遗憾地走了 但也跟季健云说了 下次等樱桃成熟了 他们就再过来 让季健云还给他们打五折优惠 季健云就笑了 说行行行 下次还来给你们打五折 然后才把他们送走的 虽然这一次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不得不说 这第一场生意也是特别成功的 这一次来了这么多大爷大妈 村里人也都看在眼里 等他们人一走 就纷纷过来问季健云了 哟 这得有上千块钱了吧 买了将近两千块钱东西吧 事实上不止 得三千五百多块钱吧 不过即便只说两千 那也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了 这十几个人就花了两千多块钱买东西 这一次我也没赚钱 我都是半价卖的 咱们这边呢 现在刚开始做生意 只要维持住不亏本 那就是赚了 至于其他赚多赚少 那都无所谓的 重要的是咱们这边能不能发展起来 能发展起来 以后子孙都能跟着受益 对对对 就是这个理 眼下咱这边就是先要吸引客人 等客人多了 评价上去了 到时候再恢复原价也没事 但是眼下 那就要坚持不亏本 就是赚钱的原则 先经营好再说 因为来了第一批客人 哪怕是一群大爷大妈们 但村主任也特地过来 找了纪检员说这件事 咱们这边要发展起来 剩下的就得靠主任你了 你看看我为了颖客 连水库那边我都承诺他们 钓鱼不要钱 只要钓上来了 那就是他们的 或者带走 或者拿去炖了吃了 牺牲都这么大了 别的我干不了了呀 我不是找你说这些 你也别跟我哭穷 我就是觉得 咱这边又是发展起来 那几片山头都是光秃秃的 也忒难看了些 你看要不要给承包过去 你放心 我可以豁出去脸面 给你讨用一个最便宜的承包价 不瞒主任你说 我其实也有那个想法 但是主任你也知道 那几块山头距离咱这边可不近呢 不方便管理 哪里会不方便管理啊 你把山头用网阁下来就行了 而且那几片山头 叫两个人去管理 也不费什么事 主要是绿化环境好啊 以后长起来 咱这一片就山清水秀了 到时候他们过来看了 也会更加舒心不是 只怕不好中 那边土都不怎么样 可伤化了不少了 给别人不好中 但是给你肯定可以中 这么大的事 我得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自从他媳妇跟他坦白 他身怀灵泉水的事情之后 他也是知道了 所以他得回去问问他媳妇 看灵泉水对种那边的果树 有没有作用 这还得用得着回去问你媳妇 男主外女主内 外面的事你做主就行了 那可不行 在我家大事都是我媳妇做主 小事才是我做主的 纪剑云这么一个 快一米九的操汉子 说出这种话来 竟然半点不觉得尴尬跟羞愧 反而还有那么一点 引以为傲的感觉 村主任没办法 就只能打发他回来问了 苏丹红一听就笑了 我哪知道有没有用啊 不过想来也不会差到哪去吧 你可以承包下来 左右也不费啥钱 那行 就让村主任去办 我等着签字就行了 纪剑云点点头 就过来给村主任回复了 村主任一转头 就跟正在熬制恶娇高的徐杰说 这剑云也是够够的了 这要不要承包山头的 还得回去问他媳妇 活得跟个没断奶的小子似的 典型的奇管言 你这叫什么话啊 承包山头这么大的事 回家跟大红商量商量怎么了 你以为都像你啊 刚愎自用 大男子主义 你最近硬气上了是吧 还真被你说中 我现在一个月赚的可不比你少啊 你要是敢给我硬气 我就把你踢出去 信不信 想想想 怕了你 怕了你 我去县城盖章了啊 赶紧滚 徐姐哼了一声 半点不耐烦伺候 村主任也是一脸无奈 现在村里的那些个女人啊 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尤其是这些个自己能赚钱的 特别的没耐心 没说两句就能叫自家男人滚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七十七集 承包山头 纪剑云都已经是老手了 签了字给了钱那就行了 七十年的承包权落在他手里 然后就招呼人手 开始过去挖坑了 眼下这个时间段并不是特别忙 每个山头都能抽出一个人来 再加上纪剑和纪大勇 他们也不用去收干货了 现在也没啥干货可收 得到六月份的时候才有 所以全都被纪剑云 给招呼过去挖坑了 今年开始 他们的工资都已经涨到 四百五十块钱了 放眼他们整个地方 这样的工资呢 都是非常高的了 不过倒是听说南方那边 好像普遍是五百多 有的甚至是六百多 但再怎么多 那也吸引不了 纪剑云手底下的这些人去 大老远的长途跋涉 不是不得已谁乐意去啊 而且四百五十块钱 这在他们这边一大家子 都能够生活得很不错了 当然了 这是在不用供大学生的前提之下 要是供了大学生就有些吃力了 只有一个人拿工资的话 就像今年纪晓东去读大学 纪剑云就计划了每个月三百块钱 再加上其他之类的消费 一共得给一千八 这是上半年的 下半年就要交大二一年的学费 跟新学期的学费了 这都是钱呢 而且都是大几千的拿出去 哪有那么多钱 纪剑国也被纪剑云喊过去忙活了 这一次纪剑云一共就承包下来了四个山头 数量可是不少啊 在他们挖了一个山头之后 纪剑云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果苗那边 叫他们送枣树过来 四个山头他就打算种两样果树 一个是樱桃 一个是枣树 这两个的销量是最大的 哪怕他都有四个山头了 但如今跟老北京那边的铁路都通了 以后大批量的物资 都要运过去老北京那边 这两样果子在县城 江水市以及大学城那边 都是刚刚只够卖的 哪里有多余的 所以再多种一些 那就再好不过了 枑树运送过来 纪剑云就叫那边直接给种下去 不过在种之前 他是直接用三轮车 载了两大桶水过去山脚下 在枑树种下去之前 都是要先泡一泡桶里的水 然后再运上去种的 这都是当着大伙的面弄的 没啥好避讳的 那卖果苗的都是 纪剑云的老熟人了 看到了也是好笑 问这是在干啥呢 纪剑云说 这是在喜剧前程往事 然后准备重新安家 那卖果树的就大笑了 你这是孟婆汤啊 纪剑云点点头 然后把枣树一棵棵的 都叫他们种下去了 纪剑河以前跟他哥纪剑川 就怀疑过他家水的原因 后来还去挑了水 不过没半点用处 此时看见纪剑云还特意地用这些水泡 那也是一脸懵的 剑云呢 这些水是不是可以让果树长得更好啊 嗯 我家后院里的泉水 你要是要的话可以去挑 纪剑河碰了个软钉子 然后就继续干活了 干完了 回去他就跟他媳妇苏娟提到了 你说剑云他干嘛给树泡水啊 那水难道真的是跟我妈说的一样 有什么神奇之助不成 你妈的话你也能信啊 我看你那脑袋没问题吧 之前就跟二伯他们白忙活了 你还嫌那半个月累得不够呛是不是 我就是不明白 有啥不明白的 还不是为了好养活 那些山头你也不是不知道 都有一些沙话了 总得沾沾水才能粘土 这个说法跟纪剑国纪大勇他们说的是差不多的 真是这样 不然还能咋样 可别听你妈那些有的没的话了 我这些年算是看明白了 这人哪 就是得认命 不认命那就是白折腾 你看那老河家老徐家 贵了那一些个钱 如今都闹成了啥样了 那也是活该 一块地基而已 竟然狮子开大口要那么多钱 也不怕撑死他们 咱家那一块 你有没有打算卖了呀 他家也有一块 如今他住的这个就是他爸的 他大哥分出去了就自己建了 他虽然分了 但是还没去自己的地基上建呢 咱家现在又不缺钱 干嘛要卖地基啊 这可是咱们最后的退路了 以后没准涨价了呢 涨价 一块地基能涨啥价 村里那么多 这是丹宏告诉我的 苏娟其实也是想卖地基的 还过去探过苏丹宏的口风 不过苏丹宏表示 还是留着吧 以后地基没准会值钱啊 毕竟鸡蛋都贵了 别说地基了 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个太爷爷的 所以苏丹宏也没打算坑他 就让他留着了 而且他家也不缺地基了呀 亲戚家的地基还是算了 果真 你可不要说出去 知道不知道 不然你妈呀 肯定要我们分他一些 不分他 就该把我们赶走 自己建了 我知道 这事哪能够说出去 不过一块能整多少 几百块钱总是有的吧 不过我也说不准 总之放着就是了 别打他的主意啊 左右日子过得了 不用去买地基 季剑云带了苏丹宏 过来新山头这边 苏丹宏拎了个小水壶 就开始给这些新种下去的果树 浇灵泉水了 当初第一个果园的时候 他生怕种不活果树 所以基本上天天或者是隔天都会去浇水 以至于那些果树长得格外快 实在是有些害人了 如今他也算是摸索出来一些灵泉水的门道了 种下去之前泡一泡 再偶尔过来浇上一些灵泉水 那就能够养活了 哪怕会长得比较慢 但也比长得太快的好 只要能活就行了 除了这些个枣树 季剑云也种了不少枸杞树 枸杞树很好种的 在他果园里结出来一段 然后扎在土里 再寄的浇水那就行了 自己会长得很茁壮 他家如今对于枸杞的用量需求也是极大的 自家多种一些没有坏处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78集 接下来的时间里 苏丹红也会时不时地让季剑云过去那边 季剑云也是傍晚时候 会过去给那些新种下去的枣树 还有樱桃树浇一些灵泉水 让它们可以更好地在山上生长下去 其他的就叫季剑国 季大勇 还有季剑河这三人 去负责给果树浇水了 那也不是个轻松的活 不过也不算太劳累吧 三个人干活是比较快的 早晚各上去浇一遍水就行了 拿着工资自然是要干活的 哪怕是累了些 但是活照样得干好 季剑国家里 如今也算是拿着双份工资了 冯芳芳呢是高兴着呢 季剑河呢 全家就她一个 苏娟母女俩都是靠她养着的 她以前就是个懒汉 但是如今那也只能是任劳任怨了 只是之前还在嫌出去收干货 很奔波很累人 但如今却无比怀念 她宁愿去收干货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累成狗 肩膀挑水都已经磨破皮了好吗 季大勇倒是没有那么多矫情病 作为一个大男人 一天几十桶水对她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 毕竟以前都是干农活干惯了的 只是干农活固然可以让肚子稍微吃饱 但是想要存点钱 那基本就是不可能了 如今她也跟大多数给季剑云打工的家庭一样 她拿着一份收入 家里那边老婆管着 她有空的时候下家里的地帮帮忙 这样就很好了 这么些年下来 她家的房子也修了一遍 没有盖新楼房 就是多修了两个房出来 孩子们都长大了 直接搬进去住也算是宽敞 而且这些活在他们看来 那也是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就是单纯的挑水 浇水 不算太累 不过季剑云不行啊 累成狗了 他长得人高马大的 但是干起这个就根本不是行家 季剑国跟季大勇都有点嫌弃的 于是季剑云就把他给换了 换去伺候他那些马 让陈剑术过去挑水 浇水 陈剑术暗地里也是把季剑河骂得半死 但是没办法 他也是装家汉 被季剑云喊了 自然得去帮忙 毕竟之前季剑云都没叫他 直接叫的季剑国 不过还真别说 陈剑术可是比季剑河那没出息的有用多了 有他的加入 季剑国跟季大勇都轻松了不少 三个能干活了平摊下来 事儿就少了很多了 毕竟挑上山的凉桶水 就可以浇十多棵果苗 虽然有四个山头 不过也不算太多 只是因为现在刚种下去 需要多浇水 一个月之后 每天傍晚过来浇一次就算完了 等长出新叶子了 三天过去浇一次 也不难管理 至于季剑云 那就隔三差五过去撒一点灵泉水 四个山头对他来说 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 日子一直在忙碌着 手底下的员工们都各司其职 如今季剑云的几十亩地 全都种上各类的杂粮了 刚开始只有三十亩 后来他又多承包了二十亩 那就是五十亩地了 其中有十亩地种了水稻 剩下的种了花生 芝麻 绿豆 黄豆 玉米 番薯等农作物 至于小麦 季剑云就没种了 想吃面直接跟村里人买就行了 他家因为他媳妇的缘故 都吃的是大米 居多些 这些农作物都是比较高产的 当季的收上来之后 就会立刻被送往各个铺面销售了 而且生意也都是极为不错的 所以季剑云每年都会有大批量的种植 因为知道了灵泉水的作用 也确定了运用灵泉水 不会对他媳妇有啥伤害 所以现在都是季剑云在弄这些 偶尔他就会撒上一些下去 农作物也长得极好 基本上都不怎么发生虫害 很健壮 今年的草莓长得也好 因为季剑云时不时的就上去撒灵泉水 都是他在忙 他好像也很新奇的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格外用几颗草莓专门浇灵泉水 那几颗草莓结的果子 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且个头还格外的漂亮跟标准 鲜红鲜红的 红的发料那种 吃一个进嘴里 那是全甜的 连一丝丝的酸味都找不到 好吃得不得了 那几颗草莓最后都被季剑云给摘了 就那么几颗而已 就差不多摘了一篮子的草莓回来 都给苏丹红吃了 着实是好吃啊 味道格外的好 所以继十多年前 苏丹红喜欢拿个小水壶之后 季剑云也这么干了 有人问起 他就说装的是除害虫的农药 有些植株病了得喷一喷 多么正大光明的理由啊 苏丹红日子就闲暇了不少了 这一闲 他就想孩子了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行 其他的都已经长大了 都迫不及待地想飞出鸟笼 他留不住也不想留 所以想再生一个留着玩 但这么些日子下来 他跟季剑云都有保养身体 两人的身体素质也一直都很不错 但是到现在就是没怀上 上次去老北京那边检查身体 他倒是听了一个妇科女主任 说了一种体位 虽然比较羞涩 但是为了孩子 苏丹红也打算拼了 所以这天晚上 季剑云十分的惊喜 他也是个不会客气的 直接就享用起他媳妇来了 被他收拾得有气没力之后 苏丹红就赶紧垫了个枕头在下面 那模样看得季剑云喉咙直滑 很想再战 不过苏丹红懒得搭理他了 宝贵的东西已经到手了 那就不需要他了 不过接下来的每天晚上 苏丹红都会如法炮制 季剑云觉得他的人生巅峰 也不过如此了吧 可是他是舒服了 苏丹红却失落了 而叫他遗憾不已的是 这个月的月事 又是无比准时的到来了 苏丹红开始算日子 算医生交给他的那个 前期后八的定律 月事走了 季剑云想缠上来 那可就不行了 并且一天天的 还大鱼大肉的伺候着 可是把季剑云给补得不行了 等终于能开婚了 季剑云就真的是眼睛都绿了 苏丹红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结果被季剑云给狠狠地收拾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79期 夫妻两个一心一意地 投入造娃大业当中 一时间倒是幸福不已 仿佛回到了十年前一般 苏丹红那个气色哟 好得不行了 明显是被滋润得不轻 这天徐姐上门来看了她 顿时就笑了出来 丹红啊 你这朵花 看来是被剑云老弟 给交换得不错 不过不是我说啊 你们也该悠着点 这年纪可不比十年前 乡下女人说话 就是如此的彪悍跟直接 然后是苏丹红都习以为常了 也是稍稍的有些不好意思 只狡辩道 徐姐你说啥呢 我最近就是饿娇吃的多了点 啥饿娇吃多了 这都是过来人了 饿娇吃多了可不是你这样的 徐姐笑着说道 不过也难得地认真地下来 是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呀 苏丹红一直都有再要老四的想法 他可是知道的 自然也就这么问了 嗯 再要一个的话 罚款得多少钱呀 虽然不用再照着十倍算 但是要老四的话 那可能也不少于十万块钱 现在啊 可是真紧啊 除非有大把的钱上缴罚款 要不然部门的人要是上门来 家里产业这么多 那可真的是一点都不划算 而且十万的罚款 这绝对是天价了 哪怕如今东西上涨了 可是几个楼房四万块钱就行了 十万那都等于罚了两栋房子了 我倒是有个好罚子 你要不要听听啊 徐姐你说 苏丹红点点头 他家剑云赚点钱也不容易 十万块钱呀 那可是一点都不少 当初想想的时候 也罚款了四万块钱 当时的四万 也快抵得上眼下的八九万了 那年的猪跟存款 也都用去还罚款了 那年可让整个村里的人 都十分吃惊的 要是真有了 那就把你家老四的户口 寄到剑云他义父那边去 以后也算是北京户口了 这样啊 什么罚款都不用交 就是不知道你跟剑云愿不愿意啊 苏丹红没想到 徐姐竟然能给他出这样的好主意 剑云肯定是愿意的 而且老张那边也会更高兴 我们俩有啥好不愿意的 不过还是要去问问义父他老人家 要是可以 到时候就寄到那边去 坏上了 现在还没有 苏丹红略微失望 徐姐哭笑不得 我说你 现在的媳妇都希望少伤也少受罪 这你可倒好 都撒了你还想要啊 觉得苏丹红思想实在是太传统了些 但是还别说 他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 真要是怀上了 也别说出去 这肚子要是显怀了 那就只能去县城那边给忍忍他们住了 咱们这边是没法住了 哪怕是交罚款也要抓人 那不如就等生了再回来 这点苏丹红也是知道的 这两三年来真的有 即便怀孕六七个月的 也被硬拉着去打掉了 哪怕说会交罚款也是一样的 生一个女儿的就还算了 可以交罚款生两个 但要是生的是儿子 还要二胎 那就会被拉去的 所以有不少人都跑出去外边生 生完了才回来 徐姐过来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回去的时候拿着鳄椒跟黄酒 账都已经记好了 月尾的时候一次性结算 每次结算的时候 苏丹红就会叫纪仁跟纪琦这哥俩回来 哥俩能回来一个 他就省事了 叫他们算去 他都不用过目的 但最后的款数是在什么范围之内 他心里是有数的 苏丹红都打算好了 要是怀孕了 等后期肚子显怀 那就去县城那边住着 不过可惜的是 他越是还是一如既往的准时来 不过他都打算再奋斗个老四了 所以哪怕屡战屡败 他也是屡败屡战 季建云过得很幸福 但是看他媳妇这样 他也是挺舍不得的 所以后边就格外地配合他 有时候完事了 他都不出去 直接抱着他媳妇睡觉 苏丹红也把徐姐的话 跟季建云说了 季建云自然是没意见的 不管记在谁的户口本上 那都是他的儿子 那这点是跑不了的吧 而且还是他义父的户口本 不过即便如此 在季建云得空过来县城这边 看他几个儿子的时候 也是顺带把这件事 私底下跟老张说了 丹红又有了 老张很激动 你尽管回去告诉丹红 让他好好养着 孩子以孙子的名义 记在我户口本上 只要你们夫妻俩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不过我先说好了 将来我老了 我的那些房子之类的 是要给人人他们一块平分的 义父你别说那些了 你的始终都是你的 至于孩子们的 他们以后有我呢 我多少资产 您老人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他的不少不动产 都是他义父去给他置办的 而且都是地段极好的 就在上个月 那边还打电话过来 他也亲自跑了一趟 因为他名下的一个房子拆迁了 开发商给赔了新楼房的 两套大房子 都是140多平方的 他才去签了合同的 还有其他的都不少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你给的跟我给的不一样 你别跟我扯这些 我将来还能带走不成啊 我当然是要留给人人他们 不过丹红现在还没怀上呢 我们就是计划要 哎呦 要吧 孩子多家里也热闹 而且你们俩的孩子那都是好的 不在乎多要几个 家里那边抓人抓的钱 要是真有了 丹红以后得过来县城这边住着 即便是他的人脉 那也没办法特立的 他没有被喊去结扎 那其实都算很不错的 其他的像纪剑和纪剑国 还有许和山苏安邦他们 之前都被喊去了 纪剑云还给他们放了三天的假休息呢 嗯 等肚子显怀了 就带过来这边住着 地方也宽敞 医院那边也进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八十期 县人民医院 距离这边 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要是很急 喊一辆三轮车过去 十几分钟就到了 纪剑云点点头 回去就跟他媳妇说了 老赵那边的态度 苏丹红笑着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现在可以说是外事俱备 只欠一股东风 把他肚子吹鼓起来了 只是很可惜 一直到六月份 他的肚子也是 一点动静都没有的 因为很期待这个老四 老张之前都不怎么回来 全心在那边照顾纪仁他们 后来每个星期 都会带着纪琪 跟翔翔回来住两个晚上 只是他也有点希望 明明身体都好 怎么都两个月过去了 还是没怀上呢 不过这种事也急不得 都是看缘分的 他不知道 纪剑云跟苏丹红 都要了四五年了 再想想三岁大的时候 他们就打算要了 不过一直没有而已 所以夫妻两个虽然想要 但都是比较淡定的 倒是老张 还给带回来了 不少有关于 补身子的营养书 给纪剑云 叫他看了 教苏丹红呢 纪剑云也是哭笑不得 六月份是个忙碌的季节 从五月中开始 樱桃就成熟了 以前都是要六月中才成熟的 甚至有的还要七月 其实这个时间段成熟都是很晚了 那些老植株五月中就大批量的成熟了 以前要到那么晚 纪剑云绝对把这跟他家的樱桃种下去 第二年就开始结果有关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早了许多 慢慢的都趋于正常了 其实浇了凌泉水的樱桃 纪剑云也不知道什么样才算是正常的 但总归吃了对身体极好就是了 而且好吃啊 这样就不用计较到底是早熟还是晚熟的问题了 就在一个星期前 在樱桃开始大批量成熟的时候 纪剑云就给老高打电话了 问他还要不要来 东西还是给五折优惠 但是吃饭住宿这些 那就不打折了 该多少就多少 要是想来的话那就过来 他这边还给接待着 老高就诧异了 今年你家樱桃成熟的这么早啊 是啊 今天成熟偏早 不过我尝过了 味道好着呢 行 那你等着 我这就去联系他们 待会儿就给你电话 不过这一次去的人 可能老多了啊 那有多少 上次我们回来 听我们说了你那边的情况 一个个的兴趣都大着呢 就想过去占便宜 你那边打五折 那可是一个大幼儿了呀 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一个个的也是心动的不行 我也是亏本大水卖给你们了 这一次可能有二十多个人吧 我们有好几个 还打算过去你那边多住几天呢 行啊 除了吃猪要钱 钓鱼赏和花上山吃果子 去马场看马都不要钱 你那马也得给我们骑一起啊 你就设置个收费也不碍事 嗨 我也想给你们骑 但关键你们这些个老大爷老大婶的 我怕你们跌倒了 我那些马都是性子比较野的 你不是没看到 我也不怎么会驯马 所以看看就好了啊 当然不是实话 实在是他们年纪有点大了 他不放心啊 要是骑好了那还好 要是有个啥的 年纪这么大 伤筋动骨可一百天啊 所以干脆就算了 让他们过去喂马 或者摸摸看看那就行了 老高爷的确是没勉强 要是年轻人还好 的确都上了岁数了 到时候过去钓鱼就行了 那鱼杆你也给我们准备好啊 鱼杆大吧 有的是 于是他们就过来 上次来了十几个 这一次除了上次来的原班人马之外 还多来了七八位其他的人 这也都是他们铺面那边的老熟客了 而且这些人还都是一个小区的 平日里下下棋 跳跳舞 或者舞剑 打太极之类的 上次老高他们来了之后又回去了 虽然是累了点 但都是心满意足 那么多东西呢 都是半卖半送的 可是太值了 所以这一次就又都过来了 这么多人一辆车根本就不够坐的 哪怕是上次他们也都是包车来的 这一次直接包了三辆车过来 而过来的当天 纪剑云就给摘了两篮子樱桃过去给他们吃 全是免费的 也让他们使劲吃 就是吃饭跟住宿要钱 别的基本上都不用 尤其是东西半价的诱惑 这着实是太叫他们心动了 逛完了就是买东西回去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一次都带了不少钱过来的 东西都是用搬的了 纪剑云还杀了两只山羊呢 不过山羊利润比较薄 没有照着半价卖 但也是照着七折出售的 关键是就只有他们过来的有 大学城那边其他没来的 那都是没有的 两只山羊被他们就给瓜分了 回去的时候 纪剑云又是叫许和山他们 给载了一车祸跟着过去 至于老高他们几个 就留下来多住了两天 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去的 住了两天可是钓了不少鱼呀 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只有他们自己就不用包车了 直接坐了长途车回去 至于东西 那肯定也是买了的 但是等明天 纪剑国再货过去顺便送去 就去铺子里领了 这么两遭生意做下来 在这一整片小区里 纪剑云老家这边的名声 就打出去了 都说那边极好 尤其是老高他们几个 多住了两天的 更是说水库里的鱼都肥极了 而且特别多 他们钓上来的鱼 最后都换了樱桃了 差不多能换一箱樱桃 钓鱼不要钱 钓上来的鱼还算他们的 所以这樱桃 都差不多是白送给他们的了 总而言之 就是纪剑云老家那边好 吃得好 住得好 那个大胖妹子 做饭手艺也好 关键是热闹啊 那么多人过去呢 吃住要钱 但是果子啥的 像樱桃 西瓜 还有无花果这些 他们去了 都是随便吃不要钱的 只要不糟蹋东西就行了 纪剑云是多爽快 多豪爽的人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一个大妈这天早上 就接到自己儿子电话了 也跑下楼回了一个 就听到儿子这么说了 这次去了 纪剑云家里一趟 东西都是打了五折 给我们大伙的 所以妈就多买了一些 东西都是 最为新鲜不过的了 都要留着自家吃 知不知道 别随便给你那些 同事朋友傻的啊 我知道 我跟我媳妇 还有你孙子 吃都来不及呢 哪有多余的给别人呢 不过 这些樱桃是真好吃啊 跟去年的一个味儿 吃吧 都便宜得很呢 半价的价钱 妈昨天过去那边 也是吃了个饱 都不要钱的 不要钱 他儿子很诧异 这么好吃的樱桃 怎么可能不要钱呢 打五折就够便宜了 别人家卖的 一斤都要一块六呢 那是因为我们过去 他那边了嘛 要是在大学城这边的 铺子里买 那一斤也是要这个价 不过那边了 就给我们打了五折了 还送到家里来呢 而我们在那边吃的 就不要钱了 吃多少都不要钱 这么好啊 那等小鸡放暑假 我们也过去走走 要不要钱的呀 我听纪剑云说了 过去那边除了住宿 跟吃饭要钱 吃山上的果子 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要钱的 我看老高他们 还又住了两天 回来的时候 还特别怀念 去那边钓鱼的日子 钓鱼也不要钱 钓上来的鱼都能拎走 或者跟他们 换那个樱桃也行 那行 等过一阵暑假 我带他们母子 过去走走 去住两天 那边还有个大马场呢 养了二十多匹马 哎呦 你不知道那马有多俊呢 我都想骑 不过纪剑云不让 说我们年纪大了 你们要是过去的话 那就可以骑一骑了呀 大概得是要点钱 毕竟一匹马 都要大几千块钱 想骑给钱的 也是很正常的 贵不贵啊 不贵 那边的东西都不贵 顶了天的 就是收个辛苦钱而已 那边管理 也是要请人的 收点钱也正常啊 跟儿女说 纪剑云那边的情况的 当然不止这一家了 其他许多家都说了 来回一趟虽然要车费 但是去那边吃东西都是免费的 买东西半价 那完全是可以补回来的 等于是白玩了一趟 这样当然谁都是乐意的呀 蝴蝶的翅膀 煽动的威力 那是难以想象的 尤其是得到这些人生 阅历丰富的 大爷大妈们的认可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以后再说起 要去玩的地方 那第一个就会想到 去纪剑云那边 住的楼房很优雅别致 也干净卫生 都有专人打扫 楼下的那个胖小妹 做饭也是怪好吃的 手艺特别好 总之就是没有不如意的地方 在老高回去的时候 就给纪剑云打了电话 说了 等暑假的时候 过去他那边的人 肯定会更多的 而且没准 还有托家带口过去的 纪剑云就说了 尽管来就是了 来多少人 他这边都能接 要是接不住了 那就住在村里 其他人的家里 条件也不会差的 其他的那就照旧了 这也算是给了 高大爷一个准话 让他放心去传话 这一次过来 二十多位客人 在村里也是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嘴上没有说出来 但很多人 其实都不看好 纪剑云要办旅游地的决心 毕竟真的是 没啥好看的呀 可是没想到 纪剑云手笔这么大 过来只收住宿 跟吃饭的钱 其他的 像山上吃果子之类的 都不要钱 钓鱼啥的也不要钱 哪怕是村里那些傲气的 近几年来赚到钱了 并不是很服气 纪剑云的 一听到他这个手笔之后 那也是不得不服气的呀 现在引客过来 不赔钱那就是赚了 这可不就是赚了吗 如他第一次招待的客人 这第二次就没有一个缺席的 而且还带了其他人过来 可以看出 他这一次办得有多成功了吧 第二次还杀了两只羊 给打了七折 这也是叫过来这边玩的 大爷大妈们都很高兴 看看这多会做生意 多会做人呢 他们这边啊 大概真的是迟早要发展起来的了 有纪剑云这么个带头的 真不怕会起不来 因为纪剑云做出来的这一番成绩 村主任也很激动 要是他们这边能发展成旅游点 那就等于是人来人往 人多了 那经济自然就活跃了 他这个村主任就是做得成功啊 村主任没多大的追求 他就是想在他的管理下 自己的村里能蓬勃发展 能欣欣向荣 于是他就召开了个大会 主要就是针对宰客的这一行为 警告了他们 谁家要是有那手脚不干净的 或者七升客的 那就别怪他直接列出个名单 让那些旅客都知道 哪家黑店去不得 村主任家里也是有楼房的 能腾出两个房间来 都照着纪剑云的宿舍楼那边弄的 还有其他的许多人家呢 纪剑云被村主任叫上去说了两句 他也没说别的 我那边一个晚上二十块钱 这一次他们过来 四层楼基本上都住满了 就那一个晚上 我收了四百块钱 跟他们说那么多 不如直接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这四百块钱的房租 就只是一个晚上的 他们的房间哪怕是少了点 就那么一两个 可是要是有人住 那就有钱赚 而且房间被人住过了 里边东西该洗得洗干净了 下次接着用 根本就没损坏 这利润空间有多大呀 谁是傻子呀 都明白纪剑云这话是什么意思 家里还是住旧房子的 那就全当听了个热闹 有楼房的 新起的 那就真的是心动的 不要不要的了 比如纪光宗 他家二楼就用不到 二楼有四个房间 一晚上要是能住满 那就是八十块钱了 这是什么利润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八十二集 如今只是年纪大的大爷大婶过来 他们主要就是买东西 要是以后咱们这边办得好 年轻人也会过来的 有小孩的还会带小孩一块 到时候吃住就是一笔消费 钱不会少赚到哪去 只是还是那句话 咱得一起把村里经营好 这跟我们没楼房的关系不大呀 一个年轻人接话说道 你爸不就会做卖牙堂吗 要是咱这边人多了 摆个卖卖牙堂的摊子 我觉得生意差不多哪去的 纪剑云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一脸思索 不仅他 其他人也是 纪剑云也是点到为止 没有说太多 但人一多 啥生意都好做 这是常识 村主任就接着往下说了 他也是个有本事的 把大伙都说得格外的激动跟高兴 活像是一条通天大道 已经摆在眼前了一样 纪剑云就没说那么多了 他都回家了 村主任的那些话 说给其他村里人听听 那是很不错的 他就用不着听了吧 当然了 这些事都是前几天发生的 如今迈入六月了 天气热的同时 那也是带来了丰收 地里的绿豆成熟得很快 已经收了 倒在晒谷场那边晒了 苏丹红这天正在吃樱桃 樱桃 无花果草莓这些 都是他喜欢吃的 当初种在山上的果子 也是照着他的喜好来的 西瓜他其实也挺喜欢吃 但是为了要个老四 今年的西瓜 他一口都没吃 也是辛苦他了 樱桃是极为好吃的 吃着吃着就有点吃多了 午饭就给季剑云 做了一碗羊肉面 上次杀了两头羊 在家里也留了一些 自己吃的 给季剑云做了一碗 苏丹红自己就不吃了 季剑云问他 闷得很 没啥胃口 吃不下了 你自己吃吧 他不敢说 自己吃樱桃吃撑了 不然肯定要被训了 只能撒了个小谎 谁料一听他这么说 季剑云就激动得不行了 媳妇 你这是不是有了呀 我记得你有人 他们的时候也会这样 头晕发闷 没胃口 这简直是再符合 怀孕的症状不过了 季剑云说着 就要带他去镇上 那边的卫生所 检查一下是不是怀孕了 连羊肉面都没胃口去吃了 苏丹红都愣住了好吗 看他家剑云那样 他都不忍心告诉他实情了 不过要去镇上那边检查 那也太丢人了 你先去吃 吃完了再说 我先 季剑云点点头 然后就过去吃面了 三下五出二的 就把那一大碗羊肉面 给吃下去了 然后他就过来 要带他媳妇去卫生所检查 苏丹红这才说了实话 剑云 我其实就是 樱桃吃多了 吃撑了 所以才吃不下 不是怀孕了 他用小心翼翼的眼神 看着季剑云 季剑云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只是因为樱桃吃撑了 原本以为就这么接过去了 可是晚上吃鱼的时候 苏丹红就忍不住了 转过头就干呕了起来 太腥了 他有些受不了 怎么了 这卫鱼你一直很喜欢吃的 季剑云一边给他拍背 一边有些责怪的说他 是不是樱桃吃多了 又吃不下了 所以才用装碗来应付我 苏丹红这回可是冤枉了 我中午一觉睡到了刚刚 哪还有吃什么樱桃啊 饭都是你做的 你是不是没放姜啊 是忘了 就扔了点葱下去 我就说呢 味道这么大 我不管你自己负责吃掉 季剑云无奈 但也只能点点头了 苏丹红就喝了莲藕汤 然后又吃了点菜 其他的就没有多吃了 吃的也没多少 他就饱了 再多吃点 吃饱了 话是说吃饱了 但还是拿了颗无花果就吃了起来 而且吃完无花果没多久 他又去拿了鳄椒糕吃 因为在备孕呢 鳄椒糕他也经常吃 都是不放黄酒的 季剑云摇摇头便负责收尾了 他一般都是能干掉的 至于大黑 在他们开吃之前 就已经给他弄了他的份 让他去吃了 我听老高说 今年暑假 咱们这边没准会热闹一点 季剑云一边吃饭 一边跟他媳妇唠嗑 暑假是放假的高峰期 很多孩子都放假 家长要是双休不上班 带过来走走也挺不错的 苏丹红点点头 又笑道 要是到时候我有兴趣 可以过去那边 台上两曲 不收费的 那到时候要是有人找你拜师 想请你教他们孩子怎么办 这倒也是 不过也不大可能 到咱这边来可是不进的 而且也住不久 不好教 要是每个星期都愿意来 向你请教一两节课呢 那就跟董老师教人人那样 那倒是可以 他们要是有那个耐心跟耐力 每个星期都来的话也不错 我一个星期可以抽出那么一天来 为人师表 至于收钱的问题 一节课十块钱就行了 十块钱对于学这种古琴 那算是很便宜了 但古琴之类的需要自己自备 古琴还是比较方便携带的 而且想要孩子学这个的父母 一般多带一把古琴的也不算啥事 但是他一个星期就交一天 上午跟下午也都是分别一节课 苏丹宏也是越想越觉得不错 毕竟这也是他能发挥娱乐的长处不是 季建云看他计划的高兴 也只是笑笑并没有打扰 只要他媳妇觉得好的 那就好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这天晚上 夫妻俩照常做夫妻作业 只是作业完成了一半 苏丹宏肚子就有些不舒服了 不过也没说啥 还是坚持完成了作业 只是第二天 苏丹宏肚子不舒服的感觉还是在 最关键的是他还想吐 感觉有点恶心 有点闷 苏丹宏就皱眉给自己把了把脉 这一把脉 人都愣住了 这脉象 怎么好像是有了呀 苏丹宏有些呆愣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八十三期 媳妇 要不要去卫生所看看 季健云在厕所外边问他 不用 没事了 苏丹宏回过神来 连忙应了一声 现在脉象只是有那么一点点 还是别去检查了 不然如果不是 不是白叫季健云高兴了一回吗 而且就算要检查 那也不在镇上的卫生所那儿 都是认识的 真要是怀孕了 事情可就要瞒不住了 苏丹宏就出来了 季健云有些担心地看着他 去看一下吧 不用 真没啥事 我要去睡上一觉 你别来吵我啊 季健云就扶他回房了 苏丹宏躺在床上 舒了一口气 也想起来 昨晚上两人的胡闹 尤其是他家健云 把他翻来覆去地摆弄 着实是心大了些 从今天晚上开始 你给我睡到隔壁房间去 季健云甘笑了两声 他大概知道原因了 肯定是昨晚上他梦浪了 所以他媳妇才有些不舒服的 但实际上 昨晚上他媳妇也挺享受的呀 不过眼下他还是知道要服软的 好好好你别生气了 晚上我就去隔壁睡 说是去隔壁睡 但傻子才会真的去呢 苏丹宏也不跟他计较了 没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季健云看他睡了 便也没有打扰他 让他好好继续睡 然后他就出来熬制恶娇膏了 至于外边的事情 那都是照常运行的 他也不用时时刻刻都盯着 而且今年他还提了 季红军这个老员工当管理 工资都要比其他人高出 三十块钱来 平日里许多事情他管着就行了 当然除了管理 他自己也是要干活的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干 而这一下多出了个管理 季健云也是轻松了不少 像出货什么的季红军都会去弄 记账啥的他都能办得稳妥 毕竟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跟学爱党是一块儿来的 两个人是第一批员工了 不过季健云就需要一个管理 所以就从他们两个中间挑了一个 为了避免生出嫌隙 苏丹红还叫了王红花 跟李玉翠两个过来 也表达了一下 位置就只有一个 但以后要是再需要的话 那必然是学爱党上去 对于自己男人这一次没能被选上 李玉翠也表示没什么 毕竟位置就只有那么一个 也是没有办法顾忌的事情 而且跟王红花两家关系也很好 没必要为了一个月多那三十块钱 而闹得十多年的情分都没了 不是 再说了 当上管理之后 季红军也是很忙的 水库那边 山头上边 还有地里 甚至是晒谷场那边 他都是需要去的 基本上一天都不得空 事情真的是多了不少 比如出货记账啥的 这些他都得去干 官是生了 但事情是真的多呀 因为提了个管理 季健云就闲暇了许多 早上跟他媳妇在被窝里 闹到七八点起床 那都没事了 再比如今天早上 他也不大想出去 于是就在家里做恶娇糕 也省得他媳妇起来再做了 通往老北京那边的铁路 都通车了 所以如今的东西 都是大批量的运送过去 比如这恶娇糕也是如此 只要是有空就会做的 而且每次都会做不少送过去 苏丹红一觉睡到了差不多十一点半才起来 可以说是睡得昏天黑地了吧 但是不得不说 他这一觉起来整个人都舒服多了 季健云则是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 还在厨房里压恶娇糕呢 把最后这一锅恶娇糕压好 就盖上油纸放在阴凉处去了 他就开始煮饺子 家里就他们两口子 吃的都比较简单 只有晚上要做夫妻作业 他媳妇才会给他准备大餐 让他吃饱了 好有力气做作业呀 猪肉饺子是很好吃的 香得很 季健云煮了两个海碗端进房来 上边撒着葱花 着实是香啊 苏丹红也不客气 跟他一块吃了 胃口好了不少 季健云看着也高兴 夫妻两个吃完了 碗都没有拿出去 就擦了个嘴 然后就上床腻歪去了 苏丹红就忘记了早上说的 要他去隔壁房间睡的话了 被他家健云搂在怀里的时候 他还是很享受的 身心都舒服 但前提是他家健云能安安分分的 只是单纯地搂着他 而不是把手伸进他衣服里 想做点什么事 给我一边带着去 苏丹红抓出他的手没好气 但眼下苏丹红心如止水 无欲无求 根本就不为所动 再说了 这些天他们做作业 都做得很频繁了好吗 也就是他太想要老四了 要不然的话 他根本就受不了他的所求 别吵我啊 我又想睡了 媳妇儿 你不想我呀 昨晚上才跟他短病相接过啊 不想 季健云哭笑不得 不过看他真没那个意思 也就没有勉强 都吃饱了 夫妻两个就睡了个觉 直到睡到下午三点 夫妻俩才起床来 季健云这才出门去 今天一天都在家里待着 也到时候该出去一趟了 苏丹红本来是要过来熬恶焦糕的 不过一看竟然都熬好了 锅里的恶焦也都是心泡下去的 顿时也笑了 拿了两块恶焦吃 他就开始收拾家里 昨晚上到今早上有点不舒服 不过睡了这两觉 人倒是缓和多了 苏丹红打扫了家里 就过来后院 给花跟葡萄浇水了 今年的葡萄长得也是格外好 特别茂盛 葡萄一串一串的 虽然还小 但是下个月就能成熟了 到时候想想他们也放假了 很快就听到了广播声 有人打电话过来给他 苏丹红就赶紧过来接了 本以为是真苗红或者云莉莉 没想到是被他三叔 给安排去大学城那边 学会计专业的小珍打回来的 三婶婶 我拿到会计证了 明天就回去 你有没有要带的东西啊 电话里小珍很高兴地 跟苏丹红说 没啥要带的 你人回来就行 家里这边啥都不缺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84集 原本打算是叫小珍 回来马场这边的 以后要收费 那需要个收钱的 而且马场那边 有个小姑娘在 也会很方便 所以打算喊小珍回来 不过眼下 马场那边还没有生意呢 叫回来了也是闲着 于是纪建云 就叫小珍去学会计 还叫纪晓东 在大学城那边 帮忙找个好的专业报名处 纪晓东办事也给力 没两天的时间 他就打电话回来 说叫小珍坐车过去 他给找好了 不过就是夜校 学习的时间会长一点 时间长没关系啊 纪建云就叫小珍过去了 学费生活费 住宿费啥的 都是他给出的 学到现在 也是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倒是没想到 小珍这么快 就拿到会计证了 不过也难怪 以前小珍学习成绩 就很好的 要是继续读上去 将来不会差到哪去 不过不知道 寄牡丹是怎么说的 小珍就选择出来打工 让他妹妹小玉 继续往上读了 当初纪建云这么做 也是问过苏丹红的 苏丹红也答应 家里这么多产业呢 的确是需要一个会计 而且小珍这丫头 是他看着长大的 懂事 听话 他也想让他有一技之长 一朝先吃遍天啊 这样以后走到哪了 那都不会找不到事情做 而且日后有婆家了 作为女人 有自己的长处跟工作 那地位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苏丹红就让小珍去学了 也叫季晓东那边 多照顾照顾他妹妹 都是堂的 但是也都是一块长大的 很亲的 季晓东给找的地方 住宿条件很不错 而且距离他学校也近 他每天都会过去 看个一两次 毕竟一个单身小姑娘 独自在外生活 的确是不安全的 好在如今都学成了 很快就要回来了 傍晚时候 季晓东回来 苏丹红就跟他说了 马场这边暂时还没啥事 小珍回来了 就让他先去皮鞋场那边 当会计吧 以后等咱们这边起来了 再让他回家里 季晓东点点头 第二天下午 小珍也就到家了 几个月没见 也是长大了许多 而且大学城那边锻炼人 看看 如今这性子 可是开朗了许多 而且没眼间 也是自信了许多 先回去休息吧 好 小珍点点头 拎着包就回去了 晚上的时候又过来了 季晓云就跟他说了 先去皮鞋场 当会计的事 皮鞋场那边 都没有会计呢 是两个管理在做账 不过都不是专业的 账虽然没算错 但也是有些乱的 小珍就给他三叔映下了 三叔放心 我过去了 就会把这些年的财务总结 都做好 小珍第二天 就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 她是个能吃苦的女孩子 剑云说 小珍是不是回来了呀 小珍去上班的这天傍晚 在县城那边卖电器的金子 就回来了 遇上季剑云之后 有些不好意思的问了 昨天回来了 今天去皮鞋场上班去了 季剑云看了她一眼 这么快呀 不过你怎么有空跑回来呀 电器铺不用看了 不是 电器铺那边 还有大只在看着呢 我就是抽空出来一趟的 赶紧的过去看铺子 这个周六给你修一天 金子文言大喜 连连道 谢剑云说 然后他就屁颠屁颠地回去了 季剑云在他面前 自然是很威严的 回到家跟他媳妇说了这件事 就觉得好笑 金子这小子呀 怕是对小珍有些心思 金子也挺不错的 人也豪爽 阳光 电器啥的都没有人教他 他也会修 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事实上 当年的几个半大同工 如今都长得不错 山上的长径跟橘子 现在是一对了 金子跟大智去了县城 卖电器 看电器铺子 不过相比比较老实的大智 金子明显是更会来事 而且心思动得也比较早 如今都开始想要讨媳妇了 小珍今年十七了 金子今年二十 比小珍年长了三岁 要是两个人谈得来的话 谈个三四年再结婚 那也没啥 三四年之后 那也还年轻着呢 今年不管是长进金子 还是大智 三人考驾照 也都考了下来 时不时的 纪剑云都会让他们 开车过去大学城 当然会有纪剑国 或者是许和山 他们一块跟着 纪剑云也就是 现在手头上不宽扯 要不然 他都想要再买一辆货车 回来了 如今两辆货车 虽然是不少 但其实用得有点紧张 但是没办法呀 将就着用吧 而对于金子这小伙子 纪剑云也是挺看好的 家里那边 虽然人口有点多 比较复杂 不过金子是个好的 而且都是一个村的 要是嫁过去 那就该分家了 毕竟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不兴那一套 一大家子挤在一块 热闹的说法 且有他这个三叔在 小珍也不怕会被欺负 看他自己本事吧 要是有本事 不得小珍的欢心 那把小珍嫁给他也没啥 之前纪剑云还想叫小珍 说给纪峰呢 不过纪峰今年年纪不小了 大概等不了小珍几年时间 所以就没跟纪峰说 纪峰那边想找啥样的 就让他自己去找吧 这一转眼 小珍他们都要开始看人家了 小东要是不去读大学 现在该娶媳妇了 快的话 没准爸都要当太爷爷了 爸身子骨硬朗得很 在等他十几二十年内 没啥问题 苏丹红点点头 他公爹如今的身子骨 那比十多年前都要好很多 硬朗得很呢 就去年纪剑云带他去检查身体 各项指标都十分正常 还被继父埋怨乱花钱呢 反倒是继母 听继母丹顾来说 上次看到 可是比继父老多了 看着就是个十足的老太太了 而且面相十分刻薄 哪有继父那样慈眉善目的 所以孙子孙女都喜欢他 当然了 上次苏丹红没有亲眼看到继母 算算时间 也的确是许久没见了 自然不知道变成啥样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85期 继母不知道 不过不管是老张还是继父 便是连继唐伯跟第三果园上的李大叔 那都是没见老多少的 因为继唐伯跟李大叔 一日三顿也都是过去跟继父他们一块吃 山上用的也大多数都是灵泉水 苏丹红时不时地就会叫继剑云带一桶上去 即便是没法天天喝 可是也跟着享福了呀 六月的天就像孩子的脸 说变就变 还没几天呢 这天就阴下来了 继剑云立刻就喊人 放下手底下的所有活 立刻赶过去晒谷场那边收粮食 粮食刚收好不到半个小时 大雨就哗哗地开始下了 继剑云老早回家里躲雨 看了这场雨 他说道 就觉得该来雨了 今年一直都没啥雨水 而且气候也是闷得很 下场雨冲冲闷气也是不错的 下雨对于苏丹红倒是没有多大影响 这几天他都已经确定了 他肚子里真的已经有个小生命的存在了 所以这些天他都没怎么出门 就在家里活动 如今下雨了也没啥区别 下雨 季剑云就更加偷懒了 啥事都打发季红军去做 不得不说 自从季红军当上管理之后 季剑云是真的闲了下来 季红军把寄好的账拿过来 他只负责看就行了 这是眼下 以后还有小珍帮忙管账 季剑云都打算让自己清闲出来了 因为早些年为了这些产业 他真的是很忙碌的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时间陪他媳妇出去外边走走看看 如今这交通也比以前方便了许多了 相信以后还会更方便的 他想多带他媳妇出去走走 上次去扬州他媳妇就很高兴 要不是惦记家里 他知道他媳妇其实挺想多住上一阵子的 也正好下雨了 季剑云就在家里陪他媳妇了 在家里也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干的 比如敲核桃这些事情都能干的 苏丹红也一直都交给他去坐 他不会把握那个度 敲出来的都是碎碎的 不如他的好看 今天季剑云就搬出了一袋子核桃开始敲了 苏丹红就在他旁边坐着 跟他话家常 下个月想象他们就该回来了 到时候家里可就没有这么安静了 回来也好 而且就是现在了 往后都不知道要上哪去 今年大儿子季仁都已经上初二第二学期了 下半年就是初三了 但明年那个时候就会上高中 季剑云都打算好了 读高中就让季仁在现一中里读 有老张在 不怕成绩会比不上在大学城那边的高中生 最主要的是 在县城这边读高中 那会方便管理 不过眼下这个时间段 老张有些时候就叫想想回来 季其步回来的 就过去李志那边住着 因为他要带着季仁去大学城那边 买学习资料回来坐 当然了 有些时候也会带着季其一块去 想想有一次也跟着去了 而且还特地过去大学城那边的大学 去看了季晓东 唉 我印象里 我当初刚怀孕的时候 你还没回来呢 回来了还带了一身的伤 当时人人还在我肚子里 苏丹红也挺感怀的 这老两口现在闲着没事 就爱怀念以前了 季健云笑了笑 当时他受伤了 不敢回来 怕他媳妇失望 其实是想在那边养好了伤 然后拿着那笔退下来的钱 去外边闯荡的 没想到他媳妇怀了孕了 还说很需要他 离不开他 说得他当时真是恨不得就飞回来 都顾不得身上的伤了 回来之后 却看到山上的果园 都开始出具规模了 所以他就尝试着经营 尝试着养鸡养牛 之后就这么一路干了下来 剑云 这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 你都四十一了 苏丹红看向他家老男人说道 虽然这都四十一了 但是看着就是 一点没有风霜的痕迹 看看这个体魄 这面貌 就跟三十岁出头的 黄金阶段的男人一样 在床上方面的能力 完全能够媲美他年轻的时候 半点都没有下降 总的来说 他家剑云就是那种 越成熟越有魅力的男人 今年都四十一了 他家感觉他还是那么帅呢 看看那刚毅的美眼 那挺拔的身姿 光是那么坐在凳子上 就十分地有男子汉气概了 叫他看了都移不开眼 季剑云看他媳妇这眼神 也是觉得微微好笑 他媳妇时不时地 就会用这种欣赏的眼神 看着他 他也是蛮受用的 不年轻了都四十一了 所以你是不是该自觉点 以后上你的私人房间睡去啊 我怕我去睡了 你晚上一个人睡不着 我差点就信了你了 还不知道谁睡不着呢 这个操汉子哪天晚上睡觉 不抱着他呀 他都嫌热 他的身子就跟个大暖炉似的 冬天都不带冷的 舒服极了 但是夏天呢就受不了了呀 偏他腻歪的不行 睡觉前还都是各睡各的呢 怕热呀 睡了一半他就抱过来了 季建云就只是笑笑 然后继续敲他的核桃 苏丹红则拿出了黄豆 开始出来挑 那些不好的就挑出来 哦肥用 好的就煮汤 他也挺喜欢喝黄豆骨头汤的 说到黄豆汤 他就抓了两把泡在水里了 打算今天晚上炖一个 黄豆排骨莲藕汤喝一下 莲藕是季光宗那边产的 今天正好挖了不少出来 光宗娘拿过来的 苏丹红也就没客气收下了 山上果子成熟的时候 他也会拎不少过去的 两家关系都是走得不错的 平日里相互给点什么东西也正常 季建云很快就敲了不少核桃仁出来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 他看了看外边的雨 也觉得还要下上一阵 于是就开始熬厄焦糕了 也只有核桃仁是现包的 其他都是现成的 季建云如今都是熬制 恶焦糕的老手了 也不用苏丹红指点 他自己就都能够弄得很好 苏丹红捡完豆子就进来了 他也不出去 就在厨房里看着他家建云忙活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86期 这场雨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天 下得也不算小 但基本上没造成什么损失 倒是这场雨下完之后 天变得更加燥热了 苏丹红就不出门了 在家里悠闲地吃着新鲜的果子 时不时地都能从二楼 传下来那美妙的琴音 要么就是做做刺绣 要不然就是进厨房 弄点吃的去 总之 她能忙的事可是多着呢 一个人在家里 也是半点都不会无聊的 而且王红花 李玉翠 徐姐她们 都会时不时地过来坐一坐 纪剑云对于她媳妇 这样的生活状态 是很满意的 就这样就挺好的 闲暇轻松 也没有琐事打扰 看她媳妇最近的气色 那真的是极好的 苏丹红已经开始 对着后院的几棵葡萄树上的小葡萄 开始垂涎了 她家的葡萄是真的好吃啊 个儿大 枝多 而且还甜 这个周五傍晚 想想跟媛媛一块回来了 至于继琦 那就不回来了 她现在在县城那边朋友多着呢 一个月也回不来两次 继人也没回来 老张打算周六带她过去大学城那边走走 老张的教育方式苏丹红是很看好的 因为她老人家从来都不希望孩子是一门心思读书的那种 学习只能占她放学后所有空闲的五分之二 剩下五分之三的时间全都用来做别的 钢琴 书法 篮球 每天傍晚 寄人都会去打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篮球 然后才回来吃饭 早上都会去跑步什么的 总之一天的时间还真的没怎么学习 可是成绩就是年级第一 毋庸置疑的 初一下学期的校庆 学校那边还请了她过去弹奏了两首钢琴曲 一时间继人成了风靡全校的学霸校草 再加上继承了季建云跟苏丹红的优点 长得也好 成绩又好 而且其他各项才能也多 继人就无可避免地收到了许多的情书 每天早上过去 书桌下边都被塞满了零食 只是继人不吃零食 基本上便宜的都是她同桌 还有周围其他的同学 她甚至连是谁塞的都不知道 对于儿子在学校那边的待遇 苏丹红跟继建文也是有所耳闻的 不过都没有管太多 让继人自己去处理就行了 这个大儿子的事情 从七岁开始 他们俩就很少插手了 都是叫他自己看着办 他们俩就只是引导着而已 这天想想跟圆圆回来 圆圆就说到了这件事 那个大姐姐还给了我好大一盒巧克力 就叫我帮他送给大哥 我看他真的挺喜欢大哥的 就给送了 不过大哥叫我拿回去吃 以后要是有人找你送礼物 你就别管了 跟他说叫他自己去送 爱情是需要直接面对的 害羞没有用 你给他打打气 三镜子 你都不反对大哥早恋了吗 圆圆的语气是诧异的 如今圆圆都已经八岁了 下个学期就要上二年级了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对于继人受女生欢迎的事 同在学校里教书的 和茜跟李志自然也知道 明年继人就要去李志班里了 至于和茜 之前是教英语的 但是因为要照顾女儿 喂养母乳 所以之前就辞职了 也正是因为他辞职 所以才从大学城那边 调到了一个英语老师过来 如今基本上英语 都是这个老师在教了 学校十分稀缺英语老师 一直都请和茜回去继续教 和茜今年九月 也打算重新回去教了 这些年虽然辞职在家 不过也一直没有落下英语 女儿也可以上幼儿园了 方便照顾得很 自然就能腾出手来去上课了 而关于继人的事 李志是知道的 当时校庆弹的那两首钢琴曲 可是连他都惊艳到了呀 然后他就对老张更加的佩服了 不愧是老教授啊 这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他家圆圆如今也时常过来这边 学习跟生活 虽然只有八岁 但是画出来的东西 连他这个当爸的都浮起得很 和茜更是心动得不行了 都恨不得把自己女儿也带过来 让老张指点一二 不过被李志给劝下了 毕竟小女儿现在还小呢 老张要照顾继人他们三兄弟 远远时不时的也过去 事情就已经不少了 小女儿如今才多大呀 等长大点了再说吧 而对于继人被女生追求的事情 李志还特地过来找老张说过 自然就是要禁止早恋的意思了 老张也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既然不用他多操心 自己自觉着呢 所以听到他三镜子 仿佛不阻止他大哥早恋 远远是有些诧异的 苏丹红笑了笑 当然是开玩笑的了 实际上就是 他真的不会阻止儿子早恋 其实早恋也没啥大不了的 只要不影响学习 不做出乐举的事情 那对于孩子来说 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啊 而且哥他上辈子 大儿子这么大的年纪 那都该说亲了呀 眼下就只是 要不要早恋的问题而已 苏丹红自然是很看得开的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他的孩子是儿子的关系 不是歧视啊 而是生儿子在这方面上 真的是比生闺女放心多了 生闺女的话 那他必须得严厉禁止 最快也得等到上大学了再谈 但也仅仅只是谈 连手都不能拉的那种谈 而在圆圆面前呢 那肯定是要禁止的 果然圆圆一听 才放下心来点点头 现在大哥还是好好学习要紧 明年就要中考了 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严肃地说这个话题 苏丹红也是觉得好笑 至于想想那小子 那就不关注这些了 刚回家 好像是真有点想他了 在他身边 转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哪都不去 叫他干啥 他都会立马去干 然后等看得多了 他就没感觉了 这不 早就已经跑出门去玩了 苏丹红就摸了摸肚子 希望这个 可以是个乖巧的小公主 这是他眼下最大的希望了 怀孕的事情都确定了 不过纪剑云还不知道呢 他也没说 这天晚上 纪剑云就想干坏事了 现在才一个月不到 苏丹红当然是婉拒他 纪剑云想 特别的想 苏丹红就打发他去隔壁睡了 纪剑云大概是真的有点上火了 就是扒着他不放 我说你个老男人 如今这里可是有你闺女 你给我把你的心思收一收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87集 不得已 苏丹红就只能这么交代出来了 本来是想找个好时间告诉他的 也是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眼下也是顾不得了 因为他反应真的是有点强烈 今晚上他给他用瘦肉炖了一点鹿绒吃了 大概是有点补 所以他家剑云就想要来索取他了 不过他现在可是经不住啊 苏丹红说完 就看到他家剑云没啥反应了 抬脸看他才发现 纪剑云都呆住了 喂 怎么 傻辣 苏丹红看他这呆呆的样子 觉得好笑 媳妇 你真有了 纪剑云抬手就摸上了他的小腹 愣愣的 嗯 不过还不到一个月呢 本来大前天就应该是他每个月要来月试的时间 但是都没有来了 而且他的脉象如今也很明显 怀孕这个事儿基本就是尘埃落定了 纪剑云高兴得不行 抱着他一脸满足 媳妇 这是啥时候的事情啊 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呀 我之前也不大确认 这不是怕你乱来伤了孩子吗 明天我带你去县城里面检查检查 不用了 如今我都确定了 月试都没来呢 纪剑云一算时间 是啊 这几天应该是他媳妇月试的日子 如今都没来了 这个大男人脸上的笑意 就掩饰不住地浮现了出来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肚子饿不饿 人感觉怎么样 都是三个孩子的爸了 怎么还这么不淡定 这不都好久了吗 最小的翔翔现在都八岁了 的确好久都没有怀上了 所以激动了些也是难免的事 快点睡吧 明天去买点排骨回来 我想吃排骨汤了 苏丹红现在可是淡定得很呢 他之前刚知道的时候也这样 这孩子可是来得不易 不过眼下他就没有那么多激动了 好 那早点睡 明天我就去买 苏丹红现在很容易困的 见他家剑云不缠着他了 他困意就来了 打着哈欠 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剑云聊着 果然没一会儿时间他就入睡了 季剑云满足得很 不多时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苏丹红还在睡觉 他就跑步去镇上买了猪肉 拎了几斤排骨 两根大骨头 还有几斤五花肉 跟瘦肉 一起的还有新鲜的蔬菜 都是镇上那边买的 回来之后 苏丹红都还没起呢 毕竟眼下也就只有六点四十 远远跟想想在二楼睡 也都没起 季剑云就进厨房开始忙了 剁肉泥要煮莲子瘦肉粥 苏丹红比较喜欢吃这个粥 放高压锅里煮了之后 季剑云又开始摘菜了 现在这个季节的菜不怎么好吃 不过也是要吃一点的 季剑云打算在自己地里 种点青菜自己吃 浇了凌泉水的菜就好吃得很 又嫩又甜 七点多的时候 想想他们起来了 苏丹红也姗姗起床 吃了早饭 远远跟想想就出去了 季剑云则带着苏丹红出来走走 过来田地这边溜达溜达 正好就看到村里的一个大婶 在种菜 用西苗摁些去种的 季剑云看了就到 婶啊 这菜苗还有没有剩的呀 有啊 不过也不多 你要啊 要啊 那等我种完了 剩下的就给你 你要种地里去啊 打算种点自己吃 很快这个大婶就种好了 剩下的也不多 就那么一把出头而已 季剑云也没客气 就交给了今天过来地里干活的徐爱党 让他找快地种下去 这对于徐爱党来说 就是件很简单的小事 找了快小地 很快就种了下去 我家里那边也有不少呢 要是直接过去摘就行 好啊 季剑云硬是硬下了 不过他也没过去摘菜 倒是李玉翠自己拿了一把过来 苏丹红就留他在家里说话 毕竟也是没啥事情做 回去的时候也叫李玉翠 拎了一篮子果子回去 都是早上上山摘的 很新鲜的 妈 我想买一块手表 一转眼就要去县城读书了 趁着还没去上学 想想就过来找他妈说这件事 你现在戴什么手表啊 我就要 我大哥我二哥他们都有 而且我也要看时间的 苏丹红管孩子是有点严的 可不会要什么就给什么 直接就拒绝了 叫他自己攒钱自己买去 老张一个月可是会给他们 搁几个每人十块钱的零花钱呢 这可是不少了 那种儿童手表 一个要十几块钱呢 也是贵得很 你大哥二哥他们都是自己攒钱买的 不是直接来跟我要的 想想气得跺脚 季剑云送他跟圆圆去读书的时候 就见他一脸的不高兴 问了原因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季剑云就给他和圆圆 一人买了一块儿童手表 说到惯孩子 苏丹红得甘拜下风 季剑云实在是宠这些孩子们呢 得了手表想想就高兴了 一扫之前的萎靡 傲娇得像只小公鸡似的 抬头挺胸 去学校了记得好好学习 知不知道 季剑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知道 爸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想想想了想又补上了一句 只要他们不惹我 我就不会主动打他们 是的 这个学期这小子也打了两场价 还都打赢了 一场还是跟二年级的学生打的 那一场算是平分秋色 大概是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气不过 他打完之后还去告诉他二哥 他二哥又带人去把那个 二年级的给堵了 那个二年级的也有哥哥 跟季琪一个年级的 不过不是同班 放学之后就跟季琪打架了 最后老张跟对方家长都被喊了过去 然后也算是和解了 季剑云笑着拍拍这小家伙的肩膀 也就把他们交给老张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对于小孩子打架这种事情 季剑云是没有过于严厉的 打架虽然不是什么好习惯 但是作为男孩子 在童年的时候 就该跟孩子打打架嘛 这样可以很好地锻炼他 胆量也会变得大一些 不过要引导好就是了 让他不要害怕打架 但不可以没事就打架 打架那是为了自卫 而不是找事情 得了新手表的想象 就跟他二哥开始炫耀 季奇撇撇嘴 你肯定是去找爸给你买的吧 就是爸给我跟圆圆买的 季奇不用问都知道 找他妈肯定是没门的 只有他爸会给买 你可不要随便借出去 最多叫同学看看知道不 这表呢可值钱的很 别弄丢了 知道了 想象不在意地应了一声 没几天呢 他就把手表借给一个同学了 就是他的胖子同桌 以前两人也是打过架的 后来和好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胖子就把手表给弄丢了 想象逃不回来自己手表 那叫一个愤怒 他也是个目标明确的 直接就拎着这个借了他手表的 胖子同学领子 让他给他赔一块 那是我求了我爸 好不容易给我买的 你给我赔回来 要是不赔回来 看我揍死你 哪怕是好朋友 可是弄丢了他的手表 那也是要赔的 我不知道被谁拿了 我明明就放在书桌下面的 胖子已经被揍了几下了 都哭出来了 不过想想可是不管他这些 弄丢了他的手表 那就得赔 给他赔一个一模一样的 这事儿 闹得最后小胖子的家长 跟老张都特地过去了 老师也帮忙找了 毕竟一块那样的手表 也得好几十块钱呢 但是找不到了呀 所以只能请了人过来商量 看怎么处理 胖子爸也是汗颜 过来这边之后 二话没说就掏钱了 问了老张多少钱 他赔 他儿子也是哭着回去的 说他把想想的手表弄丢了 以前他跟想想好的时候 时不时的都会过去蹭饭的 老张都没说过什么 小胖子每回都回家说 他朋友干爷爷 给做了好多的好吃的 他吃得很高兴 胖子爸没去过 他要上班呢 胖子妈就跟老张见过面了 因为儿子时常过去吃饭 还给买过一只鸡过去 多少也算那么个意思吧 也是看看儿子的同学家里 都是什么人 看看能不能放心 这回是胖子爸过来的 胖子妈自己开了个铺子 也是比较忙的 老张就说算了 丢了就丢了 有那块手表在 想想那小子都不安定了 成天带着四处炫耀 让他受受挫也好 而胖子爸却说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得给赔 老张摆摆手 把想想给带回去教育了 不知道他怎么教育的 反正手表是不给买心的 想想都有些沉默了 不跟以前那样 蹦蹦哒哒的了 圆圆就把自己的给他了 不过被想想给拒绝了 他还跟同桌胖子绝交了 画了三八线 要是敢越过一点 他就揍他 不过这种态度 也就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开始 他就继续该玩什么玩什么了 不过都不带胖子了 毕竟都绝交了嘛 胖子还给买了许多零食 要给他吃 想跟他和好 不过想想根本就不为所动 什么零食啊 他早都吃腻了 这些也比不上他的手表 小胖子兴兴的 比想想可是蔫多了 这天回家 他妈看他这几天 都是这个样子 就随口问了他一句 嗯 今天怎么没去 想想家写作业啊 想想家里他可是去过的 房子大得很 而且还有钢琴那样的奢侈品 不是个穷人家 而且孩子也多 他就这么一个 难免有些孤单 所以叫过去多玩玩 也是好的 小胖子 小胖子一听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小胖子现在都不跟我玩了 胖子妈愣了一下 你们不是一直很好吗 看他妈还不知道 小胖子就把弄丢 想想手表的事情说了一遍 所以 现在他不跟我玩了 我说你这几天 怎么一直闷闷不乐啊 原来是这样 你那个糊涂吧也是 也不是多少钱 就去给翔翔买一个新的 不就得了 胖子妈骂了一声 我这个男人啊 就不是个会做事 还能因为人家说不用了 他就真不用了 于是提前他就关了店 带着胖子去买了手表 胖子也得了一个 另外一个是给翔翔的 然后又买了一只鸡 拎着上门去了 纪仁这时候还在学校打篮球呢 是记起开的门 看到他们母子俩过来 也差不多明白了 哎 沈 你怎么来了 来 快进来坐呀 甭管心里怎么想的 但记起这小子 带人是很热情的 琪琪 你爷爷在不在 胖子妈就带着小胖子进来 在呢 干爷爷他在看报纸 记起笑着说 然后喊了一声 干爷爷 小胖子跟我沈来了 老张正带着远视镜 在看报纸呢 说着话也就出来了 看了胖子妈手里的东西 赶紧说道 你怎么还带着鸡过来呀 张叔 这件事啊 我得带着小子过来 给祥祥道个歉 他那个爸也是个 不会处理事 对待孩子就该上罚分明 这小子做错了 那就要认错道歉 该赔的就得给赔 到底是做生意的 很会说话 就是小孩子见的一点事 我看他之前也是特地 从单位赶过来的 算个啥事 详详这时候也在家里 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小胖子 顿时就皱起了小眉头 小胖子很紧张 但还是说道 详详 我给你道歉 是我不该把你的手表弄丢的 我现在陪你一块一样的 你能不能还跟我玩 详详看了一眼他递过来的手表 的确跟他之前的那一块是一样的 犹豫了一下 看向了他干爷爷 老张点点头 想想这才接了过来 明天你来找我一块去上学 嗯 好 小胖子很高兴 胖子妈就把他带回去了 当然 买过来赔里的鸡也留下了 虽然手表也算是失而复得了 不过想想并不是那么高兴 咱们了 没有 今晚吃烧鸡 你要不要吃啊 要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八十九集 从这之后 想想和小胖子就和好了 老张并没有干涉太多 让想想懂得什么是失去 又懂得了什么是失而复得 这挺好的 至于朋友 那也是一样的 这件事的确是小胖子做错了 他诚心过来道歉 是和好来的 那他可以原谅他 两人还是朋友 要是没有 那也没有关系 可以跟其他同学玩 想想这小子是不缺同学的 因为他豪气 也义气 而且还会玩 啥都会 弹珠啊 丢沙包 拍洋画 那都是行家 而且偶尔的 还能蹭点零食吃 所以跟他玩的同学就很多 小胖子人缘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他也有朋友 不过没有跟想想 一块玩有趣 跟想想玩 那可是过瘾得很呢 第二天一早 他就来找想想了 而且还给想想 带了两个包子 说是他爸自己做的 他爸是个厨子 在一个工厂里长勺的 平日里也是忙得很 大概也是因为 有这么一个爸爸在 所以一家子都比较胖乎 既然都决定原谅他了 想想也就接受了他的包子 不过带去学校 给另外两个同学分了 因为他都在家里吃饱了 已经吃不下了 当然 他还特地跟小胖子说过 小胖子也是答应了的 毕竟都是同学嘛 这些事都是孩子们 在学校发生的事 也不算是啥事 老张一般都是不说的 不过有季奇在 苏丹红后来还是知道了 听说小胖他妈 都拎了两只鸡过来了 虽然都是事出有因的 不过也没有太占便宜 就让想想要是乐意的话 就带着小胖 回家里多吃几顿饭 不占小胖的便宜 而且说起来 也只有小胖 占想想便宜的份 因为家里那边 一般水果什么的 都是不会少的 有很多呢 都是新鲜的 每天老张上街去买菜 都会去季风那里 带一篮子回来 让他记账就行 其他的 比如鸡蛋之类的 老张也会过去那边拿 现在都不让叫人 送东西来了 要啥 他就自己过去 季风铺面里 直接拿了 这边距离季风铺面 比较近 距离大军那里 倒是远了点 不过也没远多少 小胖子过来家里 那家里的水果 自然也是会吃的 出去买的都是钱呀 这小胖子也不怪 能长得那么胖 胃口是真的好 绝交过一次之后 跟翔翔感情 好像还更好了一点 比如这个周五放假 翔翔还带他一块回来了 当然啦 是经过小胖妈妈的同意的 苏丹红倒是 私底下说翔翔了 等以后你们再长大点 再带同学回来 都这么小呢 还有很多都不懂 乖一点还好 要是真的有啥事 那找谁去啊 像季琪 有时候也会带同学回来住 苏丹红就不会说啥 因为都那么大了 猴经猴经的 就不用去管了 嗯 我知道了 以后等我上五年级了 再带回来 不过 胖子很想过来 看看咱家的马 我就带他来一次 苏丹红也只是说说他而已 没有真的责怪 而且他觉得 小胖他妈也着实是心大呀 他爸也是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就跟着同学去家里 不过既然来了 苏丹红也就只能招待着 吃 那就跟家里一块吃 睡就去跟翔翔一张床睡 然后白天就被翔翔 给带出去疯玩了 上山里摘果子吃啊 去马场给马洗澡啊 看羊 放牛 骑驴等等 项目可是多着呢 等周日小胖子回去了 就跟他爸妈学了 夸得那叫一个天花烂坠 说想想他家里有多宽敞 住得多舒服 吃得有多好 还有那么多的马 那么多的果园子 羡慕之情 简直是一于言表 同时也是听得 小胖爸妈一愣一愣的 虽然他们也知道 想想家里条件不会差 但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竟然还有麻场 果园之类的 很快就是暑假了 暑假有两个月的时间呢 想想当然是要回去的 小胖很想跟着他 到家里一块过暑假 不过想想就不让了 等你长大些了再说吧 你现在还小呢 不好时常跑出来 而且两个月太久了 小胖很是失望 你也不用这样 等我家的葡萄熟了 我叫猪毛叔 给你送一串过来 苏猪毛是知道 小胖他妈的铺子的 小胖他妈就是卖酱料的 各种酱料都有 那你可一定要给我送来啊 小胖这么说道 上次去想想就带他 看了后院的葡萄了 都已经不小了 但是他没吃过葡萄 听翔翔说好吃的不得了 他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打翻了同学 翔翔就回家了 圆圆也跟着一块 寄人跟寄齐自然也回了 老张把家里的沙发啥的 用布给盖上之后 带着他们就一块回来了 自然是要回来了 因为丹红如今都怀孕了 家里有啥事儿 孩子们也好帮帮忙啊 老张也是格外期待的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好 也就只有老张知道 继父知道 其他的人都还不知道呢 苏丹红也没有孕吐反应 吃得好睡得好 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所以都没人往那个方面想 孩子们都回来了 家里自然也是热闹的 圆圆画了不少画 都已经表起来了 苏丹红就叫继人继齐 还有放假回来的纪晓东 一块搬过去宿舍楼那边挂上 原本一个房间就只有一幅画 如今可以多增加一幅上去 老高在昨天就在电话里说了 说这个星期双休日 应该会有不少人过来这边度假 纪剑云也觉得应该会有人过来 不过没想到还不到双休呢 就这星期的中午 就有两个年轻的家庭过来了 一个是一家三口过来的 另一个是父子两个来的 到这边的时候时间都有点晚了 都已经晚上五点钟了 过来这边之后 看到竟然这么屁远 顿时就有些后悔了 不过后悔也没用啊 眼下都已经这么晚了 只能先凑合着过一夜 第二天要走再走嘛 于是纪剑云就给他们开了房 让纪晓东过来这边睡 有啥需要的就说 二十块钱一晚上 吃饭也不便宜 两家都有点不满 第二天一早早饭也是要钱的 一人一个海碗的莲子瘦肉粥 跟一个荷包蛋 别的就没有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九十集 吃了早饭就想走了 不过被纪晓东给留了下来 他们想着来都来了 那就干脆看看再说吧 纪晓东就带着他们去看马场了 虽然规模不算大 但是这样的马场 也是叫这两个家庭 很是吃惊的 看了马场 纪晓东就带着他们上过园子了 我叔的规矩 过来我们这边吃住要钱 但是上山吃果子那就不要钱 只要不糟蹋东西就行 不过果子就只能在山上吃 不能带走 带走的话就要论金算了 不过会给半价优惠 这篮子 想吃啥自己摘 里边还有水可以洗 马场是叫他们满意的地方 免费吃果子 这也是叫他们满意的地方 昨晚上流下来的气已经消散了不少了 而且也是不客气 开始挑选自己想吃的果子 都是有石子路的 沿着石子路走 不会踩到羊粪什么的 每天光宗他爸都会清扫几次 走进果园没多久呢 他们就看到山羊了 也看到牛跟驴 这些都是养在山上的 大人反应还好点 小孩子就很新奇了 啊 可以摸摸吗 一个小孩对季晓冬说道 可以摸 不过不要揪毛 不然会踢人的 这小孩就过来摸羊了 不过羊都是灵活得很 一下子就跑开了 根本就不给摸的 羊不给摸 那就只能过去摸驴了 两头驴都是很温顺的 两只牛也是 只是摸摸就没理会他们 山下的马不可以骑吗 可以骑的 但是是按时间收费 半个小时一块钱 半个小时一块钱 这个价格是不贵的 这水缸里的水都是每天新挑上来的 都是干净的 可以咬出来洗果子 季晓冬指着前边的一个大水缸 里面有个葫芦瓢 舀水专用的 一个女人就过去洗果子了 水很清澈 咬出来洗果子之后就拿了果子尝尝 吃的是如今山上正是旺季的鲜枣 又甜又脆 吃了一个就喜欢上了 然后就把篮子里的都给洗了 给自己男人跟孩子分了吃 季晓冬也带他们上了其他的几个果园 各有各的风景 上面的果树也都是硕果累累 几个果树当中就只有第二果园没有对外开放 因为一踏足就喂到呛鼻 里面养了三十多头猪呢 苏丹红在乡下住了这么多年 都有些受不了 更别说他们这些大学城来的游客了 从果园上下来 他们就来到麻场里了 一匹马半个小时只要一块钱 说实在话 哪怕是家长那也是没有骑过马的 于是就都尝试了一下 麻场可是不小 骑着马儿就上路了 季建国跟陈建树两个 今天都在麻场里呢 因为季建云说了 今天可能会有人过来 所以要留在这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 两个家庭一共五个人 交了五块钱 就享受了半个小时的骑马活动 下了马之后 心情都是极为不错的 这骑马的滋味可真的是好啊 两个小孩也是明显的很高兴 我听我妈说 你们这边还有个水库 可以过去钓鱼 是 免费的 能钓上来多少鱼都算你们的 是要带走 还是要换成新鲜果子吃 都随你们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 另外一个先生也开口了 行 不过 现在该吃午饭了 而且你们要是打算 做下午的车回大学城 现在就得去退房 哎呦不对了 难得过来一趟 再住一晚上 啊 我们也再住一晚 纪晓东点点头 然后就去开了拖拉机过来 这种拖拉机还是纪剑云专门买回来的 打算给纪剑和纪大勇他们去收干货用 三轮车不够用的 到时候叫长进或者金子他们开车就行了 纪晓东也会开 他今年上大学 顺带都在大学城那边 把驾照给烤了下来 开个拖拉机也不是问题 就等他们吃了午饭 然后载着他们过去水库这边了 水库旁边的三座山都是果林 水库里的水也是清澈的很 山羊 散养的鸡 以及猪 还有成群结队的鸭子 不过这些都是在许伯和许沈子住的那边 钓鱼都是在对面这边的岸上钓 但钓鱼竿呢就得过去租了 要叫押金 这是为了防止钓鱼竿乱丢乱扔或者是损坏 纪剑云买回来的时候都是好的 自然要珍惜着用 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押金就给退了 两家心情都极为不错 都留下来钓鱼开始玩了 纪晓东就告诉他们 他一个半小时之后过来接他们 就开车先回去了 两个男人留下钓鱼 两个孩子就在那玩 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孩子 十分轻松惬意 一个半小时之后 纪晓东就如约来了 并且还说道 还好你们来得早 要不然都没位置了 我刚带了两家 过去我光宗叔家里住宿了 有那么多人来 这两家都是愣了一下 有啊 咱们这边多好啊 就收个吃饭住宿骑马的钱 买东西半价 山上裹的随便吃 住宿条件也好 在这边钓鱼啥的全都免费 哪有没人来的道理 对了 我三婶婶说 今晚上八点 她给大家谈一曲 谈一曲 两家都不明所以地看她 今天晚上你们就知道了 纪晓东笑了笑 时候也差不多了 纪晓东就带他们回去了 至于钓上来的鱼 那就兑换成水果 一家半斤 一家两斤 果然 等他们两家回来之后 这边的宿舍楼 就是人来人往的了 而且竟然还有他们认识的人 也一块来了 这一下就更热闹了 纪剑云早就和老高 打过招呼了 知道这个双修会来一些人 但是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 而且都是冲着马场来的 今天纪晓东 纪仁 纪骑 哪怕是还小的纪翔 都被派出去了 带着旅客们 欣赏他们家的各个景点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了 所以水库那边就没去 但是不少人都骑了马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 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91集 四点多的时候 胖大姐就开始煮饭 做菜了 松母今天也被请过来管理了 现在也在厨房里帮着忙 既见川的媳妇阿梅 也过来打扫卫生之类的了 卫生间随时随刻的 都要保持干净 卫生和整洁 还喷了一点花露水 不呛鼻 但味道颇为清新 五点多开始就张罗吃饭了 都是用寄简云给提供的饭盒 嫌弃不干净 都可以买新的 然后用开水烫一烫 走的时候可以带走 不过基本上没人去买新的 盆都是干净的 给打上一盆饭 至于要什么菜自己点 有肉有菜 有鱼有虾的 而且还有大股萝卜汤 可以免费喝 种类是比较齐全的 一个人奢侈一点吃下来 一顿饭一块五 省一点吃的话 七八毛钱就可以吃得很饱了 具体就看怎么吃 不过过来这边玩的 那都是乐意吃得好一点 所以基本上都是 一块钱以上的饭菜标准 而且不得不说 的确是挺好吃的 也够分量 吃完晚饭 时间还算早呢 五点多钟 有的愿意先洗澡 就去洗澡了 还想出去走走的 就出去逛逛 也有一些 要上山吃点饭后果子的 就上山去了 反正各个地方 都有人看守 乱不了 这个时间段 季健云手底下的工人们 基本上都下班了 不过今天 该加班的就得加班了 饭也都是早早的 就给各个岗位的送过去了 吃饱了才好干活 不是啊 各项活动也都是随着他们 但是地里的东西不准糟蹋 这也是规矩 但只要不是没品的人 那都不会去干那种事情的 而一早也通知了 今晚上八点 老板娘会过来宿舍楼这边 弹奏一曲古琴 大家都挺好奇的 有些累了 吃饱饭就不爱出门了 宿舍楼这里景致也不错 四个花圃园子呢 如今正是争旗斗燕的时候 花开正盛啊 八点整 季晓东跟季仁 一块把弹琴的桌子 圆凳给搬了过来 古琴是季琦拿过来的 都不是很重 很欢迎大家大老远的 特地跑来我们这边游玩 如今一切都刚刚起步 难免简陋了些 也单调了一点 这么晚了 也没有什么别的节目 我便现丑了 给大家弹奏一曲 也欢迎大家 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可以都过来走走看看 老板娘好端庄 老板好福气 有一个性子开朗的女人 就笑了 这话一出 也是引起了好多人的笑声 季建宇也是认真地点点头 我的确好福气 苏丹红白了他一眼 便开始拨弄琴弦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调子一开始 原本有些喧闹的场面 就宁静了下来 接下来 那美妙如流水一般的琴音 便自苏丹红手下 源源不断地弹奏而出 琴音温柔如水 沁人心疲 知道他要弹琴 便是连老张都特地过来听了 随着琴音的进行 整个宿舍楼都是安安静静的 便是连那些孩子 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十二分钟的一首曲子 很快就弹完了 苏丹红就打算收起来 不过才一完事 大伙就开始叫嚷了 老板娘 再来一曲啊 再来一曲 是啊老板娘 你谈得太好了 再来一曲吧 好 再来一曲 再来一曲 所有人都振臂欢呼 明显是期待得不行了 纪剑云刚想说点什么 苏丹红却是笑了笑 那行 那便再来一曲 今晚上他也是有些兴致 再来一曲又何妨啊 于是他就又开始拨弄琴弦 又弹了一曲 这一曲长了点 差不多能有十五分钟左右 弹完之后 苏丹红便叫纪晓冬 纪仁把桌凳给带回去了 把古琴也给了纪琦 叫他拿回去 宿舍楼里 大伙都想要他再来一曲的 真的实在是太好听了 而且他们都还没见过 别人弹古琴呢 老板娘实在是好手艺啊 人美 琴音也好听 总之就是各种夸赞的话 都是毫不吝啬的 而作为母亲的苏母 那是高兴得不行了 觉得女儿真的是会来事啊 看看把这些旅客们 都给高兴的 以后生意还能差到哪儿去 而知道苏母竟然就是老板娘的亲妈之后 大伙对她也是格外的佩服 都纷纷请教起来 是怎么教的呀 毕竟那个年代可是物资缺乏 吃都吃不饱的 我也没怎么教 那时候真是吃都吃不饱 哪有先行教这些身外之急呀 不过 这也挡不住我家当红好学呀 当着大家伙的面 苏母可是把她闺女给吹得天上少有 地上无双 说她刻苦努力学习 但是家里穷没办法 都供不起她读书的 再有偷偷学刺绣 学古琴等等这些事情 季剑云留下来听了 听得一脸津津有味 看那意思还想让她丈母娘再说一遍呢 至于季晓东 那也是听得一脸崇拜 而季仍没过来 在家里呢 季琦搬了琴回去又过来了 然后就听到了这些话 她都没脸听下去 感觉她姥姥吹牛的本事 真的是没谁了 这都快把她妈夸成仙女了 但是偏偏大伙 就是听得十分津津有味 其中对刺绣有兴趣的 还特地问了刺绣的事情 丹洪倒是闲暇的时候绣了不少 可以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苏母说完 就打发季琦回去拿了 季琦就回去拿了 三张绣品挂画过来 如今苏丹洪绣好了 都会装进挂画里边 十分的高大上 那些有兴趣的女人 也是围上来看了 看完眼睛就发亮了 直接就问卖不卖 哎 这些都是不卖的啊 而且也贵得很 怕被说是宰客 你们要买的话 可以去外边的铺子里买 这样精致的东西 确实是贵的 婶子你可以说说看 这一张要多少钱啊 一个打扮比较时尚的女人问她 苏母就报了个数 的确是极贵的 其他女人们都倒抽了一口气 这一幅秀品 就要她们三个月的工资了呀 虽然是精致漂亮 但是她们也没舍得买 就只是看看 倒是这个时尚的女人 直接就要了一幅 因为她妈这个月就正好生日 可以带回去送给她 苏母也就卖给她了 这些装了挂画的秀品 还真是苏丹洪打算出售的 当然可以选择买还是不买 这不是强迫的呀 而且其实算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至少比出去外边 买这样纯手工的刺绣 要便宜一二百块钱 绝对是划算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九十二期 双休日热闹了两天 当天下午 基本上就都坐车回去了 而这两天里 村里也真的是热闹 来了许多的年轻家庭 他们最初都是冲着 马场的名头来的 果然马场没有叫他们失望 然后就是 这待遇 伙食 住宿等方面的条件 也没有叫他们失望 尤其是老板娘 还弹奏了两首古琴 这待遇更是被提高了 几个档次不止 哪怕是冲着这两首古琴来的 那这一趟也是值得的了 季建云之前想到的问题 也真的是存在的 真有家长想要请苏丹红教学 不过不多 就两位 苏丹红就表示可以 古琴要自己带 周六一天 上午跟下午两节课 一个星期可以来一次 其余的时间自己练习 交古琴也不贵 给出的价钱 两位小姑娘的家长 都觉得很值得 其他人都在周六下午离开的 回去的时候 或多或少的 都买了东西回去 因为很划算 都是半价出售啊 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 但是村里有些人 就不满意了 半价出售 我们家的都卖不出去了 因为全都跑过去 买季建云家里的东西了 根本没人会去买其他家的 不满的人家 还不止有一户 但是季建云也懒得理会 倒是村主任直接又召开了会议 季建云也被请了过去 既然被请来了 季建云也上台去说了几句 我知道村里有些人不满 但也是该知道 我半价出售半分钱没赚 他们从大学城这么远的地方过来 光是来回车费就要多少钱 要是都想着赚钱 那谁是傻子 大老远跑这边来 就是为了买那点东西 来回车费 都可以让他们在城里买多少了 我之前我就说过了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把我们这边先建设起来 如今交通条件越来越好 以后肯定也会更好 到时候来我们这边方便了 也更快了 而且大伙都不用计较那个车费了 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的东西就会慢慢提上去 你们只是东西没卖出去 我这边还白给人钓鱼 白给人裹子吃 一律东西都半价 我说啥了吗 你宿舍楼跟马场不都赚钱了吗 我赚这点钱怎么了呀 我马场那边两个人 宿舍楼那边三个人 一个月工资支付两千多块钱 我办马场花了多少钱呢 我起宿舍楼又花了多少钱 我现在收点住宿费你们不服啊 纪剑云眼神直接扫向那个说话的 那人就不再吱声了 要不要一起发展 选择权在于你们 我老早就说过的话 我也不想重复了 愿意干的 我承诺以后生意不会差到哪去 不愿意干的 那就给我一歪呆着去 谁要是敢给我们村里抹黑 那别怪我纪剑云 让他在村里呆不下去 纪剑云最后一句 那是直接沉下脸说的 往日里他一直都是比较和气的 对待手底下的员工 也从来没有亏待一说 但是眼下那一身彪悍气息 却是叫人打心底里敬畏 纪剑云也是意识到 有些时候 这话就是没法好好说 本来这件事就是他领头的 自然要由他来震慑 不过他也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真有害群之马 那他绝对不会客气 他也正需要一个可以拎出来杀鸡警猴的 说完话 他目光就在那个青年身上扫了一圈 那青年都不敢跟他对视 不自在地移开了目光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纪剑云在村里的名声一直都很好 但是相对的 真的别以为他就那么好说话了 如今他投进去这么多钱 不管是马场还是宿舍楼 全都是钱哪 真要是有绊脚石 那他是真的不会客气的 这个会结束之后 村主任也是过来跟纪剑云说了 说他就该这么强硬起来 要不然有啥不长眼的绊脚 的确是不好发展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哪怕不是双休日 都有人陆陆续续地 过来这边看马场 骑马玩 纪剑云也是有所了解 在大学城那边 好几个小区都传开了 说这边的马场很大型 骑马半个小时只要一块钱 而且其他种种划算的地方 那也是应有尽有 免费钓鱼吃果子 半价买东西等等 全都是能够拿出来说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暑假 纪剑云这边的宿舍楼 基本上就没有断过人 每天都是会有人过来的 双休日的时候 那就更忙碌了 而且也要提前周五过来 才能订到房 要不然就只能去其他人家里 问问看有没有房间可住了 虽然其他房间也还可以 不过住起来 就是比纪剑云的宿舍楼 那边要差上一些 整个暑假两个月 纪剑云光是宿舍楼 那边的收入 扣除人工成本之外的纯利润 就有将近一千多块钱 这样的利润自然是不多的 但是眼下这只是一个开头啊 对于纪剑云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相信往后会有更多的人过来的 暑假这段时间 苏丹红就是偶尔会过来弹上一曲 但也仅仅是偶尔 物以稀为贵不是吗 哪有一来就能免费听古琴的 但是每次弹 那都是围的里外都是人 着实是热闹极了 有些人听说了 还真的是特地的大老远过来 就为了等这么一曲古琴 还有之前那位买了绣品挂画的时尚女人 她还想出钱请苏丹红过去 在她妈六十五大寿的寿尘上 弹上两曲呢 而且还是出了五百块钱的高价 请苏丹红 并且是小汽车接送的 那个时尚女人跟她丈夫来的时候 那也是自己开着小车来的 明显是个有钱的主 不过苏丹红给婉拒了 别说五百了 便是给一千她也不去 这个头她可不开 那个女人的确也把价钱提到了一千块钱 不过苏丹红还是拒绝了 但她也没有小气 送了那女人一幅 没有表上挂画的绣品 是一个大仙桃 也算是给老人家贺寿之用了 如今的生意虽然只是一般 但已经是人来人往了 县城那边有人听说了 也会过来这边骑马 相比较宿舍楼那儿 马场这边的利润也是可观的 有些人直接就给了两块钱 然后骑了一个小时 二十多匹马一天下来 利润最高的时候 竟然有将近150块钱的收入 两个月马场那边的利润收入 那都能有三千多块钱 比宿舍楼那边还赚 关键是不需要什么花费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93集 当然 季健云能赚的 那也只有这两个方面了 其他吃饭啥的 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半价出售 虽然吧 还是能够赚上那么一点 但是利润也很薄了 尤其是今年的葡萄 因为来了这么多人 季健云每天都会摘几箱过来 那也是照着半价来卖的 不过葡萄肯定是限量的 要知道 葡萄在他们这边 眼下可是稀罕物 卖得贵得很呢 而且也是格外好卖 不过为了招揽生意 季健云也算是拼了 除了摘一些 送过去大学城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 都留给游客了 因为葡萄着实是受欢迎 所以今年季健云又买回来了 不少葡萄树给种下去了 而且也是很勤奋地 过去浇灵泉水 长得也都很好 明年的话 大概应该也可以结葡萄了 季健云如今 对于灵泉水的运用 也是很清楚了 想要果树长得快 灵泉水多浇就好了呀 比如他后边承包下来的四个山头 他心里就有树了 他也不想弄得动静太大 都是隔三差五的 才过去浇一次 基本上每个月 每棵果树 也就能够得到一两次 灵泉水而已 少得很 所以长得都是比较慢的 但不得不说 有灵泉水的滋润效果 那也是极好的 这么多月过去了 如今可以说是都成活了 因为都开始冒新叶子了 不过想要结果子 快的话也要两三年的功夫 但季健云也等得起 不着急 就让那边的果树 慢慢地长着吧 要知道 哪怕是如今长得慢 那说的人也是不少的 毕竟山头以前都是荒山 可是季健云种果树 能够种得活 这绝对是本事啊 暑假结束 苏丹红的肚子 也已经快三个月了 如今肚子还是平坦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怀孕的迹象 不过不得不说 苏丹红的气色是很好的 山上有啥果子 就吃啥果子 每天三顿饭 也是准时吃 胃口好着呢 本来因为上次有些坚瘦的下巴 如今又圆润了起来 那些个游客 看了这位老板娘 哪位不说 季老板一句好福气啊 迈入九月了 山上的苹果 都开始陆续成熟了 其他果子都已经退场 现在就是苹果的旺季 他家的苹果又甜又脆 还有不少都是糖心的 吃着格外好吃 本来苏丹红就挺喜欢的 现在怀孕了 每天都要吃两个苹果 季剑云看他吃得高兴 他也高兴 胃口好 他人就不会不舒服了 苹丹红的确也是没啥不舒服的 他没啥怀孕的反应啊 苏母是后边才知道 女儿又怀孕了 着实是吓了一跳 怎么又有了呢 你跟剑云也不注意着点 又不是他们以前那一辈人了 以前那一辈有了就生 如今都计划生育了 前边就被罚了不少钱 这再来一个 那又要罚多少啊 妈你就放心吧 这个呢 到时候不用我们上户口 上孩子干爷爷北京的户口 苏母愣了一下 这是要记在老张名下 嗯 到时候就姓张了 怎么就姓张了呢 姓张也没事 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 而且人认他干爷爷那边的户口本上 也就剩下他一个了 他老人家也很想要一个 继承户口本的 老张过来这边都快十年了 人的感情都是处出来的 如今跟亲的也没啥区别 苏母还是不怎么愿意 但苏丹红没办法 就只能用利诱的说法了 以后孩子干爷爷的房子院子 那就是孩子继承了 北京那边的可是值钱的很啊 孩子不吃亏的 听到这个 苏母脸色才有了好转 不过也只是好转而已 你别说的那么好听 剑云也不是那种 会占老张家财产的人 而且别以为不知道 你们夫妻俩 肯定已在北京那边 办事了不少 哪有啊 钱都砸老家这边了 苏母白了他一眼 又不要你的 藏这么紧 苏丹红就只是笑 别的就没多说啥了 别的什么都能说 但是家底的问题 便是亲妈那也不能说呀 哪怕亲妈是极好的 没有什么坏心思 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 苏母自然也不会跟女儿计较这些 只是说道 哎呀 记在老张名下就记在老张名下吧 等孩子大点了 再过去上户口 现在还小 就别折腾了 嗯 知道 没有啥反应 没有 都好着呢 当然好了 每天吃好睡好 鉴于啥活都不用你干 外边的事也不用你操心 苏丹红没办法 他妈现在的心眼 完全是偏到他女婿那边去了 在他心里 女婿的地位 比两个儿子跟他这个女儿加起来的都要高 哎呀 不过妈给建云这么算下来 这俩月来也赚不到啥钱 好在没生意的时候 宿舍楼那边工资也减半 宿舍楼那边旺季的时候 比如这暑假的两个月 工资都是照常发 但是淡季的话 工资就减半了 其实照着苏母说的 就这样那都算是多的了 也算是亏的 基本上宿舍楼那边都不赚啥钱的 目前就先这么干着吧 以后肯定会起来的 眼下的确是没啥钱赚 赚的就是一个人气问题 但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人多了 那就不会差到哪去 眼下的关键就是要留得住人 这才是重点 暑假过去了 可即便是这样 接下来的双休日 那也还是有不少人会过来 县城那边也有人过来 水库这里钓鱼 不过他们不住宿 所以钓鱼是要收钱的 哪有可能就那样给白钓呢 不过也不贵 也就是意思一下收了五块钱 想钓鱼的话 五块钱可以钓一整天了 也是很划算的 哎呀不知道啥时候能起来 如今这样都亏本了不少 要是那些东西运过去大学 乘老北京卖 那都能卖不少钱了 如今社会发展这么快 一年比一年不一样了 他觉得他们这边 要是能够发展下去 那真的是很不错的 至于现在没赚 那就当是投资了 等以后他们这边起来了 那肯定就不会这么便宜了 当然还是会给优惠价 但肯定也是要赚上一些的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94期 现在虽然不如暑假那样 人来人往的 但是因为名声都传出去了 那些回去的人 或者跟同事说 或者跟邻居聊到这些 一来二去的 真的是不愁没人过来 当然这最大的诱饵 那还是马场 起码半个小时才要一块钱 哪怕是现在的钱很好花 那可是很便宜的价钱了 再有其他的种种免费福利 来的价值就已经不低了 所以哪怕是暑假之后 过来这边的人 也是络绎不绝的 基本上每天都能有 两三个房有人住着 少的时候只有一个 不过也是不差的 而不管来多来少 最后回去的时候 都是满意得很 跟亲戚朋友们之间 也多了一个话题可以聊 这一转眼就到了十一国庆放假了 统一性的放假七天 而为了鼓励大家伙前来旅游 季建云也是下了血本 他要杀一头猪当伙食 过来这边旅游的 或多或少都是吃过他家猪肉的 听到老高传过来的 这个消息之后 小区这边就直接轰动了呀 不少大爷大妈都要过来 不仅他们还有那些青年夫妇 上次来过的这一次也要过来 上次骑马他们孩子都很喜欢 回去之后也是一直念叨着还要骑马 地方虽然有点远 但是不得不说 过来一趟真的是挺划算的 于是继上次暑假两个月之后 这个国庆节假日 这边也是爆满了 宿舍楼这边完全就住不下了 季建云就叫他们自己去村里问问 看看哪家环境 叫他们觉得不错的都可以去住宿 但是也提前说明了 都是统一定价 一晚上最多二十 超过这个价就来说一声 于是村主任家里 季光宗家里 包括村里其他几户人家家里 都住满了旅客 不过他们都不给提供吃的 就单独提供住宿 但都是不错的 至于吃的 他们都叫过来季建云这边吃 季建云一份伙食 也就赚个两三毛钱 全当是辛苦费而已 不过这么多人都过来吃 那也是挺划算的 积少成多嘛 至于那一头猪 每天呢就卖一点点 国庆节假日七天呢 二百多斤的猪肉 一天就提供三十斤而已 这么多人平均下来 那真的是没多少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吃到嘴里的滋味 那就更不用说了 如今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了 浇灌得很 在家里吃饭都是要大人哄着才吃的 尤其是肉 那都不爱吃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就不一样了 胃口完全打开了 自己趴着饭盆子就开始吃 还嫌肉少呢 年轻的父母们欣慰之余 就要求纪剑云再杀一头猪 不过叫纪剑云给拒绝了 这一头都是福利了 我那些猪啊 都是要等过年杀的 你算贵点也没事啊 孩子都嫌少 还不是钱的事 你们过来这边 应该也感觉得出来 咱们没赚你们多少 收个辛苦成本而已 所以你算贵一些没事啊 不杀 将就着吃吧 呵 这马场的老板就是如此的任性啊 他们作为顾客 给他提价他都不愿意 但不管是骨头汤 还是各种肉 他们都是吃的心满意足的 每天的菜色花样都不少 而且每天都会换掉两个菜色 用新的补上 所以基本上不用担心 吃多了会腻 倒是格外思念之前的菜色了 当然 新的菜色也是好吃的 那些食材都格外的新鲜 国庆节假日七天下来 宿舍楼这边 基本没有空房间的时候 其他人家里 那也都是人来渴望的 不过私底下都觉得 住的条件 还是不如季建云的宿舍楼这边好 这时候季建云也是有些庆幸啊 庆幸之前 又给建了三个公厕 一个男的 两个女的 有这么三个公厕在 那也是很大程度 解决了宿舍楼的应急问题 而且因为有阿梅负责清理打扫 基本上都是没味道的 干净得很呢 哪怕这些城里来的 看了那也是没什么好说的 国庆七天假之后 大伙就踏上回城了 有些待了两三天就回去 有些待了五天 甚至有一直待了六天 第七天才回去的 总而言之 全是住下了就想多住几天的人 也不得不说 因为人多 之前季建云叫卖卖牙糖的人家 那生意也是极为不错的 甜腻腻的卖牙糖 可是吸引了不少人过去 虽然时间不长 但也赚了点 最重要的是 让他们看到了 人多带来的好处 虽然也有坏处 不过跟这些好处相比 那坏处就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接受了呀 宿舍楼那边冷清了下来 季建云就开始算账了 这短短七天也是赚了不少啊 很叫他满意的一个数目 季建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丈母娘给唐嫂阿梅 跟厨娘胖大姐 在淡季算了一半的工资 包括他自己也是 虽然知道他丈母娘是为了他 不过季建云还是找他丈母娘 说了这件事 不管是淡季还是旺季 工资都照发 发工资的事情都是交给苏丹红的 苏丹红自然也知道 不过季建云不舍得说自己媳妇 那就只能过来找他丈母娘了 不用那样 阿梅跟阿玉都没意见的 但即没人来 他们照样拿那个工资 自己都不好意思 没事 妈 你让他们好好干就行 说完了之后 他就把之前亏欠下来的钱 就都交给他丈母娘了 然后给补发了阿梅跟厨娘阿玉 两人听苏母说了季建云的意思 那也是十分感动的 也是越发坚定 要给季建云 把手底下的活都干好 干他们俩这个活 忙的时候那是真的忙 一天都不得空的 但是忙完了 那就比较清闲了 这一次国庆节假日 跟着授意的 那也有好几户人家 本来都是持着观望态度 如今也是一门心思的 想要他们这边能发展起来 要是发展起来了 以后能收多少钱呢 提供房间给睡觉就行 一晚上收二十块钱 家里有两三个房间的 这个国庆都住满了 一天呢就是六十啊 仅仅只是六七天的时间 就收了别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这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啊 光是想想那都叫人激动的不行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九十五期 爸 妈 你们不知道 三博这个国庆节 宿舍楼全部都住满了 好多客人呢 从早忙到晚呢 这天燕儿从老家回来了 就跟他爸妈说到这件事了 这个国庆节 他也是回老家度假去了 于是也是见识了一番 老家那边的热闹场面 纪剑文跟云莉莉都听说 办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具体怎样 都没有亲眼回去看过 倒是没想到会这么好 宿舍楼都已经住满了 这七天都是吗 是啊 热闹极了 小冬哥他们全都回来帮忙了 水库那边还有烧烤呢 吃得很热闹 燕儿满脸的高兴 这一次回老家那边 他可是晒黑了一点 但眼睛却是十分明亮 云莉莉跟纪剑文都知道 今年老家暑假那边的生意 就很不错了 但是国庆节假日 竟然就这么好了 这么说来 这真的是要起来了呀 旅游地肯定是可以起来的 好多人都过去骑马 半个小时一块钱 便宜得很 还有山上的苹果那些 都是随便吃的 还有麦芽糖什么的 可热闹了 一点也不无聊 季剑文跟云莉莉都挺为老家那边高兴的 能办起来就好了 要知道 那边可是投进去许多钱的 要是能建起来 那就能收回成本了 继母一直在旁边沉默地听着 冷眼旁观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即便听到三儿子出息了 那也是无动于衷 看了他妈这模样 季剑文也没说什么 如今最大的希望就是 他妈能够安分守己就好了 不要再惹事了 别的他真的没啥要求 等燕儿说完了老家那边的事 继母还是开口了 燕儿啊 你三伯 有没有问起奶的事啊 哦 有的 三伯问 男女的身体好不好 三伯还是很关心男女的 事实上是没有 季剑云忙得很 根本没啥空闲 多问这些事 因为他知道 季剑文会照顾好他们妈 也不需要过问太多 但如今他奶问起来了 燕儿自然是要说有的 奶 这一篮子都是糖心苹果 是三伯专门挑出来 叫我带回来给你吃的 燕儿说到这儿 就把那篮子苹果拎了过来 听到这话 继母脸色方才好看了不少 剑云呢 素来是个孝顺的 这也是因为 娶了苏丹红那个女人 要不然也不至于 会对她这么冷淡 不过到底还是 没忘记自己这个当妈的 这一次燕儿 也不止带回来苹果 还有苏丹红 寄给云丽丽的两盒婀娇 以及两包红枣 一包枸杞 都是极好的 对于自己女儿 季剑文和云丽丽都是了解的 知道她是在给她奶 找台阶下 也没有揭穿 云丽丽拿了婀娇 她要说道 你三娘娘就是多诗 这东厄厄娇 如今都长了这么多了 她还给我拿过来 我也跟三娘娘说了 三娘娘说 她去拿货的 可比在外面买的 要便宜不少 你吃着不错 就拿去吃吧 而且三娘娘还说 她特别喜欢 你给她带回去的那些衣服 这一次国庆节回去 云丽丽也是叫女儿 给带回去了新的衣服 都是苏丹红喜欢的款式 而且大小也合适 云丽丽也是笑笑 如今她铺面生意稳定 建文工作也稳当 女儿成绩又好 继母这个婆婆呢 也还算安分 所以她觉得自己这日子 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哦 对了奶 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燕儿从书包里 拿出三百块钱 两张是一百的 两张是五十的 一共三百 云丽丽见状 也当着自己老公女儿的面 从自己包里 拿出来一百块钱 塞给了继母 丽丽啊 不用了 三百块钱都够花的了 妈你拿着吧 我们家跟三伯 他们都是约定好了的 再说了 我们就是拿一百 三伯可是拿了二百呢 你大伯二伯他们 还只有五十呢 继母说完 心里对于自己大儿子 二儿子也是失望不已 要知道 以前她对他们 也是寄予厚望的 但现在给个五十块钱 就私底下埋怨 她能不能撑死 五十块钱 就现在的物价来说 要是靠他们两个的话 那她都要饿死了 大伯娘那边想起楼房 都想疯了 我看小冬哥 如今都不回去吃饭了 都是在三伯家里吃的 能起就起 不能起就不起 她那样遭见小冬 做什么呢 对于继小冬这个大孙子 那她也是很疼爱的 大伯娘想要起楼房吧 今年村里那些起楼房的 都有宿舍 就国庆这几天假日里面 都给赚了三四百块钱的 住宿费了 她跟二伯娘都眼馋了吧 二伯娘今年也在装修 她的二楼了 打算等到到时候 二楼就给当宿舍哟 继母都是愣了一下 住宿有那么好赚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都是听人嘀咕的 燕儿文言就摇头了 生怕她乃把事情 想到她三伯家里去 不过就算好赚 也要量力而行 他们俩在如今 也不少赚了吧 云莉莉还是会跟她说 一些老家那边的事情 因为云莉莉不说 她就会问 所以也就只能说了 如今既见国 跟冯芳芳都有工资拿 既见叶跟小珍妇女两个 也是拿着两份工资 既牡丹时不时地 过去搭把手 也会拿点工资贴补家用 所以两家基本上 都不会少赚的 应该是赚了不少 不过起楼房装修什么的 那花费也是大着呢 给她这五十块钱 叫她拿回来 给她奶的时候 她大伯娘二伯娘 脸上那个表情 那可真是叫人 不愿意去接这个钱 活像是从他们骨血里 抽出来一样 肉疼得很 不过她也还是接了 毕竟也不是她要的 所以还能每个月 拿出五十块钱来 妈您就别嫌少了 云莉莉接过话 继母便没再说啥了 但还是觉得 那三个儿子都白养了 就上个月 云莉直接往她户头里 打了三千块钱 让她不要节省 想买啥就去买啥 不要委屈自己 哎呀 看看 这才是我的宝贝女儿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96期 当然她也是问过自己女儿了 问她如今在哪 从过年来过之后 可就是没再来过了 期间倒是有通过两三次电话 不过她女儿好像忙得很 没说啥呢 就把电话挂了 就报了个平安 问了她的身体 继母这心里惦记着她女儿呢 第二天小区外边的小卖部老板娘 就来找她去接电话了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她女儿打过来的 继母很高兴地就跟着来到小卖部了 的确是继云云打来的 云云云啊 你可算是给妈打电话了 你这阵子都在忙啥呢 之前是比较忙 一天都睡不了几个周 不过现在不忙了 我已经从上海回来大学城这边了 明天就过去看你 电话里 季云云充满自信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呀 明天要过来嘛 那可好啊 妈可是想死你了 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说呢 继母惊喜不已 继云云笑了笑 那行 就先这样吧 明天我再过去 说完就挂了电话 旁边是一脸不高兴的李天盛 你这才回来 这又要走啊 跟我妈的话你没听到吗 我们母女俩可是很久都没见面了 她一大把年纪了 也就只有我这么一个闺女 我回去看看她 怎么了 倒是你 继云上下打量她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回来之后又找了两个女人 那些就是找来消遣的 他们哪能跟你比啊 李天盛文言气势也是弱了下去 连忙说道 别跟我扯这些 赶紧走啊 我可没有心情招待你 如今你就这么对待你的金主 金主 李天盛 可是我带你赚了这一百来万的 到底谁是谁的金主啊 这还真不一定了 纪云云冷哼了一声 而且我也老早就跟你说过了 跟你在一块 我从来不会在意你的钱 你一边待着去 可是偏偏李天盛就是这么个贱骨头 对他这副看不上的模样 还偏偏就稀罕得不行了 今年他自己跑去上海玩股票 他还笑话过他 说什么都不懂就敢一头扎进来 后来打电话过来 他也就跟着去了 当时也有空 正好去玩玩嘛 也看看他是怎么花样作死的 但是没想到 他对于股票的目光 竟然是那般的精准 起初李天盛就是随便拿点钱 出来给他玩的 跟逗小猫小狗没差别 可是接下来他就被震撼住了 他就给了他两万 凭借这两万 他赚了足足二十万 直接就翻了十倍 然后他才开始尝试着让他去买 跟着他一块买 所以在他从上海回来之前 他就直接在股票那边捞了一百万 这绝对抵得上 他完成几个中等项目赚的钱了 他因为家里有事就先回来了 纪云云确实留了下来 这些日子李天盛那边的人 打电话过来 都说他又捞了一笔 具体多少不知道 但总归是不少就对了 看看纪云云当初说的话 钱他自己就会赚 根本不用他给 他也从不看中他的钱 就只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而已 纪云云如今这一副平淡的模样 也是叫李天盛有些挫败感 毕竟他想要的女人就没有征服不了的 可唯独偏偏就只有这个纪云云 真的是不把他放在心上的 可偏偏他自己还就惦记上他了 知道他今天到家了 所以眼巴巴地跑过来 结果就听到他打电话说 要回去陪他妈了 李天盛当然不服气 自己被纪云云这么无视 于是就把他扛起来 带进卧室里边去了 很快就传来了那不和谐的声音 完事之后 纪云云也抽了根烟 很舒服的样子 李天盛虽然也是一脸享受 但看他那样总觉得很不适滋味 我怎么觉得 这纪云云一点也没有 臣服在我的雄风之下呢 行了 你伺候的还不错 赏你的 纪云云从包里掏出 两张一百的塞给他 李天盛都愣住了 然后就把他的烟给掐灭了 又把他摁着给收拾了一顿 随后才抱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 恶狠狠地说 我告诉你纪云云 少他们给我弄这些华丽胡哨的 你记住 你是我李天盛的女人 是我儿子的妈 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的妈呀 你就是把你儿子的妈养在外边 跟养情人一样 纪云云推开他 要不是当初跟你背着老郭 做出那种事怀了小五 你以为我稀罕你啊 天底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 李天盛 我也懒得再跟你这默契 要不要带我进李家 你自己选择 不带我进去 以后我跟了谁 你也别管我 你还想要去跟别人 李天盛愣了一下 不瞒你说 这一次上海那边 却有一位先生想要追求我 上海本地人 比我还小五岁 长得高大英俊 而且家里的条件 也颇为蜂窝 的确有这么一位先生呢 很是绅士 请他去上海那边玩 见识了不少的风土人情 事实上 他从半个月前就没玩股票了 钱赚了几十万 也够花的了 短时间内他也不缺钱 股票这玩意儿 越往后边就越不确定 还是趁早收手的好 而这半个月的时间 他就一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两人自然是少不了 干柴烈火的 到底是年轻了他五岁啊 体力就是不一样 很是英勇 也不是李天盛可以相比的 这半个多月里 季云云过得很高兴 那天早上 他趁着他还在睡觉 给他留了两千块钱 也就回来了 男人好 虽然是好 但是他还是比较物质 李家这边更适合他 要是进了李家 往后这一辈子 就都不用愁了 现在的 都只是现在的而已 你还敢背着我 跟别的男人乱来 胡说八道什么呢 人家就是追求我而已 什么乱来 季云云当然是不承认的 但是李天盛 确实不相信 因为这一次跟他在一起 他都有感觉的 照理说这么久没在一起了 他应该是相当有兴致的 但是刚才他可是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啊 这必然是有过其他男人了 而且恐怕战况还极为的激烈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这叫李天盛脸色十分难看 继云看他那样 大概也是感觉出瞒不过他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那个年轻的男人 真的是很讨女人喜欢的 哪怕是见识很广 身经百战如他 那也是觉得很满意 而且连续半个多月呢 被李天盛感觉出来也正常 他也毫不避讳 是跟他有过几天共处的时间 不过那又怎么样 难道就准你回来招风引蝶 我在那边跟别人来往就不行了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的 我没管你的事 你还敢来管我的 当真我离开你就不成 我跟那些旧时代的女人可不一样 没了男人 我照样能活得很精彩 你 你不要小五了吗 李天盛没想到 他竟然指责起他来了 可是说的也的确有那么一点道理 他的确是不能用 旧时代的女人眼光来看 而且这一次 他可不就带着她赚了一百多万吗 这样的女人多少男人都比不上了 又是一个人在上海那边 会有优秀的男人看上他 并且追求他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他还是觉得很难受 他的女人怎么能被别的男人染指呢 说的好像你们会虐待小五似的 纪云云迟笑了一声 行了 赶紧走吧 我要休息了 竟是半口不提要去李家的事了 我也是想让你进李家的 但是李家真不是那么好进的 你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可好啊 李天盛却自己说起了这个事来 他觉得要是再不说这些事情 恐怕纪云云真会跟别的男人走了 他这样的女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愁 没有男人要的 而且追求他的 还都是一些十分优秀的男人 在上海那边 他其实就知道了 许多大老板目光都在他身上打转呢 只不过他没理会而已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 搞得我纪云云好像真的那么希望进你们李家门似的 像你们那样的大家族 规矩肯定多死了 哪有在外边自由自在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去哪儿我自己就能去哪儿 那多逍遥 纪云云眼珠子一转 纪云云 我都想让你进李家了 你可别太过分了 你给我滚开 当我稀罕呀 一边待着去 要不是你非得缠着我 这一次我没准就留在上海 跟严先生在一起了 你跟那个男人的事情你赶紧忘了啊 我也不和你计较 但是纪云云 以后你给我记住了 你是我李天盛的女人 要是 你还是省省吧 我纪云云是你李天盛的女人 有何证据 结婚证上写的吗 等我跟家里 要到了户口本 我们就去领证 那就等你拿到了再说吧 你 你真是要气死我不成啊 李天盛翻身压了上去 纪云双手顺势搭在他的脖子上 笑道 还有力气吗 都两次了 今天没力气了 果然比不上年轻男人了 年轻男人 一天能来个五六次呢 真是叫人回味无穷 这样的刺激 叫李天盛不得不翻身上马 再度豁出老命 驰骋沙场 结果第二天 就是他整个人 都蔫儿蔫儿的 无精打采 纪云云倒是一身轻松 我去我妈那儿住几天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要不然以后 你就少管我的事 至于这个房子 以后你也留着自己住吧 纪云云说完就走人了 李天盛叹了口气 他觉得他这辈子 大概是栽在 纪云云这个女人的身上了 他背着她出去外边 跟别的男人乱来 他竟然也能够原谅她 而且还想带她 进李家的门 他觉得自己 真的是魔障了 可是 他也是真的喜欢纪云云啊 尤其是他身上 那股子新时代女性的劲 天不怕地不怕 也没有以前 旧时代女人的那种老封建 她非常的潮流 眼光独到 而且品位也不俗 每一样都是那样的吸引她 叫她都忍不住 想要真的把她 带进李家去 也省得被外面的 那些男人惦记着 虽然生过两个孩子了 但她骚起来 可真的是要命啊 她今天可不就是 腰还疼着呢吗 李天盛是怎么想的 纪云也差不多知道了个大概 昨晚上叫她知道 她在上海跟别的男人有交集 却没有翻脸 她就知道 她的强势并没有做错 而且这一次 她在上海那边 确实是认识了几个大老板 虽然就只是一夜风流 不过彼此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当然这些李天盛是不知道的 而且最叫她怀念的 还是那位英俊的上海先生 要不是怕生出太深的感情来 她还真想多待一阵呢 在餐厅里用了早饭 还叫了一份送上去给李天盛 然后她就坐车过来 昨天就约定了 今天要什么时候来的 所以继母老早就在路口这边等着了 果然叫她等到了女儿 妈 你等多久了 也真是的 我到了叫个人上去 帮我喊一下就行了 没事没事 妈乐意出来等你 这是妈乐意的 继母拉着女儿的手高兴得不行 继云云今天这一身行头 可全都是名牌货呀 大波浪的流行头发 性感又妩媚 还有那高跟鞋 那个胯包 以及脸上的妆容 当真是跟电视里走出来的一样 如今年纪都不小了 但是硬生生的就很气派 看着也是年轻得很 完全看不出年纪来 这让周围不少人看了都忍不住回头 眼里的经验也是异于言表的 至于作为母亲的继母 那更是不用说了 女儿简直就是她的骄傲啊 妈 咱们过去那边茶饮店里聊吧 前边就有一家茶饮店 而且环境也很不错 最近几年来 这些服务产业都慢慢地开始兴起了 哎呀 上次莉莉就带我进去喝过一次 跪死了 咱别去了 纪母一看是那个茶饮店连忙说道 的确是不便宜 四嫂对妈你倒是舍得 纪云文言只是笑了笑 对于她四嫂的做法 她也还是比较满意的 的确是没有叫她失望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迹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九十八期 确实不知道 云莉莉之所以会带继母 过去喝杯茶 那还不是因为小区里边 一群老太太在攀比吗 继母一天天的都在那说 没办法 她就只能带继母 过去喝上一杯了 喝完继母都觉得后悔了 就不该去 苦不说 还死贵死贵的 简直是白花那份钱呢 然后她就骂那些死老太婆 自己被坑就算了 竟然还要拉上她 不过此时听到女儿这句话 继母也是笑开了 可不是 你四嫂就是孝顺 平日里虽然忙 家里的活都是妈干 但只要她在家呀 那什么活都不让妈干 就打发妈去看电视去 四嫂扑面的生意怎么样啊 过来茶饮店的路上 纪云云问她 那呀 云月 咱别过去喝了 没事 咱现在不缺那点钱了 你女儿我这一次 可是赚了不少 女儿口中的不少 那肯定是真的不少 毕竟她那么多存款 在女儿口中 那都不过是小钱而已 能叫她说赚的不少的 那恐怕得有好几万不止吧 再加上对面街道上 一个老太太还看到了继母 还跟继母打招呼 哎哟 这是你女儿啊 是啊 我女儿还非得带我去喝茶 我都说不要 继母立刻转了话头 女儿孝顺可是好事 不过 真不是我说 你家的闺女可是真漂亮 比你说的还要漂亮呢 这个老太太也是个有眼色的 而且继云这一看 那就是个有钱的主啊 继母笑了笑 跟她寒暄了几句 这才跟着她女儿 过来茶饮店里 也没有再说不愿意的话了 点了茶跟糕点 继母方才回答之前那个问题 你四嫂铺面里的生意 也是不错的 看那样子 一个月也能赚了几百块钱吧 就是那个房东不地道 看你四嫂生意不错 直接涨了不少房租呢 外边做生意都是这样 你叫四嫂把铺面买下来吧 亏不了的 也只有她四哥家里 才愿意叫买房的 我更想着 让你四哥四嫂买下来 不过之前还了债 也就是后边才缓和了一点 虽然收入还不错 不过想要买铺面 那个还差多了 如今一个铺面都要四万块钱了 而且就那八十平方而已 可不大呢 如今在江水市八十平的铺子四万块钱 那可是不贵 要买也要趁现在买 往后买的话 那只会更贵的 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 那可怎么办呢 这有啥 四万块钱而已 我可以借给四嫂 季云说完又转了话头 算了 不用借了 直接给她买吧 算是我送给她的 也是她这么多年 对妈你一直用心照顾 还是算了 莉莉也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 如今你四哥也看得紧 她哪里敢收你的钱呢 而且还是白要你的 一个服装铺的收入虽然不差 但是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撑死也就五六百块钱 再加上四哥的工资 但是一家人还要生活 娘儿也在读高中 一个月根本存不了多少钱 要想攒钱买铺面 那根本攒不到 等她攒到了 房价都不知道上涨到什么层次了 啊 不会那么夸张吧 什么不会那么夸张 妈 你没看到吗 以前四哥四嫂买那套房子 才两千多块钱 如今那套房子 恐怕也得四万块钱往上了吧 哎呦 是啊是啊 我前些时候 还听那群老太太在说 说还好房子买得早 要不然现在都买不起了 一套你四哥那么大的 的确要三四万块钱了 那就是了 四哥四嫂 也不愧是住在江水市这边的 眼光就是好 当初买下这个房子 如今都等于是有立足之地了 以后这些旧房子 肯定也都是要拆了重建的 到时候还能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住 继母听得很高兴 哎呀 云云你可真聪明啊 小区那边 最近还真有在说这件事 说房子都老了 再过几年 好像真的要拆了重建 而且啊 还有建更高一些的 哎 云云啊 你有没有去买房啊 你现在手里要是有钱 就自己去买房吧 你不是一直说房价会涨吗 我的事妈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有打算的 云云喝着茶 用叉子小口小口 优雅地吃着点心 他刚重生回来的时候 的确是心心念念地 想要买房的 尤其是北上广深 更是要去买 但是现在 他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与其辛辛苦苦 累死累活地赚钱去买房 不如找个有钱的男人 在家里掌控着 到时候要什么没有啊 在后世 房价的确是叫人仰望 但是那些有钱人 还会没钱没房吗 不会的 有钱人还是有钱人 想要房子还能没有吗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关键是要有那个钱 还要有那个人脉 李天盛家里 在大学城那边都是名门 他本人又是做房地产的 只要是抓牢了他 他什么不是他的呀 那还用得着自己去累死累活 赚那点辛苦钱吗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 男人用实力征服世界 女人用魅力征服男人 世界也同样会是他的呀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女人 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自己去打拼 女人那就该活得精致一点 如今她走出去 哪一个男人不是看得 眼睛都直了呀 继母看她的确是心里有数 这才没说什么 拿起茶开始喝 虽然难喝 不过这么贵也不能不喝呀 这点心啊 妈就不吃了 你待会儿去看看浩浩 把点心给她带过去吃 吃吧 待会儿去看浩浩 我给她另外带一份过去 不差这一点 晚上过去那边吃饭吧 我要留下来住几天 还要留下来住啊 干脆回去吧 李老板那边要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生气呢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跟他说了 我是来看妈你的 对于李天盛那种男人 那就不能惯着 就得给他点颜色 看看他还会不会 把他放在心底里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99期 继母自然以为 女儿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来源于李天盛 见她这个 无所谓的态度 连忙道 哎呀 云月 你不要任性嘛 云大海那边 要不是有浩浩 连妈都不会过去半步 你还去干妈呀 看看浩浩吃个饭 就可以回去了 妈 我心里有数的 继母看她这样 也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哎 季剑云那边 发展得怎么样啊 血本无归了吧 你三哥那边 还真别说 我听一二回来说 真有人过去旅游了 还真有人过去 咱那穷乡僻长 哎 你大概是许久 没有回去了 所以不知道 老家那边的变化 上回啊 妈回去跟他们 洽谈养老事宜的时候 就走了一遍 发现这村子里啊 跟以前是真的不一样了 再怎么不一样 那还不就是个破村子 能有啥好看的 就凭那个马场 人家玩几次 看几次 也就腻歪了 到时候 我看她怎么收场 你三哥对妈 还是孝顺的 你别这么说她 妈也盼着她能好 现在有人认 他们几个要养活着呢 生活成本可不小 季云云都懒得说了 我先过去看浩浩了 妈你早点过来 季母硬了下来 季云云就让茶饮店 给打包了一份点心 然后结了账 就拎着走了 季母回家里 季建文正好在家 今天上午没课 她也就没去学校 这两天感冒了 人也不太舒服 妈你干嘛去了 一大早上就不见人呢 哎呀 没干嘛 你这嗓子是怎么了 妈给你买了冰糖 跟雪梨回来 听说这个梨水喝了呀 对嗓子很好的 季建文点点头 也没说啥 的确是有点上火了 季母就去整了 一个冰糖雪梨 然后拿过来给儿子吃 一边试探地问道 嗯 建文呢 妈也许久 没有去看过浩浩了 打算过去 陪她吃个晚饭 季建文皱皱眉头 不过也没说啥 知道 记得早点回来 本来是不想让她妈去的 但是她妈什么性子 她也清楚 要是不让去 她总会偷偷摸摸地过去 所以倒不如硬了 哎 妈肯定会早点回来的 季母很高兴 季建文吃了冰糖雪梨 就起身了 妈你先忙吧 我过去店里 帮莉莉看看 行 你去吧 随后 季建文就过来 云莉莉的服装铺里 也不是很远 她就跟云莉莉 说了这件事 妈要去就让她去吧 拦着也拦不住 没办法的事 只要她不没事 找事就行 云莉莉这时候 正好也比较闲 有空跟她闲聊 我也答应妈让她去了 你人好点没有啊 好多了 不过我听说 云大海现在没出去工作了 是没出去工作了 不然浩浩没人带啊 好像是以前有点存款 你爸妈那边 没个说法 能有什么说法呀 他们二老现在都吃我二哥的 我二嫂那性子 你也不是不知道 如今这样就算不错了 还能指望她答应我爸妈 他们带云号啊 每个月她都会给她爸妈 五十块钱的生活费 不多 但多少也算个数 而且因为每个月 这五十块钱 她二嫂那边 对她爸妈还比较客气 不敢太过 不过也仅仅是保持在此了 别的那是甭指望 纪剑文摇摇头 便也没再说什么 云莉莉哪能不知道 自己男人什么心思 恐怕也是有些看不过眼 她大哥在家带孩子 还要她婆婆一个老人 去贴补了 但是这件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她还能说啥呀 她那个婆婆的性子 是真的恨不得 如同蜡烛一般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伟大的很呐 啥事都要往身上揽 如纪剑文所料 纪母每个月 都会贴补外孙一些东西 一个月两罐卖乳精 那是少不了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只鸡 一篮子鸡蛋啥的 这些可都是不便宜啊 比如晚上纪母过来吃饭 就顺带地 给拎了一篮子鸡蛋过来 婶儿你别这样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你能过来看看浩浩 我就很高兴了 别老往这边拿东西啊 我是给我外孙吃的 你别管那么多 纪母拎着鸡蛋进来 这些鸡蛋 恐怕也得有三四斤了 纪云云正坐在沙发上 逗云浩呢 云浩如今可是长了不少 也懂事了许多 知道纪云云是她妈妈 她也表现得很亲近 看到纪母来了 她表现就更明显了 立马就下了沙发 蹭蹭地跑过来 姥姥 你给我带了啥好吃的 咬了给你带了鸡蛋 给你做鸡蛋糕吃好不好啊 好 云浩点点头 然后牵着她的手 妈你也不嫌费劲 这么高呢 你拎这么多鸡蛋上来 哎呀 这算啥 纪母不是很在意 拿着鸡蛋就进了厨房 看到砧板上切了一半的肉 她就要开始动手 不过被云大海给阻止了 时你出去跟云云她们母子 说说话就行 里边交给我来 妈 你让大海忙就行了 你出来跟我们说说话 继母这才点点头 云大海就在厨房里忙活了 继母看了她背影一眼 对女儿说道 其实 要不是有李老板 云大海也不差 毕竟疼孩子也会做饭 顾家啥的 算是不错了 只是有李老板 那个有钱的在前面 云大海这样的 就显得没啥出息了 纪云觉得云大海 唯一能跟李天盛比的 大概就是在床上的功夫了 云大海体魄强健 他也挺满意的 不然当初 他也不会跟他一头成瘾了 妈 你就不能跟四哥通融通融吗 浩浩如今这么大了 也上幼儿园了 要是能过去那边的话 云大海 也不用成天在家里带孩子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期 听到女儿这话 继母也是叹了口气 唉 你以为妈不想吗 好和这么乖 带着也不费事 但是你四哥就是不答应 妈也没办法呀 他当然知道 云大海这么待着不好 作为男人 就该出去赚钱养家 这才是他该做的事 在家里带孩子做饭 这像个什么样啊 但如今也是没办法 孩子没人带呀 纪云皱皱眉头 不过倒也没说啥 他倒是没想让云大海 出去工作的意思 上班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啊 他刚给了他五千块钱 让他留着带孩子用的 也让他多带孩子出去外边 多走走看看 只是云大海到底是男人 不能总带孩子 如今这个社会机会太多了 叫他多出去闯闯才是正道 也为浩浩博一个好前程不是 不过听他妈的话 他也没多说啥 云大海很快就把饭做好了 一家子一块吃 吃完了饭 继母就急着要回去了 妈出来也够久了 就先回去了 你四哥叫妈早点回去呢 也不用这么急 多坐会儿怎么了 你跟大海坐吧 要是留下来 妈明天再过来 济云这才点点头 等继母一走 云大海才说到 妈也是不容易 好好地私旧那边 一直不让过来 我四哥那人就是固执得很 不用管他 等以后他自然就会知道 我们走的路没有错 云云 这回你能住几天呢 云大海坐到他身边来 一身有烟味 赶紧去把碗洗了 再去洗澡 云大海嗅了嗅身上的味道 的确是有点味道 点点头就去洗碗 打扫厨房了 然后去洗了澡 整个人就清爽多了 本来云大海就长得不错 身材高大 浓眉大眼 既云云看着也算合眼 明月 咱是不是该歇着了 现在才什么时间 带你儿子下楼去逛逛 我也要洗个澡了 他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走到哪儿都会有男人 对他死心塌地 走到哪儿都不会缺男人 云大海看看时间 现在的确还早 儿子一般都会九点才睡觉 如今才七点多一点 于是云大海就带着儿子下楼去了 既云云 则去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然后就在家里看电视 等他们父子俩回来 云大海带着儿子出去溜达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云浩也的确是累了 回家里他爸给他洗澡的时候 他就一边洗一边睡着了 给他洗了澡 剩下的自然就是寄云云跟云大海的天地了 两人也着实是胡闹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继母过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还没起床呢 倒是浩浩一早就起了 继母也是有这边钥匙的 自己开门就进来 一进门就看到外孙自己在沙发上玩呢 他愣了一下 浩浩啊 你爸妈还没起床呢 这都快八点了呀 我爸爸跟我妈妈还在睡觉 老老 我肚子饿 乖啊 老了这就给你做吃的 继母文言心疼得不行 心里也是知道 昨晚上云大海跟他女儿 肯定是没少折腾 不然还能这么晚了还没起床吗 但是也没管 赶紧就给外孙先蒸了个鸡蛋糕吃 然后开始给他做早饭 等他早饭做好了 让外孙先吃 他就要去拍门叫女儿起床 然后就在房门外 隐隐约约听到了什么声音 作为过来人 继母一听就明白了 脸上也是有些发热呀 真是的 昨晚上胡闹也就算了 今早上起来竟然还这样 等他们俩出来的时候 那都快九点钟了 看到继母过来 云大海也是一愣 婶儿 你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们睡到这个时间起 好好都饿成啥样了 继母有些没好气 云大海尴尬地笑了笑 继云云也从房间里出来了 大概是真的被云大海滋润得很好 继云云的气色也是十分不错 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好气色 继母看了也没说啥 让他们赶紧刷牙洗漱 然后等云大海带儿子出去了 继母就拉着女儿说 哎呀 有没有带个套什么的 她这是担心女儿怀孕哪 不然被李老板知道 那真的要完蛋了 别怀疑 跟小区里那些个老太太 说一些家长里短的 继母也是长了不少知识 比如如今流行的这个气球啊 她就是知道的 为了敷衍她妈 继云云就说带了 事实上是没有的 而且她还巴不得自己怀上 要是能怀上 那就更能顺利地进入李家了 只是她在上海那边 跟人来往也很密切 因为兴致一来 也忘记要做保护措施 不过一直以来都没能怀上 她觉得可能是 生二儿子的时候伤到了 当时二儿子可是个大胖小子 生出来他真的是伤到了身体 也不一定 所以自然也不用带那个玩意儿了 还是直接来的方式 他比较喜欢 有就好 你小心着点 别再弄出个孩子来 要的话 就去跟李老板生去 妈 你就别唠叨了 我知道的 你要是知道你昨天晚上 就不会留下来和大海胡来了 妈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真想和李老板过好日子 那以后就少来 这样以后对云大海生出感情来 那可如何是好啊 她知道女儿目前对云大海是没感情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是用她来排解一些寂寞而已 她一个重生女 是命运的天之娇女 一夫一妻的制度 她并不是很愿意接受 不过不接受也没办法 以后进了李家 那她恐怕是不能这么自由了 所以趁着现在 多跟云大海这样守口如瓶的男人 比划比划 又有何不可的 要是想骂她不干净的话 那李天盛又有多干净啊 被她糟蹋过 伤过心的姑娘 那可不知道有多少了 纪云云在这边留了四天 本来是想多留几日的 不过月室来了 再留也不能跟云大海败事了 于是就提前回来了 而叫她意外的是 李天盛竟然拿着家里的户口本 在等她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1期 对于外边的事情 苏丹红自然是不怎么清楚的 这件事还是从真苗红那知道的 那个纪云云真是本事不小啊 就那样的出身 不看不尽的 竟然能把李天盛那个花花公子 给迷成那样 听说是家里头不答应 他直接偷了户口本 然后跟纪云去领的结婚证 现在李家那边 都快要被他给气死了 基本上真苗红每个月 都会打一两个电话过来 多的时候四五个都是有的 的确是有本事 那个李老板都知道 纪云云离过婚了 也许可能不知道 他以前的事 但即便如此 他竟然也还是不介意 跟纪云云在一起 要带纪云云进李家大门 这的确是纪云云的本事啊 可不就是本事吗 我听说呀 那李天盛 是跪在李家老太爷子 面前求的 但是如今结婚证都领了 李家那边不同意 也没办法 不过也就是领了个证 其他的一样都没有 这个门儿进的 也不算是光明 只要能进李家大门 纪云云大概也是 心满意足了吧 排场什么的 那都是次要的了 啊 可不是 不过呀 他这回眼睛可瘸了 怎么说 李家在外人看来 的确是金碧辉煌 但是啊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他这话一说 苏丹红心里也就有数了 那个李家 恐怕已经是被人盯上了吧 大概也就能在李家 过个几年 豪门太太的生活吧 不过以后 那可真是有难熬的日子过了 不说他了 姐 你啥时候回来的 上次通电话的时候 真苗红还在外省呢 跑去了上海那边 也是这几天才回来的 就是 你打的动静 去玩股票了吧 我这不是就去凑个热闹吗 不过你还真别说啊 去那边买股票 那些人真的跟疯了一样 简直无法想象啊 赌场上的人能不疯吗 赌场可没有这么刺激 我跟你说 你跟剑云要是有空的话 还真得过来见识见识 不要玩 就算要玩也玩小点 也是挺长见识的 我现在可没空去见识了 然后他就把怀孕的事情说了 这苗红一脸惊喜 哎呀 我的天啊 你还真有了 这头多大了呀 啥时候有的 三个多月了 这回好了 要是个闺女 是啊 我现在就盼着这个是个闺女 姐 你有没有空啊 要不要过来走走 我过阵子过去 这边现在事不少 到时候我过去那边住几天 行 挂了电话 苏丹红回来继续炒芝麻 他要做点芝麻糕池 这个不是用来做恶交糕的 季剑云回来的时候 也带了一桶子鱼虾回来 鱼是卤鱼 苏丹红最喜欢吃的 虾呢就是和虾 个头不小 苏丹红也喜欢吃 剑云 你去问问干妈 他还有没有那个酸梅子 我挺想吃的 行 季剑云就过来隔壁 找杨大婶了 杨大婶笑着说 还有两坛呢 你都拿过去给丹红啊 不过 丹红这么喜欢吃酸的 我看这一台呀 十有八九又是个小子呢 他自然也已经是知道了的 苏丹红前三个月就没啥反应 反倒是最近 时常会反胃 杨大婶就给他 咬了一碗酸梅过去 果然很合口味 他就盼这个闺女了 季剑云也比较无奈 他媳妇的确是比较是酸 但是酸儿辣女 这恐怕真是个小子呀 唉 这是儿子 是闺女 都好 平安健康就行啊 其实在他老一辈的观念里 这是个儿子的话 那就更好了 谁家会嫌儿子多呀 又不是家里穷得叮当小 那才要闺女不要儿子呢 不然儿子以后都娶不上媳妇 剑云家里如今产业这么多 那儿子多就是好事 这样也能镇得住场面 虽然他不歧视姑娘 但是他们这边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家里要是没儿子 那真是在外边跟人吵架 都不敢大声的 而丹红这样 一连三胎都是儿子的 哪怕是搁在以前 那底气绝对的足 也不惯方圆十里八村的 都在夸丹红旺家 这可不就是旺吗 季剑云就抱着一坛的酸梅过来 苏丹红看了就没好气的 干啥呢这是 弄这么多过来干嘛 我怀的又不是儿子 儿子都三个了 他是真的想要个闺女啊 季剑云一脸好笑 我知道 就是吃不完留在家里而已 我看想想也挺喜欢吃酸的 苏丹红这才勉强地 接受了这个回答 至于是酸就会生儿子 那可不一定 而且他也选择末式 酸梅汤也真的是十分可口的 苏丹红往后的桌上 都要出一道酸菜 季剑云偶尔也会吃两筷子 但是就被酸得不行了 倒是他媳妇 如今胃口好得不行 每顿饭都要吃上不少 尤其是那道酸的 要不是他阻止 那全都得下了肚子不可 季剑云心里也就有数了 看来这胎必然又是儿子了 虽然是有点小遗憾 不过也还是高兴的 是儿子是女儿都无所谓了 平安健康就好了 而对于自己嗜酸这个问题 苏丹红直接就忽略了 他可不想去想这些有的没的 十月份这个季节 气候就开始干燥了 苏丹红一早起来 就泡了点银耳下去 做午饭的时候 顺便就把银耳汤做了 放了点枸杞跟红枣 加上提味的冰糖 这就很好喝了 也很滋润 季剑云也挺喜欢的 这时候也是外边雪梨的季节 他家山上也有不少梨子树 不过八月底的时候 就都已经成熟了 如今都摘完了 这个雪梨是从外边运过来的 还是很新鲜的 苏丹红就用来炖了 把雪梨切头 再把里边给挖了 然后加入凉开水 跟冰糖红枣 最后放进小汤中 隔水炖 等好了端出来了 那就是再正宗不过的 冰糖雪梨汤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2期 气候虽然是干燥下来了 但是眼下却是收干货的好季节 鸡大勇跟长进两个 就被纪简云派遣出去了 这个时间段山上果芒过去了 接下来的活都不是很多 长进完全可以派遣出去的 开着拖拉机就出去收干货去了 一早上出去的 一般都得傍晚四五点钟才能回来 每天都去一趟 每一趟都会收回来一整车的干货 当然还有很多从外边收回来的粮食 有这个拖拉机在 那真的是很派得上用场的 粮食也不贵 便宜不少 从外边买回来喂养牲畜 还是比较划算的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干货了 老北京那边的铺面里是很受欢迎的 生意极为不错 这些干货苏丹宏也是喜欢的 蘑菇木耳啥的都会留下来不少来自己吃 不过带回来的那些干肉苏丹宏就不喜欢了 可是老北京那边有人喜欢呢 而且还总是问有没有 是老板娘吗 这天林大为那边打电话回来 一听是苏丹宏的声音 嗯 剑云在水库那边还没回来呢 老北京好 其实也没啥事 主要就是 想来咱铺子拿恶胶 但是要长期拿货 问能不能给个批发价 每次拿多少啊 多久拿一次 基本上一个月就会来一次 多拿了60盒左右 那行吧 给算个批发价 一盒便宜7块钱算给他 当初他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恶胶膏如今又涨价了 之前每盒涨了5块钱 如今每盒又涨了7块钱 苏丹宏可是给囤了一个厨师的恶胶呢 那可是赚了不少差价的 不过即便如此 苏丹宏每个月也都会去进一批新的恶胶 回来填补空缺 不仅老北京那边 大学城那边还有江水式的铺子 以及县城的 基本上所有铺面都会摆上东厄厄胶卖 再加上徐姐跟他家要做厄胶膏 需求量是很大的 厂子那边因为他这边的确是大客户 而且这么多年了 所以算给他的都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他的量也的确是大呀 给别人涨了10块 涨他家呢就涨了7块钱 上次涨他家5块 涨别人家的可是7块啊 而他就以东厄厄胶零售价出售 一盒东厄厄胶可以赚25块钱 一盒便宜7块钱的话 那也是能赚个18块钱的 一个月拿60盒 那也能赚个1800块钱了 分一点给那位拿货的赚 那也是还行的 之前他家每个月赚的钱过万 那就算很多了 但如今多了其他的各项收入 比如厄娇高跟厄娇这两个 就是收入中的大头 一个月下来可以高达5000块 将近6000的收入 十分可观 苏丹红又问了一些其他的生意 这才挂了电话 林大为夫妇是当初老张给介绍的 说这对男方夫妇不错 可以信一信 再加上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合适人选 于是就让他们夫妻两个看铺子了 如今夫妻两个一人看一个铺子 手底下都各自招了一个年轻的工人帮忙 如今生意做的是很好的 早几年纪剑云还借钱给他们买房了吗 如今也在老北京那边彻底安定下来了 当然了 之所以能从当初的一穷二白走到如今 在老北京那样的地方买房 那也是因为夫妻两个的确是不错 每一笔账都给纪剑云寄得好好的 有些出入但都很小 而且也是难免有些损坏的 自然就不会去计较了 等纪剑云回来了 就看到她媳妇正在熬制阿娇膏呢 我来就行 这可费劲得很 纪剑云连忙说道 然后就把铲子给接过去了 也不费啥劲 苏丹红闭了一下 林大伟打电话回来说 最近恶交膏又不够卖了 我就多做点 我来就行 那你先去洗手 纪剑云就只能先去洗手了 苏丹红这才交给她 今天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啊 没了 其实如今有纪红军管理着 他即便在家闲着也没事的 只是忙惯了也不习惯时常待在家里 不过要是家里有活忙那就没事了 这几日都做些送过去 行 这天下午 真苗红就自己开车过来了 怎么也没事先打个电话过来 有啥好打电话来的 又不是啥大人物 真苗红笑着说道 手里还拎着一盒子燕窝 苏丹红也看到字样了 你怎么还带这种金贵的东西过来啊 我可不吃啊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我这是给我未来小外甥女吃的 如今你都这个月份了 吃这个最好 一人吃两人补 而且也就是你 其他人我可舍不得 红姐 你这是上哪买的 上次去上海 有人从广州那边带来的 这可是最好的燕窝品种 我一共就买了两盒 那盒我留在家里自己吃了 觉得还不错 这盒你就留着吃啊 等以后孩子出生了 不管是皮肤啊 还是抵抗力啊 那都会很好的 红姐 你又带好东西来了呀 纪剑云在厨房里忙活呢 声音也传了出来 是啊 不过可不是给你的啊 这苗红说完也就过来了 然后就看到他在熬着恶娇膏了 哎 等我过几天回去 那可得给我多拿上几斤回去啊 你姐夫对着恶娇膏 还真是喜欢上了 那算啥事啊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生意都还不错 就是东西有些不够卖了 名下铺面太多了 而且生意都极好 哪怕他产业多 可是也的确有些供不应求了 我听丹红说 又多承包了四个山头呢 不过那得两三年才能起来 每天的鸡蛋都是很多的 但是基本上鸡蛋都没有存下来多少 全都运送出去了 而且还真的不怎么购卖 尤其是今年跟北京通了铁路之后 东西大批量的运送过去 真的是有些不够卖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3集 不过也是因为旅游地 发展起来的原因 每次大批量游客过来 都会带走不少东西 别以为不多 那是真的不少 每次带走的 都能有一万左右的东西呢 再加上名下的铺面 如今物资是真的比较缺了 不过季建云也是有办法的 比如水库那边的三个果山 已经被它给围起来了 里边可是养了不少鸡 一部分下蛋 一部分就专门养大了麦 也不大吧 一只就两三斤左右 季建云隔三差五的 就会拎一桶林泉水过去 喂鸡 喂猪 喂鸭 喂羊的 大概也跟林泉水有关 水库那边的牲畜 长得都很好 虽然下蛋不多 但是每天 也能有一两筐的鸡蛋 再抓一些鸡 也是能缓解 铺面的压力的 不过目前还是缺物资啊 要是等以后 其他四个果园起来了 那再养伤一些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不过卖不够卖 当时吃还是够咱自家吃的 我可也没打算跟你客气 这回过来 我可是要住上几天 吃的可不能亏大我了啊 缺谁也不能缺了你的 你赶紧的 过来看看这身旗袍怎么样 啥旗袍啊 真苗红就被他吸引过去了 之前你不是送了我一件吧 后来我就从杨州 我师父那边 进了一些上好的丝绸段子过来 做了两身旗袍 我自己一身 这身是你的 照着你的身材做的 不过你最近 有没有吃胖啊 没胖 快点带我看看 真苗红对他的手艺 可是信赖得很 他做出来的旗袍 那肯定是差不到哪去的 苏丹红就从柜子里边 给他拿出来了 他的确是做了两身旗袍 自己一身 另外一身 也的确是给红姐做的 之前红姐就送给了他一套 赞不绝口 知道他喜欢 苏丹红就一块做了 用的丝绸段子 也是从杨州那边买来的 去年他就用邮政快递 给那位叫做秦义的女先生 寄了婀娇跟婀娇膏过去 女先生把婀娇给退了回来 但是婀娇膏他喜欢吃 就留下了 那位女先生也是个耿直的 有一说一 说婀娇味道大 他吃不了就别浪费了 拿回来这边吃 苏丹红后边又寄了好几次过去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叫 纪剑云过去 寄两三斤婀娇膏去 一来二回的 那边女先生还特地给他打电话过来 说他没有什么好送他的 就给他寄回来了一匹上好的布料 叫他去做几身衣裳 一匹布可以做六套衣服 苏丹红就先做了两套旗袍 布段还有剩下不少呢 他打算给孩子做一些小衣服 小服装之类的 以前想想他们用的本来就剩下了不少 但是因为他太久没要孩子了 以至于以为不会再生了 所以后边村里人过来要 他心想留着也没用 于是就给村里人分了 那些可全都是好料子的 如今都得重做了 不过没关系 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 两套衣服拿出来 样式是不一样的 上面的绣花也不同 苏丹红自己的是薔薇花 而红姐的是牡丹花 不过都是一样的精致 苏丹红给自己做的小了一号 红姐的大了一号 红姐身材还是比较丰满的 而这一身明显也是为了 她量身打造的 红姐一看果然是喜欢极了 哎呀 上次去上海那边 我也是逛了不少的气泡店 但是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一身合适的 没想到 你倒是给我做了这一身 这绣花 这针线 还有绸缎的料子 全都是外边难寻的 赶紧换上试试 我在外面等你啊 要是我哪里不合适的 我还可以改 行 这苏红点点头 就拿过去客房那边换了 换完出来 红姐更是满意的不行了 嗯 刚刚好 全都不用改 就这样就好 苏丹红看了也颇为满意 她的眼光跟针线活 都是不差的 为了这么劲儿旗袍 可是叫你费心了 费啥心啊 都是一块儿做的 这苏红也没有舍得 现在一直穿着 现在是夏天 热得很 还是等秋季了再穿 那就很合适了 冬天也是可以穿的 到时候再加一条皮袄 让红姐去把衣服换下来 苏丹红则在外边 冲奶茶了 这是养奶茶 滋味很不错 没有了养奶的山味 只有奶香味 再加上茶 味道很香醇 只不过眼下她怀孕 茶她就没有再碰了 但是季建云 还是挺喜欢的 看红姐出来了 苏丹红就让她过来 喝奶茶 还有芝麻糕点心 都是她自己做的 怀孕了 嘴巴馋得很 一天天的都要吃东西 肚子就跟个无底洞似的 胃口好才是好事 不过这边抓计划生育 抓得严不严啊 挺严的 再过一阵 我要去县城那边住着了 眼下她这肚子还没有显怀 但是到五六月开始 那肚子很快就会凸出来了 到时候又是恰逢年冠 人来人往的 哪怕衣服穿多了 那也是瞒不住的 要我说呀 干脆过去大雪城那边住得了 我那边宽敞得很 到时候要生了 去医院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而且 我今年也不打算外出了 一直到明年 到时候孩子都出生了 太远了 去县城那儿就好了 那边也有她干爷爷在呢 她烧的菜可是好吃得很呢 也是顺带的 把这个孩子将来 要记在老张名下的事说了一遍 这也没啥问题 不管记在哪儿 孩子都是老季家的血脉 这点差不了 而且这也是很正常的 要知道如今抓计划生育 还是那么严 通生下来的罚款更是不一般 尤其是这个 都已经是第四胎了 去上户口的罚款 恐怕就是她看了都得心疼 要知道 当初想想的时候 可就已经四万块钱了 所以记在老张那边 明显是再好不过了 苏丹红让她尝尝奶茶 这苗红是喝了一口 说是很好喝 他们两个口味 倒是差不了多少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零四集 红姐在家里住了三天 三天后回去 孤老二看了她 那都是忧了一声 哟 这才去了三天 怎么看你的脸 都圆了一圈呢 臭男人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红姐没好气地 骂了一声 然后就开始抱怨了 这能怪我吗 丹红如今怀孕了 一天天啥事都不干 就仅做些好吃的 你是不知道 丹红的手艺 做出来的东西 又精致又美味的 我这吃着吃着 就没控制住 点心不断 在像什么银耳红枣汤 什么雪梨冰糖 还有石壶炖鸡 差不多是一天 从早上吃到晚上的 孤老二没忍住 直接就笑了出来 红姐翻了个白眼 打发她去车厢里搬东西 这回回来 也照样被纪简云 塞了不少东西 基本上每次过去 那边都不会让她空车回来的 不过 这些东西里边 最叫过老二满意的 还是那些恶焦糕啊 如今她每天都要吃上几片 有些时候 红姐不在家 家里没恶焦糕了 她就叫人 过去纪简云的铺子那边买 打电话要呢 是不好意思的 买就行了 从这儿过去铺面那边 可是一点都不进的 不过她一点都不在意 反正她就是喜欢吃这个恶焦糕 一天几片 感觉整天都很精神 这一次红姐又给带了 差不多有十斤恶焦糕回来 满满当当的一大包呢 这叫锅老二看了十分高兴 拿了一块恶焦糕吃着 就从厨房里出来了 然后看到红姐换了一身旗袍 这身旗袍在苏丹红那边 穿得是刚刚好的 如今穿着都有点挤了 可见这三天里 真的是长了肉的 这旗袍你上时候买的呀 还挺好看的 真的 红姐文言也不计较 她之前说的话了 这身旗袍啊 比你之前买回来的那些 可好看多了 这朵牡丹 也符合你的气质 很适合你 古老二真心实意地说道 这身旗袍的确是极为不错的 便是她不懂得 看了都觉得好 这是丹红亲手做的 她自己做了一件 这一件是专门给我做的 她还会做这个呀 啊 那是当然 只要是真现活 就没有丹红不会的 红姐说完 在自己的大镜子面前转身 哎呀 真的是好看极了呀 郭老二笑着欣赏 倒也是理解 她这个媳妇外边朋友不少 怎么就唯独跟一个 结拜的妹子感情最好 基本上每个月都要通几次电话 一年也得过去那边好几趟 每次过去 啥珍贵的她都舍得带 就像这次 她从外边带回了两盒燕窝 隔壁老葛家的儿媳妇 就想过来买了 不是白药 就是买的 但是她直接给婉拒了 压根舍不得让出去 燕窝在他们这边 也是不好弄的 但这一次过去她妹子那边 一点犹豫都没有 就给拎了一盒子过去 再看看那边 在压根不知道 有燕窝的前提下 就给她媳妇准备了 这一身旗袍 这还用得着说吗 感情比亲姐妹 可是要亲多了 一家出来的 闷风相差 怎么就这么大呢 别说建云家里了 你跟你大哥 不也是一个爸妈生的吗 你们一样吗 红姐文言翻了个白眼 她那个大掰 当初是个什么德性 其实老早就有些根子不正了 以前也是动过一些歪念头的 不过那时候都没敢施行 后来有钱了 不就变样了吗 她对自己男人也是有信心的 这就是一个明顽不灵的老顽固 如今未知做到这个份上去 围过来的女人不知道了多少 不过她就是没动摇过 每天准时上下班 哪怕自己时常外出 她也没有做半点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 不会无忌可循的 而且盯着她这个位置的人 也着实是不少 都在等着她自己露出狐狸尾巴呢 但这么多年下来 谁动得了她家呀 哎呀 怎么又说到大哥那里去了 大哥那边如今都已经真心悔过了 我上次打电话给大嫂 大嫂还说 她给准备了不少钱 要留着给嫁妆呢 这也改变不了她跟纪云云那个女人 有过背叛大嫂的事情 如今大嫂不原谅 她就受着吧 这次去上海玩股票 她也是去看过她大嫂的 过得好着呢 不过几次姻缘巧合 她倒是跟纪云云错开了 并没有遇上 但是在股票那儿 倒是撞到了郭栋梁两次 这次你过去上海 遇上纪云云没有 郭老二转了话题 我怎么会跟她遇上 怎么 难道她也过去玩股票了 她还是前阵子才知道 纪云云长什么样呢 因为都进了李家门了 看过一次 郭老二只给她看 她才知道的 要是在上海那边 那就算遇上了 她也不认识谁是谁 听说还赚了不少 而且还在李天盛 过去赢了不少 能赢多少啊 这回可是真不少 带着李天盛 好像赢了一百多万 她自己的话 怎么也得有个几十万 这么多 这苗红还真的是诧异了一下 她怎么懂这个的 她过去那边摸索了那么久 这才摸到了一点点门道而已 但是钱都是辛苦赚来的辛苦钱 玩也不敢玩得太大 所以这次她也就是赢了几万块钱而已 又贴补了一点 就在她大嫂的介绍下买了一套房子 扔在上海那边了 不知道 但是这个女人的手段 真不一般 你不在这三天 她可谓是登门入室了 李家那边听说了 她在炒股方面的能力 本来的议论 都平了不少 李家那边的事情 不少人盯着呢 他的人自然也注意 什么消息都是瞒不住的 哼 凭借股票进的李家大门 叫李家认可他吗 他这就是在玩火 玩股票的本质 那就是赌钱 赌钱是什么行当啊 当无聊的时候 打发打发时间还行 要是以此为生 那栽在这上面 还真的不是什么意外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5集 此番禁李家家门 禁云云的确是不容易的 但是接下来 禁云云却是十分有手段 直接就在贵妇圈子之中 闯开了名声 这叫大伙 想看她的笑话 都是有些大跌眼镜 着实是真的有些能耐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姐听说完了 就皱起眉头 郭老二爷就跟她说了 这阵子以来 禁云云的确是忙碌的不行啊 游走于各家之间 很是长袖善舞 真的是叫人 对她印象改观了 之前说起禁云云 谁不说 她就是麻雀飞上枝头 也难辨凤凰 但是如今呢 外边不少人说起她来 那都是要说一句 不怪李天盛 能被迷得晕头转向 的确是个有见识 有眼界的姑娘 而这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次 李天盛 带她去走了一趟饭局 都有带其他富人过去的嘛 李天盛 就在寄云云的要求下 带她去了 正好当时 他们就在讨论 时下最热点的股票话题 因为纪云云 帮着李天盛赚了一百多万 有人就有些调侃了 向她讨教 这对纪云云来说 可真的是 瞌睡来了 就送枕头啊 她正绞尽脑汁 想插话 但漠然插话 效果会适得其反 所以她就一直憋着 如今终于有人直接问了 她自然是不客气 随后她便分析了股票的走势 另外还加入了一些 她对未来的畅想跟理解 一番话 听得在场 所有男人都安静了下来 那些夫人们 更是听得很嫉妒 可是却不得不承认 金云云真的是眼光独到 因为她推崇的 基本都是自家男人 在家里私底下说过的 简直就是郑重他们下怀啊 本来就是玩味地调侃一下 但是看她真的有本事能耐 自然就认真地讨论起来了 纪云云也是个会审时夺势的 而且她也的确知道 一只股票很不错 于是就说了这只股票 叫他们可以考虑买 而且时间要抓紧呢 有人跟她一致的 就立刻打电话过去 叫人买了下来 有些人还在犹豫地就没买 但仅仅只是一个月的时间 纪云云说的那只股票 直接就暴涨了十倍的价钱 这消息一出来 纪云云的名声瞬间就传开了 比她之前做的那些拉拢讨好 全都有用 不少人都过来问她 这只股票她买了多少 李天盛又买了多少 李天盛还真的是买了 这一次她又轻轻松松地 赚了八十多万 纪云云自己也买了点 也赚了二十多万 这跟抢钱是差不多了吧 她也没瞒着就说了出去 一时间都轰动了 李家那边也是知道的 而在对她的态度上 那也是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了 都过来跟她请教股票的事情 但纪云云云却是极少再开增口 当初那饭局上的人都因为她捞了一笔 如今也都是提礼上门来 说的话题自然也是股票 纪云云就礼貌待客 但如果再问她买哪一支 那她就不说了 说自己已经许久没去过上海了 也不大清楚如今的行情走势 上次那支股票 是她之前在上海那边 就看中的这一类的借口 去打发人 可是哪怕她再吊人胃口 那名声也是传扬出去了 说她会炒股 而且精通炒股 纪云云叫周智去外边打听 对于她的说法跟态度 果然就听到了这些传言 她是满意的 然后就更加不开口了 可是偏偏她越是不说 大伙儿对她的态度 就越是上涨了一个档次不止 最明显的 那莫过于是李家人了 之前对她各种看不上 但眼下态度上却是很温和 吃饭都会叫保姆上去 喊她下来一块用餐 她就悄悄透露了一支股票 涨的是比较缓慢 但绝对是可以赚的 李家人就很高兴 然后私底下过去买 真的是稳赚不赔 给李家带来了不少收益 露了这么一手之后 纪云云就再也不说了 这天晚上 李天盛就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了 要过来抱纪云云 但被纪云云给嫌弃了 哎呀一身酒味 赶紧的去洗澡 哎呀云云啊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你知道现在外边人都怎么巴结我吗 还有那几个老太太 以前都不怎么喜欢跟妈来往 如今可都争着请妈出去喝咖啡呢 你还知道呢 看看你们家之前是怎么对我的 那看我的眼神 简直跟看一个奴婢差不多 我都还没有跟你们算账呢 你们一个个的 倒是都想上我的福了 别以为她不知道之前李家 对她是个什么态度 那就跟看猪虫似的嫌弃至极 就连保姆都瞧不起她 还有李天盛这个臭男人 把他娶进家门之后就不管不顾了 半点没有帮他说过话 那天去饭局 要不是他死活要跟着 他哪有如今的身份跟地位 当时李天盛可是很不耐烦带着他去的 如今知道他会玩股票了 一个个的都巴结上来了 但是以为他就会告诉他们吗 门都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知道会涨的股票也就这么一支了 其他的他也不清楚 今年股票那边的行情瞬息万变的 他现在手里也有几十万呢 而且进了李家大门 他不想再去碰那玩意儿了 所以谁来问都是一样的 他都不会再说 之前那都是过去了 现在对你好那不就行吗 而且你的出身在我们李家这边呢 也的确是低了点 本来我爸妈都打算给我联姻呢 联姻 就王家那二姑娘吗 一脸麻子脸那个 就你这样的性子 你能喜欢 靳姻白了他一眼 李天盛就笑了 然后抱着他问道 芸芸 最近 有没有啥好股啊 跟我说说呗 外面那些人问得紧 你是不是傻 他们一问你就说呀 这样哪里还会显得出价值 那我自己也想买点啊 自己要买就自己买去 我可许久都没有研究股市了 不知道 好啊 长本事了是不是 竟然连我也不说了 李天盛却也是喜欢极了 他这副掉人胃口的模样 直接就翻身上去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零六期 就这样 纪云云便在李家站住了脚跟 不过真苗红知道事情经过之后 那也只是紧紧冷笑 要是他纪云云真能对股票那么神通 他可就不用费尽心思 非得往李家那个破窟窿里钻了 他自己可不就能凭此通天 李家 如今那可是四面楚歌呀 还将本来有意思 要与他们结亲 也算是不小助力的王家都推出去了 那也算是反目成仇了 这些事 你可别出去乱说 我看周家那个意思 好像也是要收拾李家了 这苗红翻了个白眼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出去说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李家把周家也给得罪了 顾老二汗手 但至于是怎么得罪的 那他就没有说了 真苗红也没多问 打电话给苏丹红的时候 也没有多说这些 就问问他最近的情况 聊了好一会儿 这才挂了电话 苏丹红这边也回去了 如今肚子都四个月了 不过还是没怎么显怀的 要是没穿衣服的话 还能看到一点肚子 不过也就是那么一点 可穿了衣服 基本上就看不出异样来了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转眼可就五个月了 五个月肚子就真的开始显怀了 好在这时候天气已经凉下来 苏丹红就拿了冬天的衣服出来 穿在身上倒也是不怎么看得出来的 不过也是要准备过去县城那边住着了 这边已经住不了多久了 在十一月中的时候 苏丹红也就直接过去县城了 家里这边还要做腊肉呢 再有几天时间就是小雪了 苏丹红就让他妈过来主持大局 至于人手 那还是老伙计们 王红花跟李玉翠 还有继母丹三个过来帮忙腌制腊肉 再有杨大婶跟苏母在 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纪剑云本来打算今年不做了 不过苏丹红不答应 许多客户都在等着今年的腊肉呢 不管是大学城那边还是老北京那边 需求量都很大 三头猪的分量都是不嫌多的 尤其是如今老北京那边交通方便了 苏丹红打算再多做一些 都打算五头猪了 做上一个月的腊肉 到时候扣除本钱人工费 差不多能有将近几千块钱的纯利润 一年也就赚这么一次 苏丹红怎么会愿意不赚呢 而且说是一个月 其实也就是二十来天的功夫而已 当然这个钱是要赚的了 纪剑云就给硬下了 让他尽管放心过去县城那边养胎 他这边会给他弄好的 苏丹红不放心的 可不仅仅只有腊肉啊 还有每个月的恶交呢 也必须再回来给他囤着 其他的种种方面都已经交代清楚了 苏丹红又亲自跑了一趟果园 一共有八个果园 他都去了一遍 主要就是浇灵泉水去了 还有给其他的牲畜喂喂水 然后又将自家的水缸啊 什么的都放满了 他这才恋恋不舍地去了县城生活 知道他们妈妈又怀了小宝宝 既然他们都很高兴 琪琪跟想想也纷纷表示 很欢迎这个小家伙 要是能生个妹妹可就好了 我就想要个妹妹 妹妹多好啊 弟弟的话我已经有了 一点也不可爱 像圆圆那样的妹妹就很不错 又听话又乖巧 我都能给她扎辫子了 都有妹妹了 圆圆可不就是 我就想要个弟弟 妹妹的话 想想把圆圆当妹妹 圆圆的妹妹也是她妹妹 还有她大军叔那边也还是妹妹 妹妹都有好多了 可是弟弟还没有呢 所以她就想要个弟弟 以后干什么事都能打发她去做了 你想的可真美 还想打发她去干事 我打发你去做事你去没去啊 琪琪听了她想要奴隶 弟弟的梦想就笑呵呵了 翔翔皱起了眉头 是啊 好像我二哥叫我干啥 我都懒得管她的 还是妹妹好 小小的软软的比较可爱 那行吧 妈妈你给我生个妹妹吧 嗯 我也想给你生个妹妹 翔翔就满意了 琪琪也很高兴 至于继人 那没有表现得这么明显 但是每天傍晚都要打一个半小时的篮球 如今就打四十分钟 都提前回家了 对此老张也没说啥 琪琪跟翔翔也是的 因为他们妈过来 他们爸爸也交代他们了 他不在的时间里 他们放学了就得回家照顾妈妈 他们可是家里的男子汉哪 很是具备荣耀感的他们 如今是一放学就回来 都没有出去玩了 苏丹红来县城这边也是不无聊的 在这边他闲着没事干的话 就会坐坐小衣服什么的 如今小衣服都可以穿到孩子一岁了 不过坐的都是小姑娘的衣裳 再大了就没坐了 因为具体还真的不知道是儿子还是闺女 所以剩下的那就往后再坐吧 在家里要是待着无聊了 他就会出去 去季风那边的铺子里坐坐 或者去电气铺那边坐坐 要不然就去肖大军那边 跟陈双双说说话 纪剑云每天都会跑过来一趟 苏丹红如今不在家了 村里也是知道的 不过不知道苏丹红怀孕了 哪怕是继母丹这个轴里 都不清楚这一点 纪剑云对外的说法就是 他媳妇跟红姐这个结拜姐妹 出去旅游了 这一趟可是要去不少地方 对于真苗红 村里人都是知道的 毕竟跟苏丹红都十多年的交情了 而且每次过来苏丹红这边 那都是开着小汽车来的 而且听说还给拿过来 不少珍贵的补品 而他每次回去 这边也会给他带回去不少东西 就说去年吧 这苗红还带了他儿子过来认亲呢 那个儿子高高大大的 也英俊 可是迷倒了村里不少大姑娘 都在到处打听是谁呢 最后知道是大学城那边的 又是真苗红的儿子 这才都死了心 真苗红这样 自己能开得起小轿车的人 这是新时代的成功女性啊 那在村里人的观念里 真的是很高大上的 苏丹红跟她一块出去旅游 时间九点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7集 不过村里人理解的 出去旅游 九点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可是苏丹红 这大概还得有三个多月呢 不过季建云也不在意 想着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等他媳妇抱着孩子回去了 那差不多就都知道了 不过对外嘛 就说孩子是抱养回去的 那就没啥问题了 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了 不给孩子上老季节的户口 那即便是干部也说不出来啥 而且还有村主任在那边照着呢 家里的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 基本上都是苏母一手操办的 季建云则是早上十点钟左右 过去陪她媳妇 一般到下午五点钟左右 才会回来 她没有直接骑着摩托车过去 来回路上也是要不少时间 苏丹红都嫌累 倒是她自己 每天都是乐此不疲地来回着 因为她媳妇不在家 苏母又住宿舍楼那边 她就只能回家里去睡了 不过如今 她可是连早饭都不做了 基本上都是去宿舍楼那边 蹭她丈母娘做的早饭 晚上就下个面条 下个饺子啥的 中午的话 吃的是最丰盛的了 跟她媳妇一块吃 苏母跟苏丹红打电话的时候 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你也别那么多事 剑云这么来回跑多累人啊 你让她三天去一次 其他时间都在家里歇歇 而且还得熬噩焦糕呢 我也忙着呢 干不了 还得剑云来 说来说去 其实就是觉得女婿这样 每天来回跑得太辛苦了 苏丹红其实也挺舍不得的 于是这天季剑云过来 他就让她三天再来一趟 你这样跑也不是个事 你就三天过来一趟 不然大伙都要怀疑你 趁着我不在 过来县城这边乱来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县城这边也是挺发达的 因为发达 所以这边就衍生出了一些 其他的服务行业 他也是听季风奶说了 季风奶就叫他这个时候 要多走走 不过哪些地方不要去之类的 都告诉他了 对于县城这边的消息 季风奶还是熟悉的 他就时常会跟其他的 一些老太太唠嗑 彼此间也会分享 交换一些信息 比如这个行业 那就是其中之一了 说起来这群老太太 都是十分的不屑的 上回苏丹红就过去 吃了一回瓜 抨击起这些事情来 这些老太太 是半点都不留情面啊 季剑云文言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还真别说 村里一些喜欢乱嚼舌根的 还真有这样的一些风言风语 以至于不知内情的 季牡丹跟王红花等人 看他的眼神 那都有些怪怪的了 那我两天上了一次 说三天就三天 等忙完了 你再上来住一阵子就是了 季剑云点点头 其实他也想过来住的 让老张回去主持大局呗 只是老张在这边 能辅导孩子们学习 如今季仁又出三了 明年就要中考了 这可是关键的时期 所以他这才没有提出 这种要求来 要是别的事 那老张也是愿意回家去看着的 但对于苏丹红怀孕这一大事 他老人家也是格外的重视 觉得自己亲自照顾着好点 所以就没搭理季剑云了 老张也的确是很照顾苏丹红的 三餐都很丰盛 也很有营养 便是连剂仁都不用下厨了 都是老张自己一手包办 苏丹红如今吃的都圆糊了不少 季剑云每次过来看了都觉得很满意 这天苏丹红就过来季风奶这边了 他跟季风奶比较投缘 季风奶如今年纪也是更大了 不过精神头还是很好 怎么又给我带汤过来了 你自己留着喝就行 季风奶看到他手里的石盒 这也不是啥 都是家里炖的 现在冬天来了 您老爷喝点补补身子 这羊肉啊我也是去了味的 一点都不删 香着呢 前两天季剑云就开始杀羊了 这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给拿了十几斤羊肉过来 而且还都是最好吃的羊排 苏丹红就喜欢在这种天气里 喝羊肉枸杞汤 再扔上一点红枣 那可是好喝得很呢 而且他家的山羊肉也格外香 便是老张不怎么喜欢吃羊肉的 那也吃了不少 因为味道着实是不错 而这也不是苏丹红第一次带汤过来了 上次也带了过来 要吃的话 我自己拿点就去炖了 季剑云的羊肉这边也是有卖的 生意好得很呢 您老要是舍得吃 那我就放心了 以后季风结婚了 到时候小夫妻俩带个孩子可不容易 一点经验都没有 您得照顾好身体 好给他们帮忙带孩子呢 季风乃文言就笑了 季风也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倒是也没有过多客气 跟苏丹红道了线 季风你进去先喝点 铺面我先守着 这次他也带了差不多两碗过来 一人喝一碗也刚好 祖孙俩过日子太精细了 都干瘦干瘦的 就是一日三顿 其他的真的是都舍不得吃的 没办法 以前祖孙俩也是穷怕了 而且正是因为节俭 如今在县城这边 都有自己的房子了 也算是很稳当 季风也是有些馋肉了 尤其是他丹红婶炖的肉 于是他点点头 就扶着他奶一块儿 进去喝羊肉汤了 一碗羊肉汤下肚 浑身都是暖和的 苏丹红也不是小气的人 可是给挑了一些羊肉 羊排骨在里边 祖孙两个这顿 吃的可是都很满意 今年冬天可是比去年 冷了不少 沈婆 你棉被可还暖和 等季风奶出来 苏丹红就问他 至于季风 那还在里边洗餐具呢 都是给他洗干净了 才让他直接拎回去的 暖和 本来用去年那条棉被 就很好了 但是季风非得瞒着我 去给我定了条新的 季风奶虽然是责怪 但是话里话外 都是带着笑意的 至于去年的那条被子 孙子已经给他当褥子垫着了 所以现在晚上睡着 是真的不冷 暖和着呢 那还算季风懂事 小风这孩子 的确是孝顺 每天晚上我睡觉 他还得费煤气 给我烧盆洗脚水 我拦着他都不行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奖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零八集 这也是因为你是他奶 从小到大都是您给他带大的 他要是不孝顺您的话 他见云书第一个就不答应 季风奶也是一脸的笑 私底下季风奶就让苏丹红帮忙了 丹红啊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小风今年可是不小了 但是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呢 沈婆你没给看看啊 给看了 之前就给看了一个 但是那妮子跟打工的跑去南方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跑了的那就是不适合季风 您不用放在心上 季风这孩子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品性各方面字是不用说的 而且因为家里就是他跟他奶 他从小的时候就小得要讨生活了 以前在村里那会儿 他也是时常都会跑过来给他见云书干活 啥活都干 那时候天多冷啊 他就穿着一件破洞的长寸衫 也没穿鞋 洞得一张干瘦的小脸都发紫了 后来这日子慢慢好过了 过来县城这边 他也成长得很快 虽然年纪还小 但是很有当家的风范 如今都二十好几了 也是沉稳了许多 再说季风长得也是很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瘦了点 但是当初李志跟季云云结婚的时候 李志也是干瘦干瘦的 这些个男人基本上都这样 结了婚就不一样了 当然了 这也得是婚姻幸福才会发福的 所以瘦点也没啥 媳妇娶进门了 那自然就会胖起来了 不过这本来都要娶了 半路又跑了 可在苏丹红这儿就认为 现在跑了好 不吃亏 总比以后给季风戴绿帽子好吧 妻身不正的女人 是最容易给丈夫招货的 走得好 大概也是正因为这么一遭 所以季风奶也有些不乐意 找县城这边的姑娘了 其实其他老太太也有过来说的 但都被季风给回绝了 都知道她是被伤到了 所以想缓一缓 不过如今也不小了 过了年可就二十四了 要是取进门了 能不能给吃肉啊 苏丹红玩笑着说 你这说的 我跟小风没这么省 而且我也不是舍不得那点吃的 如今房子也够住了 我就盼着小风能早点给我生个玄孙 或玄孙女呢 至于孙媳妇进门 家里的事不就由她管了吗 我闲着给小风看看铺子 剩下的就是去跟那群老太太 老客了 她如今都已经六十六了 也就是如今日子好过 不然的话可就难熬了 不过眼下她还是可以再活个五六年的 所以还是可以看看玄孙或者玄孙女的 而她也明白苏丹红会这么说 自然也是有想做梅的意思 所以她就赶紧表态了 当然她也得补上一句 就是希望那姑娘不要嫌弃我这遭老太婆的才好啊 要是能嫌弃你 那我也不会给季风说了 季风奶文言也笑了 而且比起自己看人的眼光 她更相信苏丹红的 还真别说 苏丹红真有那么一个人选 不过她也没跟季风奶说 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 她就带着石河跟汤中往回走了 不过也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而是调转了个方向 直接过来萧大军这边了 看到她过来 陈双双第一个就迎了出来 哎呀 这大冷天的 你咋还跑出来了 大冷天的也要多走走啊 说着话 她就跟着陈双双一块进屋了 这个时间段 陈双双也是闲着的 在屋里头 陈双双的表妹宋婷正在做衣服 这个表妹是陈母娘家那边的 就是过来给帮忙带带外甥女 嫂子好 看到苏丹红 宋婷打了声招呼 婷婷在给小雨做衣服呢 这手艺可真的是不错呀 苏丹红拿起一旁小衣服看了看 我也就会做这些个轻松些的 宋婷不大好意思 这也是本事了 前面几次过来 她就见过宋婷 陈双双跟她一见如故 也就说了自己表妹的事 宋婷在家里排行老五 从她的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是希望从她这儿就停了 因为前边五个都是闺女 老宋家老祖宗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但是叫婷子也没错 因为后边又生了两个闺女 正好凑了个宋家七仙女的名声 老宋家也就没儿子 就这七个闺女 相比较苏丹红跟季建云这对缠闺女的夫妻 闺女在老宋家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受待见 不仅乡下的老宋家不受待见 周遭的十里八村那也是不受待见的 没办法 都说闺女肖母 如今计划生育了 就只能生那么一个 谁家不想要儿子呀 万一要是生了闺女 可是要绝户口本的 所以老宋家的闺女都不好嫁 不过前边的也还是都嫁出去了 就是嫁得很一般吧 就剩下宋婷这个老五 跟后边的两个妹妹没嫁了 而今年宋婷已经有二十二了 真是不小了 今年过来陈双双这边帮忙 带陈双双跟萧大军的闺女小雨 其实也是为了想让陈双双这个表姐 能不能给介绍一个好的亲事 不过陈双双目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她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表妹比别人差的 要么不找 要找的话 那就一定要找个好的 她嫁给萧大军的时候 可是都三十多了 名副其实的老闺女 但是她就是没嫁错呀 而且哪怕是生了闺女 大军也是视若珍宝的 所以陈双双并不急着给宋婷找 叫她放心在家里住着 平日里给她姨跟她姨丈帮帮忙 没事带带小雨 那就行了 至于亲事 那就得看缘分了 其实陈双双也的确是有看过几家的 不过都不满意 就没说 宋婷对苏丹宏印象也是不错的 刚想说啥 就听苏丹宏道 这个时间断了 小雨也该下幼儿园了吧 差不多要去接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09集 一看时间的确是差不多了 宋婷就放下针线 对陈双双道 姐 那我先去接小雨 去吧 陈双双点头 时候的确是差不多了 宋婷一走 苏丹宏就说道 双双 我也不跟你说虚的 你跟我交个点 你这个表妹的品性 这一年相处下来 你觉得如何呀 陈双双愣了一下 本来她的耳朵是不怎么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啥 自从嫁给萧大军之后 她耳朵不大好使的毛病 就缓解了许多 如今都跟正常人无异了 这让臣妇臣母 还有大军娘都很高兴 所以哪怕此时 苏丹宏压低了声音 陈双双也还是听得很清楚 大侯 你是要给婷婷介绍个对象啊 嗯 是啊 你信不信得过我的眼光吗 你的眼光啊 我自然是信的 大军都跟我说过了 想让你给婷婷坐一门亲事 但是大侯你也知道啊 我宜家里那边的情况 她一直没给宋婷找到合适的婚事 萧大军就叫她去找苏丹宏帮帮忙 苏丹宏介绍的人 那肯定是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陈双双 其实也有想让苏丹宏帮忙 长长眼的意思 所以上次才会跟苏丹宏说了宋婷家里那边的情况 要不然还能平白无故 把自家姨家里的事情拿出来说嘛 可是不行这样的 陈双双自己就不是这么话多的人 只是如今丹宏真来说这事儿 那她也要再说上一遍的 虽然她本人是不在意闺女多的 但是保不准外边就是喜欢儿子多些呀 而且可能也真的有那么点关系 她姥姥当初也是多生闺女 后来她姨妹生的也是闺女居多 她妈就生了她一个 好在她爸一直以来都不曾有过要儿子的念头 而且对她妈跟她都是极好的 没有重男轻女的趋向 而她当时耳朵就不大好使 也因为这个基因在 生怕嫁错人被娘家戳磨 一来二去的就一直拖到三十多还没嫁人 她本以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嫁了 但是谁知道后来 来了萧大军这么个冤家 虽然截肢了一条小腿 但是她还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而且她是为了什么结的枝啊 那也是光荣的往事 再有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 还那么大 应该不会那么想要儿子了才对 于是后来就跟萧大军摆了两桌 意思意思就嫁过去了 后来果然她生的也是闺女 当然闺女是要记在老陈家户口本下的 再说说她的那些早早嫁出去的表姐表妹啥的 其实多数也是生的闺女居多些 这个也是真的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遗传了 可是大伙就是那么认为 眼下又是计划生育抓得紧的时间段 恐怕生那么一个就得需要结扎了 苏丹红听她这么开口 就知道陈双双是什么意思了 我赶过来跟你说这件事 自然是问过了的 季风男也是心里有数的 她自己都说了 她就等着抱悬孙子或者悬孙女了 这一句话也就表明了 不在意到底是生男生女 也表达了她老人家 大概也没有多少年头好过了 以后嫁过来 那就得学着当家了 她老人家没有掌权的意思 不要求生男生女 也不是那种蛮横 想要压孙媳妇一头的 再有季风的品性 以及稳定的工作收入 这难道不是一门好亲事吗 尤其是对宋婷这样的姑娘来说 将这些话都跟陈双双说了一遍 陈双双也是高兴得很 你说的季风 是不是就是那个高高瘦瘦的 大军说过 她跟她奶在龙州花园小区那边 看铺子的 你见过了 见过 上次她是过来宰煤气罐 就过来这边坐了坐 当时大军就跟我说过她的事 陈双双也是有些迟疑的 不过话说回来 她不是说亲了吗 是 上次季风恰巧过来的时候 已经说了那门亲事了 因为当时她就觉得 季风极为不错 而且还是在给季剑云看铺子 这人品就更不用怀疑了 不然季剑云根本就不会用 更不会将一个铺子交给她祖孙俩管理 跟大军说了 大军就去跟季剑云提了一句 季剑云就笑着说定亲了 之后就没再提这件事 季剑云也早就把大军问过她的这件事给忘了 一天天的都那么忙 哪有心思管这么多呀 苏丹红不在意道 那门亲事都吹了 你不知道 那个姑娘品行不端 跟着人跑去南方那边打工了 两家的亲事早就退了 婷婷的品性 丹红你就放一万个心 我在这里可以给你担保 照顾家里 季敬她太婆婆 只要不嫌弃老宋家 那边闺女多 那这门亲事就差不多了 这样俐落的开口 也是叫苏丹红很满意 也是说了一下季风的情况 季风那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担得起责任 为人也不用担心 如今两个人都算合适 但是这日子以后要怎么过 那就得看他们两个的经营了 是这个脸 再好的姻缘 要是不会经营 那也是不行的 她可是知道 季云当初嫁给李志那事的 那是多好的婚事啊 不过被季云自己给作没了 这件事你跟婷婷说说 要是她愿意 你就可以先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然后再处处看嘛 现在不就流行那什么自由恋爱嘛 咱就当是给他们俩搭了个线 陈双双就满口硬下了 这样也挺好的 要是不合适分开了 那就说不合适呗 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纠纷 苏丹红闲着没事干 她还真挺乐意忙活这种事的 三天之后 宋婷就跟季风两个去相亲了 在相亲之前也是彼此说过对方家里的情况跟条件的 觉得合适了那在相亲 要是彼此条件都不满意的话 那自然就不用走这么一个程序了 好在双方确实都是没意见的 这一天就去见面了 结果也是好的 季风脸有些发红 宋婷也是 季风长得很是不错 宋婷也颇为俊秀 而且才22正是如花似玉的时候 两个人一坐下去 就双双闹了个红脸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迹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一时期 这时候还是很纯情的 不好意思那是肯定的 苏丹红跟陈双双两个都是过来人了 一看这样就知道有门 两人聊了一会儿 然后就说有事出去了 留给他们两个自己聊 苏丹红跟陈双双都各自回去了 苏丹红直接过来铺子这边等季风 在这边坐了一个多小时 季风就回来了 而在这一个多小时里 苏丹红都可以笃定 这是看对眼了 要不然待不了这么久的 至于宋婷那边 那他就不用问了 季风这样的他要是看不上的话 那他还要找啥样的呀 不是他吹 季风这小伙子那是真的不错 季风 跟婶说句实话 看中了没有 季风男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孙子 季风虽然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也知道 这门亲事真的是多亏了他婶 哦 我问宋婷了 他 他也愿意跟我 这个回答叫苏丹红都愣了一下 我叫你们相处着看看 你们这都说到 愿不愿意跟你的份上了 季风一下子脸更红了 嫩嫩的不知道说啥好了 好像他的确是急了点哈 苏丹红说完这句就笑开了 行了 婶是逗你的 要是你们自己说好了 那就找个好时机把事办了吧 不过要是真的决定了 那可要好好地过日子 婷婷那姑娘可是好的 嗯 我知道的 他跟宋婷聊了不少 感觉得出来他是好的 而且手上茧子也不少 明显是个会给家里帮忙的 是的 季风虽然年轻气盛了些 但是他也知道 要娶回家里的应该是个啥样的 他要娶个可以照顾好家里的 他也问了宋婷 愿不愿意在家里做家务 而他呢 就负责赚钱养活 他跟未来的孩子 也算各司其职 宋婷也答应好他了 季风跟宋婷的婚事 也是没有大半的 在半个月之后就摆桌了 就摆了两桌 季风奶 请了一桌子老太太过来 都是平日里跟他交情不错的 什么红包都不收 另一桌就是季建云 肖大军这些人了 连电器铺的大智跟金子 都过来讨了杯喜酒喝 季仁他们也都过去了 还有就是老宋家 娘家那边的几个人 也是热闹得很的 这样的结婚速度是很快的 不过他们这边老一辈的人 那可是今天看明天嫁的 如今这样不算啥罕见的事 看对眼了就行了呀 户口本签过来 结婚证一领 那就没别的傻事了 简单利落得很 两口子结婚之后 苏丹侯也没有过去打扰 毕竟如今正是新婚燕儿的时候 还是别去了 她是在半个月之后才过去的 看宋婷都适应得很好了 而她也跟季风奶 私底下聊到宋婷了 婷婷很好 家里啥活都会干 对我也孝顺 对小枫也好 季风奶满脸笑容 看她这个模样 苏丹侯心里也算是有数了 季风奶也的确是满意呀 家里那边被宋婷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说 啥活都给包了 忙完了还过来铺子里帮忙 晚上睡觉还给她跟孙子烧热水洗脚 这样好的孙媳妇上哪找去啊 当然季风也是拉着她一块泡脚的 没有自己一个人碰 季风觉得娶这个媳妇好 宋婷也是觉得自己嫁的这个男人不差 自然就有幸福感了 苏丹红也没有开口说太多 这都算是家事了 她就不爱掺和这些 说起来苏丹红这一次做梅 那还收了季风奶五十块钱媒婆的钱呢 这是应该要的礼节 不过苏丹红没收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去过自己的就行了 她就拉线 也没有收人媒婆钱的惯例 像之前的季玉兰跟杨大鸭 都是有拿过媒婆钱过来的 但是都没收 苏丹红也没有多做 待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季风奶对宋婷说道 去叫小风杀之鸡 今晚上炖鸡给你补补身子 奶奶不用了 我身体没事 鸡这么金贵 一只鸡可是要十多块钱呢 就这么吃了可惜得很 之前在她表姐那边住的时候 她表姐每个月都会给她炖一只 她就喝一碗汤 再多她也就不多吃了 毕竟过来住下就算了 还尽吃些好的 她哪会好意思啊 而在老宋家的时候 那也是没有多吃的 老宋家穷得叮当响 又有啥好吃的 倒是这一次结婚 她爸那边可是要了不少彩礼钱 足足有五千块钱 着实是不少了 但是这笔钱季风都拿出去了 也是存下来的所有钱了 在她进门的第二天开始 她奶奶就把钱柜子的钥匙交给她了 让她看好了 以后也都由她来掌管 家里的事情都是她负责 她老人家就负责吃吃喝喝 跟那些老太太唠唠嗑了 而她也是悄悄数过的 家里如今没啥存款了 就五百多块钱 当然每个月有两份工资发下来 那也是有九百块钱的 只是以后支出还要很多呢 自然要节省一点 也不用那么省 以后家里每个月炖吃鸡 也给补补身子骨 肉也去买点回来做 多吃点 你太瘦了 宋婷的确是瘦的 干瘦干瘦的 不过也没啥可以说的 都差不多是这样 那我去叫季风杀鸡 宋婷看她这么说 就没再说什么 进来跟季风就说了 你的确太瘦了 是该补补 奶说得对 以后每个月都炖吃鸡补补 我哪需要补 给你跟奶奶吃就好了 现在家里的日子 是过得很好的 她已经很满足了 咱家能拿两份工资 日子不用过得那么拮决 而且奶年纪也大了 多给奶做点好的吃 我知道 当天晚上就炖了一只鸡翅 香喷喷的鸡肉跟鸡汤 着实是好喝 季风奶吃了两根鸡翅膀 她就喜欢吃这个 夹了两根鸡翅膀 又喝了一碗鸡汤就不要了 这个分量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让他们小夫妻两个解决掉 她老人家 竖了口就自己回房去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一十一集 宋婷连忙打了热水过去给她泡脚 伺候她睡下了 这才回来 赶紧过来吃啊 趁热才好吃 季风也没有开动呢 赶紧招呼她 宋婷愣了一下 没想到她还在等着自己 心里感动得不行 便也过来跟她一块吃了 一只鸡夫妻两个都吃了 汤也喝得不剩 结婚一个月的时候 宋婷拎着一篮子鸡蛋 过来看她表姐 陈双双很满意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她表妹气色就好了 一个档次不止 脸上也长了一点肉 再看眉眼间 也是幸福满满的 不问她都知道 这是过得很好了 自然是好的 这门亲事在她这边看来 那是极不错的 有些人可能会嫌弃 季风家里就她一个 独门独户的 出啥事可能也没人帮衬 但是陈双双 一点都不觉得没人帮衬 这边一喊就能到了呀 季建云那边也是 那都是不用说的 虽然知道过得好 但陈双双还是问了 季风奶态度如何之类的问题 奶奶都巴不得我多吃点 叫我每个月都炖一只鸡补身子 平日里 饭桌上呢也是要煎肉的 前几天又给弄了一斤羊肉 多了吃 这个奶奶对她的确是极好的 什么事都不会多管 唯独就让她做饭的时候 不要省着油 让她买菜的时候 也买点肉回来 其他的就啥都没有说了 什么都不多管的 这样也叫宋婷 有很大的独立空间 而对于放全的季风奶 她自然也感激 如今天冷了 每晚上一盆热水 那是必须要送过去的 宋婷待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才回去 至于鸡蛋 她非要留下 陈双双也就没计较那么多 家里的鸡蛋倒是不缺的 不过宋婷要留下 她就留下了 等以后她生孩子了 她这边还有不少小衣服呢 都是品质不错的 到时候全都给她 如今这个季节 已经是腊月十三了 天很冷了 而苏丹红的肚子 那也是一天天的健大 如今穿着冬天的厚衣服 都挡不住了 因为吃得好 所以整个人都圆润了不少 季剑云这天过来了 打算来这边小住几天 老张就回老家去看家了 再过几天 季仁他们就要放假了 也不在意这几日的功夫 老张也就先回去了 有季剑云过来 苏丹红心情也是愉悦的 问了他家里边的生意 季剑云说都好 也的确是都好的 各项生意都极为不错 尤其是现在入了年关 很快就要过年了 大伙都在囤货 留着过年吃呢 不仅要留着过年吃 年后不是要去 各自的单位了吗 所以一个个的 也都准备了一些 送人的东西 大学城那边的两个铺面 真的是每天都要被搬空了 基本上迈到下午 五点多钟的时候 那就不剩下什么东西了 季剑云打算过来住几天 回去了就准备 开始杀猪宰羊了 羊这阵子也有杀 每天都为杀六七头卖掉 都是大肥羊 有六十多斤将近七十斤 老北京那边也跟着沾光了 如今铁路过去 只要一天时间 又是大冷天的 根本不怕放坏 所以送货的时候 都会送两只过去 林大伟打回来电话 反响也是不用说的 都让他再多送一些过去 季剑云也就每天 都给送两头过去 然后又给县城这边一头 肖大军跟季风 一人半头分着卖 剩下的就给大学城送过去了 一般也就是送个两三头那样的 而苏靖党跟老秦 两家的生意也是很好的 可以吃得下去一只羊 季剑云也不小气 虽然给他们两家 他要少赚一点 不过也没啥的 不在意那点利润 过来拿货 他一直都是给算便宜的 不过该提的还是会提上去 这样才是来往最好的方式 今年季剑云的山羊 可是养了不少 水库那边就养了五十多只 这还不算那些小羊呢 水库那边又搭建了一个大羊房 养的狗也是不少 足有五只 每一只都足够的凶猛 上次旅客有人就差点被咬了 因为不照着规矩来 但是经过那一次之后 也都安分了许多 五只大狗全是经过 季剑云训练的 很大只 又凶又猛 也不拴链子 散着咬 再有许伯跟许婶子 在上边住着 那是不担心的 养了五只大狗也是不多的 毕竟那边可是真的有不少的东西 除了那些羊 还有鸡鸭跟猪呢 多少钱在这儿啊 水库这边有四十只羊 是可以杀的 剩下的就是留着配种 生羊杂用的 不杀 至于小羊呢 也不杀 没多少肉 但是除了水库这边 还有第一果园上边 跟第四果园上边的 第一果园就养了三十多只 第四果园养的更多一点 有四十多只山羊 听着数量好像是不少 但是这么多羊 放到果园上去 那都看不到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 今年养了这么多 所以才经得住这么个杀法 要不然杀几天就没了 这一次季剑云过来 也带了十几斤羊排骨过来 都是最好吃的部分 苏丹红也喜欢吃这个 炖羊肉萝卜汤 那是极为好吃的 一家子也是久违地围在一块儿 吃了顿饭 这一顿吃得心满意足 蒸的白面馒头 配着羊肉萝卜汤 这实在是太香了呀 自家的羊肉真的是又香又酥 这哥几个都吃得呼噜呼噜的了 苏丹红看了心情都觉得很好 牙口好 那就是好养活呀 都不用怎么叫的 自己都会跑过来吃饭 季剑云在县城这边陪了他三天 然后才回去家里 他回去了 老张也就自己叫了摩托车坐着回来了 今年都打算好了 不在家里那边吃年夜饭 让继父下山去 跟继建国继建业吃 他们一家子就过来县城这边过年就行了 而因为苏丹红一直没有回去 这阵子村子里真的是众说纷纭 起初说是去旅游了 大伙就信了 这是上哪旅游去了 是不记得回来的路了 这么久没回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嘴巴比较臭的 就想起来之前苏丹红莫名其妙晕倒的事 然后都在猜测 苏丹红这不会又是住院去了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惠菲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12集 你看季剑云时不时的都要往外跑 这极有可能不是过去县城那边的暗街里乱来 那就是去看苏丹红去了呀 像王红花儿李玉翠 还有季牡丹他们 都知道了苏丹红怀孕的事 自然也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如今抓得这么严 能有县城那边住自然是要过去住的 他们这边就管不到县城那边去了 传闻越说越没边了 不过该知道的心里都有数 慢慢的 不知道谁说了一嘴 说苏丹红怕是又怀上孩子了吧 他们村里很多超生的 就都跑出去外边生孩子 然后再回来 虽然如今超生的一个罚款都要罚五千了 但是随着日子好过 很多人都不介意超生 大不了家里一穷二白就是 但为了有个儿子也是拼了 而苏丹红怀孕的消息一出来 大伙也是恍然大悟了 就说剑云不是那种人吗 还会去县城的暗街里胡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 而村里那些个嚼舌根的女人 也是被讽刺了一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但是季建云从来就没有 把这些事当回事过 怀孕的消息也是闹得不小 都说如今这儿子都三个了 怎么还要生啊 早就可以结扎了的 又不是没有儿子 但世道就是这样 没有儿子 那就拼死拼活 倾家荡产地想要个儿子 但儿子多的 那就肯定稀罕闺女了 建云家儿子三个 这可真的是不少了 可是还没有闺女啊 所以肯定也是想要个女孩的 这消息也是直接闹到了 干部那边去了 要是寻常人家 那干部肯定也是要出面的 不过是季建云家里 镇上的干部就选择无事了 别人要是说起 他们就直接说 人也不在村里头啊 没法抓 县城那么大 难道还能一家一户的 去挨个搜查吗 而且谁不知道县城 何厂长的来历啊 县城部门里都是他的老伙计 何厂长跟季建云是什么关系 长眼睛的那都能看出来吧 季建云也算是很给他们面子了 其实就算苏丹红没走 他们也不好去抓 可那样就会做事不公 如今季建云送他媳妇去县城 那谁能说得了啊 他们在镇上抓人 可是手脚还远伸不到县城那边去 传出苏丹红怀孕消息之后 村里那些声音就淡下去了 对于季建云这一次去住了几天的事 那也觉得是很正常的 这一转眼就到了辣二十了 季建云也开始杀猪了 今年还是养的三十五头 不过暑假时候杀了一头 如今剩下三十四头 但都是大肥猪啊 三十多头大肥猪送了五头 过去老北京那边卖 五头给村里人跟何厂长他们分了 四头给老秦跟苏俊党 没办法 能给他们这些已经不错了 他自己都不够卖呢 大军那边给了三头 季丰是两头 江水市那边分了四头 剩下的十二头留下一头自家吃 剩下的十一头都是大学城那边的 今年大学城这边分了十一头 根本就不够卖的 为了叫大家都能买上一些 季建云都已经限购了 一人最多就是十五斤啊 不管是啥 加起来十五斤就不能再多买了 但是这样的法子根本就没用啊 一家人那得多少人口啊 多喊几个人过来 基本上就都买走了 那些买不到猪肉的怨念不小 说一年到头也就卖这一次 怎么就养了这么点啊 但实际上这十一头猪已经不少了 只是往年基本上都有十五头往上送过来 但是今年分了不少去老北京那边 大学城这边自然是不够卖的了 不过季建云也没办法 一头猪三百来斤 这么多猪肉过来那都被买光了 他还能说啥呀 如今猪肉价钱在五块钱左右 这是因为逼近年关 所以涨了不少 等过了年了就会恢复四块多 四块多的猪肉 其实也是比以前涨了许多的 以前一斤也就两三块钱 不过现在外边没有这个价的猪肉了 大学城这边的人就说了 如今猪肉这么好卖 怎么不多养一些啊 一斤猪肉五块多 一头猪三百多斤 杀完净肉也得有三百二十多斤 那就是一千多块钱了 这可是很好赚的 老高就特地打电话过来问 这边不少人都没买上你家猪肉 都嚷着呢 没办法呀 我都告诉他们什么时间去买了 他们自己没去错过时间了 要杀猪之前 他都提前半个月通知 哪天开始卖猪肉 到时候记得去排队买 许多人不以为然 有钱还能买不到猪肉啊 于是就没去排队买 可是到那儿就被买光了 纪剑云也没什么好说的 今年还限购了 明年他可不打算限购了 反正都是一个价 卖谁不是卖啊 对他来说没差别 而没去排队的 一般都是新顾客 老顾客都买上了 纪剑云心想 老顾客买上就行了 至于新顾客 那没有也就没有了 他的铺面 真的大多数 都是做这些老顾客的生意的 事实上也不是很大 一头猪卖个一千五 他的利润能有将近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 就差不多是扣除人工 跟粮食的本钱了 不过第二果园 跟水库那边 还有其他的利润呢 其中鸡就是很大的收入之一 且三十五头猪 这也的确是极限了 纪剑云是真的 没打算再多养了 家里目前还是剩下一头的 纪剑云在腊月二十五 这天也杀了 一半连带着其他年货 就叫手底下的工人们给分了 另外一半就留下一些 给家里过年 其他的纪剑云就送过来这一边了 今年他们一家子 都要在县城这边过年 自然是要好好过的 自家好吃的猪肉 那肯定是少不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而今年过年 季剑云就给手底下 大多数的工人们 放了一天假 就大年三十二 回去吃个年月饭 初一傍晚 就得回岗位去工作了 水库那边的许伯 跟许婶子 每年都是这样的 今年苏安邦的老丈人 来地爹也一样 季汤伯每年也是如此 还有季光宗他爸 以及季红军 季建国 陈建树他们 即便是过年了 那该干嘛还是干嘛 不过季剑云也不小气 在过年加班的这些时间里 每天都是双薪的 到时候结算工资 就能多出一截来 至于季剑云 那就留在县城这边了 老张在这边吃了年夜饭 就喊了季人一块回家去了 明天是大年初一 家里自然是要开门的 所以他们爷孙回家去了 至于季建云 那就带着苏丹红 还有季奇跟祥祥 在县城这里过年了 如今苏丹红肚子月份 可是不小了 也有七个多月了 再过两个多月 那也差不多该生了 说是十月怀胎 但其实满打满算 也就九个多月 前边三个都是 差不多九个月 多一两天那就生了 距离所谓的十月怀胎 都早着呢 过年县城这边也是热闹的 李智那边 季丰那儿 老秦跟肖大军那儿 以及老河 这么多家都是熟人 可真的是热闹得很 尤其是老河 过来的时候就说了 地面要想在家里生孩子 那也没啥问题的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打声招呼就行了 季建云自然知道 他在县城这边的人脉了 只是他也没打算 叫镇上那边难做 不然他家很容易 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去 虽然如今日子好过了 但是以前的经历 也还是历历在目 虽然他不怕 但是一家子老的老 小的小 他自然也是想保险一些的 送过来这边 虽然扶起两个分居两地 但其他的也没啥问题 在县城这边过年 也是很有趣的 近年来大伙都富裕了 过年时候 县城这边的赌场也是不小 还有其他各项小吃 其中麦芽糖就怪香的 苏丹红就买了些吃 着实是好吃的不行 不过也不敢吃太多的 都便宜季奇跟季祥这哥俩了 这哥俩可真的是不练家呀 大过年的一个比一个欢式 拿着钱跟同学一块 满大街的跑 对于县城这边 如今可是熟得很 基本上大半个县城 都被他们给逛遍了 啥地方都能跑去见识一番 也不嫌累得慌 不过季建云跟苏丹红 还是会拘着想想一二的 毕竟还小呢 像季奇那样的 那他们也就不管了 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有时候说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他们也没管他 妈 我跟小胖打算去玩几把 你给我点钱呗 玩啥玩啊 欠教训是不是 妈 大过年的 你就别这样了 难得才过一次年呢 跟你爸一块去 他家建云刚才说 想去玩两把 就让他们父子俩一起去吧 至于自己 那就不出去了 外边可是冷得很呢 他还不如窝在沙发上 看电视呢 这边的装修跟家具 都是高档的 是老张一手办制的 那时候纪仁才过来读初一 今年都读初三了 要中考了 到时候高中也在县城这边读 还要再住上三年呢 所以啥都是买好的回来 也算是用得很舒心了 比如家里这套沙发 苏丹红就很是满意 如今铺上毛毯 躺着看电视 特别的舒服 他才不要跟他们父子俩 出去外边吹冷风呢 爸也要去玩吗 想想眼睛一亮 他很喜欢跟他爸一块出去 嗯 他爸现在正在蹲大号呢 还没出来 不过纪剑云尝到通畅得很 没一会儿就出来了 父子俩就一块出去了 苏丹红准许他们出去 一个半小时 然后就得回来给他做晚饭了 有了这个老四 他真的是太懒了 整天身子骨都懒洋洋的 动都不想动他 饭基本都是纪剑云在弄了 他们父子俩就出门去了 苏丹红就自己看电视 看着看着有些累了 扯过刚纪剑云出门前 给他拿出来盖脚的毯子 就睡着了 等纪剑云带着一脸高兴 跟一脸遗憾 没能跟他爸一块出去 玩几把的纪棋回来的时候 苏丹红才刚刚起床 哦 回来了 苏丹红打了个哈欠 睡着了 嗯 暖恨他很呢 然后他就打发他去做饭了 如今他的胃口真的是大开了 好的很 一天总是要吃个四五顿的 纪剑云洗了手去下面条 这种天气不用做啥别的 就吃面条就行 但是除了面条之外 还有炖好的鸡蛋排骨等等配菜 丰盛的不得了 面条连盐都没放 就配着这些吃 着实也是香得很 苏丹红吃了一碗面 吃了一个鸡蛋 排骨跟五花肉都吃了不少 不怪他家的猪肉人人哄强 真的是好吃啊 一家子吃完饭就快到五点钟了 现在吃的都很早 虽然只是五点钟 可是外边也灰蒙蒙了 晚上又是降温的时候 所以就没得出去了 都在家里围着看电视呢 季奇拿出扑克来 这么一副扑克牌就要四块钱 可是贵得很 不过买来玩也是好的 平日里闲着没事 他们兄弟几个就会自己斗地主 哪怕过了年 今年都九岁了的翔翔 那也是很擅长的 反倒是苏丹红都已经落伍了 他不会玩这个 也就只能看着他们父子三个人玩 苏丹红就坐在翔翔身后 看着他玩 苏丹红看了一会儿 也看出了个大概 别戳 让你爸戳 苏丹红看翔翔 要吃掉他爸的牌 就说道 爸可是地主 我跟二哥才是一伙的 怎么不能吃他的 他都快赢了 让你爸出好点 虽然不赞同 但想想还是放他爸过了 纪剑云微微挑眉 就出了一张小的 想想不用他妈说 立刻就过了一张小牌 苏丹红看到的牌 就觉得极为不错 不过他还是不动声色 一点都没有骄傲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14期 苏丹红就看到不出声了 然后这一局 就叫想想 跟他二哥两个给赢了 还好你没有吃爸的小王 要不然 都吃不了他的二了 妈你现在都学会了吗 没有呢 你们继续 于是他们父子三个 就接着玩了 最后虽然还是输了 他们爸爸一些 可是哥俩玩得都很高兴 虽然是赌博 不过纪剑云也不会 强压他们 就让他们不要粘手 他没那么专攻 相反的 他有时候 还会带他们出去玩两把 在自家玩纸牌也不算啥 在纪剑云看来 会玩的孩子 那才是聪明的孩子 虽有些歪理了 不过苏丹红也挺赞同的 只是叫他看好了 可别把这两个小子 带到天边去了 纪剑云就说不会 他的儿子 他心里可是有数的 虽说是过年 但是年也就这么几天时间而已 一转眼初五都过去了 这个时间段开始上班 该南下打工的也着手准备了 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基本上都是走得差不多了 而纪仁他们兄弟几个 也是在正月十四就开学了 日子一天天的 过得快得很 苏丹红今天正在啃苹果 虽然这个时节 也只有这么一个水果可以吃了 其他的虽然也有 南方那边就来了不少 不过他还是最喜欢苹果 其他的也就是偶尔换换口味 这个年过完 苏丹红也是胖乎了不少 如今肚子也是更大了 苏丹红估摸着 恐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该生了吧 他也真的是有点期待 这孩子的几个哥哥 当初这么大肚子的时候 可真的是很活跃的 时不时的都要给他来上几脚 如今这个倒是安静得很 就是偶尔的才会给他一点反应 其他时候都是很安静的 苏丹红心想 这十有八九该是个闺女吧 他就开始犹豫了 闺女的话 那要不要干脆 交那一笔巨额罚款得了 记在自家名下 苏母过来看他的时候 得知到他这个念头 差点没把他喷一顿 那是一笔多少的罚款呢 怎么说 恐怕都得上十万了吧 简直心疼死个人了 他倒好 竟然还想要给出去 没见过这么败家的娘们 不过这到底是亲闺女 所以苏母还是忍住了 都答应了老张了的 要记在他名下的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 都得记在老张名下 不然他老人家该多伤心啊 苏丹红叹了口气 心想也是 就没再提了 苏母这才没有说他 见好就收了 当你生完就回去坐月子 你都不知道 村里前些时候 都传成啥样了 能传成啥样啊 村里好事的也就那么几个 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他家在村里的名望是极高的 谁会那么多嘴 说他家的长短啊 不过总是有那么几家的 但也只是那几家而已 人言可畏 知不知道 他们都说剑云 趁着你外出了 那县城这边胡来呢 还传出这个了 可不是 而且还有一些骚浪蹄子 打剑云的主意 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那些个骚伙 苏丹红这回是真的有些惊讶了 还能有这事 不然我还能特地跑来跟你说吗 你也是个心大的 一点消息都没打听 这要不是剑云是个洁身自号的 又有妈在这边跟你们站着 你都还被蒙在鼓里呢 剑云来了都没跟我说呀 你要剑云跟你说啥呀 你还在怀孕呢 他哪会跟你说这几个造型事 而且 剑云也没跟人发生啥 妈你可不就跟我说了吗 我是你亲妈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消息 我心里有数 自然就敢跟你说了 可在剑云眼里 你跟那玻璃做得差不多 他当然不该跟你说了 再说 你现在还怀着孕呢 苏丹红点点头 是了 没错 这是亲妈不假 哪家的呀 就是那老徐家 还没出嫁的闺女 还有老何家那个 新进门的二儿媳妇 那两个呀 他们名声可是不但好的 不管是老徐家 还是老何家 这两家都是卖过地皮 给剑云的 但是也钱货两清了 没啥好计较 好说到的 而这两家 也是出了两个名声不行的 老徐家那个闺女 今年二十二 年纪不大 名叫徐凤鸭 这位可是从十八岁开始 就时常坐着 外村青年的自行车出去了 先是自行车 后来就成了摩托车 一般都只是他一个姑娘 别的都是青年 这些青年都不敢在村里放肆 一般都是在村外等徐凤鸭 他就跟他们一块走了 村里可是有不少风言风语 都说老徐家这个闺女 真的是浪得不行了 听说跟那几个青年 都钻过玉米地 有一次大晚上呢 就跟隔壁那个叫什么的 黄毛青年在玉米地里忙活 据村里那个大婶说 白花花的屁股啥的 总之就是十分的不堪 其他人也都看到过 村里村外的 名声臭得不行 后来那些个青年都南下打工去了 徐凤鸭没去 如今这个年纪了 也要留着代价了 不过有这个名声在 好人家还真的是不要他 但是他自己呢 眼光也是高得很 寻常人家一点都没看上 所以一直在村里待着 再说老和家那个二儿媳妇 那是早些年嫁过来的 听说在嫁过来之前 好像就跟他们村里的 几个青年有过几段 名声也是很差的 后来嫁回来老和家了 他的名声也不大好 因为有人看到过 他邻居的一个男人 从他家玉米地里出去 而过了一会儿 他也出去了 这明显就是在钻玉米地呀 要不然好端端的 干嘛从他家玉米地里出去啊 当时这件事闹得还不小 老和家也是过去邻居家讨说法 两家吵得不可开交 但可不是只有这一次被人撞见 还有一次就是两年前发生的 老和家二儿媳妇 跟村主任他弟的事 说是在村外那一片林子里 两人也是光着屁股滚到一块了 当时可是有两个人看到 回来自然就传出去了 着实是惊掉了一群人的下巴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由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一十五期 村主任为了这件事 可是跟他弟闹翻脸了 把他喷了个体污丸肤 然后就不再过去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品行端正的村主任 这是跟他弟划清界限了 前后这两次 虽然比不上徐凤鸭的光辉事迹 但是也不少了 被人撞见的是这两次 但是没撞见的时候呢 村里一些闲汉 平日里也没少讨论他 有人说他手感什么什么的好 本来以为都是瞎说 可没准真的有过呢 这两位在村里 被并称为姐妹烂花 是的 就是烂花 其实本来还要加上 祭云云的 也算是三只金花了 可是有祭剑云在 没人敢这么调侃老祭姐的事情 所以祭云云没有算在内 而且如今人都不在了 自然没啥好说到的 可是这二位不同啊 还在村里呢 哪家正经的媳妇不唾弃啊 平时遇见了都不带打招呼的 有些没有明面上表现出来 有些彪悍的就直接骂人了 要是叫他们知道 他们敢勾的自家男人 那他们就会打上门去 村主任也走访过两家 老徐姐跟老和家 大概都觉得有点丢人 所以也是下了严令的 最近这一年来 倒是没再听说过 啥风流运势了 可是没想到这一出现 就跟他家剑云扯上关系了 他们都是怎么打剑云主意的 那两个骚蹄子的话 我都觉得我耳朵 然后就把听来的消息 都跟他说了 剑云也就是 这一两年来偷懒了 在前些年 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 跑步自然就是穿得宽松些的运动服了 还是苏丹宏给他买的呢 而跑步的时候 大概是被徐凤鸭 还有和二媳妇给看到了吧 季剑云那强健的体魄就不用说了 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 可是不仅有体魄 他本钱也好啊 私底下就没少讨论剑云 说苏丹宏有福气 日子过得幸福 男人的本钱好不好 那就看他鼻子够不够高 够不够挺 再看他头发够不够浓密 眼神够不够锐利 这二位可是好朋友 那差不多是物以类聚了 聚在一块儿 没少讨论男人的这些事情 再加上都是经验丰富的 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 那些过来人大妈大婶的都反驳不了 说的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而偏偏季剑云就是全都符合这些 眼神清亮锐利 鼻子又高又挺 头发乌黑浓密 身体也是强健 两人嘀咕的时候也被别人听到了 自然就有人传出来了 后来就传到了苏摩尔多里来 他们这两个骚浪货 还真以为剑云是过来县城这边胡来的 这不 就私底下跑去拦了剑云的车 搔手弄姿的 想让剑云不要舍尽求远 他们不要钱 可以让他消遣 苏丹红也是觉得好气哦 可是好气之余 他又觉得有些好笑 你这什么表情 我很生气 当然要生气了 我听说的时候 气得身子都抖了 就差没打上门去了 这两个不要脸的夯活 白给人干呢 妈 你说啥呢 这叫啥话呀 难道不白给人就可以了吗 你别曲解我意思 这也就是剑云 理都没理他们 要是换一个 遇上这样的好事 我不就得跟着去小树林了呀 我家女婿就是不一样 跟郑苗红的 正直的呢 除了你 没有狐狸精能勾剑云的魂 苏丹红这回忍不住了 妈 你说我狐狸精的 难道不是了 剑云都被你们一声啥样了 这一天 那要不是我拦着 他都得来回跑 而且都把你当闺女一样了 你这还不是狐狸精呢 我相信剑云 我也信哪 但是那两个骚浪货 也是要教训他 等你孩子生完回去了 可别跟他们客家 妈 我知道了 他也只是暂时安抚他妈而已 这种事情只能冷处理 不然他们还真把自己 当根葱了 苏母火气就没那么好下了 因为他更难听的都没说呢 那两个还拦过他女婿几次呢 见过不要脸的 可是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 我还有两个多月呢 妈 你时常过去我那边走走 不用你交代妈也知道 他现在都直接住在宿舍楼那边了 这也是一种震慑 苏母说着话也就回去了 纪剑云得空过来看苏丹红的时候 苏丹红就问起他这件事了 纪剑云愣了一下 然后就立马跟他保证了 媳妇啊 你要相信我 我可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半点接触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也是不言嫌弃的 苏丹红看他这样也是想笑 自己男人是什么品性 他再清楚不过了 遇上这样的女人 他真的会嫌弃万分的 我知道 但是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被人骚扰了 你现在怀着孕呢 而且这些也不是什么事 我也没被他们占去便宜 没有就好 你要记住 你是我苏丹红的男人 你要是敢出去外边胡来 那我可跟你没完 你的好日子也就算到头了 你知不知道 虽然相信自己男人 但是相信归相信 该敲打也是得敲打着 因为的宠溺可不是他的风格 我知道 媳妇你放心 我这辈子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要是敢做出半点对不住你的 那怎么处置我 都随便你 苏丹红点点头硬下了 然后就叫他给自己按摩 最近腰有点酸呢 这都第四个了 可是不容易 这一个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 他都不打算再生了 四个真的是够够的了 见继剑云态度正派 认错恳切 所以苏丹红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由着他伺候着按摩 但是这个老男人 大概是太久没释放了 他按着按着就想使坏了 苏丹红现在是敏感得很 再看他家剑云 他就真的是有点想念了 于是夫妻两个就回了房 继剑云轻手轻脚地 吃了他媳妇一回 苏丹红也是有点满足 久汉逢甘露的季剑云同样也是 夫妻两个年年糊糊的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 季剑云才回去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16期 苏丹红这一胎很平顺 他的预产期是在三月中左右 但是苏丹红没想到 他在二月中的时候就发动了 笔原计划的要早了足足一个月有余 生产这天还碰巧遇上季剑云过来 夫妻两个一块在楼下散步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季剑云正想扶着他回家休息呢 然后苏丹红就突然说肚子疼 季剑云也是愣了一下 就听他媳妇着急说赶紧送他去医院 已经生过三个孩子的苏丹红 岂能不知道自己这是提前发动了呀 而且速度还极快 季剑云也是吓了一跳 这还没到时候啊 随后他赶紧送他媳妇过来县人民医院 在他媳妇进产房的时候 他也是着急万分 想起来啥都没带过来 也是赶紧跑回去收拾东西去 同时他顺道给徐姐那边打了电话 叫徐姐去宿舍楼通知他丈母娘 叫帮忙看家 他媳妇要生了 他没空回去 徐姐赶紧给应下了 季剑云这边很快就收拾了东西 顺带的老张也是急着赶了过来 果然他们回来的时候 苏丹红还没生呢 肯定也是没那么快的 但苏丹红生孩子的速度 一直都很快 后来医院不到两个小时 他就生了 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的精神头还是好得很呢 一点都不见疲累 连忙问接生的护士长 医生 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是个儿子 苏丹红那满腔的期待 一下子就僵住了 怎么又是儿子啊 他以为这个准是个闺女了 在他肚子里一直都那么安静 都不闹人的 一点不像他那几个哥哥 在肚子里边全打脚踢的 哟 是儿子还不高兴啊 护士长倒是诧异了 现在都拼死拼活的 想要个儿子 高兴 儿子闺女都行 平安就好 虽然遗憾 这最后一个不是闺女 但苏丹红也是看开了 他大概啊 是没有闺女的命了 这一次生孩子 苏丹红也是做了结扎手术的 因为不想再生了 而且这边医院也有这个规定 生闺女的话 那没有要做 但生儿子就得结扎了 苏丹红也的确是不想再生了 这都第四个了 在同龄之中 这一片都没人比他生得多了 结果孩子看了看 虽然提前了一个月 但是孩子长得确实极好 而且这也算是足月了 跟他那几个哥哥小时候长得很像 都不大有什么改变的 苏丹红看了心里也是喜欢的 虽然遗憾不是个闺女 不过儿子也很好啊 产房外 季建云得知不是闺女 也是有点遗憾 但老张就高兴得不行了 连生说了三个好字 苏丹红是回家坐的月子 如今孩子都出生了 自然没啥好说的 回老家坐月子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一带着孩子回来 在村里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得知苏丹红又生了个儿子 这也是叫村里那些女人们 一个个的又羡慕又嫉妒 这也太能生了吧 这都是第四个儿子了 继父知道这又是一个小孙儿之后 也是格外的高兴 他自己一共是四个儿子 但是往后下来 早年也只有冯芳芳生了个继小东是男孩 往下继母丹连生两个都是闺女 继建文生了一个也一样是闺女 当年苏丹红还没生呢 继父虽然没说 但是老人家也是老观念的 孙子这么少 他也是遗憾呢 可谁料 后来苏丹红后来者居上 一连就生了三个儿子 这叫他老人家格外的满意 而这都是第四个了 继父自然是满意中的满意了 但满意之余 他亲自找了继建文说了 叫他去结扎 不要再生了 继父觉得建文这大概是遗传了自己 所以儿子才这么多的 他可不就是生了四个儿子 最后才得了个闺女吗 可是那个闺女都长成啥样了 所以继父觉得还是别生了 四个儿子足够了 就叫建文去结扎 建文不知道苏丹红已经做过了 于是也去做了一个 虽然遗憾这一胎不是闺女 他也觉得他爸说的不靠谱 这个哪里会遗传呢 不过他也的确不愿意再让他媳妇生了 他媳妇如今年纪也不算小了 可是不容易 于是苏丹红坐月子 纪建云也跟着躺了一天 但是他体质好 一天就恢复得很好了 苏丹红得知他跑去结扎之后 也是哭笑不得 告诉他自己都已经结扎了 他就不用再去了 纪建云觉得他也结扎了 这样才算公平 老张之前是一个月 才会带着纪奇想想回来一两次 但现在基本上是每个周五下午放假了 他就带着纪奇跟想想回来 至于纪人都是在补课 如今都初三了 县初中也是重视这一批学生 所以一星期就放假周日一天 其他都是要补课的 而且纪人也这么大了 放心得很 一两天的时间而已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自从生了老四之后 老张就每个星期都带着纪奇 跟想想回来了 对于他们妈生了个弟弟 这小哥俩都有点不太满意 因为也都是想要个妹妹 而不是调皮捣蛋的弟弟 胡说八道 你弟弟可比你们安静多了 以前你们小的时候 哭声能把咱家的房顶震个窟窿 产后他恢复得很好 也恢复得迅速 如今已经是行动自如了 好在现在天还一点都不热 要不然他就受不了了 不能洗头不能洗澡的日子 简直就是煎熬 这一次也是他亲妈亲自过来 给他伺候月子的 他妈盯得可紧了 除了喝的水 其他傻水都不让他碰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一十七集 听到他们妈的话 季琦还是有点记忆的 毕竟在她记忆里 她三弟就非常的闹腾 而且还喜欢咬人 但是想想根本就不信 怎么可能 我这么乖 怎么会嗓门那么大 妈你可不要洗心厌旧哦 瞧瞧 这洗心厌旧都出来了 臭小子 你弟还要你保护呢 妈怎么就洗心厌旧了 想想听了这才满意 然后就去看她弟了 之前还是皱巴巴的 但是这一次回来 都已经嫩嫩的了 你别碰老四 他现在睡觉呢 季琦拦住了他 碰一下子都不行吗 我就是摸摸 你小时候我也这么摸你的 你一下就醒了 我还差点让爸给揍了呢 那是你活该 你要是老四哭好 爸也装揍你 想想就只能看了 他家老四现在还小 一天天的就只知道要睡觉 醒来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多少 都不容易见到他醒的时候 一般那时候 他不是在外边玩 就是已经睡着了 季家老四的名字是老张取的 单字一个季字 季也就是跟季字同音 名叫张继 这个名字 季建云跟苏丹宏都说很好 便是继父也是指点头的 继父也知道 这个孙子要记在老张名下 其实起初他也是有点意见的 但季建云也说了 不记在他义父名下 那往后就要交十几万的罚款了 这个数目叫继父也是吃惊的 所以就只能答应 记在老张名下了 毕竟哪怕孩子记在老张那儿 可是孩子也是他们老季家的呀 这点总是错不了的 于是就没啥意见了 如今见老张起了这个名字 那就更没啥好说的了 张继的小名就叫吉吉了 小吉吉是很好带的 跟他哥哥们一样好带 只要给他吃饱喝足 然后给他收拾好卫生 基本上他就一点都不闹人了 出了月子之后 小吉吉就长得白白胖胖的了 模样很是喜人 季建云就很喜欢他这个老儿子 只要他在家里 那基本上小吉吉都是被他抱着的 苏丹红看他那样子心里也有数了 这个严母又得他来做了 这个老男人如今是越来越不能当严父了 看他那副有子万世足的模样 苏丹红都觉得牙酸 出了月子 苏丹红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 便是连恶路也早早的就没有了 算是很快的 出了月子 舒舒服服的洗了澡洗了头 苏丹红就在阳光下晒太阳 说来也是神奇 本来预产期是现在这个时候的 倒是没想到 如今这个时候月子都已经做完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不过也没事 早生完早完事不是吗 周日这天下午苏丹红正在喂奶呢 被翔翔给看到了 这小子眼光就有点垂涎了 他看他弟吃得好像很满足的样子 吃着一边还另外护着另外一边 一副不给人抢夺的样子 虽然不爱闹 但是这护食的天性也真的是没谁了 你也想吃啊 他喂奶都是回房间喂的 不过这小子进来也没敲门 就叫他给瞧见了 想 苏丹红点点头 等奶完了小吉祭就叫他过来尝了一口 但仅仅只是那么一口 想想就已经受不了了 他皱着眉头苦着一张脸 很不满意 怎么这么难吃 这就是奶啊 你以为有啥好味道 可是我看吉祭吃得很高兴啊 他还小呢 哪里知道啥好吃啥不好吃啊 而且小孩子一般都吃奶 等长大点了就可以换别的吃了 真是可怜 想想同情地看向他四弟 就像当初小时候 琪琪看他吃奶 嘴馋也过来尝了一遍之后的那种同情 便是连老大仁仁当初也尝过的 答案全都是一致的 都说自己弟弟可怜 有啥好可怜的 你们哥几个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现在就吃饭了 知道 你现在长大了吗 琪琪喝不喝牛奶啊 我县城那边还有一瓶奶粉 刚开的 没喝完呢 如今他也是会喝牛奶的 牛奶虽然没啥味道 但是比这个可好喝多了 现在喝奶就行 牛奶就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喝吧 想想也就没再说啥了 然后他私底下就跟他二哥提到了 他们四弟喝的奶贼难喝 完全没办法接受的那种 那口奶要不是他吞得快 他都咽不下去 琪琪一听就知道 他肯定是去尝了 然后就笑了也没说啥 如今他都迈入青少阶段了 也是懂事得很了 小孩子吃的跟他们吃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琪琪今年长得很快 已经一米六多了 青葱少年狼一个 大概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 胃口也是极好的 跟他哥一样抽身体抽得比较快 而且平日里也基本不在家的 所以即便每顿饭都饭量惊人 但还是吃不胖 干瘦干瘦的 不过今年开始 纪人都开始长胡子了 那稚嫩的胡子 看得苏丹红格外满意 回去了叫你们大哥注意休息啊 学习虽然要紧 但是也别太累了 知道吗 他们要回县城去的时候 苏丹红就叮嘱他们 知道 干爷爷也不让我们晚睡 九点半就赶我们睡觉了 他们大哥也只能到十点 再多就不行了 因为干爷爷说了 有充足的睡眠才能长高 不然就长不高了 也不能挑食 你们干爷爷买啥菜回来就得吃啥 营养均衡才最重要 知道吗 知道 唯一挑食的也就只有想想了 像纪人跟纪奇哥俩呢 都是有啥吃啥 好养活得很 而且胃口也大 每顿饭都没有剩下的时候 交代得差不多了 这才让他们两个 跟他们干爷爷回去 如今苏母都在家里住下了 因为现在都要开始忙了 从草莓季节的盛产期开始 就已经陆续有旅客过来这边了 苏母负责管理宿舍那边 当然就没走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18集 苏母如今都时常在这边吃住了 家里就苏大嫂看着 苏大嫂觉得 她这辈子都没有过过这么爽快的日子 这种上边没有婆婆压着的感觉 自己能当家做主的感觉 真的是太棒了呀 家里都是她一言堂了 没有敢跟她对着干的 三个儿子如今都没读书了 全都进厂子里去了 就是纪剑云跟合厂长的那个皮鞋厂 每个月工资加起来一千多块钱 加上苏静君的 能有将近两千块钱的收入 这对苏大嫂来说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牢牢把钱抓在手里 然后就是好好地攒钱了 儿子们很快就要娶媳妇了 到时候娶了媳妇 钱就落不到她手里了 自然要趁现在多收一些的 当然苏母回去的时候就会跟她算了 孙子们的钱一半都交到她手里 到时候结婚的钱她给出 而且其余的就会给她们当生活费 她可是清楚苏大嫂是个什么人品 她要是不收着那一半 到时候结婚了 根本也别想从她手里拿到钱 不过苏母偶尔回家去看的时候 苏大嫂还是要伏地做小的 根本不敢在苏母面前放肆 但苏母现在也不怎么管事了 只要苏大嫂不过分 她都不会插手管的 而且她现在可是忙着呢 哪有空闲去管那么多呀 经过这一两年来的经营 她女婿这边有个大马场的事 已经很有名气了 不仅有马场 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是很出名的 所以开车之后就有人过来踏青了 江水市那边倒是没有 主要人群都是来自于大学城跟这边的县城 基本上每天都能接到一两个客人 刷休日的时候呢就更多了 因为都要过来摘草莓吃 一般宿舍楼这边都会被住满的 虽然其他人家也有提供住宿 不过但凡是住过的 那都是比较喜欢宿舍楼这边 这里更舒服一些 只要这边没房了 那才会过去居民那边住 没办法 谁叫宿舍楼这边环境好呢 就楼下那四个花圃园子 那就叫人赏心悦目了 其他住宿条件也都还不错 而县城那边的旅客就很爱占便宜了 因为县城太近 一个三轮车都能到了 早上过来傍晚回去 都不用留宿的 当然他们过来是要钱的 因为没住宿啊 季建云设置了一个票据 只要是在村里住的 就会给开一个票据 凭着这个票据 才可以免费钓鱼 进果园里吃果子 没这个票据 那就是要收钱的了 各家都有一个票据 但是最终的票据 是季建云这边的 要有苏母给开的票据单子 这才有用 拿着其他家开的住房票据 就可以过来这边开个票 免费的 地方也是好认得很 全村最高的那个楼房 一眼就能看到了 人来人往的 生意也颇为不错 季建云家的草莓 也是格外的受欢迎 真的是好吃啊 又大又甜的 苏丹红也一直都爱吃 每天都要吃上那么一点 他们家的草莓 也是不打农药的 好吃得很呢 一转眼就到了四月了 小吉吉已经长得白白胖胖的了 被他伺候得很精细 看着就很可爱 苏丹红这天有点胀奶 没办法 因为吃得好 他的奶量可是惊人的 哪怕小吉吉饭量不小 可是也根本就吃不完 季建云正在厨房里熬制恶焦糕呢 如今这个都交给他去熬了 苏丹红都没空插手 也是没办法 一个孩子事不少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 建云 苏丹红就喊他了 咋了 忙完没有啊 你忙完过来一下 快完了 等等啊 这一锅厄焦糕已经出锅了 他正在用模具在油纸上压实呢 等忙完了 他就洗了手过来了 苏丹红正躺在小床上 至于小吉吉 那已经吃饱了肚子睡着了 啥事儿 今天还喝不喝了 季建云一下子就明白了 用力地点头 随后苏丹红就让他喝了 然后就被季建云给扒光了 如今都快两个月了 苏丹红身子恢复得很快 其实早就可以在一起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干活 因为季建云想让他再恢复恢复 但饶是他意志坚定 也是接受不了他媳妇这样 三五不时地撩拨呀 所以过来这边 为他媳妇解决了 胀奶的问题之后 他就顺带着 把身子骨软成一滩水的媳妇 给温柔地吃掉了 苏丹红大概也是想念他了 被吃了一遍还不够 还想再勾着他来第二回 只是可惜的是 小床上自家儿子 那大嗓门已经传过来了 夫妻两个只能烟齐息鼓了 约着等晚上再战 季建云就去哄儿子了 不惯要哭闹 原来是拉了一裤子了 季建云就熟练地 给儿子换尿裤洗屁股 收拾干净了 才把孩子送回来 苏丹红这时候已经睡着了 虽然他家建云很温柔 不过还是很消耗体力呀 所以一时没注意就睡着了 季建云给儿子泡了奶粉喝 好在小吉吉不挑食 哪怕不怎么满意奶粉的味道 可也还是喝了 喝完跟他爸玩了一会儿 便继续睡了 如今这个时候都是会睡的时候 等往后长大了一点 那就不好带了 江水市这边 季建云跟云莉莉也都是知道 苏丹红又生了个儿子的 即便是云莉莉觉得 只生一个女儿也不错 可也还是有些艳羡 这也太会生了 一连四个都是儿子 这个暑假 我要回去老家那边过 今年不去上补习班啊 新年就不去了 我要是有不懂的 也可以问问张爷爷 还有小东哥我都可以问呢 云莉莉也就没意见了 现在他可知道 大学城那边的人 都会大老远地 不辞辛苦跑过来旅游呢 不过现在距离暑假 可还早着呢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回去了 就问问你三伯 如今外边物价涨得这么快 是不是给奶的钱 也该提一提了 妈 三嫂如今刚生完孩子不久 那边消费也大着呢 您就不要再寄着钱了 钱不够我给您家还不行啊 云莉莉看了眼 纪剑文的脸色 我再给您加一百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奖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一十九集 云莉莉也是下了血本的 但是没办法 她家剑文脸色都成啥样了 即便是再舍不得 这时候也得加呀 但继母却没想要她的钱 你现在急着攒钱买铺面都来不及 妈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呢 妈也知道你孝顺 但是不用 你就专心攒钱买铺子吧 以后啊 这铺子还不知道 要长成什么样呢 她女儿都说了 如今一个八十多平的铺面 叫价四五万 根本就不算啥 等以后再往下了 那可就要更多了 云莉莉铺面的生意 那真的是极好的 每个月能赚个千八百块钱 真的是不少了 但是再不少 她的起步时间也不短 两年多来 再加上纪建文的收入 可是家里的支出也着实是不少 现在就存了两万块钱 这已经是极为不错的了 想要买铺子 那可是还差上两三万呢 云莉莉都想叫纪建文开补习班 再帮着赚点了 可想而知 叫她每个月再多给一百块钱 她也是肉疼的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还能叫继母又回去闹腾吗 钱不够我们补 一个月多给你一百块 不要再回去闹了 怎么连建文你都这么说呀 你三哥一个月给妈三百块钱的生活费 那也不算多呀 就上次他女儿过来 可是又给他不少钱呢 今年女儿一共都给了他快五千块钱了 女儿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但即便如此 他也能给他这么多钱 可是这几个儿子呢 老大家老二家就不用说了 他简直是失望透顶 一个月就那五十块钱 买盐都不够的 老三家的条件是最好的 但是在孝敬老人这件事上 那不就得能者多给吗 条件那么好 一个月给他三百块钱生活费多了吗 再看老四家 如今也是不容易 嫌儿上高中的学费啊 资料费补课费啥的等等 那他都是看在眼里的 着实是不少 而且小姑娘 也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再有要买铺子 这种种加起来 压力是真的很大呀 继母也是知道的 再说了 他还在这边住着呢 平日里都是建文跟莉莉在照顾着 就这样 每个月还能给他一百块钱 这就很孝顺了 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拿 再给妈一百块钱 老家那边 妈你不要打电话回去 那就算了吧 不用了 妈自己有钱 每个月四百块钱 他自然是够花的 四百块钱也是会花剩下的 哪怕如今物价上涨的厉害 但也是够够的了 只是他要贴补一下外孙那边 每个星期一篮子鸡蛋 半个月就得一罐子奶粉 虽然花费不少 可是外孙如今长得白白胖胖的 可讨人喜欢了 他看了就很喜欢 而且外孙对他也是亲近得很呢 每次他过去 孩子都很高兴 妈 您这一会儿说要钱 一会儿又说不要的 您这咋回事啊 他自然是不满的 但如今他也不想过那吵吵闹闹的日子了 要是以前 他肯定是分文不给的 可现在赚了钱了 他也是能够理解苏丹红的处事态度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是事 全当花钱买安胜了 所以即便是再舍不得 他也是打算给的 不打算叫他回去老家那边闹 因为苏丹红给他的东西 着实是不少了 就那个东欧欧交 要是出去外边买的话 真的是不便宜 虽然他也觉得味道大了点 可是效果是真的好啊 有些时候还会寄一些恶焦糕过来 那也是好吃的很 建文就很喜欢吃 说效果很好 而且他三掰那边也是有心了 去年过年他们都没回去 他还叫苏猪毛给拿了一些排骨猪肉过来 都是自家的 最重要的是还给了不少猪血让建文吃 猪血洗肺 对上课的季建文来说是好东西 尤其是自家养的猪 那真的是极好的 一个年过完 季建文气色上都提了不少 早些年为了还债 不仅他被生活折腾得月经不调 季建文也是亏了身子的 那些年还好 人还年轻 如今岁数涨了不少 抵抗力下降了 人就容易感冒 云丽丽是不想让家里过得吵吵闹闹的 所以他要说就一块说了 别三五不识的就拿出来给人添赌 丽丽 妈没有别的意思 妈就是想让你们多攒点钱 也好快点买房 我听说以后啊 这房价还会继续再涨的 还有你那个房东啊 那也是一天天没个安生的 要是直接买一个铺面 那可就不用受那些气了呀 上次他过去的时候 还亲眼目睹云丽丽丽跟那个房东大吵起来的画面呢 也是知道四儿媳妇不容易的 至于吵架的原因 那就是房东想要涨价 本来房租是三十块钱 后来涨到了五十 现在都已经涨到六十了 要不是云丽丽也是个厉害的 恐怕现在没个八十块钱 根本就别想租了 妈 您别回去找事了 看他还是心心念念的为他家着想的份上 云丽丽也软和了下来 说道 三伯那边虽然的确能赚钱 但每个月花费都不少 人人一转眼也要上高中了 那小东的大学学费也是压在三伯身上 也就是三嫂那样的人 换做一般的媳妇 那根本是没指望的 这也是他为何佩服苏丹红的原因了 他自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 要是季建文敢给侄子出这样的钱 他能第一时间跟他掐起来 不罢休的那种 哪怕家里有钱也是一样 又不是自己孩子 谁的孩子谁养去 但苏丹红就没计较那些 他做不到 苏丹红却有那个心胸 所以他真的是佩服 苏丹红叫他佩服的 也不仅仅只是这些 其他方面许多为人处事 他也觉得这个三嫂 着实是个明白人 大度人 也不怪他三白 把他当命根子一样疼着 能娶上这样的媳妇 真不知道是攒了几辈子的福气 继母就没说话了 因为他都看到儿子那个脸色了 要是再说下去 那建文肯定要生气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期 也是辛苦你了 私底下 纪建文对自己媳妇说 自己那个妈是什么性子 纪建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而自己媳妇又是怎么安抚 怎么做的 她也都是看在眼里 心里是有数的 云莉莉不在意 这有啥呀 只要妈不闹腾了 咱们家的日子 能过得和和美美了 现在就缺个铺子了 我是真不想再租了 因为租房子的话 涨房租也是房东一句话的事 着实是烦人的很 我过阵子给三哥打电话问问 看他那边 能不能够腾出些钱来 云莉莉愣了一下 还是算了吧 老是跟三伯借钱也不好 再说 三伯那花费的确是大 都是自家人 三哥不会计较那些的 而且这也不是去看别的事 上次三哥就和我说过 让我要是铺面的事 缺钱的话找他 他三哥的意思 是把铺面直接买下来 那时候因为要不少钱 他家自己也没多少 要买的话都得跟他三哥借 他没那么大的脸 如今家里也是存了点 想买的话 的确可以去找他三哥借一些 而且房价也涨得快 如今先买下来 以后就不用多花那么多了 至于欠他三哥的钱 那可以慢慢还呢 云莉莉私底下就找继母 说了这件事 妈 你以后别再给三伯那边打电话了 借完这一次 恐怕是要去跟三伯借个两三万 可是要借来买铺面 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光靠我跟借完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买房呢 过个两三年 燕儿又要上大学了 到时候支出实在是大 只能先跟三伯借了 哎 好好好 先去找你三伯借 以后慢慢还就行 要不然 以后房价不知道长成啥样呢 妈都替你们担心 那妈 您别去找三伯麻烦了 三伯一点也不小气 大伯家 二伯家 还有我们家 其实都在被他照顾着了 妈知道了 只要他肯把钱借给你们买铺子 那妈今年之内 就不会去找他多要钱 罢了 能拖一时就拖一时的 季建文打电话 回来借钱这件事 季建云赶紧跟他媳妇说了 苏丹红也没意见 铺子早点买下来也好 三万块钱够吗 对于季建文的人品 他是信得过的 而且如今他工作稳定 云丽丽那边收入也还不错 是有能力还钱的 所以借了也就借了 没啥的 他自己也攒了一些 够了他 三万块钱直接打给了季建文 如今转钱之类的 比以前方便多了 上邮政储蓄银行 汇钱过去就行了 这边钱到账很快 不过季建文那边 却是没那么顺利 因为那个房东不愿意卖 他倒是报了一个价 但是要四万八 这简直是天价呀 去年的时候问他 他说要四万 这才多久啊 就涨价了八千块钱 去抢钱都没有这么快的吧 气愤之下 云丽丽就找了另外一处铺面 这个铺面可比之前 那个铺面好多了 足有九十多平方 宽敞了不说 而且地段也比之前 那个好许多 但也不便宜 这一个铺面要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呢 基本上是全家的家底 都要砸进去了 云丽丽有些犹豫了 他有点不想买了 不过季建文排案 叫买下来 至于钱 还有几天他就发工资了 到时候可以先拿出来一些应急 生活费的话 省吃减用一点吧 日子总能够过下来的 于是这个铺面就买了下来 一边装修 云丽丽就一边在这个铺面里 打折出售这一季的新衣服 虽然利润比较少 但是货出去了 收进来的就是钱呢 而且这个月的房租还没有到期呢 还剩十天 自然要把这十天的生意给做了 而且还要把老客人都介绍到那边去 所以剩下这十天 云丽丽打折出售不说 态度也是格外的热情 也说了 到时候新店铺开张 那也跟现在这样给打六折 而且要是能给他带过去客人 直接打五折 服装的生意利润特别大 这点谁做谁知道 即便是五折 他也是稳赚不亏的 但是还别说 云丽丽这十天就叫他赚了不少 也是把原本留下来的不少货都卖出去了一些 原本都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是又赚了点钱 可以撑过这一个月了 第一个月撑过去 后边就会好过许多了 新店面还要装修 还要进货 还要打折 虽然忙得不行 但不得不说 云丽丽是十分满足的 因为如今这个铺面是他家的了呀 这跟租铺子完全是两种感觉 铺面不需要租金了 他的衣服也可以打折出售 利润空间没有压缩多少 但是客流量却是不比以前差 影响是有的 毕竟有些老顾客都不知道他搬店面了 但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还来了不少新客人呢 继母也过来看过了 看到了这个新店铺 继母格外的满意 每天中午 都是她给做饭 然后寄简文送过来的 因为新店铺开张 所以云丽丽一天都是离不开人的 中午也不关门 一直都开着 等以后稳定下来了 到时候下午再关门回去 如今就算了 还是家里给送过来吃得好 你四哥四嫂如今就好了 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铺面 这以后啊 也算是有个正当的营生 继母跟继云聊天的时候这么说道 买铺面了 不是说没钱吗 继云在电话里问 你四哥打电话 跟你三哥借的 你三哥虽然娶了那么个媳妇 但是在对你四哥上 那还是挺不错的 之前回去借了那么多次钱 基本上每次都有得借 这有啥 还不是因为四哥能够准时还得上 要是还不上 你看他借不借了 继母文言也觉得有道理 不过四哥四嫂这件事做得对极了 这个铺面买下来 那往后就都不用愁了 将来等地址架上去 那转手出去都有小几十万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一集 真有这么值钱吗 继母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女儿说 以后房价会暴涨了 但还是忍不住激动啊 当然值钱了 不然妈你一直以为 我叫四哥买铺面是开玩笑啊 之前四哥买房才两千多 如今得四万打底了 这都翻了二十倍了 如今那个铺面 要是五万块钱 往后虽然 这最少还是会翻个几倍的 你四哥这回买的铺面 可是有九十多平方呢 四哥眼光不错 现在买大点的 将来都是赚的 继母很高兴 唉 也不求能涨多少 只要能让你四哥四嫂 在这边安稳度日就行了 之前妈看到你四嫂 为了那点房租的事 跟房东吵得围了那么多人 妈心里也不是滋味 房东就涨他十块钱 他都不乐意 前几日 妈说钱不够花 要找你三哥多要一百 你四嫂二话不说 就要给妈加一百 如今四哥四嫂买了这个铺面 怕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我给你的那些钱 你也别那么节省 该花就花 云大海那边 也不用你去贴补 我上回过去给了他三千了 够花的 嗯 云大海跟我说过 你给了他不少钱 云云啊 你啥时候有空 要不过来看看 浩浩说 他想你了 纪云云本来是不大想过去的 不过想到自己的大儿子 那也是点了点头 李武这个小儿子 跟他可是一点都不亲近的 被他那个奶给教导的 对他一点都不亲 倒是浩浩这个大儿子 对他这个当妈的很是依赖 所以犹豫了一下 纪云云就道 等我有空了 我就过去看看他 那行 我明天就去跟浩浩说一声 随后他又问起了 女儿在李家那边的生活 李家也就那样吧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一切 怎么了 李家不好吗 倒也不是不好 只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进李家大门之前 他可是把李家 理解为大学城 几大家族之一的 但是进了李家 他才知道 什么几大家族之一啊 李家 那就是个不被待见的 其他的 比如周家这些个家族 都不怎么跟李家为伍 李家明显是有点被排挤了 哎 云云云云云云云 你就不要要求了 李家那样的门第 要不是你嫁给李天盛 你都走不进那个圈子的 继云云文言 也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妈这话也是大实话 李家虽然比不上 他想象中的那样豪华 那样一呼百应 不过在大学城里 那也是数得上的人家 比李家大有不如的人家可是不少的 妈就希望你在李家能好好的 要记得孝顺公婆 跟周历友好相处知不知道 是我婆婆那样 还想让我孝顺她 简直是开玩笑 她怎么了 还能怎么 成天给我甩脸色看 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似的 上次跟她打听什么股票好 但是她没说 然后就不给她好脸色 还当她稀罕她那个态度吗 如今都进了李家了 她还有啥好怕的 哎 云云 这该低头的时候啊 就得低头 你别跟你婆婆对着干 这对你没好处的 行了 这些事我自己都知道的 不干嘛你聊了 我过几天再找时间去看你 母女俩聊了一会儿 这才挂了电话 哟 又跟你那些穷亲戚打电话回去呢 静云才挂了电话 迎面就走来一个年轻女子 一脸嘲讽 这个是她的唐轴里 李家一大家子都住在这个大别墅里 毕竟李家老太爷还活着呢 李天盛在这一代中排名第三 前边两个都娶了 眼前这个就是李家老二的媳妇 叫陈美 陈美入了李家多年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 就生了一个闺女 不仅她 陈家老大媳妇也是生的闺女 但是唯独季云云 人还没进门呢 李天盛就先把李武带回来了 关键是李武长得跟李天盛是真的像啊 谁都没法怀疑 李老太爷子就很高兴了 名下的一笔资金直接给了李武 这就叫李家前辈两个儿媳妇一肚子的意见 可是又无可奈何呀 难道还能去对李老太爷发脾气吗 自然是要来找陈云云的 尤其是陈云云自从进门之后 家里的男人们就会对她汇股票这事格外的推崇 一进门就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说得好像你家不是穷亲戚呀 我家那边的确求 但是都不用我去贴补 那是二嫂你 还是先管管你娘家那边吧 好不容易生出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儿嫁进豪门 就跟吸血鬼一样扒住李家不放 你说什么 你敢再说一遍 怎么 难道我还说错了不成 陈家可不就是一群吸血鬼吗 但是他们也不看看 就你这生不出儿子的肚子 他们还敢这么放肆 也不怕李家把你给修了 陈美被气得娇美的面容都猙獰了 恨不得扑上去 哟 三弟妹这话说的 我可就不同意了 女儿出息了 照顾娘家一点怎么了 与其说你二嫂 还不如担心自己呢 小五如今被妈带着 跟你可不亲 上回看到你了 连喊都没喊你一声 另外一个年长性的女人走过来 这是李家的大媳妇 蔡琴 本来蔡琴跟陈美两个人关系不怎么样 但凡是轴里 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就没有感情好的 可是自从纪云云进门之后 他们两个就联手了 两人就针对纪云云一个 纪云云被联手对待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瞥了她一眼 又是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说完就端着咖啡走了 半点不把这两个轴里放在眼里 这一句话把蔡琴也是给气得咬牙切齿 对着她的背影骂道 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 果然就是这么上不得台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二集 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一句不会下蛋的母鸡 也是把她给骂了进去 她那个婆婆就会这么骂她 而且也会顺带 将她娘家那边也骂进去 纪云云说的那些话 全都刺痛了她 被骂的蔡琴也是气得不行了 放眼整个李家 能跟纪云云相处下来的 还真是没有几个 这个贱人 还真把自己当古神了吗 还以为谁都得捧着她 可是爸他们一个个的 都信了她的邪 我看得分明 就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了 连妈去问了她 她都说暂时没什么好谷 什么没有好谷啊 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轴里两个一块 将纪云云骂了个遍 贬了个遍 这才各自散了 纪云云心情也很不好 回了房间一脸黑 如今进李家门都这么久了 该知道的都知道 可是如今李家真是一般的狠 比如蔡琴 比如陈美这两个 这都是寻常人家 对李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助力 相反的 还是一群吸血鬼 每个月都要跟哈巴狗似的上门来 看看能不能讨点啥东西回去 因为前边这两个都是寻常人家的 所以李天盛这个老三 就被安排了跟王家那边的联姻 但是因为他的横空插手 所以跟王家的联姻就告破了 如今跟王家那边可是视同水火 不过那又如何 王家那边也不怎么样 只是叫纪云云烦恼的是 在李家这边也是没个安生 还不如以前没嫁过来的时候呢 想去哪就去哪 如今他还得装模作样的孝敬他公婆 平日里也是要时常在家 没法经常出去 因为他那个婆婆老封建得很 不允许儿媳妇随便外出 李天盛回来了 就看到纪云云脸色不大好的样子 现在他对纪云云可是体贴入微的 纪云云不是懂股票一道吗 也跟他说了一些 纪云云告诉他的这些个消息 也是完全能够让他在外边如鱼得水了 偶尔提到一些股票 那行情也是极为不错的 所以现在他在外边真的是很受欢迎 干啥事都有人愿意附和他 自然而然的 对于纪云云这个忘夫的女人 那他肯定也是重视的 你倒好 成天去外边晃荡 留我一个人在家里 跟那两个大眼瞪小眼的烦死了 那行 明天我带你出去逛逛 我打电话跟我妈说了 明天我就过去看他 还在那边住几日 成天看着李天盛 他也是腻外的狠 也行 去了也得跟我丈母娘问个好啊 见他没意见 纪云云这才满意 没有再甩脸子给他看 李天盛掏出一张纸来 上边记着好几只股票 问他 云云 你看这些股票 觉得哪只比较好点啊 纪云瞥了一眼 事实上他也根本不会炒股 上辈子都没碰过 只是因为经历过这一辈子 到底眼界有些不一样而已 所以才能买得准 但如果一直让他买 他哪知道啊 谁不知道炒股危险得很 他如今嫁进李家了 哪里还需要去碰这个 只是 这也是他在李家这边的安身之道 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但还别说 他也许真的是在这上面有天赋 每次说的股票都比较准 这一次他扫了一眼 看中了铁路的那只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这只好啊 为啥呀 他就比较看中另外一只 但是别人不是要听他的意见 而是想听纪云云的说法 他的说法能得到外边大伙的一致赞同 但是李天胜自己就不行了 都嫌弃得很呢 如今国家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好 在交通运输方面 那必然是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 你没看到咱这边如今 跟老北京那边来回 就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吗 那以前需要多久啊 往后肯定也是要大力发展的 不过具体的 我也不清楚 我就是说说而已 有时候也有不准的时候 但李天胜却是听得格外赞同 嗯 你说的没错 如今这只股票的确是前景最好的了 你少来烦我了 我明天要去看我妈了 今天要早点睡 纪云说完就不再多言了 要不是这一次要去看他妈 顺便在那边住上几天 他都懒得跟李天胜说这些的 哎呀 真是我的好老婆 老公来伺候伺候你 李天胜扔了纸张就朝着纪云云压上去 纪云云都有些厌烦他了 不过想着要是能够让他好好在那边住上几天 也就游着他了 还顺道警告李天胜 要是叫我知道你敢在外面给我乱来 那你就死定了 我还能怎么乱来啊 这不都被你给炸干了吗 而且我的专程司机可不就是你的人 他还能没给你汇报我的行动啊 你知道最好 忙活完了 两人也就歇息了 第二天 纪云云就坐车去江水市 李天胜在他离开之后 在家里休息了一天 傍晚的时候 就叫了周志也出去应酬了 如今周志是他的专程司机 都是因为有纪云云的提拔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应该知道 到达舞厅之后 李天胜扔了200块钱给周志 老板放心 李天胜整了整衣领 便也进去舞厅里边了 周志收起钱 木带嘲讽之色的 看他进了舞厅 这才把车开走 他过来打了个电话 是长途的 不多时那边就有人接了 哎 郭老板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在纪云跟李天胜之间做了卧底 这个你答应我的钱 是不是也应该打给我了 这是后来的事 郭栋梁又联系上他了 让他好好给他办事 将来亏待不了他 电话那边郭栋梁淡淡的 让你做他摸摸底 你不已经捞了不少 还想来我这边也再拿一份好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三集 郭老板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那我以后可啊 你要是不及时过来汇报那边的情况 那我就跟李天盛联系上 告诉他 你还是纪云云的前前夫 还给纪云云喂了那么多的碧云药 纪云云如今 应该巴不得再给李天盛生一个吧 你把他的念想断了 你觉得他们两个会放过你 可我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呀 那又如何 你给纪云云下药是毋庸置疑的事 无论是照谁的意思做的 周志很想挂了电话 他没想到郭栋梁竟然反嘴咬了他一口 但是想归想 却不敢就这么挂了 纪云云如今可是本事不小啊 竟然都懂得炒股了 你一直跟着他 可知道他这本事是从哪来的 上回他就在股票大厅那撞见了纪云云了 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纪云云竟然也会炒股的事 只是他即使闪人了 纪云云并不知道他而已 但是他可是悄悄盯着纪云云的 发现他是真的会炒股 而且还格外厉害 以前跟纪云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了 他似乎对未来的发展很清楚 很有思路一样 就连炒股他也是稳赚不赔 十分的厉害 他就雇佣了一个牛郎去试探他的老底 果然纪云云云还是老样子 不仅跟那几个大老板聊着聊着就聊到床上去了 而且他叫去试探的牛郎也是很容易就得了手 纪云云完全没有抵抗力地跟那个牛郎在一起大半个月的时间 其间夜夜升歌毫不见歇 郭栋梁也是唾弃自己 之前竟然能够把这样的货色视若珍宝 真是瞎了眼了 不怪他夫人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就跟他离了婚 在他夫人眼里 他怕也是一秋之河了 不过如今他迷途之返 但是李天盛却身陷其中 而且竟然还把他娶进了门 这叫郭栋梁很幸灾乐祸 娶妓云云这样的女人进门 那可真是老李家时来运转了 李家必然会因为他加速走向衰败的进程 而他自然就叫周智盯着了 他要亲眼看看 看着李智跟纪云云这对狗男女的下场 周智虽然心里不服气 但是他也知道他斗不过郭栋梁的 他根本不是郭栋梁的对手 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懂炒股的 当时他去上海我也不知道啊 他现在还跟他那个肩负偶多四脸 郭栋梁转问道 也不指望周智能知道这些 啊 今天又过去他那边了 这肯定去Apple了 Apple Apple 话虽然粗 不过却是再实话不过的了 郭栋梁心情不错 暂时先不要跟李天盛说 眼下他能炒股 李天盛就算知道了 大概也只能闹一场 让他跟那边断了 不会跟他离婚 嗯 我知道 周智应了一声 他当然也不会现在就说了 现在就连他对纪云云这些事 都不知情呢 李家的事有必要就推一把 至于你家那边 要是有需要 我也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倒是有本事 能叫云大海老婆给你再落下 我最近又怀孕了 算算时间 这还是你上回回去给怀上的吧 周智吓了一跳 你派人跟踪我 跟踪算不上 该你干的事好好干 别跟我耍那些心眼 你的那点心眼在我这儿 啥也不是 周智深吸口气 果然这些大老板都不是好惹的 但是眼下他能怎么办呢 他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好好干 郭栋梁说了这句话之后 就挂了电话 周智则是一脸沉重地挂了电话 最后抹了把脸 给了钱就出来了 郭栋梁这个老东西竟然这么算计他 但是他现在还能怎么办 除了继续走下去 他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 至少现在从季云云跟李天盛两边 他每个月都能拿一些钱 再有其他老板 叫他偶尔禁言几句话 也会塞一些小费 所以这每个月都有将近一千左右的收入 这个收入算是很高的了 干别的可是拿不到这么多钱的 停了车 周智也进了舞厅 看到李天盛跟一个女人正在喝酒呢 那个女人也是李天盛在外边的老情人了 没一会儿功夫 李天盛就带着他出来 周智负责开车 还是去的老宾馆 李天盛玩得高兴 而回了江水市这儿 直接就住在云大海这边的季云云 同样也被伺候得浑身舒坦 云大海呢 可是卯足了力气的 云云啊 你就每个月都过来陪我一次吧 我肯定能把你弄舒服了 行吧 以后我每个月都过来住几天 季云云想了一下 要是以前呢 肯定是拒绝的 不过李天盛那个臭男人 真的是越来越不行了 他肯定是背着他出去外边乱来了 所以现在没几分钟就完事了 不如云大海好 叫他真的十分享受 果真 嗯 如今李家那边也就那样了 没啥大不了的 还不如这边爽快呢 云大海高兴极了 所以在季云云住下来的这几天里 他还特地买了药回来 也是叫自己变得十分生猛 季云云最后回去的时候 都有些恋恋不舍呢 云云啊 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呀 季母如今也习以为常了 拉着女儿的手问他 女儿刚来的时候 气色还不怎么样呢 但如今气色可是好了不少 这明显也是有云大海的 一份功劳在的 到底他女儿还年轻 自然也是需要男人的 我往后每个月都过来住几天 泡泡这么大了 也需要我 文言继母很高兴 但也还是道 每个月都过来 那李天盛那边会不会说什么呀 他能说什么 我过来看我妈 他还能不答应啊 妈你别把李家看得太高了 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 周历们也就罢了 但是李家的男人们 为了股票的事 一个个的可是对他巴结着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四集 云云啊 你也别这么说 李家再怎么样 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家 大门大户的 你可别不当回事 听妈的话 回去了 就和声和气的 不要和人家置气知不知道 纪云云点点头 便也没再多言就回去了 往后的日子里 他就一个月过来一次 一次都会待上好几天 有些时候都得李天盛 打电话过来催了才行 他现在用的是 爱立信的那一款手机 去年才上市的 他去年去上海的时候 就买来用了 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 一台要一万三 简直是贵死个人了 不过赢了股票的纪云云 自然是不在意这点的 于是他就买了一台 如今也是方便得很 而且也是时尚的很 走出去看到他用得起 这种手机的 谁不用艳线 惊艳的眼神看着他呀 只是如今他倒是有些烦了 有些时候在云大海这边待久了 李天盛那边就知道 催催催的 时间一转 便到了六月份了 这日子可是快得很的 苏丹红最近在考虑 要不要给小吉吉断奶呢 三个多月的小吉吉 长得格外水嫩白胖 跟他刚出生那阵子的安静不同 如今整个就是一个小魔王啊 那嗓门要是好起来 苏丹红都想要堵上他的嘴了 而且脾气也是越来越健壮 谁都不给抱 就给季健云和苏丹红抱 别的哪怕是苏母抱他一下 他都能嚎破嗓子 这天苏丹红趁着他睡觉 就赶紧去烧水洗了个头 着实是舒服啊 他都快有五天没洗头了 可是洗到一半 里边那小子就嚎开了 刚好苏母进来 听到小外孙哭声他就急了 再看自己女儿那悠哉的模样 顿时就恼了 吉吉在哭呢 你还有闲情在这儿洗头 我这刚洗到一半 他就这么快醒了 苏丹红也是有些无奈 妈你进去抱抱他吧 然后他就继续开始洗 儿子这都是第四个了 操痒得很呢 嚎两嗓子也没啥事 苏母瞪了他一眼 就赶紧跑进去抱乖外孙了 可是小吉吉根本不买账 继续嚎 一路从房间里嚎到外边 出来看到苏丹红这个妈了 他这才安静了一下 双眼皮大眼睛就看着他妈 大概是要他妈过去抱他 可是等了一会儿他妈那边也没动静 于是呢嗓门又扯开了 饶是苏母这样见多识广的也有些受不了了 你说这孩子嗓门甲这么大呀 还好这是楼房啊 要是屋顶的话 那瓦片都得被震下来 不用管他让他好去 真是越大越娇气了 一刻都离不开人 苏丹红铁石心肠 继续洗他的头 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 一个头你要洗多久啊 妈我都五天没洗了 被这小子给闹的 难得趁着他睡觉洗了一下 没睡一会儿他又醒了 赶紧把头发擦了 看他都嚎成啥样了 苏丹红没办法 就只能简单地冲了一下头发 然后才把这小子接过来 这小子已经嚎得 嗓子都有些干哑了 我看你是欠揍了是不是 还嚎成这样 苏丹红接过来就开始教训了 小吉吉大眼睛含着泪花瞅着他妈 然后就开始往他妈的粮仓那蹭了 这明显是哭累了要吃奶呢 苏丹红不想给他吃 不过他妈盯着呢 没办法就只能先给他吃上几口 吃上口粮的小吉吉就安静了 安安分分地吃着自己的奶 只是那小爪子还小得挡在另外一边 不给其他人觊觎他口粮的机会 这一天天的谁都不给报 就认准我跟他爸了 他爸又要出去忙 我一天忙到晚连个洗头的时间都没有 苏丹红忍不住跟他妈发牢骚 并且把想要断奶的说法说了一下 断奶还是算了吧 等再大点了再说 苏母不同意 现在还小呢 未到五个月了再断也不迟啊 既然说不通 苏丹红就说起了宿舍楼那边的事 说起这个苏母就很高兴了 你就尽管放心好了 这个暑假 宿舍楼那边肯定是要爆满的 你都不知道 他们过来咱这边旅游有多高兴 回去的时候都是笑着回去的 如今宿舍楼的住宿费还是没有涨 还是二十块钱一晚上 大学城那边都涨到三十了 一些高级宾馆一晚上要五十块钱往上 不过既舍云这边就是没涨 骑马的价钱也没涨 还是半小时一块钱 其他的一切方面都是照旧的 总而言之 过来这边旅游 那是绝对划算的 所以从今年开始 大学城那边就有不少人都过来这边旅游了 主要吸引他们的还是马场 但是过来这边之后也不会觉得无聊 每天都会有人过来 寻常时候多的有三四个人 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个 双休日那就多了 很多时候都能够住满的 五一节假日 那就真的是人满为患了 回去的时候都说等孩子暑假了 到时候还过来 哎呀 季健云的脑袋瓜子就是灵活 都小的弄这个旅游店 就赚点住宿费跟饭钱 其他的都没啥赚头 苏丹红也是笑了 其实饭钱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也没多少 之前你自己还说要往后看呢 现在倒说起这个来了 不过我倒是赞同这么做 如今马场啊 我听说在大学城那边都名气不小了 这是他跟旅客打听的 旅客也就照实说了 的确是很有名气 毕竟放眼全省 真的就他女婿家这么一个马场啊 如今名气都慢慢打出去了 以后过来这边的人 肯定更是不少的 这是一个源源不断的活路子呀 便是连苏母 那也是看到未来 他女婿这边的发展前景了 绝对是不会差的 以后照着这样办下去 总归是会发家致富的 人人是起号中考来着 再有半个月 人人就中考了 今年大儿子中考 而且从大儿子平日里的成绩来看 考试结果肯定是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25期 苏丹红鲜少会去看儿子们的试卷考了多少分 都是纪剑云去看 不过他也从想想那儿听说了 前阵子他回来就说这回他大哥考了全年级第一 他去翻试卷看 都看到了好多全是100的 只有那么一两张是99的而已 所以苏丹红也是知道的 自己大儿子成绩不用多担心 今年的中考肯定也是考得好的 中考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县城这边就是考点 其他十里八乡的都要上来县城这边考 到时候初三以下的学生就都放假了 包括小学生们 因为小学生们的教室都要被征用了 傍晚时候纪剑云回来了 苏丹红就说道 你回头去把翔翔跟琪琪接回来 别叫他们俩打扰人人跟石头 他二哥家的石头今年也是中考 不过石头一直以来都在镇上的中学那边读书 距离家里比较近 石头的成绩也很好 不过要是跟纪人比 那肯定是比不了的 他二哥倒是有想要把石头送去县城那边读书 也跟着纪人学点 不过他二嫂舍不得 所以就在镇上读书了 镇上比起县城那边还是差上一点的 其实要去县城那边读书的话 那也还是差了分数 小学考初中就需要不少分数 才能被县城那边的学校录取 当时石头没考上 不过得找人进后门 李志就是最好人选了 如今纪人就是李志班上的 对于纪人的学习成绩 便是李志都不得不服气老张的教育了 的确是完全不用人管的 他所学习的内容都已经超出课本上的了 已经涉猎高中的内容了 他们这边是6月15的时候中考 高考全国统一定日 但是中考是没有统一的 各地时间都不一样 他们这儿就比较早一些 纪建云就提前过来 把纪琦跟纪祥这两个小子带回家了 让纪人跟石头两个好好地复习 老张就在家里给负责做好吃的 老张明显也很重视这一次的中考 家里水果点心的 应急药物啥的全都备着呢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初三有九个科目 这真的是很恐怖啊 与树英三门主客之外 还有化学物理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科目很多 九门科目考下来就需要两天半的时间 着实是不短的 考完了 石头就找纪人对答案 他过来县城这边复习后 都看过他的考试试卷了 对于这个表哥的成绩 他是心悦诚服的 简直跟标准答案差不多 字迹端正好看就算了 答案也完全是对的 整张试卷都工整得体 全是鸿沟 可以说是赏心悦目了 再加上又是全年级第一 找纪人对答案 那真的是错不了 纪人也已经习惯了 他的答案只有对的 剩下的就是不确定的 唯一一道不确定的题目 是政治科目的一个问题 其他的他都没有疑问 这一次他觉得能扣分的 大概就只有语文作文了 还有就是一道政治题 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出入 这个月的月底就能出成绩了 也是很快的 纪人考完没在县城多留 直接跟老张回老家了 老张是想念小吉记了 至于纪人 他那是要干活的 家里现在缺人手啊 很快就要暑假了 他当然得帮帮忙了 纪剑云跟苏丹宏都没打算 把自己几个儿子 培养成就会读书的那种 家里啥活他们都得帮着干 比如养猪 这是个很脏很累人的活 但是在纪人这位学霸 回家的第二天 就被他爸给赶去帮忙了 帮忙喂猪打扫卫生 还得照顾第二果园里的葡萄 以及捡捡鸡蛋啥的 啥活都得干 事多着呢 这么大了 也是可以很好的使唤了 等中考假期结束了 纪琪跟纪祥两个 就被老张带去县城 继续读书了 他们还要再读十天的书 才能放假呢 你干爷爷想抱你 你还不给他抱了是不是 多伤你干爷爷的心啊 苏丹宏在教训小吉吉 老张这一次去县城 那叫一个遗憾呢 因为回来后就想抱小吉吉 不过这孩子就不给他抱 别说老张了 便是他的亲兄弟 他三个哥哥想抱抱他 他都能立马嚎开嗓子 小吉吉还不懂这些 他以为妈妈在跟他玩 小胳膊小腿 蹬得很有力气 苏丹宏无奈 然后抱着他就出门了 这也是这小子最喜欢的项目 出了门他就很高兴 一眨眼的都快四个月了 格外的有活力 一天天的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这一次出门也是有点没看黄历了 因为遇上了徐凤鸭 这女人之前还试图勾引过他家建云来着 小吉吉看到徐凤鸭就开始吐口水 扑扑地往外冒 苏丹宏一边给他擦嘴 一边道 臭小子 你口水多是不是 哎哟 嫂子这个小儿子长得可真是可爱啊 跟我建云阁长得真像 他还没说什么 徐凤鸭自己倒是凑上来了 身上还有一股子刺鼻的香味 香过头了那就刺鼻了 小吉吉都打了两个可爱的小喷嚏 苏丹宏抱着他退了两步 你离远点 味道熏到我儿子了 徐凤鸭也不生气 只是笑呵呵 也没啥 今儿难得遇见嫂子你 我也得解释解释啊 前些时候也是有些好事的 一直传些有的没的 害怕我跟剑云哥一块说 说我们俩钻了小树林这样的羞人的话 真是要羞死人了 说是要解释 但是越描越黑 说话的时候也是满脸娇羞 仿佛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你放心好了 剑云眼光没差到那份上 你这样的 我们剑云看不上 苏丹宏安慰地说道 所以你也不用害羞 说完他就抱着儿子去了徐姐家里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那人 徐凤鸭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但也不敢跟苏丹宏应来 等他走远了这才骂道 得益个什么呀 不就是命好嫁了个好男人吗 真以为自己是旺家吗 说你胖还喘上 怎么了这是 猜骂谁呢 村主任二弟纪远西 胳膊下边夹了个包走过来 脖子上还带着一条金项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二十六级 还不是苏丹宏那个狐狸精 儿子都生几个了 你看他那身段 不怪以前大伙都在说 他狐大仙附体呢 你打季剑云厨艺的事 被他知道了吧 徐凤鸭没好气 那不是以为季剑云去现场那边 案件里找女人吗 与其便宜那些女人 还不如便宜我呢 这样的话说出口 竟然一点都不避嫌的 但是他说的还就是大实话 他还真是惦记季剑云很久 以前季剑云就喜欢出去跑步 特别是大夏天的时候 他有一次遇上过 往后他就天天早起了 就天天欣赏季剑云 他也是暗送了秋波的 但是季剑云可谓是目不斜视 压根就没看到他 叫他好生失望啊 后来的时间里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了 都被其他人载出去了 不过照他的估摸 那些人都没有季剑云好 所以去年苏丹红去县城那边养胎 大伙不知情况就瞎传出 他去县城暗街那边找女人的事来 他这才忍不住的 真是扫狼祸 季远西嘖了一声 但是还别说 他还是真见过季剑云的 本来他就年长季剑云没多少 青少年的时候 还带季剑云他们那些半大小子出去游过泳呢 不得不说 哪怕那个时候 季剑云的本钱就很不错了 如今看那身板 不用说也知道 有叫女人臣服的魅力跟本事 不过村里的风气可是不允许乱来的 不然他大哥第一个就过来砸断他的狗腿 我要去大学城一趟 你去不去啊 你去大学城干啥 徐凤鸭眼睛顿时就一亮 去走走看看呗 不然还能成天待在村里吗 不得憋死了 你家那婆娘能让你自己去吗 我明天一早自己去 你要去的话 我给你出来回车去 你先我去看电影 我就跟你去 大学城那边 他都还没去过呢 他去过一回江水市 那边也已经是繁华地段了 不过还不如大学城 能去见见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女儿一早的车 记得了啊 成天对着他家的黄脸婆 他也是腻歪了 自然想约徐凤鸭 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出去 在村里肯定是不行了 都传遍了 现在村里正在搞发展旅游地 他大哥把心思全砸在上边了 上次事情闹开之后 他就亲自过去警告过的 所以第二天 纪远西就跟着徐凤鸭两个 偷偷摸摸的坐车过去大学城了 两个人的确挺严密的 但是这天底下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几乎在两人前后离开 去往大学城之后 村里就已经传扬开了 纪远西媳妇知道以后 直接去了老徐家大闹起来 老徐家虽然门风不怎么样 但是出了这么个还没出嫁 就这样的闺女 那也是颜面扫地 前些时候 村里传出来一些 徐凤鸭跟纪剑云的流言蜚语来 老徐家其实还是挺乐见其成的 因为对象是纪剑云啊 不指望能够把给老继家的 一口气生四个儿子的苏丹红 给挤下去 但混个二奶当当 那也是好的呀 以后老徐家也有纪剑云 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婿了 老徐家还愁吗 可是跟纪剑云那点 捕风捉影的事情 很快就吹破了 如今倒好 又跟纪远西那个老东西搞上了 纪远西今年可不年轻了 都四十五网上快五十的人 早些年头开砖石窑的确是赚了钱 村里第一个起楼房的就是纪远西了 但是现在她的砖石窑早就关门大吉了 根本就没啥钱赚 如今差不多都是在吃老本了 最重要的是 她那个媳妇可是村里标准的泼妇啊 纪远西媳妇过来闹 可是叫村里围过来不少人前来看呢 村主任得知这件事之后 脸色阴沉得不行了 过来将这个弟妹打翻了回去 然后在老徐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才走 主要目的就是叫他们老徐家 赶紧把这个女儿外嫁出去 有多远嫁多远 不要来把村里的风气给搅得乌烟瘴的 老徐家也是有点抗议的 说一个巴掌拍不小 徐凤鸭也没钱 要不是纪远西勾的她的 她怎么跟她去大学城啊 村主任直接说了 等纪远西回来她自然会教训 但是在这之前 也叫他们把徐凤鸭管好 赶紧嫁出去 老徐家也是不敢得罪村主任的 自然就应下了 说已经在看人家了 只是没有合适的而已 因为看到了起楼房的好处 所以今年老徐家也在起楼房了 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想要起个三层楼的 一二层楼住人 老徐家人口可是不少 三楼呢就用来租出去 到时候也能收不少钱回来 目前就指望着徐凤鸭能嫁个好人家 到时候捞一笔彩礼钱 回来帮衬一下家里 不过徐凤鸭名声还是极臭的 连过来旅游的人都听说这件事了 那个游客对季建云说 你们这儿挺乱的呀 说话的时候村主任刚好走过来 听了个正着连忙道 不乱不乱 就是出了两个海巡芝麻 很快就能解决了 绝对不会给你们的旅途 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因为季建云主张办的 这个旅游景点的项目 叫他不管是颜面还是威望 那都是在他们这一片很有名气的 就连上次在县城那边的领导 都特地过来这边看了一番 还说他领导得好 以后要是办成功了 可以调过去县城那边 干个十年再退休 这样的话 那就等于是拿了个退休的铁饭碗了呀 村里的干部退休呢 是没有退休金的 只有一点点养老钱 但那点钱够干啥的呀 当然是养老金好啊 而且十里八村的 哪个村的主任有这样的待遇啊 唯独他一个 这些年来 季建云又是承包山头 又是承包水库的 还都是干得风生水起 都是他的政绩啊 如今又弄了个旅游景点 他家也是有楼房的 那更是直接受益了 他哪里能允许别人 坏了村里的风气 这是绝对不行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二十七集 安抚完了这个游客之后 村主任就磨刀霍霍 等着纪远熙这个亲弟回来 次日纪远熙的确是回来了 不过徐凤鸭没跟着回来 这件事闹得挺大的 老徐家都上门去要人了 不过最后也没要到 闹得还不小 把村主任给气得不行了 直接就喊来了警察 把纪远熙给带走了 因为怀疑他拐卖人口 他要大意灭亲了 这可是把纪远熙给吓尿了 直接跪在地上求他大哥 大哥 大哥你不能害我呀 是徐凤鸭那些人 自己偷了我的钱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也找他呀 我没有拐待他呀 但是不管他怎么穷 最后也是被送去了警察局里 村里人看到村主任这一手 那也全都是被镇住了 村主任立刻召开了村会 主要就是扰乱村里风气的 别说旁人 便是他亲弟 那也得送去警察局里 不得不说呀 这一招杀鸡警猴 效果是极好的 便是连带着找闺女的老徐家 那也是闭嘴了 不敢再多言 徐凤鸭是在两天后找到的 不是被找到 他是自己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还换了新衣服 整个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哪里有半点萎靡不振的样子 爸妈 你们都担心啥呢 我又没有被拐卖了 我是在大学城那边 遇上云云姐了 她就请我去喝了杯咖啡 云云姐 谁呀 徐老娘一时间都没有想起来 这个云云姐所指的是纪云云 要知道纪云云可是好久没回来了 基本上都跟这边断了关系 断绝来往了 就是纪云云啊 徐凤鸭眼睛都发亮了 这一次跟纪远希过去大学城 她可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大学城那儿的繁华 绝对不是这边可以相比的 她简直向往极了大学城 那天她自己出去逛街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纪云云在买衣服 刚开始她还不敢认纪云云呢 纪云云跟她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纪云云都已经三十多了 她今年才二十出头 但因为保养得宜 纪云云看着着实是年轻啊 哪有半点岁月的痕迹 而且纪云云的打扮 那也是十足的贵妇法 那时尚的头发 精致的妆容 还有那一身衣服 当时她想进去那个店面里 那些服务员都不让她进 直接说她买不起 别进去脏了地 可是她一劲闹着要进去 最后惊动了纪云云 她就跟她认了 得知是一个村里的人 纪云云也是大方 直接叫她进去见识一下 她也尾时是见识到了 那种级别的铺面 真的不是她这种人 能够进去的 爸妈 你们知道那些衣服 多少钱吗 一件衣服就要五六百块钱 全是一口价的 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 她也是热血沸腾的 那是一个她梦寐以求的圈子 这辈子做梦 就做那种梦了 可是没想到纪云云现如今 就在过那种日子 纪云云过得这么好 徐老头跟徐老娘都愣住了 有些不可思议 是啊 你们看我身上这身衣服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这一身行头就算便宜的了 那也要五百多块钱呢 云云姐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给我买了 村里人都在传 她过得不好 但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她过得有多好 我们没说 那都是别人说的 徐老娘的眼里都是不可置信 没想到纪云云竟然真的过得那么好 那这几天你都干啥去了 云云姐给我租了个宾馆 给我买了这几身衣服 她带我在大学城那边四处走走了 徐凤鸭眼珠子一转 事实上纪云云之所以这么善待她 那是因为她为了跟纪云云扯上关系 就乱说她跟纪剑云有一腿 一听这话 纪云云就很高兴 直接说她很看不惯苏丹红 要是徐凤鸭能够取而代之 那她是很高兴的 还说她大好年华 怎么穿得这么简朴啊 于是就带她去买了衣服 鞋子 还做了头发 把她打扮得十分漂亮 目的那就是为了想让她回来 好好把纪剑云的心思勾引过来 徐凤鸭拿了镜子过来照 她今年才二十三呢 正是女人大好年华的时候 之前她的确是想着 在村里要是能勾搭上纪剑云 那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如今 她却是看不上纪剑云了 虽然纪剑云的确是好 但是看了大学城的繁华 她却不想在乡下了 她想去大学城那边生活 想去大学城那边找一个有钱人跟了 这样就不用回来了 跟纪云云一样 在大学城那边吃香喝辣 喝咖啡 买衣服 坐车车 她长得可是不逊色于纪云云 而且又年轻 纪云云都行 她怎么就不行了 爸妈 我要去大学城那边 有云云姐在 她能帮我介绍其他有钱的 要是能搭上一个 以后咱家里剩下要起的楼房 就交给我来好了 徐老头跟徐老娘都很高兴 这个好 这个好啊 不过你们别说出去知不知道 要不然家里的楼房泡汤了 那你们可不要怪我啊 纪云云可不知道村里的情况 要不然不会相信她的话 这样她过去找她的时候 随便她怎么说了 她要是说她怀孕了 想过去大学城那儿 躲着苏丹红生下来 那纪云云还能不答应不成 这样的话 那她就能够在大学城那边住下来 然后跟着纪云云认识有钱人 要是能搭上一个 那可就够本了 徐老头跟徐老娘也是赶紧硬了下来 两个人都很高兴 要是家里的楼房能建起来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何家二媳妇 就是那个名声也不大好的 之前也想勾引纪剑云的女人 她也过来问徐凤鸭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出去一趟 就变成这样回来了 何家二媳妇眼睛有些发亮 你这身衣服怕是不便宜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28期 两个人以前是一路货色 徐凤鸭甚至还给何二媳妇介绍过人 就是时常跟他在一块的那几个去南下打工的青年中的一个 可是把何二媳妇给弄得死去活来流连忘返 两人的关系也就因此变得更好了 但是还别说 现在徐凤鸭真的是有点看不上何二媳妇的 看他那乡下富人的穷酸样 他心里有些不屑 以前我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为伍 长得如此粗陋不堪 简直是降低了我的档次 不过面上也是不显 不用多少钱 倒是你肚子又有了 不是老何家的吧 是不是上次我撞见的 隔壁村那个二痞子的种啊 何二媳妇外头有多少个拼头 徐凤鸭知道的一清二楚 隔壁村的有两个 其他村里的也有两三个 本村的纪远熙也跟他有过一腿 可不就是他的 哎呀这年轻人就是这点不好 几次下来就能把我肚子搞大 这有啥 打掉不就行了 徐凤鸭很不在意 他就怀过两个但都打掉了呀 嗯我也打算去打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徐凤鸭就到 剑云哥现在怎么样了 文言和二媳妇还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骚蹄子跟他一样都特别惦记纪剑云呢 不过可惜了 纪剑云的主意是打不了了的 正派得狠 根本不会对咱们这样的有啥兴趣 和二媳妇摆摆手 徐凤鸭眼珠子转了转 你出去帮我传传 就说纪剑云在外边再拢我一场 被苏丹鸭看到了 他很生气 啥 你这是要干啥呢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被村主任给惦记上了 他现在就在等着要赶你出村呢 现在纪元西还在局子里待着呢 还是村主任大义灭亲 亲自给送进去的 这么严重 那是当然 现在村里的风气 村主任不允许有半点破坏 我现在都不敢了 不然村主任能过来老何家 叫老何家把我赶回去 他可不想去传这种话 上次他已经被村主任点了名了 老何家那边还要点脸 回去就把他臭骂了一顿 并且也扔下话了 要是再敢如此 那就把他送回去 绝对不留情 徐凤鸭点点头 然后第二天 他就在李唐婶的住室下 跑过去扑抱住了纪剑云 抱着他的后背 直说 剑云哥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啊 你别不要我这类话 然后他就松开了 捂着脸就跑了 纪剑云根本就没想到 他会这么不要脸 做人也能够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吗 而且还有李唐婶在场呢 他自然没想那么多 然后就叫他给抱了一下 李唐婶直接都看蒙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 徐凤鸭已经跑了 李唐婶立马对纪剑云道 剑云啊 你对人家姑娘做了啥事啊 你是不是对她使乱中气了 纪剑云的脸都阴沉下来了 大娘你说什么呢 我清清白白可不做那些事啊 但是李唐婶却认定了 然后一转身就传出去了 饶使纪剑云这样好性子的人 那也是被李唐婶给气到了 哎呀我说 你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妈了呀 见过胳膊肘往外拐的 也没见过这么偏着外人的 苏娟第一时间就听说了外边的事 也知道了是她婆婆给传出去的 回到家里就对纪剑河说道 纪剑河也是闹蒙住了 我妈她这是要干啥呀 她难道不知道 剑云根本就是对徐凤鸭没那个心思吗 就徐凤鸭那种万人奇的货色 别说三叔公了 换了村里其他正经男人的都是不屑一顾的 人尽可夫的主 但你妈呀 竟然还说三叔公对她使乱中气 我也是佩服了 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咋办啊 赶紧去叫爸下来收拾你妈 现在也只有爸能出面了 那个不要脸的老夯货 一家子都在三叔公那边拿着工资呢 她这吃饱了闲着没事干的 就来没事找事 然后她也亲自过来这边找苏丹红了 姐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我那婆婆什么性子 这么多年来你也是清楚的 最喜欢没事找事了 自虚乌有的事情啊 她就能有脸说得出口 别说三叔公那样的人了 村里只要是个正派的 谁看得上徐凤鸭那种货色呀 苏娟过来之后就跟苏丹红这么说道 她跟苏丹红是一个村的 嫁过来后还喊她姐 我知道 近来沈婆的日子大概也是过得太好了 这难道是要靠我家薪水 姐 你别误会啊 我和静和可是一分钱都没给过她的 都是我二伯和我公爹给她的 要不然 她也没法这么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看呀 现在纪剑川每个月会给李唐婶五十块钱的生活费 而山上纪大伯那边也会给李唐婶一百五十块钱 加起来呢就有二百块钱的生活费了 她家是一分钱都没给的 家里就纪剑盒一个赚钱 自家吃都没存下来多少呢 哪有钱给那老太婆啊 回去吧 家里的事情也不少 苏丹红也不想招待 直接赶人了 苏娟也只能回去 当然这一路上也是把自己那个婆婆骂了个半死 纪剑川的媳妇阿梅那边也过来给苏丹红道歉了 苏丹红表示没啥 让她继续干活 这件事 她就记着李唐婶一个 打从今天开始 李唐婶那边连她一个果子都别想吃到 去年的时候 看在亲戚的份上 她还给多拎了两斤羊肉过去 今年也拎过一篮子果子过去 东西还真的是喂了狗了 说东西喂了狗的可不止苏丹红一个 村里其他人不也是这么说吗 苏丹红拿东西过去的时候 村里不少人都是看到的 去年的羊肉我就不说了 今年我就看到丹红叫人人送了个大西瓜过去 叫琪琪也拎了半篮子草莓过去 这些可全都是喂了狗了 村里的蔡大婶这么说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可不是嘛 这还是亲戚呢 遇上这种事 便是真有那么一点可信的 那也是要帮着眼下来啊 更别说是子虚乌有的 他竟还能给传出去 造谣重伤见云 见过白眼狼的 没见过这样的白眼狼 也难怪苏娟一点也不孝敬了 这样的多少东西吃进肚子里 那都是白吃 谁说不是呢 他男人 他两个儿子 还有阿梅 不都是在剑云手底下 干活帮忙啊 一个月光是他们那一大家子 就得拿走 两千五六百块钱的工资 如今纪剑云手底下的工人 已经把工资提到了 六百多块钱了 放眼整个省城 他这里的工资 都不算低了 而纪剑盒 纪剑川 纪大伯 还有阿梅四个人 每人一个月 就要从纪剑云这边 拿走两千多的工资 这也是大伙亲眼目睹的 村里人也是羡慕啊 一个月这么多钱 一年到头得赚多少啊 难怪纪剑川 今年又有钱 一口气花了七千块钱 跟村里买了两块地基 留着给他儿子呢 地基是涨价了一点 一块地基三千五 因为位置很是不错 纪剑川一口气 就买下了两块 这也是叫村里人择舌呀 毕竟纪剑川 以前的日子 是真的不好过 但是现如今 不仅把自家院子 翻了个心 还一口气 就买了两块地基 钱从哪来的 谁心里没数啊 本来就纪剑川 一个人赚钱拿工资 后来又多了阿梅 去宿舍楼那边帮忙 人少的时候 也照样拿工资 家里活地里活都能干 钱还一起赚 但如今李唐婶 却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村里人谁不指指点点呢 纪大伯从山上下来 将李唐婶臭骂了一顿 直接让她收拾东西 滚回她娘家去 连家都不让她住了 村主任也去了 也叫李唐婶走人 不管去哪儿 你就必须得走人 村里不欢迎她这种闹事的 不安分的人 我能去哪儿啊 我还能去哪儿啊 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就是看到 徐凤鸭那个浪蹄子 上去抱建云 建云都没搭理她 是她自己不要脸倒铁的 你们不去找她那种 败坏门风的茬 你们怎么都来找我呀 李唐婶又气又惊 本来她就是闲着没事 敢找点话题 毕竟是她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的八卦呀 但是她也没想到 整个村子都在骂她 是白眼狼 不要脸 也不怪苏娟不孝敬她 都是她没德行之类的话 现在还要来赶她走 她当然是有些害怕了 虽然的确还有老娘家 但是都这把年纪了 她还怎么走啊 娘家兄弟那边 又怎么会管她 旁观有人就说了 说西凤鸭跑了 惹了事情 就跑去大学城那边了 都找不到人算账了 自然就只能来找她了 李唐婶就骂开了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那是她自己 不剪点不要脸 当时也就是我在场 要是我没在场 她不一定 还直接脱了裤子呢 越说越没颠 季唐伯都听不下去了 直接就一巴掌 招呼了过去 手劲可是不小啊 直接把李唐婶 一巴掌扇倒在地上 李唐婶就开始撒泼打滚 说自己不活了 要被打死了 滚 马上给我滚出村子 村主任这下子 也是愤怒了 完全不理会她 还算是长辈的身份 直接就大骂她 李唐婶 见没人同情她 也没人理会她 就赶紧麻溜地爬起来 连连保证 以后不会了 之类的话 这件事闹腾了一个多钟头 才算完事 哎呀 你现在是越来越吃香了呀 人家小姑娘 打扮那么好看 就往你身上扑 一点都不避讳了 看样子是豁出去了呀 在家里 苏丹红对着季剑云 冷嘲热讽 她当然不高兴了 凭借她的身手 怎么可能让徐凤鸭那样的 近身呢 还被她给抱了个正着 季剑云也知道 这件事是自己的纰漏 讨好着笑道 媳妇我真知错了 你要大要骂我都来 我绝无二话 当时她也是因为 李唐婶在场 料想徐凤鸭也不敢做什么 所以就没在意 谁能想到她能封成那样 当着人的面就抱她 你给我严肃点 以后你大娘那边 半点东西都不准拿过去 我知道 啥东西都别再享有她的份了 连一根猪毛都别想要 季剑云这回也是心冷了 之前她也是太把李唐婶 当回事了 所以才没防备 没想到最后是被李唐婶 给捅了刀子 你说这徐凤鸭是屠啥呀 抱了你就跑了 还故意当着你大娘 那个好事的面 她这是故意 想闹出点风波来 管她什么心思呢 反正这村里以后 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了 她这一次也是怒了 她感觉到了徐凤鸭 满满的恶意 这是要存心闹得 她一家子不安宁啊 也就是她媳妇这样的 要不然换上一个 得闹成啥样 还不知道呢 家里不安宁 孩子可怎么办呢 所以冀剑云是真的恼了 老徐家的番薯 她不收了 老徐家有关的一切 她都不待见了 连肥料 那也甭想从她家山上挑下来 包括老徐家的亲戚 也是一个待遇 被老徐家连累的 她家的亲戚 都是很愤怒 怎么就跟她做了亲戚呢 这是白白地被牵连了呀 有些人家还过来找冀剑云 因为家里那边 种了许多番薯呢 季剑云给的价钱都很好 一季卖完了 能有两千多块钱 这可是不少了 因为还是特地照顾村里人 价钱都比外边高上一些 但现在季剑云不要了 那番薯卖给谁去啊 走出村 番薯都是很便宜的 因为当年那一代人 吃番薯都吃怕了 一点都不想再吃了 不仅这个 还有肥料呢 谁不知道季剑云 山上的那些肥料 全都是好肥呀 装剑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 之前只要送一些番薯藤上去 就能挑许多肥料下来用了 如今连肥料都不给了 季剑云这是真的恼怒了呀 村主任就觉得 季剑云这样做得对 要是不搞一搞他们的利益 他们还都在看戏呢 现在去看吧 看损失的是谁 至于真的不收番薯 那倒也不行 毕竟都指望着这一季的番薯呢 不过村主任都打算好了 到时候他去当这个梯子 去好好的跟季剑云说一说 但眼下这个态度是必须要拿出来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老徐界的亲戚们都忍不住找上门去 找徐老头跟徐老娘讨说法 问他们俩 为什么要纵容女儿害人 徐老头跟徐老娘 直接关门 不敢面对大伙 他们俩都不知道 自己女儿是怎么想的 不是说要去大学城那边 给他们调个金龟絮吗 看看他如今闹出这样的事 是什么事啊 要他们怎么给他擦屁股啊 不过他们也不好说啥 如今女儿都去大学城了 家里就盼着他能出息了 这件事闹得还不小 江水市那边本来是不知道的 但是村里也有人在那边做生意 就跟继母说了这件事 继母就当八卦一样 在继云云每个月过来的时候 跟他把这件事说了 你三哥也是个不着调的 如今儿子都四个了 怎么还和外边的女人 不亲不楚的呢 虽然他也看不惯苏丹红 但是对于自己那些个孙子们 他还是很喜欢的 也是盼着他们能好的 苏丹红再不行 可是他也是亲妈呀 要是让后妈进门 那苦的不还是他的孙子们呢 静云没想到 从他妈这儿听到了这个 本来他也是想叫人去打听一下 看徐凤鸭有没有说谎 如今看来倒是他多疑了 徐凤鸭一个乡下丫头 名字都是土到不行 难道还能骗我不成 如今都怀了 季建云的孩子了 就等着生了 到时候再把孩子抱回去老季家 看苏丹红怎么办 过了这么多年好日子了 我还真差点相信 他苏丹红就是这么个好人了呢 季云云心情很是不错 这有啥好说的 季建云也是个男人 如今钱也有了 成天对着苏丹红那个黄脸婆 他能乐意吗 找个小姑娘图新鲜也正常 是很正常 至少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的 男人不都一个德性吗 有钱就变坏 哪怕季建云那样的 那也是脱不了男人的劣根性啊 徐凤鸭虽然也是乡下的 没啥见识 但是他年轻啊 这才二十出头啊 长得还是挺清秀的 既建云能跟他发生点啥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云云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三个如今的日子 过得也不错 要是再弄个女人 那日子都不安上 你爸那边啊 也得跟着糟心 季云云就没再说啥了 但是在他这儿 他可不管他爸干嘛了 他就想看苏丹红知道徐凤鸭怀了孩子 并且还给带了孩子回去之后的表情 该如何精彩 行了 那边的事情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总归要乱的话 谁都拦不住 这回能过来住几天哪 还是四天 不然李天盛又该打电话来催了 烦死人了 天盛也是因为着急你回去陪他 要不然啊 也不会打电话来催的 行了妈 我过去大海那边了 你晚上要不要过来吃饭啊 不过去了 你们也别老折腾 明天一早啊 得起来给浩和做饭吃 那么早起不了 妈 你明天过去那边吃早饭吧 买点包子啥的 继母也就硬下了 继云云就过来云大海这边住了 云大海自然是欢迎的不行的 云昊如今也很开心 一看到他就会喊妈妈了 很是乖巧 这叫继云云很是满意 哎呀 还是大儿子好啊 哪里像小儿子那个白眼狼 看了我连一声妈都不叫 枉费我十月怀胎辛苦生下的 上辈子的那个白眼狼儿子一模一样 那儿子多好啊 性子温顺 脾气也好 以后要是有啥事都能靠得住 云云 要不要再给浩浩生个弟弟啊 晚上云大海就跟纪云云摇耳朵说道 我倒是想 倒是你也有本事让我怀上才行啊 他都不避孕的 不过一直以来都没怀上 他也是遗憾得很 我能让你怀上一个 难道还没法让你怀上第二个 然后纪云云就被伺候得很舒服了 这就是他每个月都乐意过来住几天的原因了 云大海总是这么有劲儿 总是这么叫他满意 作为女人可不就是很需要男人的滋润吗 几天时间过完 纪云云就想回去了 不过被云大海父子两个硬是给留了下来 不希望他那么早就回去 纪云云一心软也就留了下来 这天晚上他就给李天盛那边打了电话 喂 你干嘛了 这么气喘 刚从车库里出来 你回来没有啊 都去几天了呀 电话那边李天盛就不满了 而且还发起了牢骚 每个月都要出去住几天 以前可没听说你那么孝敬你妈 你还有脸跟我说以前 以前我还吃燕窝吃海参呢 现在有吗 叫你给我买回来 你就说难买不好买 以前跟郭栋梁在一块的时候 郭栋梁都是直接托人 从广州那边给他带回来的 不管再不好买 那他也会给他弄回来 哪里像现在这样 吃点燕窝都没有 直接就说不好买 行了行了 已经叫人去买了 带回来立刻给你 对了 你老家这个亲戚 今天过来咱们家大门口等你了 你要不要和他说两句 徐凤鸭 诶 云云姐 我在呢 我都在这边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啥时候回来啊 要不是遇上姐夫 我都不知道你不在家呢 电话那边响起了徐凤鸭激动的声音 纪云云想着还要他肚子里那块肉回老家去 闹得苏丹红那边不得安宁呢 就说道 我后天就回去了 你好好住着吧 哎 我知道了 徐凤鸭应了一声 李天盛这边拿了电话就走 一边还小声跟纪云云说道 你赶紧回来把些人给打发了 妈都不高兴了 大嫂二嫂那边两家也就算了 如今还多了你这边呢 行了 一个村子的而已 难免照顾一些 我后天回去 然后就挂了电话 姐夫 你等等 徐凤鸭叫着李天盛 还小跑着过来 一下子一不小心就扑入了李天盛的怀里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 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31集 李天盛非常恼怒 既云云这乡下的亲戚 过来门外守着也就算了 可是竟然还来找事 刚想要发火的 可是徐凤鸭那幽香的气息 那青春活力 丰满的身体 把李天盛扑了个满怀 就这一下子 就叫李天盛脸色缓和了下来 他连忙伸手扶住他 嘴上道 你小心点 跑啥跑啊 说话间 手也是从他手感 极为不错的腰上拿下来 一副很君子的样子 姐夫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不小心 徐凤鸭脸色大红 极为不好意思 看了李天盛一眼 欲语还凶 你叫我姐夫 我倒是没有听云云说过 家里还有个妹妹呢 李天盛也不着急回去了 看着她说道 姐夫 我叫徐凤鸭 不是我姐的亲妹 但是是亲戚 我照着备份叫 要叫云云姐做姐的 李天盛点点头 对这些也没啥兴趣 行了 回去吧 云云后天才回来呢 姐夫 你帮帮我吧 送我回去吧 我脚给扭到了 走不了路 我住的地方距离这边不远 姐夫 你送我一劫吧 徐凤鸭可怜兮兮的 李天盛看了看她 那行 你等着 我去开车 然后就开车去了 徐凤鸭眼睛发亮的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等看到李天盛开车过来 她眼睛就更亮了 姐夫 你真了不起啊 年纪轻轻就买了这样的轿车 你可真厉害 徐凤鸭上了轿车 立马说道 但是还别说 脆声声的声音 叫李天盛很是受用的 哎 这有啥呀 大学城这边你不常来 所以不知道 这边有钱的人多的是 自家有个小轿车 这也没啥 随后 她就载着徐凤鸭 过来这边的小区里了 还真别说 继云运给徐凤鸭租的 这个小区还是可以的 虽然比较一般 但是要比那些差的可就好上太多了 而且还是一个人的担尖呢 因为脚扭到了 徐凤鸭就要求李天盛送她上楼 但这一上去 李天盛就一直呆到了天黑才下来 而下来的时候 脸色也是春风得意的 这些个年轻的小姑娘 滋味就是不一样 她颇为的喜欢 像这样白给她吃的 她顺口吃了也没啥吧 楼上徐凤鸭正躺着玩头发 脸上还带着那未去的红韵 眉眼间一片得意 果然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 便是李天盛这样的天之骄子 大学城里的有钱人 还不是被我给勾得上床了 出乎她预料 又在她意料之中的是 第二天一早 李天盛又过来了 还给她买了早餐 吃早餐之前 李天盛又把她吃了一回 姐夫 你真是坏死了 你这样搞我 叫我怎么跟我姐交代啊 你要是不说的话 云云知道啥呀 而且云云知道了 那你大概就要回乡下去了 至于云云 那还是我李家的媳妇 她可舍不得走 李天盛对付这些个女人 自然是有一手的 抽着烟很不在意 果然一句话 徐凤鸭就安分了 那姐夫你可千万不要 叫我姐知道了 我可不想回乡下去 她可不傻 李天盛说的话 她当然是明白的 哪怕被纪云云知道了 纪云云就只能对她发火 难不成还能对李天盛发火不成 她还想不想过大少奶奶一样的生活了 姐夫 以后你能不能常常过来看看我呀 我也没有别的要求 我一个人在大学城这边无依无靠的 只有我姐跟姐夫你照顾我了 徐凤鸭委屈巴巴 这有啥呀 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不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想你是明白的 李天盛说着 从包里抽出了三百块钱给他 啊 这钱你先留着花吧 咱俩的事就咱俩知道 多谢姐夫 姐夫你真好 果然是城里人啊 就是大王 一出手就给了三百块钱 明天你姐就回来了 今天多陪陪姐夫 姐夫想要咋整 我就让姐夫咋整 虽然是乡下来的 但还真别说 手段还挺多的 李天盛颇为喜欢 毕竟大鱼大肉吃多了 吃点香煎野味换换口味 那也是很不错的 季云云从江水市那边回来了 那也是一脸的好气色呀 怎么样 在大学城住的还习惯吗 季云云约了徐凤鸭 过来咖啡店 习惯 姐 我过来这边后才知道 你过得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大学城这边确实好 但不适合你 再说你现在 都有季健云的孩子了 等孩子生下来就回去吧 季健云的那个马场 如今在大学城这边 都是有名的很的 的确是有名气的 上回都有人在饭桌上提到 那么出名了吗 那是当然 不是说一到暑假 宿舍楼那边都不够住吗 还得去其他人家里住着 嗯 但凡是村里有楼房的 基本上都住人了 我家也是眼馋得很 不过没楼房 那些城里去的人都不稀罕 跟了季健云 想要什么没有 就眼下他那边的发展前景 你要是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 以后有的是福气小 徐凤鸭眼珠子一转 我都听姐的 见他还算听话 季云云这才满意 咖啡你可不能多喝 吃点点心吧 这可是稀罕物 名叫蛋糕 老家那边都没有的 县城就有 去年你三哥那个大儿子生日回老家过 我就听说 你三哥去县城买了个大蛋糕回来 村里的孩子们都分到一口 夸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不过还是很稀罕 全村就你三哥家里 时常能听说 有去买蛋糕回来吃呢 季家也不是只有生日 才去买蛋糕回来吃的 比如六月底这一次 季仁的中考成绩出来了 季健云就去县城那边 亲自订了一个大蛋糕回来 给他庆祝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济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不惠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三十二集 季仁这一次中考成绩 是全线第一名 距离满分 就丢了那区区一分的分数 其他的全都是满分通过 季健云自然是极为高兴的 直接就去县城那边 订了个大蛋糕回来 给季仁庆祝 季仁中考成绩全线第一 仅仅丢了一分的高分数 这自然是叫村里人都择舍不已的 他们都知道 季健云这个大儿子会读书 毕竟还有老张福导着呢 但是却没想到 竟然这么会读 全线第一啊 他们线虽然不大 可是几千学子还是有的 几千学子当中就拔得头筹 这得多厉害就不用多说了吧 全线第一 县仪中也是给他抛出了橄榄枝 两千块钱奖学金不说 还免除高三三年的学费 就让他继续地留在县仪中读高中 季仁本来也是打算在县城读高中的 但是一直没往外说 就他这个分数线 那是完全可以去大学城那边再考一下 然后进大学城重点高中读的 但是县仪中抛出这样的橄榄枝之后 季仁就接受了 县仪中那边很开心 而且两千块钱奖学金 高中三年免除学杂费的消息 传到村里之后 村里大伙也是现艳不已 看看 这会读书的不仅能给家里省钱 这还能往家里拿钱呢 要知道 县城那边的高中 每年都是有奖学金的 高一高二高三 听说只要是全年级前十 每个学期都会有不同层次的奖学金拿的 照着季仁这个成绩 往后每个学年都能往家里拿钱了吧 不过村里人怎么个看法 季家是不在意的 买了个大蛋糕 回来给季仁庆祝之后 蛋糕大伙就分着吃了 然后第二天 季仁就继续上山干活去了 如今这么大了 当然不能做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 都得去干 这可是把老张给心疼得不行了 他就不乐意让季仁去干这个 在他看来 弹钢琴的手那必须是要精细保养的 哪里能干这种粗活啊 不过季建云不在意 弹钢琴就只是陶冶情操 又不是要专门的干这个 自然是该干嘛干嘛去 老张还过来找苏丹红说过 苏丹红直接就把小吉祭塞给他了 义父 你照顾一下 我去徐姐那边坐一坐 如今小吉祭可是懂事多了 虽然只有几个月 但可算是不像前阵子那样了 就认准季建云和苏丹红 其他的便是连苏母都不给报 现在长大点了 老张苏母还有他几个哥哥们 他都在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但也仅限是这些人 其他的还是照样不接受 老张就没别的心思了 专心逗小吉祭 小吉祭可是有趣得很 现在这时候白白胖胖的 谁看了都会喜欢的 苏丹红就是过来跟徐姐说 恶交又涨价的事 又涨了呀 徐姐也是诧异 今年这都是第二次涨了 头一次是在年初 可不是吗 每合恶交高又涨了五块钱 所以徐姐你说的 暑假在咱们村里卖恶交高 这大概是不行了 徐姐是打算 后天暑假开始 就在村里摆一个恶交高的摊子的 然后也是打折出售 如今看来怕是不行了 打折出售本来就比较便宜了 但如今恶交又涨了 那利润就又降低了 熬制恶交高也不是啥容易活 总不能累死累活的 还赚不到啥钱吧 当然徐姐要是执意想做的话 那苏丹红也不会阻止 但拿货的恶交 当然该怎么算 还是得怎么算 做生意的 这些就要理清楚 才是合作的长久之道 没事 我每天照样出 三十斤恶交高给你 至于剩下的 白忙活就白忙活吧 也全当是给我家打个名气 徐姐果然还是要做的 苏丹红自然是没意见 行 在村里的价钱 借你自己定着就行了 任任 如今学习成绩那么好 咱们不送去大学城 那边读高中啊 那边的教学质量 比咱们这边可好不少 说完了生意上的事 两人就聊起了家常事 要是其他人家 有两千块钱奖学金 跟三年高中免费读 徐姐肯定是不会多说的 但这不是纪家吗 纪建云可不缺这些钱 徐姐自然是要建议一下的 有他干爷爷辅导着 上哪读都差不了 在县城的话 还能兼顾着琪琪跟翔翔 这是他们早就打算好的 高中三年还在现役中读 然后等三年高中读完了 大儿子该去上大学了 到时候就是锻炼 他自己独立的时候 大学是要在哪读 看他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老张到时候就不跟着去了 那时候就叫纪仁自己独立 老张继续在县城那边 照顾纪琪和纪翔 每周放假再回到家里来 也方便家里照顾 两人就转说起了旁的事来 坐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 苏丹红这才回去的 他回家的时候 小吉吉已经被老张红睡着了 在房里睡得正香呢 今年的葡萄也是丰收 到时候要不要酿制一点葡萄酒啊 去年纪剑云又买了一批葡萄苗种着 就插在第三果园上呢 今年都结了不少果子了 纪剑云当时可是没少浇灵泉水 今年他媳妇回家坐月子 他又弄了不少灵泉水上去浇 可是结了不少葡萄串了 而对于纪剑云种的果木长得这么快 老张这些年来也算是习以为常了 不想那么多了 就安心地等着收获过时就行了 第二果园上的葡萄长得更加旺盛 第三果园上的也是 今年不仅可以卖一些给旅客吃 还可以再腾出来一些酿葡萄酒 义父你会吗 他可不会酿制葡萄酒啊 会 那义父你多酿一些 我上回喝过红姐拿回来的红酒 味道还很不错呢 到时候也给他送两支尝尝 老张点点头就去找纪剑云商量去了 苏丹红就过来看后院的葡萄 这些葡萄长得密密麻麻的 一串连着一串着实是诱人的很 再有十天左右也差不多可以摘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三十三期 迈入七月之后 暑假就来了 七月一号这天开始 这边就陆续地开始来游客了 有些游客还直接跟苏母商量 那个我们要多住几天 宿舍费能不能便宜点 便宜啥呀 一晚上二十还算贵了呀 你们大学城那边可都往上了 我们这边算是乡下 但条件都这么好 二十一晚上不贵了 我们打算住四天 不住五天 五天里床单被照啥的都不用换 得算便宜点吧 那行 五天起步 住五天本来要一百块钱 现在收你们九十 给你们打个九折 要是住七天以上 就收你们一百二十块钱 这就叫旅客们很高兴了 原本要住五天的 这一下子有的直接要了七天 有的要了五天 更多的都是三四天的 当然也有两天跟一天的 七月一号这天 刚到傍晚 他们宿舍楼就住满了 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呐 实在是热闹得很 马场那边人也是很多的 不仅有过去骑马的 还有过去喂马的 给马洗澡的 可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五毛钱一捆牧草 可以拿去喂马 而且数量还有限 不是说你想喂就能喂的 给马洗澡一块钱 数量同样有限 就在上个月 季健云又买回来了十匹小马 这些小马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给他们洗澡喂马草啥的 城里来的小朋友们 都稀罕得不行了 洗澡都是季琪在那边负责 教他们如何给马儿洗 这也算是长见识了 马儿们一天要洗一次澡 洗完澡就去玩了 小马们过来这边 适应能力都极好 也没得病 季健云一天一桶灵泉水 真不是白味的 都很聪明 也温顺得很 十匹小马很受小朋友们欢迎 有些还想要买 不过季健云肯定是不卖的 而且卖了他们也没有地方养啊 马场这边还有果园林子 那都是热热闹闹的 在7月10号之后 老高他们这些大爷大妈们 也都过来了 但是好多人都没地方住了 都转移去了村里 其他人的楼房里住着了 这可叫村里人都高兴坏了 整整一个暑假呢 要是家里都能住上人 那一个暑假 肯定能赚上不少啊 季牡丹今年家里也装修了 二楼那边有几个房间 都已经住上人了 这可是把他给乐坏了 今年暑假的旅客 比往年可是要多了不少 村主任看了 成天都是满脸笑容的 还去了村里几家不安分的 比如老和家 老徐家 以及他亲弟 季远西家 这些门户里 他都走了一圈 警告了一个遍 谁要是敢闹出什么事端 那就甭想他再留情面了 村里一天天人来人往的 对于每天的新鲜瓜果蔬菜 要求量也是很多的 这些瓜果蔬菜 都是在村里人那买的 这也是促进了 村里的收入跟经济啊 村里还有人家 直接架起了旗子 卖烤番薯 还别说 烤出来的番薯 带着一股子甜香味 大人们不大想吃 但小孩子们却是挺喜欢的 这一批小孩 基本上都没怎么吃过苦的 村里还有卖牙糖呢 徐姐那边也是挂出了 鹅椒糕的牌子来 价格给打了七折 每天限购一斤 不给多买 每天就卖五斤 这么一个限购限量的价格出去 还真的是吸引了一些女人过去 徐姐给她们免费试吃 愿意买就买 不愿意买那也没事 但是每天五斤鹅椒糕都会被买光 生意极为不错 卖麦芽糖的 卖烤番薯的 还有村里人直接去挖了草药回来 都是农村里吃着下火用的凉茶 熬了凉茶 然后就端出去卖 放了红糖 一杯只要一毛钱 十分便宜 但还真别说 有不少人都过去买了 这大热天的 喝口凉茶也是很不错的 还有一户人家 泡舌酒 家里足有好几大罐子 看大伙赚钱 赚得着实是眼馋了 于是就试着 把自家家里这个舌酒摆出来 也挂了牌子 一下子就吸引了好多人过去 那家就用玻璃瓶给装了舌酒 价钱都不贵 是货真价实的舌酒 这也是赚了一笔钱的 这叫他们都很高兴 便继续摸索着 要去抓舌了 总而言之 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每天大伙都是干劲十足的 对待这些看啥都新鲜 看啥都想买来尝尝味的旅客们 那都是亲切的不要不要的 这些人光是每天的吃饭 那就要消耗很多的食材呀 这些都是从村里收上来的 收入自然就上去了 再有其他各方面的收入 那都是很可观的 这天季建云摘了葡萄 就打发放假回来的季晓东 再下去给旅客们了 摘了五香 一家就限购一串 再多可就没有了 因为哪怕是种了不少 可是也不够吃啊 哪有那么多的葡萄 还要送去大学城那边 老北京那边也得送过去一些 还有要酿制葡萄酒的呢 不出意外的 葡萄肯定是不够卖的 这样又大又甜又多汁的葡萄 可是非常惹人喜爱的 一家一串真的是不够吃 都要求再提供一些 但季建云说 这也没中多少 因为吃不上足够的葡萄 大伙意见都不小 都跑过去找村主任反映这件事 村主任让他们有意见 就尽管去他那边提的 没想到这第一件事 提的是这个 村主任就赶紧过来找季建云了 说把村里那好几亩地都批给他 都是凉田 给他专门种葡萄用 到时候搭建大棚 那是行得通的 季建云也笑着应下了 那几亩凉田 他可是眼馋很久了呀 但都是村主任自家在种的 如今都舍得让出来了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直接就承包下来了 村主任也是很快 给他跑下来了证件 季建云就又去进了一批葡萄苗回来 直接就种下去了 告诉那些旅客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 到时候葡萄每家可以得两串 这引起了大伙儿的哄笑 七大老板也忒小细点的吧 两串 三五串都不够卖的 这葡萄 个儿大又甜 好吃得很 一吃啊就停不下嘴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三十四集 这些葡萄 还是季建云 发动他们过来种下去的呢 都是免费的 让他们带着孩子种 体验农家生活 他们都不大乐意 直接说季建云 坑他们白干活 但是孩子们高兴啊 一个个的都干得 格外卖力气 而且季建云还答应 今天过来干活的孩子们 可以自己挣一顿午饭 午饭免费 想吃啥随便点 还额外提供一份炸虾 这可是乐坏孩子们了 干得汗流浃背 小脸通红 把自己父母都心疼得不行了 但是他们却是乐在其中的 中午吃免费的午餐 还给了两只香喷喷炸虾的时候 那是吃得喷香喷香的 都高兴坏了 因为那些没干活去玩的小朋友 可是没有这份待遇的 过来这边旅游的小朋友们 胃口都是特别好的 过来玩上几天 每顿饭都不用父母催了 都是大口大口吃得可香了 葡萄苗种完了 孩子们就没别的活了 有些家长就过来找季建云反应 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可干呢 只要给孩子提供一顿午饭就行 季建云当然是乐意的 打发他们过去晒谷场 那边可是有好多的活要干呢 比如晒豆子晒芝麻之类的 还有花生这些 不过这些都是比较省力的 但还真别说 有些孩子就挺喜欢干这些的 因为可以换饭吃啊 都不用给钱的干活就行 村主任看了觉得有点不大好 这不是摆明了坑人家父母给干活吗 就过来找季建云说了这件事 季建云摆摆手 表示他们自己过来要求的 都乐意着呢 没啥 而且那些活也都是没人干的 没办法 人手很紧缺 他们乐意干就让他们干去呗 还有许多人 对当初苏丹红弹奏的古琴 格外的有兴趣 不过苏丹红可是难得过去弹一次 愿不愿意弹的 全靠他的心情 偶尔的才能听到那一次 好多人都在反应 真的很好听啊 但是苏丹红就在7月1号那天 弹过两曲 一直到现在 不管旅客怎么要求 他都没有再过去弹了 不过这几天孩子们都累了 所以这天晚上 季建云倒也是个大方的 就叫季晓东跟季建盒过去 把家里的钢琴给搬了过来 叫季仁过来弹上两曲 季仁也是不怯场的 这天晚上就演奏了三曲 听得整个宿舍楼 里里外外的都是人 外边楼道上边 全都围满了住客 在村里住的其他人 也听到了消息 一早就赶过来了 人多着呢 摆上长凳 直接就坐那了 八点钟的时候 季仁就准时过来弹奏钢琴了 三首演奏完毕 大伙也都是心满意足啊 掌声雷动 季老板 你们这可是卧虎藏龙啊 老板娘精通刺绣古琴 小老板又擅长书法钢琴 小爱舍女写生的本事 也是不比美术专科生差半分 苏丹红跟季仁 大伙都是熟知的 从今年开始 远远就过来这边写生了 小姑娘摆上画板开始画 身后总是能围上好多人看 也都是惊叹不已 着实是画得太好了呀 有些旅客也是直接出钱了 想要买一下作品 远远却是个大方的 直接就让围观的大伙 剪刀石头布 最后赢的 她就把画送去县城那边 叫人表起来 然后白送给他们 这也叫旅客们极为开心 都是赞叹不已的 爸爸爸爸 我的吉他弹得也不错 明天晚上 你让我上去弹起手呗 季琪就很激动 她大哥演奏完 那种掌声如雷的场面 她是很振奋的 她也想要献意了 行啊 等明天 你就过去弹奏三曲 但就只能三曲啊 二儿子的吉他 的确弹得是很好的 不仅吉他 唱歌也不错 所以让他去唱唱也好 也练练胆量 话说是练练胆量 但苏丹红却觉得 就他家这几个儿子的胆量 那真的是不用练了吧 没一个会害羞的 就在昨天 想想那小子 还送了一朵荷花 给了一个旅客的小姑娘 而且还花言巧语了一番 把那小姑娘 哄得害羞得不行了 更是叫那对年轻的夫妻 哭笑不得 再看现在家里 这个刚会翻身的老四 如今根本在家里待不住 眼睛一睁开 就往外边溜达 以后也不是个会害羞的吧 当初在肚子里的时候 还安静得很 害他高兴地以为 是个安静的小姑娘 如今越长大 越像他前面的哥哥们 都是一个样 于是 在钢琴之后 纪剑云又说 他家老二想弹吉他 给大伙听 大伙也是很期待的 纪其的吉他的确弹得很好 学校那边也会叫他去表演 他也是个会表现的 吉他哥弹完钢琴的第二天晚上 他就过来这边弹吉他了 一边弹奏一边唱歌 那胆子是贼大贼大的 一点都没有怯场 不好意思啥的 苏丹红都抱着小吉他过来看了 二儿子初次表演 他当然得过来支持啊 唱着歌 弹着吉他 大伙都听得津津有味 真别说 吉他弹得好 歌唱得也好 只不过 如今这时候的音响 麦克不少钱 纪剑云都有点舍不得 给吉他这小子买 不过这天晚上过后 看到这小子 对这方面的那种热情 他就叫纪剑云 去大学城那边送货的时候 顺带给看了一遍 一套全新的置番下来 差不多一万五啊 纪剑云也是择舌呀 而且他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剑云这么宠儿子呢 给仁仁买了钢琴 如今又要给琪琪 买音响麦克风这类的 全都是死贵死贵的东西 不过纪剑云还是给买了 一点都没有迟疑 给这一套音乐设备 搬回家之前 他都没有告诉纪琪 等他从马场那边 干完活回来 高兴坏了 爸 你绝对是我的亲爸 等你老了 我一定孝敬你 一定特别特别特别的孝敬你 纪琪一下子跳到他爸背上 赶紧地自己去摸索放着 这些我们可都不懂 纪剑云颠了颠这小子屁股 就让他下去了 然后 季祥就来找他了 爸 你打算给我买点啥 他大哥有钢琴 二哥有成套的音响唱卖 可是他啥都没有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富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百三十五期 苏丹红文言 似笑非笑地看向纪剑云 这个老男人 给老二买音响的时候 还有男色诱惑他来着 他没忍住就硬诺了他 然后他就给买回来 这么一个大件 一万多呀 真的是太贵了 甚至比一台钢琴 都要贵出二百多块钱 但是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就给买回来了 眼下家里的东西 不管是钢琴 还是音响唱卖 便是这些 从大学城来的旅客 那家里也都是 极少会半职的 因为真的是 一点都不便宜 即便是真的有的人家有 那也绝对是在少数的 纪剑云倒是不在意 就问季祥 是你大哥买了钢琴 也跟你二哥买了音响 不过那都不是他们的 是给他们用的而已 买回来了 你要用也可以去用 我也想要买东西 以前全家就他最小 现在再有小吉祥 这么一个更小的 他就没法撒娇了 不过他还是有些娇气的 那行 你想要啥 要是咱家剩下的钱 还能买的话 爸就给你买 季祥就开始想了 他到底想要啥呢 他也会唱歌呀 不过可以跟他二哥 一块用这个 没有办法再买了 那浪费钱呢 其他的 我想要个足球 还要个篮球 篮球家里有了 你大哥打的那个就行 虽然现在救了点 不过还可以的 给你买个足球吧 行 大概是因为愿望被满足了 哪怕只是一个小件 他也是很高兴的 第二天 季建业去大学城那边送货 回来的时候 就给带了个足球回来 全新的 季祥也真的是高兴 拿了足球 就带着村里的孩子们 还有两个大学城那边来的孩子 一块过去晒股场那边 踢足球去了 孩子们的暑假 自然是悠闲跟惬意的 白天的时候就是玩 晚上也没啥项目 就回家写作业了 写完作业 时间就差不多 然后就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留下的 那就继续玩 要回大学城的 就开始购买 可以带得走的物资了 季建云这边 暑假是真的忙 今天烟儿也回来了 便是连烟儿 也被季建云给使唤上了 过去马场那边 算账 记账 本来是要叫小珍过去的 不过小珍在皮鞋厂里边忙呢 遇上暑假了 那边进出货也是比较多的 于是就没喊他回来 烟儿都读高中了 正好就过去马场那边 当人手使唤了 季奇也在那边帮忙呢 加上季建国跟陈建树 马场那边四个人手在 但即便如此 也是有些不够用的 但也只能那样了 还算过得去 果园上也是需要人手的 如今过去水库那边 那都不用拖拉机载了 谁要过去 谁就自己走过去 虽然要五十多分钟的路程 但就当是锻炼了 至于路线 那也是很清晰的 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就行了 但基本上也都不用问了 因为水库这条路上 都是不差人的 今年因为天气太热 那些个男人还想下水库游泳 不过季建云不答应 因为这种就管理不来了 出了事咋办呢 直接叫他们钓鱼 或者去摘果子吃 还是那句话 只要不糟蹋东西 那水库那边的果子 就可以去摘了吃 但要是看到有糟蹋东西的 那就以十倍的价钱罚钱 不交款就直接走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高素质的呀 真的有些糟蹋东西的 被季晓东给看到了 季晓东直接就给开了罚单 那个女人很不服气 哼 果子不好吃还不许扔啊 季晓东就捡起来 将脏的直接给擦干净了 那一半没吃到的 他就吃了一口 然后单子就塞给他了 那个女人还是不交罚款 当天回宿舍楼还去闹了 他跟他男人 还有孩子一块过来的 他男人也很不服气 季建云就过去了 让他们一家子当天就搬出来 并且给了车费 让他们过去县城那边租个房 还把那边的房费都给了 但如果想在他宿舍楼里住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大伙对季建云这样的处理方式 也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大晚上的就叫人走 有些不厚道 但不是给了车费 也给了住宾馆的钱吗 再说了 要不是糟蹋果子 浪费果子 还不服罚款 那至于这样吗 见其他人吃再多的 有罚款的吗 本以为那一家子不会来了 没想到他们第二个星期 就又过来了 不过这一家子 已经被季建云拉入黑名单 这边宿舍楼就算有房间 苏母也不会给他们开 这边不接待 其他人得知这一家子的品性 那即便再欢迎旅客入住 那也是不给住的 没办法 那一家子就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好像还吵了起来 规矩的事情 立了就要遵守 小孩子吃不完的 那父母也得吃掉 不能随便扔 这就是他们这边的准则 要么你别摘 要摘了你就得吃完 但是不守规矩的 的确就是那么一小部分而已 其他的都是很不错的素质公民 因为这么个暑假 大伙也是真的挺忙的 可是忙归忙 日子过得倒是充实 家里这边因为来了这么多旅客 每天都要上山上吃一些 山上的果子也就是结得多 要不然真的是有些不够吃了 眼下这个时候 是枣子成熟上市的阶段 枣子很盛产 每天都要摘不少 运往寄建云名下的铺面 因为来了这么多旅客 所以老北京那边就没运过去了 都不够卖 老北京那边还是等以后 那四个正在建设中的果园 起来了再给运过去吧 那边今年长得都很不错了 快的话 没准明年开始 就能陆续地产果子了 不过果子没有送去老北京那边 但是枣花蜜却是给送去不少 一瓶两斤装的 因为盛产枣花蜜 季建云就给送了一百多瓶过去 老北京那边 季建云是很看好的 发展前景太大了 不管有多少东西送过去 那边都能吃得下 哪怕是连鹅椒跟鹅椒糕 如今老北京那边的需求量 也是比大学城这边都大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复记》 作者南方荔枝 由加菲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36期 季建云今年就想着 等忙完了这个暑假 那他就过去看看 带他一赴过去 还有小吉吉 也该过去落个户了 7月的时候很忙碌 客流量真的是不小 8月的时候就好点了 但还是依旧有好多人过来 一直忙到了暑假假期结束 暑假这股热潮过去了 季建云这边 才算是闲暇下来 这两个月里 那真的是太累人了呀 不过不得不说 这利润是极为可观的 他在水库那边 设置了10个烧烤摊子 点了灯 其他调料啥的 他都卖 外边卖多少 他就卖多少 好赚得很呢 另外 他还卖其他的东西 比如河虾呀 鱼 他们自己调上来的话 也是免费的 但要是买的话 那也是要钱的 还有其他的茄子 韭菜 玉米等等 这些都是要钱的 还是照外边的价钱卖 除此之外 还有鸡腿 鸡翅膀那些 还别说 10个烧烤摊子 全都满了 生意好的不行 后边过去的 都还得等一等呢 或者是过去凑一凑 一块烧烤 一块吃 因为是晚上 所以纪剑云就叫了 纪剑盒跟陈剑树两个 还有苏安邦 一共三个人 都过去那边帮忙 回来的时候 那也是让他们 成群结队地走 虽然基本上 没有出现过什么意外 但保不齐呀 都得结队走 要是发现有一个人过来的 那进水库的门票 就要翻十倍 出水库的时候 也是要凑齐三个人以上 那才可以放行 虽然规矩有点多 但是对于这样的规定 大伙都挺乐意接受的 因为都是为了 他们的安全着想不是 水库这边 就只经营到晚上九点半 然后就收摊走人了 纪剑云估摸着 以后肯定还要再加位置 十个烧烤位置不够用啊 而且他这边的烧烤 也是有些欠缺 太过于单一了 不过现在就不用了 等后边再还两年吧 到时候看看发展的趋势怎么样 要是好的话 那就可以在家 不过 他这边要是能弄个摇鸡就好了 他以前在岗位上的时候 那边就有一个师傅会做摇鸡 那叫一个香啊 纪剑云吃过一回 就分了一个鸡腿 迄今为止 他还记得那个味道呢 不过都出来这么多年了 怕是联系不上了 迈入九月之后 孩子们就都开学了 在九月十五的时候 纪剑云就带着老张跟小吉吉 一块去老北京了 主要是去办户口的 还有就是过去看看 那两个铺面的经营情况 如今小吉吉已经断奶了 上个月就给断了 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不过就哭了一天 第二天就没事了 因为第二天回来 苏丹红抹了点红辣椒 他自己就不爱吃了 抱着个奶瓶子 吃得挺欢的 眼下跟他爸一块去老北京这边 他也是高兴得很 纪剑云这一次在那边待了三天 主要就是陪着老张一块过去 走访他那些老伙计 好几个呢 带过去的蜂蜜都送给他们了 这些个老伙计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点不信任的 担心自己的老伙计被骗了 但是眼下老张确实比当年 过去的时候还要年轻了 那身子骨可真的是硬朗得很 他有一个副院长的老朋友 叫他做了个检查 都是免费的 一切指标出来之后 叫那位副院长都是羡慕了 比当年你去那边的时候 还年轻了许多 这些年都吃啥了呀 老张表示 还不是一日三顿 该吃啥吃啥呗 就是乡下地方水土养人 另外他又隐晦地说了 自己的大干孙子在他的教导下 今年中考考了全县第一名 差一分就全满分了 那位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伙计 就说以后可以考北京大学 过来这边他可以照顾着 老张也是硬下了 他的确是想让纪仁将来考北大的 倒是纪建云有些不确定 出来之后就说道 义父 北京大学这个目标难度 是不是太大了 他们整个县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考过北大呢 别说他们县了 隔壁县他也没有啊 倒是距离比较远的江水市那边 还真的是有人考上了 大什么大呀 北京大学就是再适合人人不过的 人人也绝对考得上 他对自己那大干孙子 可是有底气得很 在老张跟纪建云 给小吉祭办了户口之后 他们俩就回去了 那些老伙计们如今也是看开了 看到老张过得这么好 活得这么有滋有味 哪怕将来财产给了纪建云 那又能如何呢 现在都等于是给老张这老伙计 营养天年了 再说 照老张这个说法 纪建云这个义子 还真的是不稀罕他这四合院呢 他自己就有啊 而且还有铺子啥的 人家有钱着呢 真不缺这撒瓜俩枣的 总而言之 这一次看到老张的这个状态 他的老朋友们 也都是真正地放下了心 老张跟纪建云过去老北京这几天里 县城这边就都是纪仁在家里做主 如今纪仁真的可以当大人使唤了 今年高一 但是身高已经拔高到一米八了 又是男孩子 自然没啥好怕的 兄弟几个住一块 没啥问题 不过老张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回来之后连休息都没有 六点多了 直接就叫了车过去县城那边了 看到几个小子都跟往常一样乱蹦乱跳的 这才放心 然后就把从老北京带回来的小吃给他们吃了 驴打滚啊 北京酥糖 精八件这些 纪建云也给家里买了一份 加上县城那边一共两份 不过苏丹红不怎么喜欢吃 图个新鲜就行了 其他的就叫纪建云吃了 宿舍楼那边的桂花树成熟了 妈叫我过去摇了 他打算做桂花糕吃 他还是喜欢自己做的糕点 这个是最适合他的口味的 你带吉吉 明天我去摇 小吉吉大概是因为好几天没见到他妈了 而且竟然还很神奇的没有忘记他 一回来就特别黏他 叫苏丹红颇为欣慰 真是没白疼这小子呀 你再去订做一批纸盒子 我要多做一些送去大学城里卖 苏丹红交代季建云 一转眼中秋节都要来了 正好摆在大学城那边卖 也全当是送礼用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八灵至腹记 作者南方荔枝 尤家飞补会飞 领先为您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637集 在宿舍楼那边种了四棵桂花树 原本只有四棵桂花树是不算多的 但关键是 这四棵都抵得上别人家的十棵了 一整棵树上都挂满了桂花 厚厚的一层 令得整个宿舍楼都飘逸着一股子淡淡的桂花香味 十分的好问 因为桂花太多了 苏丹红就想着直接做成桂花糕吧 第二天 季健云就去摇桂花了 其余的就交给苏丹红跟苏母 还有杨大婶 做了不少桂花糕出来 宿舍楼那边给端了几盘过去 都是给现在住的住客免费吃的 宿舍楼那边即便是过了旺季 可是如今也有三个房间被旅客住着 尝尝桂花糕那也是不错的 果然那三家人吃完了 就询问有没有卖的 苏母就承诺 他们每人可以买两盒 也仅仅只是两盒而已 疼不出更多了 留下一些自家吃的 剩下的都送到大学城那边去了 送去县城给老张他们吃的桂花糕 有三盒子 三盒桂花糕都叫他们给吃光了 季祥周五傍晚时候回来 还问他妈呢 咱家还有桂花糕没有 没有啦都吃光了 苏丹红摊手 家里留下的也不多 他妈宿舍楼那边分了一盘 他干妈杨大婶也分了一盘 自家留了两盘 他吃了几块 剩下的都叫季简云给解决了 桂花树就那么几棵 吃完就没有了 他家种的这个桂花 一年就开这么一次 所以是比较稀罕的 咱家多种些桂花树吧 桂花糕那么好吃 不多种些可惜了 还可以拿去卖呢 苏丹红看他分明就是贪吃 想吃 不过倒也觉得不错 就跟季简云说 你说咱家山头那边 要不要看看 哪儿可以多种几棵桂花树啊 想想来说的 那小子也去找过他了 嗯 馋桂花糕了 虽然桂花糕吃不成了 不过他还是可以给做一点花生糕的 他也挺喜欢吃的 我再去买些回来种 老赵那第四果园上的屋子旁边就有不少空地 他就打算种在那边 他义父也会喜欢桂花味的 没几天 季简云就开车去运回来了好些桂花树 苏丹红看了都愣了一下 怎么买了这么多回来 多种点没事 那边地多着呢 于是就上去 种在老张木屋的旁边了 围了一圈都是桂花树苗 苏丹红就给浇了灵泉水下去 今年要是浇得好 明年这个时候也是盛产桂花的时候了 种在山上又没啥人 可以掩人耳目一些 但是宿舍楼那边人来人往的 长得太快就不行了 所以一直到今年 那边的桂花树才挂满了桂花 但因为蓄力很满的缘故 那边的桂花也真的是很厚 种下了桂花树苗 夫妻两个就抱着小吉吉继续转悠 过来后边承包的那四个山头上看看 那些山头上的果苗 如今都已经是郁郁葱葱了 长事实分析人 这还是因为季建云没浇太多灵泉水的缘故 每次他都会把灵泉水兑吸了 然后用三轮车载上来直接用喷的 有些时候就会掺杂在虫药水里 然后叫季建国陈建树他们上来打农药 这几个山头到时候喊谁上来管呢 灯果园起来了 到时候让杨爱慕上来杨爱琳过来 杨爱慕杨爱琳都是杨大婶跟杨老头的儿子 他们两个就没有啥工作岗位了 都是干自家地理的那些活 而杨爱森早年的时候就被季建云雇过来干活了 日子过得可是比这两位兄长好多了 不过之前没有岗位 有岗位也不适合他们两个 倒是这管理果园的活挺合适的 一人管理一个 还有两个果园呢 杨建云就打算到时候贴一张招聘广告出去 包吃包住的 工资每个月按时发放 相信到时候会有大把干活的人 不担心的 他这边的待遇那可是出了名的好 根本就不缺人手 只是叫谁过来干 那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 其实对于季建云后边这四个果园的管理人手 那村里村外的不少人都惦记着呢 这天杨大婶过来帮忙带小吉吉 苏丹红要洗头 小吉吉现在可以坐着玩了 当然只要苏丹红在他的范围视线内就行了 苏丹红就顺带着跟杨大婶提到了这个 干嘛 剑云打算到时候后边那四个果园招人手 他想说让我那两个兄长过去 你觉得怎么样啊 爱慕和爱琳吗 嗯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去 过去那边的话 那大概就得在那边住下了 当然平时不忙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回来 嫂子们也可以上山去探望他们 哪有不愿意的 要是能给他们一人一个岗位 那不知道多高兴呢 嗯 那干嘛你有空过去跟他们说说 这两个位置就给他们定下了 杨大婶连声应好 下午的时候 她就过来找大儿子和二儿子了 现如今彼此的关系 也是比以前和睦了不少 因为杨大婶认了苏丹红做干女儿 哪怕是杨大丫的妈马慧 那也是对杨大婶客客气气的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爱搭不理了 以前的话 那可真的是一点都不敬重 杨大婶这个婆婆的 生怕过来吃她家的 而在得知婆婆过来 主要是因为说这事 马慧和王丽华那是高兴得不行了 妈 您尽管去跟丹红说一声 就说爱慕一定去干 杨爱琳的媳妇王丽华也是高兴极了 对 妈 你放心 爱琳肯定也是可以给孤账守好果园的 纪剑云这个孤账那边的工资是透明的 手底下的工人 如今日子哪个不是过得有声有色呀 就比如他们小叔 听说如今都要准备起楼房给旅客住了 但是他们两家就还不行 都还在温饱的线上徘徊呢 起楼房 那更是不用想的事 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本专辑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订阅本专辑